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第一风水师》 作者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奖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一章 漂亮的女人 我爷爷去世那年 家里忽然来了四个陌生人 都是来认爹的 这四个陌生人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最大的大概六十多岁 最年轻的也就二十来岁 他们要认的爹 就是我爷爷李初吉 这四人进了灵堂就哭 哭完就说要分家产 我爷爷生前是方圆百里有名的风水师 在村里威望极口 他死后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来吊宴 一听这四个人要分家产 吊宴的人都乐了 这四人最老的那个 跟我爷爷年龄都差不多了 也好意思舔着脸来认爹分家产 我爸没得早 二叔性格温和 家里全靠我三叔当家做主 他把我推到四人的面前 黑着脸 这就是老爷子留下的家产 要分的拿走 不分的滚蛋 四个人面面相去 他们的眼里全都是怀疑之色 但是吊宴的人围了一院子 他们也不敢造次 这家产我不要了 最老的那个走了 其他的两个也摇摇头走了 只剩下那个最年轻的 也是四个人中唯一一个女人 上下打了我一份 我要 吊宴的人全都愣住了 我二叔和三叔也愣住了 只有我满脸通红 心如露撞 因为肯要我的这个女人 实在是太漂亮了 瓜子脸 柳叶眉 嘴角长了一颗美人质 皮肤白的跟透明似的 身材五官都完美的无可挑剔 比我见过的任何女人 都要漂亮 但是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肯要我 因为我当初 挣柜子零钱哭我爷爷 哭的是撕心裂肺 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滑起难看 这是协议 漂亮女人 从包里掏出了一张纸 签了她之后 以后她的富贵生死 一切都跟李家无关 接着 她又从包里掏出了一打钱 这是十万块钱 是她的满身钱 显然 她是有备而来的 只要我们家签了协议 收了满身钱 就等于彻底跟我断绝关系 以后再不能 跟我有任何的瓜葛 这是江湖规矩 三叔和二叔嘀咕了一阵 竟然满口答应下来 接着 三叔是三下五除二 就签订了协议 收下了十万块钱 走吧 我又哭了 比刚才哭得更伤心 更撕心裂肺了 因为二叔和三叔 为了十万块钱 就把我给卖了 见我哭得伤心 三叔将我拉到一边 低声地安慰我 事到如今 三叔也不瞒你了 你其实不是你爸亲生的 是你爷爷 游走四方的时候捡来的 现在你跟我们李家 缘分已尽 也该去寻找你的身世了 这姓沈的丫头 家大业大 背景非凡 说不定能帮上你呢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直接把我给阵懵了 闹了半天 我居然是捡来的 我二叔三叔不是我亲叔 我亲爱的爷爷 也不是我的亲爷爷 一时间 我被阵得连哭都顾不上 就那么直愣愣地 游着三叔把我推出了家门 在漂亮女人的催促之下 我跟湿了魂似的 浑浑噩噩地跟着她 上了停在我们家门外的 黑色小轿车 临行前 我三叔快速地往我手里塞了一样东西 那好了 别让她看见了 她塞完之后 黑色小轿车开始启动 看着生我养我的小院子 越来越远 我忽然 我忽然从震惊茫然中 回过神来 我还没送爷爷上路呢 怎么就这么让我走了 想到爷爷 我又想哭了 你别哭了 漂亮女人 不耐烦地 皱了皱好看的眉头 你叫什么 我快速藏好三叔塞给我的东西 李正一 多大了 差两个月满二十岁 那本太阴风水命路 你爷爷是不是留给你了 没有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 我没骗你 我很老实 我真的没想到 爷爷只是让我将那本 太阴风水命路 倒背如流 真的没有把书留给我 而且 在我将书倒背如流的时候 爷爷就把那本 太阴风水命路给撕了 说留着它也是祸害 迟早会害死我们李家人 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说 它是祸害 只知道 我家祖祖辈辈 世世代代都是风水师 这本太阴风水命路 也是我家祖传下来的 到我爷爷这里 他更成了我们这一代最厉害的风水师 不管是其他风水师 还是富豪权贵 见了我爷爷 那都得尊称一声九爷 声望极高 啊 对了 我已经不是李家人了 想到这个 我的眼角又湿润了 漂亮女人 皱眉和尚眼 不再跟我说话 她说话的时候冷 不说话的时候更冷 她明明比我大不了多少 但是 她身上冷冰冰的气质 让我莫名对她很是畏惧 她不说话 我也不敢说话 三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到了河海市 女人把我带到了一条破街上 一个更破的店里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 吃穿用度自己解决 你呢 你不用管 我全身剩下只有二十块钱 那是你的事 那你干嘛要买我 你话怎么这么多 我的话真多 可是漂亮女人的眼神 冰冷嫌弃 我不敢再说话了 然后 她扔给了我一张照片 给你半年时间 找到这个人 找不到的话 你二叔和三叔 都得跟着你陪葬 漂亮女人走了 临走之前 她又问我 爷爷是不是真的没有 把那本太阴风水蜜鹿给我 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她一脸失望地 扔给了我一张名片 这是我的私人号码 有重大事情了 可以打电话给我 不过 这半年之内 你只有三次打电话的机会 别瞎用 我握着名片和照片 茫然地看着店里 一张行军床 一张桌子 一把破椅子 这就是整个店的全部家的 店门口 倒是挂着一个硕大的 非常惹眼的招牌 风水大师 不挂 看相 乡宅 看阴阳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二章 我看了看漂亮女人 给我的名片 名片上 是一个很古风的名字 沈无双 名字下面 是一串长长的电话号码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她的身份和行为 都是一个谜 我又看了看 她扔给我的照片 照片上 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 眉如带衫 目色秋水 精致小巧的五官 轻力绝俗 像是仙子一样 高不可攀 沈无双就够漂亮了 这个女孩子 居然比她还漂亮 不过 沈无双也真是的 什么线索都不给 就没头没脑的 扔给我一张照片 让我去找人 这不是让我大海捞针吗 我又想到上车前 三叔塞给我的东西 从裤兜里掏出来看看 三叔塞给我的 是一枚铜制的印章一样的东西 正面刻着弯弯曲曲 蚯蚓一样的字 背面是一面棋子 我翻来覆去看了许久 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我用我的诺基亚手机 给我三叔打了个电话 想问问她 沈无双到底什么来头 她急匆匆地 塞给我那个印章一样的东西 又是什么 电话刚响了一下 立刻就被挂断了 很快就收到我三叔的信息 如果你还念及李家养育你的恩情 有一切都听姓沈的丫头的 我盯着信息看了老半天 一半是伤感 一半是疑惑 这沈无双到底什么来头 今后让我那个暴躁无比 天不怕地不怕的三叔如此忌惮 还有 我到底什么时事 沈无双让我找的女孩子又是谁 还有我爷爷 现在已经下葬了吧 一大堆的问题 想得我是头昏脑胀 想来想去 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边赚钱养活自己 一边找照片上的女孩子 至于我的身世 那以后再说吧 很快 我就开张了 用的就是店门口的招牌 高中毕业之后 我跟着爷爷看风水走四方 赚钱也只能从这方面入手 除此之外 我也不会别的 开张第四天 一名少妇找上门来 少妇是一头波浪卷发 穿着一条开叉快开到搁着窝的旗袍 用纱布包着头 戴着一副大大的墨镜 扭着细细的腰 走到了桌前 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大师 我表妹怀孕了 你能不能看啊 神经病 你表妹怀孕了 孩子又不是我的 少我做什么 不好意思 我不是副长和大夫 这个看不了 我瞥了他一眼 摆出大师的高冷滋感 少妇拍了拍脑袋 涂得腥红的嘴唇 一开一合的 你看看我啊 都给紧张糊涂了 大师啊 怪我没有说清楚 我表妹没有嫁人 也没有男朋友 更是从未接触过男人 可肚子莫名其妙地就大了 去医院做臂超啊 医生说怀孕了 孩子都三个月了 这活我接不了 我打断了少妇的话 我太爷爷传下来的三个规矩 第一 出挂不算女 第二 出局不碰运 第三 缘分前实习取义 虽然我从小跟着爷爷学风水 也算是小有成就 不算是出次了 可是 直到何海市刚开张 就把女 运 都占了 我怕处了忌讳 少妇以为 我怕她给钱少 立刻从包里 就拿出厚厚的一打钱 大师 你不用怕我们给的钱少 这个呢 是定金 要是您帮我表妹解决了问题 还会有更多的酬劳的 我撇了眼那一打钱 很厚 大概一万块 定金就这么多 酬劳肯定更多 有一刻我差点把持不住 毕竟在这里待了四天 兜里就剩下一块钱了 不是钱的问题 我定了定神 继续拒绝 我激活收费有自己的规矩 少妇急了 大师 你真的不肯接 我点了点头 真的 拒绝了之后 我就打算继续接着睡觉 等下一件 谁料到 我刚刚合上眼 少妇一把抓住我的手 直接就放在了 来人啊 飞泥了 少妇忽然扯着嗓子 大声的喊起来 我吓了一跳 赶紧睁开眼睛一看 少妇不知道什么时候 披散着头发 扯开旗袍领口 大喊大叫着 一副被我怎么样了的模样 现在是大白天 我这店附近人流比较多 这个情景很容易让人误解 更何况我出来乍到 要是处理不好 容易挨揍的 大姐 你别喊了 我吓得赶紧要抽回 按在他胸口的手 生怕别人看到了误会 我先看看你的面相 少妇是死死按住我的手 啊 这算你答应了 我只能继续感受着手下的波涛汹涌 大姐 你摘了面纱和墨镜 我看看你的面相 少妇听话地举下了纱巾和墨镜 我眼前一亮 粉嫩脸蛋 樱桃小嘴 妩媚的眼神 满脸的成熟风情 只是 他原本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 布满了血丝 隐隐地缠绕有黑气 眼睛现黑气 这是即将走霉运的征兆 而且一般都是碰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你最近接触过你表妹没 少妇点了点头 哦 我刚从姨妈家过来 她才刚刚从她表妹家回来 身上就已经有了征兆 说明她表妹现在情况更加的严重 那东西也很厉害 走 带我去你表妹家 我点点头 事宜看完了 少妇惊喜地松开了我的手 大师 你答应了 我的车就在外面 我车就载你过去 嗯 我高冷点头 既然跑不了 那只有先应付一下再说了 少妇扭着细细的腰往外走着 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 从她可观的高耸上划过 手感挺好 很快 我坐着少妇的红色迷你 就来到她表妹家的小区外 她表妹家的小区是个别墅群 一家一户独栋别墅 又在河海市最贵的地段 看来她表妹家挺有钱 大师啊 这是钥匙 第二排的第一栋就是 少妇递给我一串钥匙 指着我正对面的一栋别墅 我表妹在家呢 我愣了愣 你不去 少妇抖了抖 我 我害怕 这娘们 真够糊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三章 为了表妹 绞尽脑汁把我请来 我还以为 她跟她表妹关系多好呢 没想到 现在连门都不干净了 好 我点了点头 朝她伸出了手 给我一丝额钱发 少妇瞪大了眼睛 要那个做什么 你表妹身上 粘了脏东西 你不仅接触过 还是来找我除她的人 要你得额钱发 做伏笔 灵性更高 我耐着性子解释着 其实 我是打算等少妇一走 我就立刻走人 因为我是被少妇 逼着过来的 而我一向讨厌被逼迫 只不过 做我们这一行风险大 处处都得留后手 做好最坏的打算 绝对不能受制于环境 我这么一解释 少妇咬了咬牙 狠着心揪了一座头发给我 我接过少妇的头发 从包里掏出了一个桃木笔盒 从十几只大小不一的伏笔里 掏出了一根没有笔头的 将少妇的头发 将少妇的头发扎好了 塞进鼻杆里 做了伏笔 然后将一只黄纸 铺在他的车头上 默念三遍请灵咒 这才咬破了中指 滴下了血 用少妇的头发 沾了血 沉下心来 画了两张引雷符 太阴风水密录中 除阴密术有无法 阵法 困法 散法 雷法 杜法 其中引雷法最为霸道 而这引雷符 正是雷法中最基础的一种 可引雷电灭因 少妇仅仅去了一趟别墅 就走了没运 说明那个东西很厉害 我必须得谨慎 大师 你还是多画几张符纸吧 万一那东西很凶呢 少妇在一旁提议 我沉下脸 收好符纸 没有搭理的 符有很多种 画符也有很多讲究和禁忌 而且还需要耗费画符人的精力 气 神 缺衣 都有可能导致画出来的符纸 会是一张废纸 我跟着爷爷画了四年符 经济神才勉强可以做到画出来两张引雷符 每一张尚且只能引一道雷电 若是再多 我根本就承受不住 哪还有精力对付脏东西 普通人看了一些粗质烂造的电影之后 跟少妇一样对着画符有很多误解 我也懒得解释 画好符纸之后 我将沾了血的头发 从笔杆中取出来 郑重其事地 交代着少妇 一个时针之后 你把这头发烧了 记住 这头发一定要烧掉 绝对不能随便乱扔 我记住了 大师 见我一脸郑重 少妇脸色也凝重起来 小心翼翼地接过头发 用纸巾包好了 放进驾驶位右侧的储物盒 我则收好符纸 接过钥匙 朝第二排第一栋别墅走去 少妇裹紧了纱金 戴好了墨镜 钻进他的车内 鬼鬼祟祟的 好像生怕被谁看得似的 走到第二排第一栋别墅的门口时 我回头看了看 少妇还在原地盯着我 看来 我是没法开溜了 只得无奈地掏出钥匙 打开了门 别墅的大门 应声而开 一股森冷的寒气扑面而来 晚春临下的天气 我竟然硬生生地 被寒气扑得 长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卧槽 好重的陰气 我吓了一跳 赶紧掏出画好的一张引雷符 捏在手里 这才缓缓地朝着别墅内走去 走到客厅之后 我扫了一下别墅内的环境 欧式装修风格 名贵的家具 精致的地毯 装饰得奢华无比 处处都彰显了一点 别墅的主人超级油箭 只是 这么奢华的摆设 也压不住别墅内的浓浓阴气和邪气 初夏的天气 别墅内冷得跟冰窖一样 冻的人是支打哆嗦 我扫了一圈 客厅内没人 一楼的房间也没人 我小心翼翼地就上了二楼 二楼的阴气忽然加重 就像是盛夏的天气 忽然进入冷气 开得很足的空调房一样 我全身瞬间紧绷 精神是高度集中 身上每一个细胞 都像是无限放大一样 警惕地探寻了四周 就在我走到二楼 第一个房间门口的时候 里面忽然传了一阵敲门声 急气 密气 毫无征兆 像是有什么人 急着破门而出一样 我吓了一跳 闻了闻心神 捏着引雷符 全身警惕地 缓缓走进那扇门 试探着 轻轻推了一下 门应声而开 一股浓重的阴气 扑面而来 屋子很大 屋内拉着厚厚的窗帘 黑洞洞的 什么都看不到 我没有着急前进 而是站在门口 站了一会儿 打碎眼睛 先适应这种黑暗再进去 你来了 就在这时 一声哟哟哟的女声响了起来 我愣了愣 难道少傅跟她表妹打过招呼 她知道我要来 你快走 我正要说话 那个女声忽然变得奸细锐利 像是生气了一样 谁让你来的 我不走 不走 不走我就去死 那正好 要随意起死 声音一会儿尖细 一会儿幽怨 明明是只有一个人的声音 但说出来的话 却像是两个人在吵架一样 热闹无比 我听的后背是直冒凉气 一般来说 无论脏东西是什么 它对危险都是有感应的 而我这种身份的人 就是他们眼里的危险 只要他感受到危险 他就会立刻警惕起来 不太凶的会趁机隐蔽 比较凶的也会先隐蔽起来 再伺机反扑 而这个东西 我明明都已经站在门口 跟他近在咫尺了 他却直接忽视了我 这只有一个解释 他不怕我 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我吻了吻心神 一只手捏着引雷符 一只手捏着凝神护身的三清诀 一切准备停荡之后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迈腿 朝着屋里走去 就在我脉腿朝着屋内走去的时候 身后忽然响起了一阵轻笑声 紧接着身后忽然伸出了一只手 轻轻地拍了我肩膀一下 我刷他朝后看去 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衣裙 长长的黑发 惨白的小脸 见我回头 她冲我还笑了笑 惨白诡异 我吓得一哆嗦 条件反射地 抬手将手里的引雷符 闪电一般朝着女人的脑门就拍了过去 女人一晃 就避开了我的扶植 扭头就跑 我惊了惊 是拔腿就追 刚追出屋门 那个女人就手脚利索地爬上了二楼的栏杆上 小心 女人似乎吓了一跳 扭头看了看我 接着身子一晃就掉下去了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丁运 第四章 我冲了过去 恐惧地朝楼下看去 红衣女人脸朝下摊在地上 满头黑发披散着 一道稚嫩的童音忽然阴瑟瑟地响起 你把他给杀了 我如坠冰窖 全身冰了 少父亲我来时帮他表妹的 我这刚一出手 就把他给杀了 低头朝一楼看了看 红衣女人依旧脸朝下 趴在地上是一动不动 我回过神来 急急地朝着一楼奔去 刚下两节台阶就听到一道滴滴的 孩童的声音 忽然在楼下女人身侧响起 你把他杀了 你把他杀了 智能 诡异 我刷的一下子朝着红衣女人看去 想看看那东西究竟是什么 就在我低头的那一刻 别墅内亮着的灯全都灭 别墅内原本就拉着厚厚的窗帘 现在更是在请客间变成了黑乎乎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我默然间顿住了脚步 左手捏紧了引雷符 右手五指平伸 指尖向上 捏着三清雀 警惕环顾四周 严阵以待 刚准备好 呼的一下子 就感觉我后背一沉 有什么东西在我耳边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紧接着那道阴森森的铜声 忽然贴着我的耳朵响起 带着阴森和猙獰 谁让你都管闲事的 你该死 我身上的寒毛 蹭的一下子就竖了起来 全身一下子变得僵硬无比 那东西现在就在我的后背上 它是什么时候接近我的 我竟然一无所觉 那一刹那 我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佛陀被要钱 鬼陀被要命 下一步 那个东西就是要要我的命了 我原本是打算用引雷服的 但是那个东西趴在我的后背上 我若引来雷电 只怕它会伤到我自己 情急之下 我迅速从乾坤包里 掏出了一只背着沾着朱砂的桃姆汁 反手朝身后抽去 桃姆汁辟邪 被脏东西自然是要命的力气 沾了朱砂 威力加了无数倍 一阵孩童间隙的惨叫声势 骤然响起 同时我后背目然一清 那个东西被我击中了 开局占了先机 我打算乘胜追击 一举用引雷服灭了那个东西 可是就在我捏紧引雷服 打算用内力点燃的时候 身后忽然响起了一道悠悠的 阴森的哭声 紧接着 一双手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腰 一道温软的躯体紧贴着我的身体 成熟 手软 长这么大 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 更别提被女孩子用这种方式抱着了 我的身子一下子就僵住了 你怎么伤得难回来呢 身后的女人开口了 她还带着哭腔 类似于撒娇一样质问中 嗡了一声 听到身后的声音 我脑子一下子就炸开了 抱着我的 居然是刚刚摔下楼下的红衣女人 她现在又被那个东西给控制了 更让我头疼的是 那个东西很聪明 每次都知道挑我背后下手 我只得放弃引雷符 用最笨的方法拿起手里的桃木枝 狠狠地朝着那个声音的地方就抽了过去 惨叫声再次响起 比上次更凄厉 更惨人 这时 刚刚灭掉的灯 忽然亮起 我能感觉到 原本裹在我四周的浓郁的阴气 快速地消散 那种让我全身紧绷的危险气息 也在迅速地后退 惨叫声还在继续 而且是红衣女人的惨叫 我刷的扭头就看到红衣女人弯着腰 死死地捂着肚子 嘴里发出凄惨的叫声 小脸傻白 疼得汗如雨下 糟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 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要棘手得多呀 那个东西似乎跟红衣女人 有某种致命的联系 只要她受到伤害 红衣女人也会受到伤害 我想都没想 快速停下手中的桃木枝 一把就抱住红衣女人 你休想除掉我 就在我去掉红衣女人身上 引雷浮的时候 一道阴气 从她身上飞泻而出 二楼楼梯顶端 响起了一道稚嫩 却得意的铜声 她跟我生死相关 你要是除掉我 她恐怕一逼死 抬头一看 只见 一个身穿红色裙子 留着漂亮 膝固头的小姑娘 正坐在楼梯上 手里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 用一双漂亮的眼睛 阴狠狠地叮嘱我 她终于露灭了 善儿 我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 她居然不是鬼 鬼行散 而神不散 人死如灯灭 灭的其实是行 神依旧在 人死之后 神若是有怨气 则可以留在人间飘荡 称之为鬼 她却是行神俱在 灯光打在她的身上 甚至还拉出了一道小小的影子 然后她一晃就消失了 红衣女人是双眼一翻 软软地倒在我的怀里 我后背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跟着爷爷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我居然看不出 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没有着急去追那个东西 她虽然没有被我困住 但是接连被我沾了朱砂的桃木枝 抽打了十几下 元气大伤 暂时还作不了什么妖 这也是她消失的原因 现在要紧的是赶紧救怀里的红衣女人 她刚刚从二楼摔下 又受到那个东西的波及 也不知道她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 我将红衣女人放在地上 快速从乾坤包里掏出了一枚武帝铜钱 轻轻地放在她的眉心 用朱砂笔在铜钱方孔中点了点 耍了一下子 她眉心跳出了一道淡黄色的明火 万幸三魂七魄都在 这就要轻松多了 我将红衣女人的微型裙口往下拉了 然后将五帝钱轻轻放在她胸口正中间 又从桃木盒里掏出了一支伏笔 沾了朱砂在五帝铜钱四周画了一道回声笔 可以 最后 我用伏笔在五帝铜钱正中间的方孔中 重重地点了一下 低声地喝了一声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令狱 第五章 我刚喝完 红衣女人 木然地睁开了眼睛 眼睛是黑白分明 寒情带焦 头发是黑亮顺滑 有着少见的美人尖 天庭饱满 鼻子高挺 脸颊带着肉肉的婴儿肥 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王祖贤 而且 她是那种很典型的富贵人家子女的长相 我正在端详红衣女子的容貌 她一瞪眼 一巴掌照着我的脸就扇了过来 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她的手 她又一脚朝我裤裆揣了过来 我抓住她手的那只手 不轻不重 捏住她手腕的正中间 一阵难言的疼痛 顷刻间从她手腕掠到了她的全身 红衣女子身子一僵 脸色痛苦 却无论如何都挣不脱了 清醒了吗 清醒了 从你进来到现在 我一直都是清醒的 就是身体不受自己的控制 你知道我是来救你的 知道 那为什么打我 女人的本能 你刚才掐我这个地方 我全身都疼得很 扯平了 我放开了她 对女人要温柔 这是我的做事原则 更何况她还这么漂亮 红衣女子快速从地上爬起来 红着小脸 拉上领口 尴尬地看了我几眼 我点了点头 不错 爬起来的身手这么利落 说明身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等她爬起来之后 我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肚子上 刚刚躺着的时候 还不太明显 现在站起来之后 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地隆起了 像是怀了三四个月的身孕一样 她走了吗 暂时走了 你没除掉她啊 暂时没有 一听我说还没有除掉那个东西 红衣女人赶紧往我旁边缩了缩 惊恐地看着四周 我告诉她不用害怕 那个东西被我用桃木枝抽了十几下 阴厉大大受损 一时半刻缓不过劲来 肯定找地方躲着去了 那我的肚子呢 怎么才能下去啊 她现在挺着大肚子 连门都不敢出 问我问题是 她微微地歪着头 紧紧地皱着眉 我脑海中是灵光一闪 你有小时候的照片没 最好是五六岁的时候 她想了想 还真从手机里翻出了一张照片 前几天我一个叔叔 发给了我几张小时候的照片 说是放在我们家老房子里的 老房子要拆迁 他把照片丢了 又拍了几张发给我 这里面有五岁时的一张照片 我扫了一眼那张照片 照片上是五岁时候的秦雪 身穿红色裙子 留着西骨头 怀里抱着一个布娃娃 一双大眼睛笑成了月牙 就跟刚刚露脸的那个东西 长得是一模一样 我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了 秦雪急急地问我 那东西是什么呀 人蕾 人蕾是什么 人蕾是介于人和精怪之间的东西 是由风水使用邪物和符咒 孕育而成 有形有神不同于鬼 却比鬼更凶枉 更狡猾 更满对付 人蕾 少之又少 即便是我 也只听我爷爷提过一嘴 没想到 我来到河海市第一次出活 就碰上了这种东西 若是换作经验不足的风水师 只怕在看到那个东西 像秦雪小时候的时候一样 就彻底蒙圈了 直接就放弃了 也幸好我爷爷时常耳提面命教我 我这才看到秦雪五岁时照片的时候 判定那个东西就是人蕾 否则秦雪现在活得好好的 五岁时的他怎么会害现在的他呢 那我的肚子跟这人蕾有什么关系啊 是谁要害我 秦雪没有碰过男人 肚子为什么会大 而且他还跟那个东西生死相关 在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心里大概已经有底了 只是其中牵扯的东西太多 我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他 所以不等秦雪追问 我就岔开了话题 你先带我看看你卧室的风水再说 有些事 不易对施主多说 多说也无意 一命 二运 三风水 从面相上看 秦雪属于富贵民 不过他现在额头呈灰白色 田宅公发黑 两耳蒙尘 逐走霉运 而我刚来别墅时 他卧室的阴气最重 所以十有八九 他的卧室里有猫腻 大师 你还懂风水啊 秦雪瞪大他那双漂亮的眼睛 吃惊地看着我 除了吃惊之外 他的眼中还透出满满的期待 他本来已经极度绝望了 我的出现已经成为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我的本事越大 解决他难题的几率也就越大 我的卧室在二楼 好 等等 他紧张地叫住了我 我顿住脚步看着他 怎么了 我 我害怕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不由自主地紧张地四下张望着 声音压得很低 生怕别人听到似的 我很理解 被那个东西困扰这么久 不怕那是假的 不用怕 挨着我走就行 好 秦雪立刻快步走到我跟前 毫不犹豫地牵住了我的手 这样更保险一些 我刚刚出手重创那个东西的时候 他是清醒的 自然知道我是有真本事 对我也比较信赖 所以也没太顾忌 我却一下子就懵了 他的小手柔软细腻 握在手里跟没骨头似的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摸他的手了 但是他清醒和不清醒 感觉完全不一样 此刻 我脑袋是嗡嗡的 心跳也跟着骤然加速 连呼吸都有些不平静 现在可以走了 你怎么了 你的脸怎么有点红啊 热的 现在可以上去了 秦雪不宜有他 立刻牵着我的手 朝二楼走去 红裙摇曳 肌肤白皙 我的手心又开始毛寒了 很快 秦雪牵着我 就到二楼 他的卧室 他的卧室很大 比我的整个店面还要大 衣帽间 卫生间 以及卧室 应有尽有 看的人是眼花缭乱 只是卧室的布局有些诡异 一个人的卧室 是最隐秘最真实的地方 跟卧室主人是息息相关 相互影响 所以 卧室任何一个细微的风水局 都可以对居住者 有着巨大的影响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六章 一般来说 卧室不宜摆放凶器古董 俗话说 物有其形 必有其像 摆放凶器或是古董 会让居住者 做噩梦 精神不振 甚至导致身体方面的各种疾病 若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风水师利用 更可以成为致命的凶器 而秦雪的卧室 却摆着一件半米多高的玉雕 那个玉雕四周 时而中空 中间空出的形状 像是一个小孩子的模样 刚刚走到卧室门口 我就能感觉到 那半米多高的玉雕上 散发着淡淡的阴气和邪气 秦雪的卧室 十分的压抑别扭 进去短短片刻 就让人喘不过气了 这玉雕是 我转头问着秦雪 啊 这玉雕原本是放在我老家房子里的 放了好些年了 后来我从国外回来 不想跟我爸一起住 我爸就给我买了这一栋别墅 我也就把玉雕带到别墅来了 但是 这玉雕有问题吗 这样东西 以后不要摆放在卧室 对你不好 现在先去吃饭 然后明天带我去你家老房子转转 秦雪卧室这玉雕 也明显透着邪气 那个东西 绝对不仅仅是附身秦雪那么简单 这件事背后 恐怕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这些 都只能等明天到了秦雪的老家才知道 刚刚精神紧绷还不觉得 现在精神一松弛 我才觉得自己鸡肠碌碌 浑身疲惫的没有丝毫的力气 这就是过度消耗精气神的后果 我得吃饭 休息 才会有力气追查下去 听说我还没吃饭 秦雪是一脸的不好意思 那个 我现在该付你多少钱呀 即便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是那个人磊被我重创 一时半刻出不来 至少能让他先缓口气 他对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我本想拒绝的 因为爷爷说过 只有彻底帮施主解决问题 才算是完事 可我身上的二十块钱 花了整整四天 现在身上只有一块钱了 连饭都吃不上了 一块钱憋到英雄汉 我只能点头答应 我先给你五万 秦雪一边说 一边掏出手机 打算微信转账 我摇了摇头 从乾坤包里抽出了一个竹筒 竹筒里放着十只竹签 你抽一根 秦雪不明所以 我饿得都有些有气无力了 依旧苦着脸解释着 抽一根给我 这是我收费的规矩 十习取一 十根竹签上有十个价位 你抽中哪个价位 掏多少钱就可以了 秦雪的眼里满是好奇 接着 他小心翼翼地抽了一根竹签 然后缓缓地翻开了竹签 我凑过去看了一夜 再凑过去之间 我祈祷这次秦雪抽到的钱多一点 好解决近期的生活费用 可是 等秦雪手中的竹签 缓缓地展开之后 我一下子就被打入谷底了 竹签上的数字是 六点六六 这是 他看了看竹签 就看看我 六万六千六 我倒真希望他抽的是六万六千六 那样我至少这一年的生活费都不用筹了 是六块六毛六 我苦着脸 开口说道 太爷爷也真是的 没事定这种破规矩干什么呀 现在六块六毛六 连一碗米线都买不到 不等我找到照片上的女孩子 我可能就已经被活生生的饿死了 秦雪瞪大了一双漂亮的眼睛 震惊地重复着 六块六毛六 看着他一脸难以知心的模样 我也很是无奈 可问题是 这规矩是太爷爷定的 我总不能找他老人家去算账去吧 没错 就是六块六毛六 我强忍着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 高冷地点着头 一副超然物外的大师作派 这六万六千六 是我的心意 请大师务必收下 秦雪怎么肯只给我六块六毛六呢 直接从五万提到了六万六千六 而且对我的称呼 也从你你你 直接变成了大师了 我很心动 但是我言辞拒绝 这是规矩 我不能坏了规矩 爷爷曾经说过 钱好赚 规矩难立 若坏一次规矩 之后就会肆无忌惮 永远成不了真正的风水师 我不在乎能不能成为真正的风水师 我只听爷爷的话 秦雪翻遍了整个别墅 凑齐了这六块六毛六 然后执意要跟我一起出去吃东西 其实他是害怕 他现在只有跟我待在一起 才会有安全感 走出秦雪家门之后 我下意识地朝少傅停车的方向看去 刚刚进去耽搁了不少的时间 少傅肯定是等着急了 谁料 少傅停车的地方空荡荡的 早就没人影了 你表姐溜得可真过快的 我以为少傅等着急了 所以先走了 嘴里就嘀咕了一声 我还以为她会等我出来呢 表姐 什么表姐啊 秦雪 则是皱了皱眉头 我舅友家和姑姑家都是表哥 没有表姐 我一愣 后背忽然生出了一阵的寒意 出下的河海市 天已经开始热了 我却觉得后背是寒意层层 秦雪没有表姐 那请我来的少傅是谁 难怪少傅当时鬼鬼祟祟的 原来是有味儿了 秦雪问我怎么了 我沉思了一下 把事情经过大概给她说了一遍 人蕾这件事诡异得很 我还需要向她了解一下情况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秦雪听完之后 小脸刷一下就白了 我真的偷偷去掰过毕肠 也深说我怀孕了 孩子三个月大了 而且我也真的没有男朋友 更没有碰过男人 秦雪苍白着小脸看着我 身体是微微的发抖 她说的全部对上了 更重要的是 少傅有他们家的钥匙 这一点我没告诉秦雪 她最近已经饱受折磨 再告诉她这些 估计她直接就崩溃了 这件事你都告诉过谁 我只告诉过张帅 我一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我从来没有告诉第三个人 会不会是张帅告诉了别人 我抱着一丝希望问着 秦雪立刻摇头否认 绝对不会是她 她就算把自己卖了 也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而且去医院做B超 我是偷偷去的 我压根就没有告诉她 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个女人 她怎么知道的 我后背是嗖嗖发冷 秦雪小脸更是白得厉害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七章 人蕾的事还没解决完 又忽然凭空冒出 一个诡异的表姐 这让她更加的紧张 事情似乎更复杂了 先吃饭吧 吃完饭再想如何解决问题 少妇的事还没头绪呢 只能以后再说了 现在最主要的事 是 是去老宅 找到孕育人类的邪恶 秦雪点头同意了 此刻的秦雪 小脸雪白 身子微微发抖 有了风吹草动 都是紧张兮兮的 犹如惊弓之鸟一样 我都有些后悔 告诉她少妇的事 因为肚子还大着 秦雪死活不肯去摊上吃 我只能先去买了一袋馒头 加了一份炒面 然后带着秦雪 回到我的店里 当然了 馒头是我的 炒面是秦雪的 毕竟现在六块六毛六 能买到的也就只有馒头了 炒面的钱 还是秦雪自己掏的 秦雪坚持要请我吃好的 被我拒绝了 风水师绝对不能花 饰主的钱 这是规矩 一是因为 饰主因是缠身 所属财物 接待晦气 二是不想跟风水师 有过多掺脸 免得难以脱身 吃完饭后 我让秦雪找人准备一些东西 明天去他老宅子的时候要用 因为有几样东西比较难找 我在河海市人生地不熟的 秦雪说不定有什么门路 什么东西啊 老灶上的陈年老灰 金霜三年的苦香糖 还有九根童子发 其他还有朱砂 黄纸 桃木枝和一方上好的雁台 这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听上去怪怪的 你不用管 你只需要明天去你家老宅子之前 准备好聚行 行 我让张帅去找这些东西 他门路很广 应该能找到 那就好 大师 那现在接下来做什么呀 等 你要是觉得累 可以先去床上休息一下 他一直被人磊附身操控 身上阴气过重 印堂带着煞气 眼有红金 很容易疲惫无力 坚持这么久 已经很不容易了 谢谢你大师 果然 我说完之后 秦雪感激 冲我笑了笑 走到行军床上躺了下来 若是换作平时 这种床 他根本看都不看一眼 可是 他现在实在太累了 这张行军床 对他来说 已经是非常的奢侈了 秦雪躺下之后 很快就发出了 均匀的呼吸声 他这段时间寝食难安 如今有了庇护 竟然安心睡着了 而我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 也渐渐地打起了盹了 一转眼 天就黑了 就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 忽然有人敲门 我从睡梦中 漠然惊醒 回头看了一眼 行军床上的秦雪 他小脸朝里沉沉地睡着 没有被惊醒 谁啊 我站起身 朝着店门口走去 这时我才发现 天已经黑洞洞的了 抬眼看了看表 显示时间正好是午夜十二点 我是小雪的朋友 门外响起一个 尖尖细细的声音 带着说不出的鬼怪和音色 习雪的朋友 张顺 我刷地一下子拉开了门 门外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我低头看了一眼 店门口洒的香灰上 那一排排小小的脚印 冷冷地笑了笑 随手关上了店门 又回去趴着睡觉 刚睡没多久 又有人敲门 这一次敲门声 又响又急促 像是外面敲门的人 急着要破门而入一样 小雪 小雪 门外响起那个尖尖细细的声音 带着急躁和阴森 天不早了 还回家了 我看了看时间 凌晨一点正 小雪 小雪 那尖尖细细的声音又叫 快跟我走 他找过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秦雪也醒了 他眼睛惊恐地盯着门口 身子缩进了角落 小脸苍白 有我在 没事 我滴滴 我滴滴安慰他一句 我大不留心走到门口 刷的一下子 拉开店门 店门外依旧空荡荡的 只是在店门口的香灰上多了许多小脚印 密密麻麻 看着让人头皮发麻 这个鬼东西 一直来骚扰我和秦雪 却不敢露面 真他娘的怂 再过来哼哼唧唧 老子让你魂飞魄散 我冲外面狠狠地骂了一声 砰的一声关上店门 脏东西属音 见不得光 你骂得越凶 他就越怕你 骂完之后 我从店里取来桃木剑 直接挂在店门口 打算继续接着睡觉 我刚趴到桌上 门口竟然又响起了敲门声 刚刚稍微松下来的秦雪 又开始紧绷起来 他一双眼睛 惊恐地盯着门口 全身瑟瑟发抖 我操 没完没了了 我的耐心也磨没了 摘了桃木剑 刷地打开店门 这一次 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 年轻男人 个子很高 瘦得跟豆芽菜似的 背着双肩包 穿着背心 十块钱一条的沙滩裤 脚上塌了着人字托 头发乱蓬蓬的像是鸟窝一样 我是张帅 找水让我来送东西的 原来是张帅来送东西来了 自我介绍完之后 就自来熟地往店里走着 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他的身后 然后 我默然愣住了 张帅的后背上 趴着一个穿着红色裙子 留着西瓜头的小姑娘 眼睛红红正阴狠地盯着我 站住 别回头 我冲着张帅就喝了一声 张帅被我突如其来的喝声 给吓得猛然顿住了脚 也不敢扭头 僵硬着脖子问我 啊 怎么了 他 他在你身后 秦雪直勾勾盯着 他后背上的小姑娘 小脸惨白 他这么一说 张帅也被吓着了 他吓得身子僵硬 动也不敢动 双腿却在瑟瑟地挖抖 我一边叮嘱张帅别害怕 一边拿起手中桃木剑 照着红衣小姑娘狠狠地刺了过去 你少管闲事 红衣小姑娘身子一晃就消失了 留下了一句凶狠的话 否则 你也彼此 阴侧侧地带着恨意 我们仨都听得是清清楚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八章 秦雪惨白的小脸直勾勾盯着店门口 张帅是双腿一软赶紧扶着门这才站稳了身子 而我则是一脸意外 那个东西被我狠抽了一次 阴起大损 应该躲着我才怪呀 怎么会找什么人来挑衅呢 而且听他的意思 他是想把秦雪给带回去 这还是我第一次碰见这种事 华操 那玩意儿是怎么趴在我后背上的 扶着门站了许久 张帅才回过神来 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背后 试图在秦雪面前挽回面子 这次老子就是毫无防备 才会让那东西钻了空子 下次老子见了他 直接炖了吃 小雪 你别怕啊 我会保护你的 他的腿还发抖了 还保护秦雪 我笑了笑 打断了他的话 东西呢 在这呢 他从双肩包里掏出了一大包东西 递给我 转头向秦雪邀功 小雪 这些东西可太难找了 我跑了整整 好了 你可以走了 我再一次打断了他 他睁大眼睛看着我 那小雪呢 听小雪说你们明天要去老宅子 我跟你们一起去 我还得保护小雪呢 看得出来 他是真心关心秦雪 但是我不能让他跟我们一起去老宅子 他鼻梁一道清津隐隐出现 意味着最近会有血光之灾 但是找个东西挡一挡就逼过去了 问题不大 但是 如果去老宅 沾了阴气 我可就不敢保证 我把原因跟张帅一说 张帅非但没有被震住 反而不服气的问我 我 有血光之灾 小兄弟 你会不会看走眼了 其实 他刚进门 对我就有莫名的敌意 大概是因为他喜欢秦雪 而秦雪却跟我在一起 跟爷爷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我一眼就看出他对秦雪的情谊 只不过因为有秦雪在 他不便对我表现出敌意 因为年龄小 时常被怀疑 这种事我见多了 所以 对张帅的不敬 我只是微微的一笑 就去忙活去了 张帅 秦雪脸色一变 瞪了他一眼 大事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回去注意点 别出什么事 他还在犹豫 可是你 秦雪打断了他的话 有大师在 我没事的 本以为张帅会再纠缠一阵的 没想到 他竟然非常听秦雪的话 只盯住秦雪有事 一定要给他打电话 然后就走了 这个护身符你拿着 可帮你最近无事 他临走时 我给了他一张护身符 张帅半信半疑的结果 秦雪立刻让他赶紧付钱给我 因为他知道 我身上实在没多少钱了 要不然也不会肯馒头吃 他一开口 张帅就要掏钱给我 不用急 明天忙完了再给钱也不迟 我摆了摆手 没有收的钱 让他先回去 张帅乖乖要走 不假但我却从他的眼神里 看出他对我的不放心 我笃定我们还会见面 我把护身符给了张帅 他深深地看了我眼 终于离开 等他走了之后 我摆了香案 上了香 然后敬手敬口 随后将太阴风水 秘露里的静心咒 给念了三遍 这才铺好黄纸 研好了朱砂 向秦雪要了一小佐 额前头发做伏笔 开始静心画着符传 之前说过 太阴风水秘露里 有五种除阴秘书 困法则是利用符传和阵法 将阴雾困顿其中 那个东西跟秦雪生死相关 我不能轻易对他下重手 又得防止他再附身到秦雪的身上 只有选择将他困住 再找门道 困符的霸道性 虽然低于引雷符 但是却对画符者的精气神 以及手法要求极高 所以 等我画完两张困符的时候 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我又将张帅准备的陈年老辉 和童子发收拾了一下 等我收拾完 天色已经大亮 秦雪也没心思吃饭 跟我一起啃了几口馒头 就催着我 一起去了他在城西的老宅子 秦雪家的老宅子很大 还是明清时候留下的 三进三开 砖雕木楼 柱有门眼 雕龙画缝 十分气派 但是 我刚走到老宅子门前 就发现老宅子的问题所在 老宅子的三进三开 形状是前宽后窄 呈倒梯下 俗话说的拨起口 这样的基地 居住不利 不忘财 不忘丁 问了秦雪一下 果然如此 秦雪他爸喜欢附庸风扬 这老宅子 是他花了大价钱 从一位老人手里买下的 买下之后 生意就一落千丈 后来秦雪他爸 专门请了一位风水师 过来看 还设了风水局 试图改变老宅子的格局 而那个风水局 就跟他带到别墅的 玉雕有关 我妈也是住进 老宅子后病死的 秦雪看着眼前的老宅子 十分的伤感 我之所以把玉雕带到别墅 就是因为那玉雕原本 是摆放在我妈屋子里的 我想聊个念想 你带我去看看 那个风水师设的风水局 我心里一动 秦雪二话不说 带着我进了老宅子 直奔设有风水局的堂屋 刚推开堂屋的门 就见屋内 有一道女人的身影一晃 快速朝着堂屋后的隐蔽闪去 妈 看到那道女人的身影 秦雪的身子默然一震 大喊了一声 她快步追了上去 试图去追那道身影 我一把拉住了她 你干什么去 秦雪急着挣脱我的手 刚才我看到我妈了 她就往隐蔽后面去了 那不是你妈 进老宅前 你才刚刚跟我说过 你妈病死在了老宅子里 已经去世整整一年了 秦雪浑身一震 漠然地回过神来 刷得扭头 朝着隐蔽处看去 苍白的小脸哆嗦着 那 那她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秦雪的问题 在弄清事情真相之前 我不喜欢妄下评论 我轻轻拍了拍秦雪 示意她冷静下来 然后站在门口 观察了一下 老宅子的堂屋 堂屋是老宅子的正房 坐北朝南 居于老宅正中 外面属于明家 用于祭天拜地 婚丧受庆 攘鬼避凶 以及平时会客 里面则是属于暗家 是秦雪爸妈当时的卧房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九章 入堂门户 明亮气派 家具摆设聚拢 藏风俱气 没什么问题 走 咱们去卧室看看 秦雪看了看那道身影 消失的隐蔽 苍白的小脸 低声地问着我 大师 我能牵着你的手吗 他被那个东西附身已久 身上阴气重 容易气虚立皮 刚刚又乍然看到 他妈的身影 他先洗后经 心神魂魄不稳 能坚持站着 已经很不容易了 此刻他小脸苍白 大眼睛如受惊的小鹿一样 惹人生怜 好 我伸手握住了他的小手 柔软细腻 却是冷冰冰的 我心中不由地 生起了一阵怜惜 牵着他的小手 一起朝着堂屋 隔壁后的卧室走去 谢谢你大师 他的小脸苍白 眼圈却是红红的 显然是受了 这么长时间的惊吓 忽然得到了慰藉 情绪复杂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没有说话 脚步也没停 一是我跟女孩子 打交道很少 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 二是我们不能跟施主有过多情感上的交流 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扰乱因素 很快 我和秦雪进入到隐蔽的卧房 卧房由隐蔽跟入堂隔开 房顶极低 一进卧房 就感觉一阵压迫感扑面而来 中间还夹杂着浓浓的凉意 大师 咱们怎么找那些物呀 秦雪紧张地环视了一下卧室 只见卧室里没有那道身影 他才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低声问着我 我打开乾坤包 将口香糖递给了秦雪 将口香糖放进嘴里 嚼酒下 秦在嘴里 什么 秦雪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真的要我吃啊 这口香糖像是被人嚼过的 经收三年的口香糖 吸了三年的知音知阳的晦气 如果嚼过含在嘴里 晦气能将你笼罩 让你跟这环境融为一体 防止那东西再附到你身上 听我这么一说 秦雪皱着眉头 接过了口香糖 强忍着恶心放进嘴里 不多不少嚼了酒馅 又苦着一张小脸 将口香糖 擒在嘴里 之后 我又将一根枝头 镶嵌了九根童子发的桃木汁 递给了秦雪 这桃木汁 我用朱砂浸泡过 又在枝头镶了童子发 是至唇至阳的东西 你拿着它 可以防身 好 这一次 他乖乖地接过了桃木汁 而我则在手里 捏了一张困符 这才放心地 在卧室内打量起来 卧室很大 比我的整个店面还要大 里面还改造过 衣帽间卫生间应有尽有 但是规制整齐 井然有序 没有什么问题 可等我看到卧室摆放的那张床的一瞬间 我的心就咯噔一下了 床是红毯木做成的 床两边带着厚厚的高班 上空还镶嵌着宝盖 床头床尾 均是雕刻着花卉草虫等花纹 三长两短 远远的看去 活脱脱像是一具棺材 这是典型的棺床啊 活人睡棺床 不出事才怪呢 更何况 这老宅子背靠后山 聚气聚音 最容易生出邪碎 问一下秦雪 他妈去世之前 果然一直睡在这张床上 但是我爸也睡这张床 为什么我爸没事 我妈就会生病呢 这很简单 男人属羊 女人属阴 无论是关床 还是靠着的后山 都是属阴的 女人在这种环境受到邪碎的影响 要比男人大得多 而秦雪他妈的死阴 恐怕还不止如此 我简单解释了一句 又绕着关床走了一圈 等我走到正对着隐蔽的床尾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顿住脚步 在床尾到隐蔽的地面 很突兀的生了一大片的青苔 这是老宅子 也闲置有些时候了 地面因为潮湿生些青苔 也很常见 但是这一片青苔 清脆欲滴 甚至抽丝发胎 显得尤为聪裕 引人注目 这地方 应该就是当初放玉雕的地方吧 我转头问秦雪 秦雪瞪大一双眼睛 满眼都是钦佩 大师 你说的没错 这玉雕确实是放在这里的 怎么了 这里有问题吗 他的话音刚落 我们背后忽然响起 一阵女人的轻笑声 我们的身后就是那扇隐蔽 我和秦雪齐刷刷的扭头 妈 秦雪小脸苍白 滴滴叫了一声 那个笑声忽然消失 见我看他 秦雪苍白着小脸 急急地说着 刚才那笑声 真的是我妈的声音 我不会听错的 大师 我妈在这里 不等我回话 他急急地朝着隐蔽 就奔了过去 他不是你妈了 我滴滴地 安抚着秦雪 眼神带着联系 秦雪还没来得及 理解我话里的意思 卧室的门 堂屋的门 甚至我们刚刚打开的大门 在请客间 怦然有关手 卧室本来就阴暗压抑 此刻更觉得是诡计阴森 让人头皮发麻 秦雪也顾不上找妈了 吓得蹭一小子 就躲到了我的背后 惊惧地看着四周 大师 我害怕 不用怕 有我在呢 话音未落 一个小脑袋 就从隐蔽后探了出来 红着眼睛 阴森森地看着我和秦雪 红色衣裙 吸过头 眼睛大大的 正是那个人蕾 只是 人蕾现在小脸惨白 眼睛血红 小嘴里探出两颗尖尖的獠牙 看我的眼神更是阴森凶狠 像是要将我生吞活泼的样子 谁让你跟我先信的 他细细地声音 恶狠狠地开口 你该死 秦雪惊恐地叫了一声 身子紧贴着我的后背 小手死死地攥着我的手心 手心里全都是汗 我冷笑一声 多亏你 我知道协物层什么地方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题 下集精彩地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十章 我一开口 那个人类血红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眼神阴森 嘴里发出类似于 冷到极致时的 牙齿打颤的声音 秦雪藏在背后 不敢多看 小雪 你过来 她的声音 忽然变成 刚刚响起的 女人的声音 从刚才 艰细阴森 忽然变成了 温柔慈爱 我能够感觉到 秦雪紧贴着 我后背的身子 忽然就僵住了 妈 她颤抖着声音 小雪 过来 她冲秦雪 招了招手 秦雪愣愣地 看了片刻 竟然缓缓地挪动着身子 要朝她走去 妈 我好想你 她喃喃低语 眼神呆滞 人类冲她张开了怀抱 过来 乖 她明明是个五六岁的模样 血红眼睛里透着算计和诡异 脸上却是一脸的慈爱温柔 还冲着秦雪张开了怀抱 等着她抱她 场面又说不出的诡异阴森 我一把拉住秦雪 随手在她天灵盖上轻轻地一拍 你醒醒 她不是你妈 一巴正下去 醍醐灌顶 秦雪身子一震 眼神默然地变得清明起来 眼看着近在咫尺的人蕾 吓得她小脸 刷得惨白了几分 登登登 后退几步 直接瘫倒在我的怀里 柔软温软 身上散发着女孩子独有的香味 我心神一荡 差点走神了 不要怕 拿紧桃木枝 若她接近你 你就用枝头的童子发狠狠刺她 只是烧走神了片刻 我默然回过神了 让秦雪攥进手里的桃木枝 以应付人蕾的忽然袭击 桃枝 童子发 那都是致阳的东西 就算秦雪刺不到人蕾 也能护身 不让人蕾再附身了 见我破坏她的好事 人蕾脸色一板 眼睛冲了血似的血红可怖 尖细的声音 冲着我嘶吼 她的声音尖细高亢 像是一根针一般 狠狠刺进耳朵里 撕的是耳膜生疼 我有内力护身 还好一些 秦雪本来身子就弱 被这个声音一震 震得她的脸色 像湿了血一样惨白 身子更是摇摇欲坠 鼻子开始往外流血 无奈 我只得抱住了她 我左手捏住困符 右手手指勾住无名指 指尖向下 大拇指和小指收拢掌心 中指朝上 这叫金刚指 可以赤伏 等捏成金刚指绝之后 我将右手举至右肩一尺处 等中指指尖 凝了一簇三清力火之后 我才输得指向了左手的困符 三清内火有热无形 一个风水师的内力如何 全看凝聚的三清内火 我可以凝一簇火苗 中等风水师可凝两簇 高级风水师可凝三簇 凝的火苗越多 制伏的威力就越大 我爷爷可凝五簇 一次吃三种不同功效的福转 我问爷爷 高级风水师才可凝三簇 三清力火 他为什么可以凝五簇 他到底是什么级别 爷爷笑了笑 说了一句高深莫测的话 人的眼界就像是爬山 能爬多高 就以为山有多高 远处有多远 又扯远了 我右手中指的三清内火 刚碰到困伏 困伏刷的 就发出了几道金光 疏的朝人类掠去 等几道金光掠到人类跟前的时候 瞬间聚拢包裹 形成一张金色大网 铺天盖地 朝人类扑去 人类惊呼 惊慌四处逃窜 可是 不管他逃窜到哪里 那张金色大网 都始终紧紧地跟着他 那人类逃窜的狼狈 最后竟然用血红眼睛 看了眼我怀里的琴雪 咬了牙 一下子朝着琴雪面门就扑了上来 我吃了一惊 他这是被逼得走投无路 打算再次附身到琴雪的身上 啊 琴雪是猝不及防 被吓得惊恐大叫了起来 我心中大慌 赶紧捂住他的嘴 他的嘴虽然含着 惊霜三年的口香糖 但是现在小嘴大张 身上阳气外泄 很容易让人类找到附身的入口 快有手中的桃木之刺的 我一只手抱着琴雪 一只手捂住他的小嘴 实在没法再去拿他手里的桃木之 只得对他大声的喊叫 希望能让他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周一 别真正刺到他 我跟你拼了 我一句话还没叮嘱完 受到惊吓的琴雪 举起手中镶嵌着桃子发的桃木之 狂喊着忽乱挥舞了起来 那人类急着要附身 距离琴雪太近 竟然在琴雪忽乱挥舞中 被桃木之头的桃子发狠狠地刺中 桃子发刺在人类的身上 直接冒起了一道黑烟 疼得他是 嗷了一声惨叫 小小的身子在半空中 直接是仰空后翻 重重跌在地上 困伏形成的金色大网 从天而降 直接罩在人类的身上 琴雪发出一声惨叫 死死地捂住肚子 疼得小脸扭曲 汗如雨下 我顾不上琴雪 快速掏出乾坤包里的陈年老灰 飞快地洒在隐蔽的四周 以及床尾长了青苔的地方 然后我将手里的困符 直接扔在卧室内的 卫生间的马桶里 刷 困符刚沾了水 罩在人类上面的金光 瞬间消失不见 那人类愿毒地看了我一眼 一会儿就消失了 等着人类消失之后 我才走到琴雪的跟前 查看他的情况 他原本身子就虚 刚刚的人类被他刺中 又波及他受了损伤 他的小脸白得更厉害了 额头身上全都是冷汗 大师 你 你怎么把他给放了呀 虽然他的身子虚得厉害 但是他更关心的是人类的情况 你能站起来吗 他点了点头 苍白的小脸 我 大师 你先别管我 你先忙你的 我稍微谢谢就好 我点点头 先扶着他 在一把座椅上坐下 然后 我抓了几把猪纱 撒在了刚刚 撒的陈年老灰上 很快 刚刚铺了老灶 陈年老灰的地方 出现了一排 小小的 一纸多长的小脚印 蜿蜒 走到隐蔽根 然后就消失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的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丁运 第十一章 那排小脚印上 还沾满了血 看起来是触目惊心 大师 这 这是什么呀 秦雪不知道 什么时候站起身 直勾勾地盯着 那排小脚印 小脸苍白 那东西 堵到隐蔽里去了 我没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拉着他 去外面拿了一把铁锹 缓缓地走进隐蔽根处 大师 你要干什么 我嘀嘀地说道 把害你的邪物挖出来 秦雪苍白的小脸 躲在我身后紧张地问着 大师 大师 邪物是什么东西 很快就知道了 我冷冷地笑了笑 我挥动着铁锹 小心翼翼地挖着隐蔽根处那排小脚印消失的地方 邪物是震物是震物的一种 不过震物是用来趋吉避祸 转祸为福的 而邪物是用来害人的 不过 不管震物还是邪物 只有下的人才知道下的是什么东西 下在什么地方 下时用什么做了制约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破坏了下的东西 不仅会坏了风水 甚至会转服为凶 酿成大祸 老宅子安静地死寂 只有我挥动铁锹铲土的声音 以及秦雪紧张的呼吸声 等我往隐蔽根处 挖了足足有三尺身的时候 我手中铁锹 忽然碰到了一样东西 发出了一声闷响 挖到了 这邪物埋得够深的呀 大师 是 是个孩子 我刚转头要扔掉铁锹 秦雪就惨白着小脸 指着地上刚刚冒出轮廓的东西 瞪大了眼睛 惊恐地喊着 我低头一看 确实 泥土里 躺了一个小小的躯体 有小手 小胳膊 小腿 以及小脸蛋 一应俱全 更诡异的是 虽然还有泥土覆盖着 但是依旧能够看出那小小躯体 通体血红 全身 拢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 和阴气 他就是阴雾 我回头看看秦雪下的雪白的小脸 解释着 他不是孩子 他只是另外一块玉雕 跟你别墅卧室内摆着的那块原本是母子体 等这东西全身都变成血红之后 那人类就彻底脱离控制了 我挖出玉雕 看了看他的眼睛 还好 玉雕的眼睛还没变色 我拿出乾坤包 从包里掏出朱砂 用伏笔沾了朱砂 快速在玉雕的眼睛空白处点了点 这叫风铃 那人类刚刚被我的困服逼得走投无路 等我放了他之后 他无处可逃 只能逃回玉雕内藏起来 若不及时封住 那个东西还会出来作祟 这一点我没告诉秦雪 现在他已经如惊弓之鸟 若再告诉他这个 他肯定会被吓晕过去 那是 是不是把这邪物回掉 这事就做完了呀 秦雪低声问我 眼睛里闪烁着息迹和期待 他已经过了整整两个月 暗无天日的日子 实在是太想摆脱这种折磨了 我摇了摇头 不对 这卧室内还有另一股阴气 若是一股属于玉雕和人类 那另一股是哪来的呢 那是什么不对啊 他话音刚落 我们身后忽然传了一阵狂笑 低沉 阴森 带着说不出的诡异 我和秦雪齐刷刷的扭头看去 却见一个女人身穿红色衣服 披散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我们 坐在棺床上 正拿着梳子一下一下梳那头黑发 女人低声地哼着 她的声音悠悠地 音测测的 让人听着不寒而栗 我下意识地握紧了秦雪 刚才扔在一旁的桃木枝 紧紧盯着棺床上那道身影 打算一有不对 立刻就出去 妈 就在这时 秦雪低声地叫了一句 我刷得扭头看向秦雪 只见她眼圈泛红 直勾勾盯着女人的背影 眼中满是惊艳 又是我们刚刚进门时的那道身影 刚刚进堂屋 是秦雪先打开门进来的 我只来得及看到一道身影一闪 却没有看清楚身影的模样 没想到这个身影又出现了 而且还堂而黄之地坐在棺床上 距离我和秦雪 仅仅有一米之遥 秦雪的声音响起 那女人的歌声默然一顿 缓缓扭头朝我和秦雪的方向看了过来 咔嚓嚓 一点一点 女人全身的关节像是生锈一样 转动极其缓慢 我和秦雪耐心等了许久 那个女人终于缓缓地扭过脸来 她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冲我和秦雪掀开嘴唇笑了笑 脸色苍白 笑容诡异 妈 秦雪的身子一抖 直接瘫软在我的怀里 全身颤抖着 看着坐在棺床上的女人 妈 你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她的话音未落 那个女人身子一晃 静止就朝我们扑着 凌厉 凶狠 在她向我们扑来的时候 原本就苍白的脸更加的苍白 一双眼睛也在一瞬间变成了血红色 看起来是猙獰凶狠 妈 我是小雪呀 事发突然 秦雪一下就懵了 她没有想到 她妈居然会攻击她 她话音刚落 女人已经扑到她的跟前 两只长满了长长指甲的苍白手指 狠狠地朝她抓去 秦雪完全就呆住了 直愣愣地看着女人 竟然忘记了反应 我刷她一把 将秦雪拽到身后 低沉地喝了一句 我说过了 她已经不是你妈了 她不认识你 我灰无水中的桃木枝狠狠地抽在女人的身上 我每抽一下 女人身上就冒出一阵黑烟 红色衣服上就会多出几个黑色的窟窿 那女人被抽得硬接不暇 跌跌撞撞往后推了几步 她满身的红衣被抽得全是大大小小的窟窿 狼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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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卧槽 这鬼东西居然能承受头目 值得抽到 甚至还能继续攻击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十二章 我心里惊了惊 忽然想到包里 还有两张引雷符 立刻快速从包里 抽出一张引雷符 右手捏着金刚纸赤符 快速将引雷符 朝着女人的身上拍去 一声巨响响起 女人浑身一震 惨叫连连 我也被她身上 反过来的强大力道 震得是跌跌撞撞 朝后退去 大师 秦雪是惊呼一声 扑上来 要查看我的情况 那女人趁机是呼啸一声 再次呼地朝着秦雪扑来 小心 我一把推克秦雪 强忍着气血翻涌 再次快速抽出最后一张引雷符 在那女人冲过来的时候 咬着牙 捏着金刚纸 用尽力气 将引雷符拍在她的身上 女人惨叫一声 全身剧烈地扭动着 一点一点消失在我和秦雪的面前 我紧绷的神经 默然放松 重重地跌坐在地上 大师 你没事吧 秦雪吓得是小脸煞白 直接扑到我的身上 紧张地查看我的情况 我没事 我虚弱地摇了摇头 快 继续往下挖 下面还有东西 秦雪惊疑地看着我 下面还有东西 我虚弱地点了点头 对 接着挖 见我一脸着急 秦雪不敢怠慢 立刻捡起我扔在一旁的铁锹 手脚笨拙地挖了起来 又往下足足挖了一尺 直到累得秦雪香悍淋漓 她手中铁锹猛的一顿 她扭头 白着小脸 看着我 颤抖着开口 大师 挖 挖到了 我松了一口气 强撑着站起身 跌跌撞撞走到秦雪的身边 等看到她挖到的东西时 我一下子就愣住 她挖的东西 是一个用白骨做成的小人 那个小人同样是通身血红 冒着一股子刺骨的阴气 而小人的背后 刺着两个生辰八字 是 是我妈和我的生日 秦雪看了一眼两个生辰八字 小脸白的没有一丝的血色 全身不可遏制地颤抖起来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个结果 我已经猜到了 秦雪爸妈卧室被人下了邪物 秦雪她妈又在一年前病死 这其实是用她妈的精血 养的邪物 耗尽秦雪她妈的最后一丝生机 一直到了邪物 孕育出邪气 孕育出人类的雏形 然后秦雪回国 她跟她妈同血同脉 血脉相承 她就成了下一个孕育人类的最佳人选 而秦雪她妈长时间跟邪物共生 也渐渐地沾染了阴气和邪气 变成了邪灵 刚刚那个女人就是秦雪她妈变成的邪灵 我挖出邪物激怒了邪灵 所以她才会攻击我和秦雪 不过是为了守护邪物罢了 大师 我妈是不是因为这东西才会病死的 秦雪苍白的小脸上挂着泪痕咽着问我 我沉重地点了点头 这是子母咒 先是用你妈的精血孕育邪物 接着是你 直到人类长成 怪不得我妈的病来得那么蹊跷 没多久就去世了 秦雪尖头轻轻地耸动 哭得很是伤心 我犹豫了一下 轻轻拍了拍她的尖头 已是安慰 更多安慰的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更何况这种事 谁安慰都没用 秦雪哭了一阵之后 忽然一把从我手中夺过了小人 高高地举起 都是这个东西害死我妈的 我要毁了它 不行 我吓了一跳 赶紧拦住了它 不能毁 她含力问我 男师 为什么不能毁 还要留着这个东西害人吗 不是留着害人 是因为每个下邪物的人 总会留一样东西作为支援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 你肚子里 现在就是人类的一脉精魄 跟她生死相关 要是你毁了这子母咒 牵动人类 你也活不成了 秦雪身子一晃 一屁股 坐在了座椅上 她双目失神 难道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有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找到这下邪物的人 烧掉她的生辰八字 作为交换 你身上的子母咒就解决了 那我的肚子也会恢复吗 没错 烧掉下邪物者的生辰八字 等于毁了人类的 幕后支撑者 人类就会魂飞魄散 你肚子里的精魄 自然也就跟着消失不见了 但若旁人要强行摧毁人类 只会连累你 所以 我们必须得找到下邪物的人 大师 那咱们快去找吧 只要找到她 花再多的钱我都愿意 事情没那么简单 下邪物者若烧了生辰八字 会先遭到人类反噬 若她孤身一人 则指望她一人 若她有后代 则后代身毁人亡 然后再轮到她 因此 即便找到 事情也不会轻易解决 秦雪沉默了 这种情况 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见她表情落寞 我有些于心不忍 你放心 我会帮你找那个人 直到你解决问题为止 大师 真的 她刷的一下子扭头 看着我 满脸惊喜 情不自禁地 狠狠地抱了我一下 我干呃了一声 秦雪吓了一跳 大师 你不喜欢我抱你 不是 我虚弱地摇了摇头 实在是支撑不住了 刚才跟邪灵 恶斗了一场 我在短时间内 强行斥了两次引雷符 快速耗尽 我所有的内力和气神 此刻 我全身是疲惫无力 时不时地 觉得血气翻涌 喉间更是恶心地厉害 秦雪抱着我的时候 我没忍住恶心 让她误会我了 我强忍着不是 努力撑着 让秦雪从我的乾坤包中 取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布 将玉雕和白骨小人包了 让她掺着我 吃力地朝着老宅子外走去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十三章 刚走到门口 就见张帅在外面探头探脑的张望 一见秦雪搀扶着我出来 他立刻赢了什么 远远看着秦雪搀扶着我 他本来还挺吃醋的 走近一看我脸色 他低声地问秦雪 小雪 怎么了 你开车没 秦雪问他 张帅点了点头 开了 就在路边停着 上车再说 见秦雪脸色也不太好 张帅识去的没有多问 而是半抱半驾着我 将我驾到老宅子外 路边停着的一辆红色的破旧不堪的奥托钳 将我塞进了后座 他本来想让秦雪坐副驾驶的 但是秦雪担心我 硬是跟我一起坐在了后座 张帅的脸刷的一下子就搭了了下来 无奈 他指的专心开车 车子飞驰 三人都沉默着 许久 秦雪似乎下了决心一样 咬着嘴唇低声地问我 大师 这件事 会不会跟我爸有关系 他终于说出了这个疑问 其实我也怀疑 这件事会不会是跟秦雪他爸有关系 毕竟买些老宅子 在老宅子设风水局 又能接近秦雪他妈的人 他绝对算一个 什么事小雪 不等我回答 张帅抢心问道 需不需要我帮忙 这种事 秦雪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跟张帅说 见秦雪沉默 张帅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 我和秦雪 没话找话地说着 小雪 你不是让我查一个昨天在你家附近 开着一辆红色迷你的少妇吗 怎么 你查到什么了 秦雪是精神一震立刻追问 我也跟着精神一震看响了张帅 见我和秦雪感兴趣 张帅将他的破奥拓开到路边 掏出手机 打开文件里的两段视频给我们看着 张帅把手机递给了秦雪 眼巴巴地等着他邀功 秦雪接过张帅的手机 点开了第一段视频 视频里 一个身穿旗袍 裹着纱金 带着一副大大墨镜的少妇 椅子一辆红色的迷你车旁正小心翼翼地观望着四周 就是他 我眼睛一亮 这张帅看起来拉里拉遢的 没想到还挺有两下子 这么快就有线索了 听我说 视频里就是要找的少妇 秦雪也夸了张帅一句 小菜一碟 张帅是一脸骄傲 捋了捋乱蓬蓬的头发 顺势邀功 小雪你吩咐的事 我怎么敢不认真 就算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 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更何况区区小事 秦雪没有再理会他 直接点开了第一段视频 视频前一分钟 少妇一直椅在车上 时不时地看看四周 或者扭头看看别墅的方向 整整一分钟 画面基本没怎么动 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动一下 我都怀疑视频卡住了 就在我快磨得没耐心的时候 视频到了一分零一秒 画面忽然开始变了 原本已在车门上的少妇 忽然狂乱地扯下了头上的杀金 又狠狠地扔掉了戴着的墨镜 还是焦躁地绕着车转圈 一圈 两圈 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 不知疲倦地转着圈 整整转了两分二十秒 一直到了视频结束 他这是干什么呀 秦雪又打开视频看了一遍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他抬头看着我 大师 你看出什么异常了没有 我摇了摇头 因为视频太远的原因 我看不清楚少妇的表情 也感觉不到他身上有没有阴气 看不出他有什么异常 你认识他吗 秦雪摇了摇头 我印象中从没这么一个人 他的脸色很难看 少妇本来就出现了突兀 刚刚视频中的行为又神秘诡异 他的心情已经遭到了极点了 你们再看看第二段视频 见秦雪注意力都在我的身上 张帅有些吃醋了 他想先打开了第二段视频 第二段视频右上方显示的时间 是晚上八点十分 时间在我跟秦雪离开别墅之后 这一次视频显示的位置 正是秦雪家的门口 你拍我家门口干 秦雪瞪了张帅眼 下一秒 他的话猛然就顿着了 因为视频上忽然出现了少妇的身影 他站在秦雪家门口 小心谨慎四处张望 然后拿出一把钥匙 打开门进了别墅 少妇进了别墅里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秦雪小脸刷一下子变了 他 他去我家干什么 他哪里来的我家钥匙 我也是暗暗心惊 这少妇到底有秦雪家几把钥匙 他给了我一把 自己居然还有一把 那后面呢 他什么时候从别墅出来的 张帅脸色怪怪的 声音也压低了很多 我翻遍了昨晚和今天 所有的监控视频 他 他一直没有从小雪家里出来 车内一下子就沉默了 秦雪的小脸本来就白 此刻更是白的 没有了一丝的血色 从昨晚到现在 都没有拍到少妇 从他家里出来 那少妇现在还在他家呀 走 去别墅 我沉默了片刻 催促张帅开车 少妇绝对不会无缘无故 请我去救秦雪的 也不会无缘无故 去秦雪家 现在赶回去 说不定还能发现点什么 快 张帅大概觉得 秦雪现在为我命是从 有些不大高兴 嘴里嘟囔了一句 还是乖乖地发动了车子 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秦雪家赶去 很快我们就赶到了秦雪家 秦雪家是大门紧锁 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我先进去 你们跟在我后面 虽然现在体力弱得厉害 我还是强撑着走到了秦雪和张帅的前面 率先推开了别墅的门 走了进去 随后 秦雪和张帅小心翼翼地也走了进来 别墅内静悄悄的 一片安静 因为四周拉着窗帘 家具都笼罩在一层暗沉的光线中 莫名地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我拿出了八卦镜 对准别墅四周转了一圈 八卦镜没有任何的异常 我悬着的心稍稍地放下了一些 打算再去二楼转着 就在我打算上二楼的时候 张帅白了我一眼 你看看你 脸白得跟刷了一层逆子一样 有气无力的 趁什么能的 快坐下歇着吧你 扔下这句话 他率先上二楼去搜查了 秦雪也让我先歇着 他去一楼查看了 我又站在别墅内 摒弃凝神感受了一下 别墅内虽然还是凉森森的 却没有之前那种浓重的阴气 应该没什么打呀 我松了一口气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十四章 随便宽 华然地坐在沙发上 我开始盘腿调膝 这次身体虚成这样 一是因为我内力不足 短时间内又斥了两次雷浮 引起体力过度的消耗 二是我的浮笔等法器灵力过低 导致引雷浮威力不够 第一次没有镇住邪灵 导致邪灵第二次攻击 有机会的话 我得提升一下法器的灵力了 我调膝的时候 张帅和秦雪四处把别墅找了一遍 却是一无所获 别墅内除了我们仨 什么都没有 那少傅昨晚进了别墅之后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没有从别墅出来 也不在别墅之内 甚至都没有留下一丝可疑的痕迹 秦雪的小脸是惨白惨白的 全身微不可见地哆嗦着 这个少傅实在是太回忆了 难不成他是来小雪家参观来了 张帅急躁地抓着一头 鸡窝似的头发 抓着脑腮也想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哟 这活生生的一个人 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消失呢 我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我跟那个少傅接触过 他绝对是个人无疑 可是这么大一个人 他能藏到哪儿去呢 就在这时 一阵电话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 我们三个人齐刷刷地被吓了一跳 秦雪则吓得 蹭地一下子站起身 四处找他的手机 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的手机呢 等他慌乱间将手机找出来 电话铃声已经断了 秦雪手忙脚乱 打开滑开的手机屏幕 然后默然抬头看向我 大师 他 他给我留东西了 谁 那 那个女人 张帅性子急 见秦雪说了半天 也没有说清楚 他上前一步 拿走了秦雪的手机 扫了眼之后 他的脸 刷的一下子就变了 这 这少傅也 也太变态了吧 张帅像是被手机烫了一样 一下子 就把手机扔给了我 手机屏幕上 是少傅的两张自拍照 一张照片中 少傅瞪着眼睛 眼神呆滞 面无表情 一张原本满是风情的脸 阴沉死板 惨白阴森 另一张照片中 少傅则常常搭了着鲜红的舌头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镜头 嘴边挂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两张照片的风格截然不同 却一张比一张阴森诡异 仅仅看一眼就让人浑身长鸡皮疙瘩 难怪秦雪被吓成了一眼 我仔细地盯着两张照片看了一下 少傅原本就缠绕着黑气的眼里 阴气似乎又中了几分 除此之外 也没有更多的疑点 我盯着照片是眉头紧锁 少傅为什么专门过来留这两张照片 难道这两张照片暗持了什么 或者他想告诉我们什么 想来想去 我也没理出一个头绪了 这女人有病吧 妈的 可以老子等着 等老子把你揪出来之后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我沉思了一下 你能不能找到这女人 这个少傅先是找我来救秦雪 后又进了秦雪家 留下这两张意味不明的照片 肯定是别有用意 要是能找到她 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张帅正在气头上 听我这么一说 他爽快地点头了 我有个朋友在市局上班 让他帮我从系统里查个人 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 这个时候 我已经调戏得差不多了 我让张帅抱着 从秦雪家老宅子挖来的 那个邪屋和白骨小人 随同秦雪 一同上了二楼卧室 进了卧室之后 我亲手打开了包着邪雾 和白骨小人的红布 将邪雾取出来 小心翼翼地搁置进了卧室内 那个半米多高的玉雕中空部分 两块玉雕 严丝合缝地 欠合到了一起 没有一丝的缝隙 那邪雾被我封了铃 恢复了玉雕本来的颜色 远远看去 整个玉雕就像一个母亲壁弯里 抱着一个孩子一眼 我默念了几句锁灵咒 等感觉到玉雕上的阴气 一点点减弱 直至消失之后 我才长说了一口气 现在我将那人类 锁在了玉雕之内 没有我的解灵咒 其他人是解不开的 你只需要找个隐蔽的地方 将这玉雕藏起来 直到咱们找到下邪雾的人再说 锁灵咒 属于太阴风水蜜露中 三经蜜咒的一种 为我李家独有 是其他风水师解不开的 这一点我倒是不太担心 我担心的是 如何找到下邪雾的人 好 秦学点了点头 指挥着张帅搬着玉雕 连同白骨小人 一起藏到二楼密室的保险箱里 我的妈呀 这玉雕原来长这样 张帅是一边搬玉雕 一边感慨着 这么大一块 应该老之前了吧 直到秦学瞪了他一眼睛 他才闭嘴不说了 等张帅将玉雕搬到密室之后 回来的时候 已经累得是满头大汗的了 他一边擦着汗 一边没话找话的 逗着秦学 试图让秦学放松一些 骤然知道母亲的死因 下邪雾的人还不知道去了哪里 又冒出一个行踪诡异的少妇 秦学心里面沉甸甸甸的 不管张帅怎么逗他 他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面 就在没什么成果 张帅冲我无奈地摇头叹气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他鼻梁上的赤金颜色 又神了许多了 我给你的护身符呢 我给他的护身符是有护身驱灾的作用的 他若随身带着鼻梁上的赤金颜色是绝对不会加深的 当着秦学的面 张帅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难为情的 骚了骚乱蓬蓬的头发 尴尬地笑了 那什么 我洗澡呢 怕弄湿了 就放在浴室里了 然后我就给放了 下次 下次我一定随身带着 最好随身带着 我知道 他是在敷衍我 不然的话 一周之内 必见血光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其实 他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因为秦学的原因 他潜意识里 想跟我唱反调 以证明他的存在感 而且 他压根就不相信 有什么血光之灾 更不相信 我的护身符能护身 我叮嘱张帅一句之后 便不再多说 这是风水师的规矩 尽本分 却不强求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的讯曲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十五章 嘱咐完张帅之后 秦雪催着张帅 赶紧给我护身符的钱 我感激地看了秦雪一眼 他这是知道 我身上没钱了 又怕伤我自尊 所以想办法 给我抬接下来 有秦雪的命令 张帅是不敢不给 按照老规矩 我收了张帅九十九块 这是爷爷当初定下的价 一张护身符九十九 可看缘分免费赠送 但是绝对不高价买卖 然后 秦雪又指挥张帅 去买了一大堆吃食回来 而我坚持自己掏钱 让张帅给我带了一笼小笼包 不到一百块 我得省着点花 吃完饭之后 我又休息了半天才觉得 身上的疲惫感是一扫而空 全身充满了力气 给你爸打个电话 让他见个面 傍晚时分 我对秦雪说着 秦雪看了自己肚子一眼 脸色犹豫 可是 我知道 他是怕他爸看到他大肚子 所以不敢去见他吧 只要能约出来就行 不用你见你爸 你不是想知道 你爸跟你妈的事 有没有关系吗 我帮你爸看下面 就知道了 还有 射风水局的那个人 也只有你爸才知道是谁 咱们要想找到下邪屋的人 得先从那个人入手 好 秦雪点了点头 他很快就给老爸打了电话 约在距离别墅两条街的 一个咖啡馆见面 打完电话之后 我 秦雪 还有张帅 我们三个人步行着 赶到了咖啡馆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咖啡馆已经坐了不少人 秦雪指着坐在窗边的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着 大师 那就是我爸 把他爸指给我看的时候 秦雪紧张的声音都在发抖 我明白他在紧张什么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我迅速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仔细观察一下 他爸的面相 鼻头有肉 财帛宫风龙 额头宽阔饱满 不仅财运好 而且容易遇到贵人相助 确实是容易聚财 距离这么远 你真的能看出点什么 正在给秦雪他爸相面的时候 张帅走到我的身边 要不要打个赌 张帅还甩了甩乱蓬蓬的头发 好啊 肚子妈 很快 秦雪他爸就会有一场 艳遇 鼻子代表财运和异性缘 秦雪他爸 鼻子高挺风龙 鼻头有肉 说明他不仅财运旺 而且身边一直桃花众多 而我说他有艳遇 是因为他鼻头上 生了一个暗红色的疙瘩 鼻头生红疙瘩 说明精力外阔 桃花尽在眼前 用现在的话说 那就叫做艳遇 吹牛吧你 你要是连这个都能算出来 以后我管你叫爸爸 他话音刚落 一个女人 鸟鸟停停朝着秦雪他爸 就走了过去 因为我要给秦雪他爸看相 所以我们正好对着秦雪他爸 只能看到女人的后背 那女人身穿黑色吊带裙 身材高挑 凹凸有致 曲线玲珑 皮肤更是白的发光 即便只看到一个后背 也让人是心声遐想 流连忘返 这见 那个女人走到秦雪他爸的桌前 弯腰冲他说了些什么 秦雪他爸朝着咖啡馆门口看了看 见秦雪还没到 就冲他点了点头 然后那个女人 就在秦雪他爸的对面坐了下来 两人有说有笑 很快地就熟络起来 看秦雪他爸满面春风的样子 不难想象出 他对那个女人很欣赏 张帅看得是目瞪口呆 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回头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眼里全都是钦佩 华操 牛逼啊 真正的大事 叫爸爸 我淡淡地笑笑 张帅骚了骚乱碰碰的脑袋 表情有些尴尬 哎呀 这 这 我开玩笑的 大师 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你这也太牛逼了 秦雪说我多厉害 他总是不信 刚才不过是小事牛刀 他亲眼见了 也就信了 大师 你快帮我看看 下血屋那件事 我爸有没有参与 秦雪的心思 全部都在这件事上 他妈死得凄惨 要是他爸再跟他妈的死有关 他就彻底崩溃 我定下心来 又仔细观察了他爸一番 杀妻虐子者 最损因德 但凡是损因德者 会没亲印堂 眼神凶狠带煞 皮肤灰蒙蒙 就像是蒙上了一层暗光一样 而秦雪他爸 印堂红润明亮 眼神虽然凄厉 却是清明有神 皮肤也没有任何的暗沉 秦雪他妈惨死的事 他爸应该没有参与 你妈的死 你爸不知情 观察完之后 我冲秦雪摇了摇头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多谢大师 秦雪是长长地 输了一口气 说谢我的时候 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就在这时 正在跟秦雪他爸 有说有笑的女人 无意间扭头 朝我们看了一眼 然后站起身 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我的心猛然的一颤 那个女人虽然生得漂亮 但是眼神失焦 精神恍惚 竟然是典型的 有魄无魂的症状 大师 看直眼了吧 见我盯着女人看 张帅是嘖嘖了一声 这身材 这打扮 活脱的白富美 或者女总裁 诶 等等 我怎么觉得 她有些眼熟啊 哎呀 看谁来着 张帅是抓耳挠腮 想了半天都没想出 那个女人叫什么 我打断了张帅的话 淡淡地对着秦雪说 提醒一下你爸 最好少跟她来往 尤其是不要跟她上床 有魄无魂者 三魂失散 七魄无主 很容易出事 跟她来往多了 晦气就沾得多 晦气多了 自然就容易出事 哎 好 秦雪红着小脸答应下来 她现在本来就对我言听计从 又加上 她妈才刚死一年 她也不想让她爸 这么快再给她找个小妈 然后 秦雪给她爸打了电话 谎称有同学家里出了点事 想请一位风水师 设个风水局化解一下 让她爸 把当年在老宅子 设风水局那个人的名字 和联系方式什么的 发到她的手机上 她好介绍给同学 末了 她还告诉她爸还有事 今天就不去咖啡馆了 秦雪她爸很快就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秦雪转手 把信息就发给了张帅 让她开车带着我们 去河海市三十里外的郊区 找一个叫一根筋的人 具体地址 秦雪她爸也说不清楚 得到了再打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十六章 张帅是二话不说 开着那辆铺奥拓 朝着郊区外开去 三十里地 张帅的奥拓 硬是开了多半个小时 才终于在天黑之前 赶到了郊区 赶到之后 我们就开始四处打听 一根筋 听到秦雪她爸话里的意思 一根筋这个人 在这片应该是挺有名的 可是 我们打听了十几个人 他们只要一听到 一根筋这个名字 那都是二话不说 转头就走 一两个没有掉头就走的 也是表情怪异 看我们的眼神 是意味深长 我们三人是面面相觑 这一根筋 到底是什么人 提到她 这里的人 怎么会是这种奇怪的反应呢 妈的 老子今天偏不信这个鞋 张帅接连问了十几个人 裴笑裴的脸都僵了 摸得嘴皮子都快破了 最后气得一跺脚 直接从随身背的双肩包里 掏出了一袋钱 冲着四周围观的人 大声地喊着 谁带我们去一根筋家 这一千块钱就归谁 这一招果然管用 很快就有两个十来岁的小孩 说要带我们去 其他大人的表情都怪怪的 眼神复杂 我们顾不上理会他们的表情 张帅先给两个孩子五百块 说剩下的五百块 等他们把他们带到一根筋家再给 两个孩子嘀咕了一阵子 然后就领着我们 到了一座平房的不远处 哎 真乖 这钱你们拿去买好吃的去吧 张帅爽快地将剩下的五百块 给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互相看了一眼 迟疑了片刻 终于对秦雪说道 小姐姐 你这么漂亮 你可一定要注意 说完之后 他们撒哑子就跑了 一眨眼的工夫 就跑得连人影都看不见了 我们仨是一头雾水 为什么俩孩子单单盯住秦雪 让他注意呢 就因为秦雪长得漂亮 沉默了片刻 我们三人一起朝着一根筋的家里走去 一根筋甲 独门独院 前后空荡荡的 没什么邻居 等我们走近时才发现 他家是大门紧闭 里面隐隐地传出一种断断续续 奇怪的声音 我去敲门 找了一根筋这么久 张帅嫂就不耐烦了 第一个冲上去 就敲门进去 我皱了皱眉头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张帅把门敲得是山巷 易大师 我们是请您去看宅的 请您开一下门 咱们见面他 院子里忽然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 女人进来 难得留在外面 我们仨是面面相去 我和张帅不约而同地 想到了那两个孩子的话 他们说秦雪这么漂亮 让他一定要多加注意 难不成一根筋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吗 小雪 你不能进去 张帅是护花心切 挡在秦雪的面前 我去会会这一根筋 我摇了摇头 你让开 让秦雪去 下了车来找一根筋的时候 我顺带给他们两人都看了面相 秦雪虽然小脸依旧苍白 眼里还隐隐有残留的黑气 但是印堂开始呈现红润 福堂气色也隐隐转家 预示着这两天事情平顺 不会出事 而张帅恰好相反 鼻梁上的赤筋是越来越明显 预示着血光之灾已经很近了 我把让秦雪进去的原因 简单地跟秦雪和张帅说了一下 好 我去 秦雪点了点头 眼神坚定 一根筋 正是当年在老宅子设风水局的人 而老宅子里的邪物和白骨小人 就在当年设风水局放玉雕的地下 作为风水局中心的玉雕 也有很大的问题 这件事 十有八九 就跟一根筋有关 只要让一根筋 用他的生辰八字作为交换 他身上的姿母咒就可以解开 他肚子里那一抹人类的惊魄 自然也就消失于无形了 他被折磨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解脱了 张帅依旧不放心 担心一根筋是个变态 不然为什么只让秦雪进去 我跟他说 咱们就在外面 只要秦雪有事 咱们立刻就冲进去救他 不会有事的 秦雪 也再三说服张帅 这才满脸担忧的 让他进去了 秦雪进去之后 大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 张帅在外面紧张的 团团乱转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希望小雪不会出事之类的话 听得我耳朵都要出茧子了 秦雪足足在里面 待了半个小时 张帅就在外面转了半个小时 叙叙叨叨叨念叨了不下几百句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 张帅看起来大大咧咧 马马虎虎的 没想到对秦雪这么上心 大概是真喜欢秦雪吧 门忽然打开 秦雪苍白的小脸 从里面走了出来 小雪 张帅正在转圈的脚步 漠然一顿 眼睛一亮 快速地冲了上去 绕着秦雪转了一圈 检查他有没有被一根筋怎么样了 我见秦雪脸色不对 迎上去就问 怎么样了 快走 秦雪是率先朝着我们停车的地方奔去 我和张帅相互看了一眼 也跟在秦雪后面 快速朝着张帅的奥拓奔去 等我和张帅上了车 秦雪立刻神色慌张 催着张帅赶紧开车 张帅是不敢怠慢 立刻轰动油门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省道上奔去 我们走了很远 我忽然听到一根筋夹里 传来刚刚那种奇怪的声音 侧而仔细听了一番 我才豁然地反应过来 那奇怪的声音是哭声 就像有人捏着嗓子在哭一样 压抑又痛苦 娇雪怎么样了 那个一根筋跟你说了什么 咱们为什么要跑 开着车狂飙了十几里 张帅终于把速度慢了下来 面带紧张 他一连串地问了秦雪一堆的问题 秦雪本来是一直直勾勾地 看着车窗外 听到张帅的问题 他才呆滞地转过头看着我们 因为 你跟亲他 他要 死了 我愣住了 张帅张大了嘴 车子差点开出马路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问秦雪 神色严肃 临走之前 他 他给了我一样东西 秦雪说话的时候 身子一直忍不住地哆嗦 显然是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从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递给了我 那是一枚沾了血的三清令牌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丁羽 第十七章 三清令牌是重要的法器 是风水师身份的唯一标志 无师不传道 无令不成师 只要做了风水师 三清令牌必须实时戴在身上 若是丢了令牌 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身份丢了 所以风水师 把这三清令牌 看得比命都重要 一根金 把他沾了血的三清令牌给我 难道是借此告诉我 他将不久于人世了吗 邪无卑风 那个真正的操控者 已经感知到了 他在咱们之前找到了一根金 想让他去找咱们释放出人类 但是一根金自封了三魂两魄 坚决反抗 那人就对他动了手 他活不着了 我微微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 一根金应该没骗秦穴 刚才站在一根金家门外 我能够感觉到 平房内生机微弱 几乎没有什么生气 我当时还以为 是一根金 故意摒弃躲着我 不想让我窥探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原因 只是 真正的幕后控制者 就是谁呢 一根金 把三清令牌给我的用意 又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我笃定他要死了 他还说 他当年帮助那个人 利用舍分水局孕育邪恶 害死了我妈 罪孽深重 欠我们秦家的态度 他让我把三清令牌给你 说这样东西 可以助你帮我救出幕后操控者 就算是赎罪了 我皱了皱眉头 他为什么要帮咱们 风水师和补卦 看相 相宅 看阴阳 但是原则上绝对不可能做有损阴德的事 这是风水师之间不成文的规定 一根金那个幕后操控者 违背风水师的规定 共同下了邪恶 两人之间肯定有什么契约 怎么会互相出卖 他还有个孩子在国外 当初他需要一大笔钱 为了让那个幕后操控者信赖 他拿孩子做了通名状 只要那个幕后操控者不死 他的孩子也活不了 原来是这样 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 一根金居然用了这么惨烈的方式求我帮助 张帅听了半天皱了皱眉头 小雪 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心帮咱们的 还有 你刚才怎么确定他会死 张帅有一个特点 对凡事都持有积极怀疑的态度 刚才他没进去 自然怀疑是一根金会骗进去的 要不然一根金 为什么只让秦雪进去呢 因为我进去的时候 一根金家已经搭好了铃铛 他穿着寿衣 就跪在棺材外哭 秦雪的身子微微地颤抖 哭谁 秦雪是小脸苍白 哭他自己 张帅一下子就沉默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一根金当年做了错事 如今却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来救自己的孩子 也不知道是可怜呢 还是可悲呢 眼看着距离郊区越来越远 我忽然间想到了一个事 停车 张帅吓了一跳 猛踩了一脚刹车 轮胎摩擦地面 响起了刺耳的声音 怎么了 张帅和秦雪惊疑地看着我 掉头 去一根金家 越快越好 我的话音刚落 张帅就猛然掉转车头 风驰电车一般 朝着一根金家的方向 急驰而去 大师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一根金说 他拿自己的孩子 做了头鸣状 才赢得了幕后操控者的信任 现在为了保护孩子 不遭难人的毒手 所以一丝反抗对方 还口口声声说 要帮咱们 既然他这么忌惮 对方对他的孩子下手 对方为什么不直接 用他的孩子威胁他做事 还要费这么大惊动的 刚才秦雪受了惊吓 出来拉着我们 着急忙慌的就走 我一时没有转过神来 所以就信了一根金的话了 其实他的说法 根本是前后矛盾 也就是说 一根金刚刚骗了我们 听到了我的话 秦雪和张帅默然愣住 卧槽 我就说他没那么好心帮咱们 原来是拿咱们当傻子玩呢 害小雪这笔账 老子还没跟他算呢 他就敢戏弄老子 他嘴里面骂着 脚下的油门踩得更狠了 一转眼 我们就来到了一根金家的门口 大门依然紧闭 家里静悄悄的 没有一丝的动静 张帅恼恨一根金居然骗我们 下了车 奔到他家门口 罩着大门一脚就踹了过去 大门是应声而开 扮演的院子 也缓缓地露了出来 张帅本来要是第一个冲进去的 被我给叫住了 我示意他不要动 然后率先小心地走进了一根金的家 秦雪和张帅紧跟在我的身后 走进院子 我和张帅都愣住了 院子正当中搭着一个送葬时用的灵棚 灵棚内四处摆放着白色的纸帆 纸人 还有纸马 正中间搁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看上去是异常的热眼 一推开门 院子里忽然是这么一幅情景 确实是挺善人的 难怪秦雪出去时被吓成了那样 走进大门之后 我没有着急进去 而是静静地观察着院子的四周 一根金 出来 张帅是按捺不住 扯着嗓子 喊了一句 院子里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的回应 人呢 我站在门口不动 张帅也不敢贸然进去 他扫了一圈 没有见到一根金 只好低声问我 大师 那老小子该不会是知道咱们要回去找他算账 所以趁咱们回来之前溜掉了吧 我摇了头 老宅子邪物被挖出来 人类被封 当初下邪物和涉风水局的人 应该都会有感知 一根金要是想溜 不等我们找上门来 就可以溜掉 不用等到现在 张帅好奇地问着 那他人呢 我用下巴指了指棺材 在哪里面呢 秦雪和张帅相互看了一眼 秦雪苍白着小脸 紧听着棺材 低声对我说着 大师 那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是不是真的 死了呀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不然就惹上大麻烦了 我先去看看 我蹲了蹲 静止朝着棺材走去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定语 第十八章 张帅怕我一个人过去出事 也紧跟在我的身后 走了过去 走到灵棚放置的棺材前 张帅率先朝着棺材里看去 冲我摇了摇头 这棺材里面是空的 没人 我淡淡地笑了笑 然后随手拨动 四个立在灵棚前的指人 在我拨动四个指人的位置之后 一阵沉闷却压抑的呼吸声 瞬间就响起 张帅赫然发现 他距离棺材竟然还有一米之有 刚刚压根就没有走到棺材前 这 张帅骚了骚 乱得像鸡窝似的头发 一脸的不可置信 我刚刚明明走进棺材前看的 怎么会 这叫四象镇 也叫迷魂镇 只用几样简单的东西布镇 却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 你第一次见 被迷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以后多见见就好了 风水界 镇法有九镇 而我们家的太阴风水蜜露 却记载着九九八十一镇 论完镇法 我们礼节是祖宗 简单解释了一下之后 我和张帅走进了棺材 秦雪一个人站在门口害怕 也紧跟着走了过来 棺材内赫然躺着一个干瘦瘦的中年人 中年人脸色苍白 满脸大汗 身子因为剧痛而诡异的扭曲 像是一只大号的虾笔 不用说 他就是一根筋了 刚才那个沉闷而压抑的喘息声 就是他发出来的 你 你是谁 一根筋剧烈地喘息着 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面色惨白而凝重 一出手 就破了我的死相阵的人 你还是第一个 第一个 那是他没见过我的三叔了 我三叔八岁就熟知 太阴风水蜜鹿里所有的阵法 十岁就能布阵 现在无论多复杂的阵法 他扫上一眼 闭着眼睛就能解开 一根筋着四象阵 我三叔闭着眼睛 能一脚踢倒他的棺材 抽魂令破 我没有理会他的震惊 而是盯着一根筋 就见他同人缩小 双目失焦 皱了皱眉问 那个人刚刚是不是来过了 他是怕你背叛的 所以才给你是这种酷刑吧 提魂恋破 顾名思义 就是抽掉风水师的魂破 加以独炼 让风水师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日日夜夜 经受抽皮八斤一样的痛苦 是一种极为残酷 毒辣的酷刑 却偏偏不能解脱 我微微地叹息 他为了替那个人隐瞒 把我们骗走 却没有躲过那个人的毒手 真是挺讽刺的 一根筋脸色 微微地一变 强忍着痛苦 小伙子 年纪轻轻 居然连 丑魂脸破 都知道 我有些错 这些东西很生僻吗 从我记事起 爷爷就开始教我这些东西了 咱们做个交易 我懒得废话 淡淡地开口 一根筋挣扎了一下 什么 什么交易 我帮你免说抽魂脸破之苦 你摆在秦家老宅子下 邪无恋人蕾的幕后操控者的名字告诉我 如何 我盯着一根筋 一根筋木然瞪大了眼睛 猛然支起了身子 你 你会去除 抽魂脸破苦行 我点了点头 我从不说谎 一根筋直勾勾地看着我 一双被剧痛折磨得涣散了的眼睛 射出了西际的光芒 猴杰剧烈地上下滑动 眉头却紧紧地皱着 似乎在考量着什么 显然他很动心 只是他依旧在纠结 不想 纠结了许久 他颓然地放下了身子痛苦的摇头 我不能背叛他 我十分意外 张帅和秦雪也是一脸的惊讶 一根筋都被那人用酷刑折磨得生不如死了 居然没被我的条件打动 还不肯说出对方是谁 你怕不是个二傻子吧 那人当初利用了你 现在拥有抽魂这玩意儿控制你 说明他压根就不信任你 你他妈还不背叛他 哎呦 这不叫背叛 这叫自救 懂不懂 一根筋强忍着痛苦 我没有过约定 我不能背叛对方 站在一旁的秦雪 见一根筋不同意我的条件 他苍白着小脸颤抖着声音说道 易大师 求求你帮帮我 我妈妈已经被害死了 我还年轻 我还不想死 只要你肯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再帮你出国避难 怎么样 秦雪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 就连最不齿的手段都用上了 而且诱惑是巨大无比 只要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就可以拿到一百万 还可以移民国外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一根筋 依然是满脸痛苦地摇着头 秦小姐 我和他之间是有约定的 就算你给我一千万 我也不会说的 你 一根筋是软硬不吃 油盐不尽 死活要守着跟那人的契约 秦雪气得是眼圈红红的 死死咬着嘴唇 却无可奈何 张帅在一旁 气得是青筋暴突 一把抓起一根筋 狠狠地晃了几下 但是却不能把他怎么样 一根筋 连抽魂炼破这种酷刑都能忍受 张帅还能做什么吓唬他呢 等张帅把他扔回了棺材里去 他的脸因为剧痛 扭曲得更不像样了 但是 他却死死地咬紧牙关 就是不肯吐露一个字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 说不上是佩服一根筋呢 还是可怜他呀 现在物欲横流 像他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只不过 他没有把这种品质 用对地方而已 成了帮凶 还要替对方隐瞒 咱们走吧 我对秦雪和张帅说了一句 扭头朝着大门走去 张帅急了 快步走上几步 碾上我 低声地问着 大师啊 这一根筋显然知道 害小雪的人是谁 咱们要不要想想办法 逼他把那个人说出来 要不然的话 咱们去哪儿找那个人去 秦雪没有说话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跟张帅想的是一样 抽魂炼破之苦 是风水时最残酷的酷刑 重心之下他都不敢说 他是不会说了 秦雪眼里全都是失望 本以为找到一根筋就有了希望 没想到一根筋脾气居然这么倔 死活不肯说出那个人是谁 小兄弟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一根筋忽然挣扎着 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喘着粗气问我 再冒昧地问一句 你 你姓什么 离 一根筋 面色俱然一变 呆呆目送我们走出了门口 忽然冲我们喊了一句 雕刻 女人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浊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领域 第十九章 雕刻 女人 一根筋说的是没头没脑的 什么意思呢 三个人相互看了一眼 谁都没有弄明白 张帅性子急 反回身 一把揪住一根筋的衣领 摇晃着 着急地问着 你什么意思 你不用问了 再问 我也不会说的 我是看在这个小兄弟的面子上 才肯透露出一点消息 这是我欠理解的 也算 欢了吧 折腾了一番之后 一根筋 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颓然地 瘫倒在了棺材底 我们三个人都愣了一下子 之前 我以免去抽魂炼破之苦作为交换条件 秦雪掏出一百万 一根筋都不肯透露半点消息 刚才我不过说自己姓李 他居然肯开口了 这也太出乎人意料了 他妈的 你刚才嘴不是很硬吗 现在怎么忽然肯说了 该不会又骗我们吧 张帅狠狠地松开了一根筋的衣领 他刚松开一根筋 一根筋就惨叫了一声 身子也跟着剧烈抖动 像是抽风了一样 身子高高地弓起 咚的一声跌在了棺材底 然后紧紧地蜷缩在一起 双眼翻板 全身跟着剧烈的颤抖 张帅和秦雪吓了一跳 张帅是慌张后退 我刚刚可没动他 他没有骗你 那人在他身上 试了抽魂炼破邪术 以血作为契约 只要他稍稍被判约定 就会遭受抽筋扒皮之骨 痛不欲生 他刚刚透露给了咱们信息 现在就如此痛苦 说明他给咱们的信息 肯定是真的 张帅和秦雪 齐齐地错愕 这 一根筋又惨叫了一声 短短的片刻时间 他脸上 胳膊上 以及身上 一道道血管 一样的血痕 渐渐地显露出来 就像是活的蚯蚓一样 在他皮肤下面扭动 弯曲 似乎一条条 打算突破皮肤 出了一样 一根筋整个人 就像被成千上万条 扭动的蚯蚓 缠住了一样 拼命挣扎扭动着 死活是难以挣脱 恐怖 触目惊心 秦雪啊了一声 吓得躲到了我的身后 死死地 用小手捂住眼睛 不敢多看 这就是抽魂炼破的精髓 以魂魄之苦 恕血脉之痛 让被害者生不如死 被折磨了一次 就能要了人的半条命 快 把手给我 我给你叙除这抽魂裂破之痛 见一根筋被折磨得惨不忍睹 我心中不忍 立刻大声冲着一根筋喊道 他固然有错 但是却因为透露信息给我而受到惩罚 我就破例帮他一次 从来不欠别人人情 这就是我做事的原则 不 不 不要 一根筋脸上是红筋暴突 像是要将他整张脸都给撑爆一样 但是 他却依旧咬着牙 摇头拒绝 小兄弟 谢谢 谢谢你的好意 我背叛了他 这是我应该受到的惩罚 你这是何苦呢 是我先违背了约定 是我错了 你这也太固执了 小兄弟 我劝你 也放弃了吧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惹不起他 我无奈地看着一根筋 他的身体因为剧痛而剧烈地扭曲 却死也不肯让我帮他解脱这种 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 走吧 我摇了摇头 转身朝着大门外走去 张帅和秦雪也紧跟着我走出了大门 他们两人脸色都很难看 秦雪还微微地颤抖 显然 他们都被刚才看到的那一幕给吓坏了 上车之后 我们三人谁都能够说话 外面的天现在已经全黑了 张帅心不在焉地开着车 时不时地从后视镜看着秦雪 秦雪则是表情凝重 时不时地偷看我一眼 怎么了 我忍不住地问着 大师 你 你不会不管我了吧 秦雪满脸紧张地看着我 好像我一张嘴就能扔出一个炸弹似的 他小心翼翼的表情惹人爱恋 我愣了愣 然后恍然大悟 刚才那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 秦雪担心我被吓退 直接扔下他的事不管了 我冲他笑了笑 你放心 我李正一接受的事 绝对不会撂条子不管 大师 你真好 秦雪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脸上的紧张一扫而空 满脸兴奋地侧过身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很软 很舒服 满怀的香味 我的身子都僵了僵 之前跟着爷爷久了 生活一直很是单调乏味 从来没有接触过女孩子 所以对秦雪这样突如其来的拥抱 我还不大喜欢 张帅在前面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他不敢说秦雪 只能回头狠狠地瞪了我眼 我无辜地看着他 秦雪要抱我 我也没办法 张帅的脸 刹时间就黑了 大师 你有没有觉得 看到了张帅的反应 秦雪也感觉 刚才抱我有些不妥 赶紧红着脸 转移了话题 咱们刚刚见到一根筋 在他还没有那么可怕的时候 他怎么样 是不是怪怪的 我愣了愣 眼前突然一亮 你的意思是说 他的模样很像那个少傅给你留在手机上的两张自拍照 照片上的少傅眼神呆滞 脸色阴沉死板 另外一张则是搭了着长长的舌头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镜头 嘴边还挂着一串诡异的笑容 这个模样 跟一根筋受了抽魂炼破邪术的模样十分相似 少傅刚给秦雪留了两张自拍照片 一根筋就遭到幕后操控者的毒手 而且模样跟他留下的照片十分的相似 难不成 少傅是在给我们什么预示 张帅是一踩刹车 车子是戛然而止 哎 你们说 会不会一根筋拼命维护的幕后操控者 就是那个少傅 他沉默了半天 猛然一拍大腿 他因为这个发现 激动他顾不上吃醋了 秦雪的眼睛也亮了亮 显然他也觉得有这种可能 不是他 很简单 他身上没有那么重的阴气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二十章 我判断 少傅不是幕后控制者的理由 跟判断秦雪他爸的理由是一样的 身上没有做了有损因得事的阴气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气场 这个人做什么 气场都会有相应的改变 做坏事的人 偷不了 这就奇怪了 那少傅不是幕后操控者 又跟我无冤无仇 那他在中间搅和什么呢 秦雪是满脸迷惑 张帅没有再说话 而是打开了手机 噼里啪啦打开了几个网页 很快的 他抬头看向我和秦雪 我刚刚查了一下关于雕刻的事 搜索引擎关联出来雕刻大师 我搜了一下 我搜索引擎关于雕刻大师 咱们问问他 或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秦雪的眼前一亮 好 我现在又打电话 他掏出电话 飞快地拨通了一个号码 对方的电话很快接通 秦雪称呼他为刘叔叔 然后说有些古董上的事 需要请教他 问他有没有时间 刘叔叔很快就同意了 而且邀请秦雪去他家 有什么事情随便问 还说他和他老婆都想秦雪了 秦雪挂了电话 把刘叔叔的原话 转给了我和张帅 我本来打算休息一晚上呢 再去找秦雪说的那个刘叔叔 但是秦雪说 刘叔叔跟他住在同一个小区 我们仨就顺道拐过去找他了 秦雪告诉我 刘叔叔叫刘国梁 是秦雪他爸的发小 两人光着屁股一起长大 关系非常要好 而且刘叔叔两口子 带他也跟是亲闺女似的 他也十分尊敬刘叔叔两口子 说话间 我们仨就来到了刘国梁家的门口 秦雪让我和张帅仙等等 他上去敲门 敲了很久 刘叔叔家大门紧锁 一直没有回应 啊 奇怪 刚刚刘叔叔还说在家呢 怎么没人开门啊 秦雪是一边敲门 一边皱着眉头 他的话音刚落 刘国梁家的防盗门忽然就打开 一个年轻女人 鸟鸟鸟停停走了出来 你们有事吗 这个女人二十出头 淡颜色的柳叶眉 一双眼眸 细长明媚 穷鼻娇俏 英线小巧 肌肤精盈 剔透 身形鲜弱 妥妥一个古典的美女 张帅的眼睛一下子就直了 连秦雪的眼睛也亮了亮 我们找刘叔叔 张帅抢先一步说道 人也下意识往前凑了凑 秦雪也点了点头问道 对 刘叔叔在家吗 你是 刘国梁家的人 他都认识 但是却从来没见过这个年轻女人 我一把就拽住张帅和秦雪 飞快地对女人说着 我们敲错门了 不好意思 没敲错门啊 这就是刘 秦雪下意识地抬头 看了眼门排号 我拉着她 缓缓后退几步 低声在她耳边说道 低头 看她的脚 我低声说完 秦雪下意识朝年轻女人的脚看去 只低头看了一看 她就猛然瞪大眼睛 小嘴都张成了O型了 年轻女人的脚悬在地面之上 她的脚下还踩着一双大脚 年轻女人的脚 小巧玲珑 她脚下的那双脚则硕大无比 很明显 那是一双男人的脚 再稍稍侧身就可以看到 年轻女人的身后 隐隐地站着一道中年男人的身影 只是中年男人身子僵硬 表情呆滞 像是提前某一样 一挤一动 都跟年轻女人坐着 年轻女人抬手 她也抬手 年轻女人聊刘海 她也跟着聊刘海 奇特 去诡异 是刘叔 看到年轻女人身后的中年男人 秦雪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我怕她叫出声来 赶紧凑到她的耳边 低声地说着 别出声 别看她的眼睛 慢慢往后倒退三步 秦雪僵硬着脖子点了点头 缓缓地跟着我 一起朝后倒退 一步 两步 三步 我们俩人站定 转身 再往前走三步 秦雪僵硬着身子 缓缓地转身 然后往前走了三步 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没事了 我去救张帅 你站在这里别动 别回头看 好 秦雪重重地点头 紧张地叮嘱着我 大师 你小心点 我点点头 转过身 左手置于身前 右手负在身后 暗暗地捏了捏 护身凝身的三清诀 指使前方 缓缓朝别墅门口 走去 这是 张帅站在年轻女人的面前 直勾勾地看着女人 表情僵硬 双眼渐渐失去了神采 你叫什么名字 我刚走到别墅门口 就听到年轻女人 慢声地问着张帅 张帅 依旧直勾勾看着女人 那双细长明媚的眼睛 机械的张之嘴 我叫张 张涛 我们该走了 我快步走到张帅的跟前 一只手勾住他的肩膀 一只手顺手 用三清内火 眼人他右边肩膀上 渐渐熄灭的那把羊火 顺嘴接了他的话 帮他捏造了一个名字 拉着他就往后推着 他右肩膀上 原本渐渐微弱的羊火 疏得窜起老高 张帅身子猛然抖了一下 双眼瞬间有了神采 一下子就清醒过来 不想被他沾了身子的话 就别看他的眼睛 跟着我倒退三步 不等张帅多问 我就滴滴在他耳边 快速地说了一句 张帅的身子抖了抖 他也意识到 刚刚的不对劲 之后 我用同样的方式 将张帅拉到了 秦雪的身边 卧槽 大师 刚才怎么回事 张帅一边问我 一边下意识 想回头往别墅蒙古 我低声喝住了他 别回头 快走 张帅和秦雪相互看了一眼 赶紧跟着我 快步朝着秦雪家走去 走出了很远之后 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年轻女人 就站在刘国良家的门口 正冷冷地看着我 看到我回头看她 她嘴角微微地扬起 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颜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二十一章 我是后背一凉 转头快步朝着秦雪家走去 等打开门 进入秦雪家客厅大门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才赫然发现 我全身的衣服 刚刚竟然因为紧张 都湿透了 大师 刚才那个女人是 鬼 她把刘叔叔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 面色凝重 她要是鬼都好办了 现在在你刘叔叔身上的 那个年轻女人不是鬼 而是寄生灵 那东西最擅长蛊惑人心 然后一点一点 占据人的身子 它们通常是一些散灵 寄在老巫街上 被老巫剑滋润的久了 就生出了许多邪气 慢慢可以寄生在活人身上 所以叫做寄生灵 你刘叔叔经常跟古董打交道 被这种东西寄生 也不算什么稀罕事 那刘叔叔他 他是想问我 刘国梁现在怎么样 毕竟 刚才刘国梁的情景 他也亲眼看到了 只是他现在紧张加害怕 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那东西刚开始只是迷惑人心 然后慢慢占据身子 被占据人的自我意识越模糊 他的身子就被占据得越快 你刚刚也看到了 你刘叔叔现在情况不大乐观 恐怕用不了多久 整个人就被吞噬了 被寄生的人 自我意识清醒时 身子以他为主 若是被寄生的人 自我意识渐渐泯灭 那身子就渐渐 以寄生灵为主了 到最后 这个人的身子 就会彻底被吞噬消失 然后 这寄生灵 就会接着寻找下一个寄生的人 一直到他完全可以脱离寄生为止 现在身体虽然以寄生灵为主 但是刘国梁的身子还能引现 说明他还有一点残存的意识 只不过那点残存的意识 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而且那个寄生灵 刚刚显然想对张帅下手 正好我及时阻止张帅 说出自己的名字 及时把他给拉了回来 否则的话 下一个被寄生的 就极有可能是张帅 张帅是心有余悸 大师 那女的长得那么好看 哪个男的不想多看一眼 只要多看一眼 就可能被他蛊惑 我点了点头 肯定了他的说法 如果被蛊惑之后 亲口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就很容易被他附身 卧槽 张帅是张大了嘴巴 半赏 才滴滴骂了一句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大师 那现在该怎么办呀 刘叔叔现在这样 别说问他欲掉的事了 他就连自身都难保了 大师 你一定要救救刘叔叔 千万不能让他 被那个东西给吞噬了 刘国梁对他亲如闺女 如今看到他这样 秦雪是又着急又心疼 秦雪 你现在给他打电话 别的什么都不要说 只叫他的名字 一直等到他答应为止 见我肯救刘国梁 秦雪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立刻掏出手机 给刘国梁打电话 我则盘腿 坐在沙发上 抓紧时间调息 虽然刚刚只跟了 季山灵打了一个照面 但是我且隐隐地 能够感受到 他身上浓烈的邪气 以及周围强大的气场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 这么强大的气场了 所以我不敢掉以轻心 张帅没事可做 就陪着秦雪一起打电话 秦雪拨打电话 对方通了 秦雪低声说道 刘国梁 刚开始 电话那端静悄悄的 没有声音 刘国梁 秦雪提高了声音 电话那端 传来轻微的呼吸声 秦雪又提高了声音 刘国梁 电话那端 终于有了回应 是一个冷冰冰的女生 或不是刘国梁 或是陈毅 那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秦雪面色一变 慌张地抬头看向我 用眼神询问我 接下来该怎么办 别说话 挂电话重新打 秦雪慌忙地挂断了电话 看着他小脸苍白 全身因为紧张 微微的发抖 张帅拿过他的手机 再次拨通了刘叔叔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刘国梁 电话那一段 传了一阵阵的轻笑 曼妙 音森 张帅啪的挂掉电话 然后重新拨打电话 刘国梁 第二次拨通电话之后 张帅的声音更大了 像是在给自己撞胆 又像是想叫醒刘国梁 这次 电话那端迟疑了许久 一个微弱的声音 在渐渐地响起 我 我是刘国梁 那个声音很虚弱 像是久病出狱的那种感觉一样 断断续续 似乎随时都能崩断 张帅默然扭头看向我 秦雪也是一脸激动 紧张地看向我 现在去找一根蜡烛点燃 然后对着镜子叫自己的名字 等镜子里出现你的脸后 立刻倒退跑出架 听到刘国梁的声音 我刷的一下子 扭头对着张帅的手机 就立声叫道 不管谁叫你的名字 都不许答应 那边传来沉重而凝重的呼吸声 刘国梁没有说话 刘国梁 我的声音是陡然八高 你能记住我刚才说的话吗 我对着手机 大声地问刘国梁 能不能记住我刚才说的步骤 刘国梁没有说话 电话那边传来沉重而凝重的喘息声 张帅和秦雪紧听着手机 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 刘国梁 我猛喝了一声 哦 我记住了 许久 电话那一端 终于响起刘国梁 微弱而低沉的声音 短短的几个字 他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 听上去 有只说不出的别扭和古怪 秦雪一把从张帅手中夺过手机 急急地叮嘱着 刘叔叔 你枪啊 那边不等秦雪说完 已经挂了电话了 手机里响起了盲音 客厅内一时陷入沉默 谁也猜不透 刘国梁现在什么状况 张帅和秦雪相互看了一眼 然后奇奇地看向我 大师 刘叔叔如果从他家别处逃出来 咱们是不是得去接他一下 他一边说 一边冲我偷偷使了一个眼色 我立刻会议 找了一个借口 跟着他走到距离秦雪比较远的地方 张帅这才拿出手机 打开了一张图片 大师 之前你说找刘国梁询问的时候 我又搜索了一下 发现清朝有个叫王瑶唐的玉雕大师 曾经雕刻了这个东西 而他雕刻的玉雕曾经被刘国梁以高价买下 他声音压得极低 神色异常 跟往常的大大咧咧 截然不同 我扫了一眼 他手机上的图片 一下子愣住了 图片上的玉雕 分明就是秦雪卧室现在放着的玉雕 只不过图片上还是整体 秦雪卧室的玉雕 就被分成了两部分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二十二章 之前去老宅子玩时 我觉得玉雕雕刻的精致 所以还问过秦雪他爸 这玉雕是哪里买的 张帅顿了顿 然后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秦雪他爸说 这玉雕是一根精 从刘国梁手里买的 我注意到 张帅直接一直叫刘叔叔 现在却直呼刘国梁的名字 显然 他已经开始怀疑刘国梁了 我也跟着是悚然一惊 继而又兴奋起来 如果幕后操控者是刘国梁 那刘国梁待会儿要来秦雪家 那岂不是 只是 一根筋除了雕刻之外 还提到了女人 这跟女人有什么关系呢 大师 你怎么还不去接刘叔叔啊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身后忽然传来秦雪 小心翼翼的声音 是 有什么不对吗 张帅是吓了一跳 赶紧摇头 没有没有 我在跟大师商量 这件事怎么做才最稳妥 他又偷偷地冲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明白张帅的意思 秦雪一直把刘国梁夫妻 当成亲人一样看待 如果知道刘国梁很有可能是 害死他妈的凶手 他肯定是接受不了 没错 我只能帮他圆谎 先让秦雪将锁着邪物和白骨小儿的保险柜的钥匙给我 然后让张帅和秦雪进一楼最里头的房间 快速在房间门窗四周贴了几张驱邪符 然后陈生对他们说道 你们跟着我去太危险了 还会让我分心 这样吧 你们俩待在这个屋子内 我去接刘国梁过来 记住 除了我之外 不管谁叫你们 你们都不能答应 更不能出这个屋子 千万要记住 刘国梁现在疑点重重 我必须得亲自去探一下情况 但是 我不能让张帅和秦雪出事 只有这样才是最保险的办法 大师 你放心去吧 张帅冲我挤了几眼睛 豪情万丈 拍了拍胸口 小雪由我照顾 绝对不会出事的 张帅将胸脯拍的是山响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他的鼻梁 之前他鼻梁上至今隐现 而且颜色越发的鲜艳 预示着血光之灾近在眼前 可是 等我再看张帅鼻梁的时候 他鼻梁上那道原本颜色已经鲜艳的赤金 竟然忽然暗淡了许多 颜色接近了肤色 奇怪啊 按理来说 鼻梁上赤金出现必定有血光之灾 经历了血光之灾之后 那道赤金才会消失 可是张帅什么都没有经历 那道赤金颜色怎么就淡了下去了 我又看了看秦雪 秦雪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大师 你快去吧 我们绝对不会出屋子的 秦雪担心刘国梁出事 催促着我 我算了算时间 刘国梁现在应该也出来了 也顾不上多想 先将邪物和白骨小人拿出来 放在一楼客厅隐蔽的地方 然后直奔刘国梁的家 刘国梁家的别墅 就在秦雪家前面两排 两家的垂直距离不到三百米 可我从秦雪家 走到刘国梁家门前的一个路口的时候 始终都没有看到刘国梁的身影 我扫了一眼四周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 他家别墅前面 立着一根长长的路灯 发出幽暗的光芒 将我的身影拉得很长 光线没入四周的绿花带中 隐隐恋恋地 拢出了一道又一道的暗影 像是折服在黑暗中的野兽一样 让人全身紧绷 我抬头看了看 刘国梁家亮着灯 稍稍沉思了片刻 我从乾坤包中 掏出了三清灵 拿在手中 警惕地盯着刘国梁家门口 三清灵 是风水师都有的基本法器 一旦接近邪碎 三清灵 就会发出预警的响中 可以帮助风水师鉴定邪碎的存在和位置 自从爷爷说我可以出师了之后 我就已经很久都没用过三清灵了 全靠着经验和感知来寻找邪碎的存在 可是张帅刚刚跟我说了那一番话之后 我忽然就对刘国梁起了戒备之心了 更何况他的身上还有寄身灵 很容易迷惑人心 还是谨慎点好吧 一二一一二一 我刚把三清灵拿在手里 刘国梁家忽然就走出了一道身影 一边倒退着往门外走 嘴里一边嘟囔着像是在喊口令一样 看着身影应该就是刘国梁 我拿着三清灵缓缓地朝他逼近了几步 我是刘国梁 我是刘国梁 刘国梁的嘴里不停地嘟囔着 说几句往后倒退几步 一直从家门口倒退到门外的路上 深夜寂静 四周空无一人 眼前这个情景看上去十分的诡异 我远远地站着 静静地等待着 手中的三清灵始终是静悄悄地 没有发出预警的响动 我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刘国梁 嘟囔声 戛然而至 原本正倒退着往后走的刘国梁 缓缓地扭头朝我的方向看过来 徐徐地 慢慢地 他的脖子像是生锈一样扭动得异常缓慢 片刻之后 他终于扭正了脖子和身体 跟我正对而立 我也看清楚了他的模样 他中等身材 脸色白净 戴了一副黑矿眼镜 全身上下透着一股文邹邹的学者气息 转身看向我的时候 他已经正常如初 跟之前看到那副僵硬呆滞的模样完全不同 只是 即便是远远地站着 我依旧能够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浓浓的阴气 我心中是警灵大作 这个刘国梁不简单呢 一定得小心 你是 刘国梁皱着眉 眼里带着一丝阴质 我是秦雪的朋友 刚刚打过电话 我是过来接您的 我心生警惕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自我介绍着 秦雪在家里等着你呢 咱们走吧 听我提到了秦雪 刘国梁这才冲我礼貌地笑了笑 原来是小雪的朋友啊 那我们走吧 说完之后 他依旧转过身 像刚才一样倒退着 朝着秦雪家的方向走着 我是刘国梁 我是刘国梁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二十三章 倒退的时候 他嘴里还不停地嘀嘀地嘟囔着这句话 我皱了皱眉 礼貌地提醒着 刘先生 你现在已经恢复了意识 暂时脱离他的控制了 正常走路就行 刘国梁漠然顿住了脚 刷地抬头看向我 他竖起手指 冲我嘘了一声 压低了声音 嘘 小点声 别被他听到了 一 二 一 他继续倒退着朝着秦雪佳走去 那一刻 我后背默然一凉 条件反射 看了一下四周 多少年了 我都未曾有过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扫完四周之后 我下意识 看看灯光下刘国梁的影子 单人单影 没什么异常 而我手中的三清灵 却始终也没有响 我这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一步一驱 跟在刘国梁的身边 朝着秦雪家走着 秦雪和张帅 确实一直待在那间屋子里 一直没有出来 直到我和刘国梁进门 我亲自打开房门 他们才从里面走了出来 大师 刘叔叔现在怎么样 没什么事吧 走出来之后 秦雪撇到坐在客厅里的刘国梁 低声地问着我 我正准备打算给秦雪提个醒 免得待一会儿验证刘国梁 是害他母女的幕后操控者 秦雪情绪崩溃的时候 我手中的三清零忽然就响了 我刷的扭头 看了刘国梁一眼 刘国梁依旧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并没有什么异样 三清零依旧在想着 我刷的扭头朝着身后的张帅看去 只见张帅的身后缓缓地浮现出一道纤细的身影 冲我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从张帅背后出现的那道纤细的身影 有着淡烟一般的柳叶眉 细长明媚的眼睛 肌肤是晶莹剔透 身材鲜弱 身上总是笼着一股淡淡的哀怨的气息 正是刘国梁身上的季神灵 看到季神灵出现在张帅身后的那一刻 我的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就扎开了 屋子门窗四周的辟邪妇还在 季神灵是如何到张帅身上的 这季神灵跟刘国梁到底什么关系 是不是他带来的 一瞬间 一连串的问题涌上了我的心头 秦雪顺着我的视线 往张帅身上看了一眼 然后 他默然绷紧了身子 死死抓住了我的胳膊 身子紧紧地贴着我 不可遏制地微微颤抖着 见到我和秦雪紧紧地盯着他 季神灵冲我们微微地勾了勾唇 缓缓地露出一个冰冷而诡异的笑容 我刷的扭头看向刘国梁 刘国梁低着头正在专注地盯着自己的脚 看着什么 似乎压根就没有注意到我们这边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我想多了 这件事跟他无关 他真的是受害者 大师啊 小雪 你们一直看着我做什么 张帅以为我和秦雪在看他 骚了骚一头鸡窝似的乱发 露出了一个自以为帅气的笑容 虽然我知道自己很帅 但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先解决刘叔叔的事 说完之后 他还冲我使了个眼色 他的意思我明白 让我试探一下 看看刘国梁到底是不是害秦雪母女的幕后操控者 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没有丝毫的异常 显然 他压根就不知道 季神灵已经附在了他的身上 而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季神灵就趴在他的后背上 用一双细长而明媚的眼睛 诡异地盯着我们几个人看着 场面是一度十分诡异 大师 跟季神灵四目相对 秦雪吓得滴滴叫落一声 身子几乎要钻进我的怀里一样 依旧陡子厉害 我冲秦雪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声张 季神灵占据人的身体 最开始主要以毁灭被占据身体的人的意识为主 若张帅骤然知道 季神灵到了自己身上 肯定是又惊又怕 神志恍惚 很容易让季神灵钻了空子 为今之计 只是暂时按兵不动 然后再想办法 更何况 这季神灵行踪鬼秘 又刚刚附身到张帅的身上 我一时也不敢贸然动手 生怕伤到张帅 而且 今天的重点 是刘国梁 你说的没错 还是先问刘先生 欲叼的是吧 我装作无意地走到张帅的身边 右手手指和中指 碾了一个三清内火 轻轻地往张帅的身上拍了拍 三清内火 可以续阳火 也可以驱邪灵 现在我只能用这种办法 先吓唬吓唬季神灵 最好能把他给吓跑了 让我意外的是 那个季神灵 竟然轻轻地躲过了 我的三清真火 诡异地冲我和秦雪 笑了笑 然后就轻飘飘地消失不见了 这又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虽然每次只能凝一蹴 三清火苗 但是对邪物 绝对有着不可小觑的杀伤力 至少也会灼伤邪物的 一部分灵力 可是竟然没有伤到 季神灵半分 小雪 你不是叫我来 有事要问吗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一直坐在客厅的刘国梁 忽然就开口了 你快些问 我还有事做 一会儿得回去 这时的刘国梁 笑容满面 态度可亲 丝毫没有了之前的阴森之气 秦雪诡异地看了我一眼 我冲他微微点头 示意他暂时不要提 季神灵的事 先问玉雕的事 刘叔叔 你知道雕刻大师 一般都有什么作品吗 秦雪会议 微微点头 然后扭头问刘国梁 我和张帅 紧紧地盯着刘国梁的反应 试图找出他的破绽 刘刻大师 刘国梁顿了一顿 啊 咱们国家的刘刻大师 一般以玉石为主 进行刘刻创作 萧雪 你大半夜地把刘叔叔交过来 就是为了问这个 他虽然在笑 但是语气明显有些不悦 言下之意是 秦雪因为这件小事 大晚上劳烦他过了一趟 而且他绝口没提 季神灵的事 秦雪尴尬地笑了笑 那倒不是 是我一个同学家里 想买古董 又怕在外面买了上当 所以想让我找您请教一下 眼看着秦雪快要无话可说 我冲张帅使了一个眼色 张帅会议 立刻走上前去 笑眯眯地对着刘国梁说道 刘叔 你还记得小雪老家宅子 那个玉雕吗 当时我觉得好看精致 就问情书从哪里买的 情书说从您这里买的 我就想问问 这玉雕是不是王大师的作品 小雪老家宅子的玉雕 我想想啊 这时间太久了 我竟一时想不起来了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24章 刘国梁是语气敷衍 眼中闪阔 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 趁着张帅扯东扯西 拽住刘国梁的时候 我不动声色地 走到了置放邪物 和白骨小人的隐蔽角落 快速刺破了中指 将中指血抹在了邪物 和白骨小人的眼睛上 然后在两者双眉之间 画了一个万字符号 微微念了几句咒语 这叫隐识 但凡下邪物害人者 都会以邪 或者扶转 先跟邪物建立联系 若是封了邪物双眼 以邪引出 邪物则会凭借着 跟下邪物之人的联系 主动去找下邪物的人 若是下邪物的人拒绝相认 就会造成邪物反噬 隐识的条件要求几口 风险极大 若是稍有不慎 就可能让邪物逃走 或者再次附身到当事人的身上 增加当事人的危险 而且隐识的时候 需要以当事人的血来隐 一旦邪物找不到下邪物的人 也很容易引发邪物 吞噬当事人的惨剧 所以之前我没有经意的尝试 生怕伤害到秦雪 如今刘国梁的身上阴气很重 而且疑点重重 这才用了隐识这一招 用来判断刘国梁 是不是当年下邪物 孕育人类的幕后操控者 秦雪 你过来一下 我将该做的准备做好之后 滴滴叫了一声秦雪 示意他来到我的身边 然后快速刺破秦雪的手 将他手指的血 抹在了邪物和白骨小人双眉之间的 腕子符号上 秦雪是满脸疑惑 却在我的授意下没有出声 乖乖按着我的吩咐 就做好了准备 听清地灵 阴柱阳青 终止血影前摇 邪物献身 我左右两只手 食指和小指并拢 滴滴地念完咒语之后 猛然地一跺脚 客厅内的白纸灯 忽然晃晃 发出了几声微微的响声 然后忽明忽暗地 闪了几声 等白纸灯再次完全亮起来 刘国梁的背后 出现了一个五六岁模样 身穿着红色裙子 留着西锅头 紧闭双眼的小姑娘 血影成功 人磊现身了 人磊双眼紧闭 小脸苍白 低头站在刘国梁的身后 长时间是一动不动 像是睡着了一样 客厅内的气氛忽然凝固了 张帅的声音戛然而止 瞪大了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人磊 看到刘国梁身后 忽然出现的红衣小姑娘 秦雪吓得嘀嘀地惊呼了一声 他忽然反应过来 用手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人磊是抬起头 缓缓扭动脖子朝着秦雪的方向看来 我一把就把秦雪拉进了怀里 用自己的气息遮挡了秦雪的气息 以免人磊发现秦雪 人磊冲秦雪的方向闻了闻 确定没有闻到什么之后 又低下了头 细细地袖着刘国梁的脖子 像是在辨认他一样 刘国梁依旧端坐在沙发上 丝毫没有发现身后多了一个人蕾 而在听到秦雪的惊呼声之后 他扭头看向秦雪 一脸关心 小雪 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刘叔叔 当年我家设风水局的玉雕 是你卖给我爸的吧 看到人磊一直在低头 嗅着刘国梁身上的味道 秦雪刹时间就明白了一切 小脸刹白 眼圈通红 颤抖着声音 问着刘国梁 刘国梁的眼神有些躲闪 是 我刚刚想起来 我爸跟你关系那么好 跟亲兄弟一样 我也一直把你和阿姨 当成家人看待 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妈 为什么害了我妈 还不肯放过我 说到激动的时候 秦雪是声泪俱下 小雪 刘国梁的脸上 闪过了一丝震惊 蹭得一下子站起身 紧张地看了一眼窗外 低声对秦雪说道 小雪 你错了 叔叔并没有害你和你妈 在他蹭得站起身的那一刻 我忽然看到了他的鞋子 他的脚上穿着一双鞋 脚踝处居然还挂着另外的一双鞋 更加诡异的是 他挂在脚踝处的是一双男鞋 而穿在脚上的却是一双女士的拖鞋 刚刚从他家出来的时候 我只顾着注意他的影子 居然忽略了他的双脚 刘国梁是有意 穿了一条非常宽松的裤子 挂在脚踝处的鞋子 刚好被裤子给遮挡住 要不是他刚刚猛然站起身 我压根就不会发现 他的脚踝处还挂着另一双鞋子 那一刻 我如醍醐灌顶一般 漠然惊醒 刘国梁是故意的 他让继神灵隐身 然后将继神灵带进了自己家 带到了秦雪家的别墅 就在张帅和秦雪开门迎接我的一刹那 继神灵很快就脱离刘国梁 迅速附身到张帅的身上 整个过程无缝衔接 若不是我看到刘国梁脚踝处的鞋子 我恐怕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这个继神灵是怎么附身到张帅身上的 毕竟 跟刘国梁这个中年男人相比 张帅更年轻更健康 身上蕴含的力量也更大 寄身在他的身上得到的能量 要远远超过寄身在刘国梁身上得到的能量 还是被你发现了 就在我盯着他脚踝上的鞋子看的时候 对面忽然响起了一道幽冷的声响 我默然抬头一看 就见刘国梁正带着一脸诡异的笑容看着我 你为什么这么讨人闲呢 刘国梁 都到现在了 你还想狡辩吗 看到刘国梁阴森森地看着我的表情 秦雪的脸上挂着泪痕 我们秦家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害我和我妈 我妈都被你害死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刘国梁这才转头看向他 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哎 小雪啊 刘叔叔真的没有害你跟你妈 张帅没好气地打断刘国梁的话 都他妈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狡辩 扭头看看你身后是什么 说到这番话的时候 张帅的身子也微微地颤抖着 今天的一天 他接连见到了一根筋 被抽魂炼破 酷刑折磨时候的惨状 以及人类现身 直接把他之前所坚持的世界观 全都给掀翻了 只是秦雪现在需要人保护 他强撑着跟刘国梁对峙着 刘国梁 缓缓地转过了身子 下一刻他看到了站在他身后的人类 似乎感觉到刘国梁看到自己 人类小嘴一张 发出了稚嫩 却阴瑟瑟的笑声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二十五章 看到人类 刘国梁非但没有震惊紧张 反而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他看向了我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 他看向我的眼神 有震惊 有无奈 但是更多的是厌气 这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害死了自己好朋友的妻子 又打算害了好朋友的女儿 在当场被揭发的时候 不应该是震惊和惭愧吗 原本已经停秀着刘国梁的人类 忽然咯咯咯 音笑了几声 竟然撇开刘国梁 缓缓地朝着秦雪的方向走来 难道刘国梁 真的不是幕后操控者吗 坏了 如果刘国梁 不是幕后操控者 任蕾又被秦雪一血引出 那他会吞噬秦雪 那一刻我陡然紧张起来 但是 看到任蕾走近 秦雪吓了一跳 下意识往我身上凑了凑 紧张地盯着人类的一举一动 身子更是抖得不像样 张帅也被吓着了 但是他却飞快地抢到秦雪跟前 将他挡在了身后 小雪 没事 有我在 虽然说要保护秦雪 但是他的声音抖得厉害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身上那么重的业障阴气 这件事真的跟你无关吗 我强忍着内心的紧张 冷哼了一声 将张帅和秦雪 护在了身后 右手捏着三清真火 暗暗将内力 全部凝在了右手上 那团三清真火 朝着刘国梁的面门 就直扑而去 刘国梁的身子一闪 那团三清真火 一下子就打偏 打在了他的身上 刘国梁的身子 像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猛然推动一样 忽然 一个倒在 噗通一声 跌倒在了地上 那团三清真火 在他的身上 烧了一个黑洞 发出了痴痴的响声 我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只有沾染了太多的阴气 身子偏阴碎 才会被三清真火灼伤 就算刘国梁不是幕后主使 他也绝对逃不了干系 卧槽 大师原来名不虚传 张帅在一边 看得是满脸激动 他紧紧地盯着我和刘国梁 不停地在替我呐喊助威 大师加油啊 狠狠揍他 直到他承认为者 玉雕是他卖给一根筋的 还敢跟他说无关 刘国梁是怪叫一声 直接朝我就扑了过来 我无法炮制 又捏了一簇三清真火 再次朝他的面门就甩了过去 又是一阵扑扑响声响起 刘国梁微微后退几步 躲开了三清真火 阴冷地看着我 他的眼神是冰冷阴森 盯着我的目光是寒森森的 就像是一只野兽 盯着一顿美味一样 你为什么非要多管闲事呢 刘国梁阴森森地开口 完全没有了刚才的 温文尔雅礼貌可亲 降服了人类 又将它封在了玉雕之内 直接收手不好嘛 为什么非得救出幕后的人呢 你说你是不是很讨人嫌 冷冷的一笑 此刻我几乎可以笃定 就算是害秦雪母女的人不是他 也跟他有关了 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 说完之后 刘国梁冷哼一声 身子一闪 再次朝我扑了过来 这一次 他攻势异常的凶女 我一边用三清真火跟他周旋 一边大声冲着秦雪喊着 秦雪 拿起刚才那把沾了你的血的匕首 等人类走到你跟前时 狠狠刺向人类 让我 我刺人类 秦雪死死地盯着 不断朝他走近的人类 吓得浑身直哆嗦 光看着人类阴森的目光 就够让他魂不附体的 他哪还有勇气去刺他呀 小雪 你要是害怕的话 我替你刺 张帅的声音依旧颤抖 却依旧忘不了逞英雄 不行 小雪是受害者 必须踏刺 我声色俱利 秦雪吓得浑身一哆嗦 终于捡起那把沾着的血的匕首 颤抖着点了点头 张帅紧紧地护在他的身边 生怕人类忽然发难 人类小嘴里发出了音哮声 距离秦雪和张帅是越来越近 秦雪紧紧盯着人类 全身哆嗦得厉害 一步 两步 人类终于走到秦雪的跟前 我一脚踹向刘国梁 大声地冲秦雪喊着 刺他 在我声音响起的那一刻 全身紧绷的秦雪 几乎是下意识地举起了匕首 狠狠地朝着接近他的人类 就刺了过去 匕首是不偏不倚 狠狠地就刺入人类的心脏 人类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惨叫声 身子一晃 力爪瞬间暴涨 再次朝着秦雪扑了过去 就在人类朝秦雪扑去的时候 我早就捏在手中的困符 快速地刺出 几道金光闪阔 瞬间凝聚在一起 铺天盖地而下 将人类死死地困在中间 你 你 这一幕 把刘国梁看得是目瞪口呆 满脸震惊 我看了看门口 冷冷地笑了笑 怎么 他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打算出来吗 张帅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门口 疑惑地问道 啊 大师 你在跟谁说话 他话音刚落 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 跌跌撞撞地 走进了客厅 看到跌跌撞撞走进客厅的女人 所有人脸色大变 而我眼前则漠然一亮 走进来的女人 穿着一条水蓝色的旗袍 妖娆的身材 在旗袍的衬托之下 显得身姿婀娜 凹凸有之 走路时 若隐若现的小腿 更是散发着万种风情 只是 现在女人脸色苍白 嘴角禽着血 头发凌乱 神态是狼狈不堪 少了几分风情 我低估你了 旗袍女人嘴角禽着血 冷冷地看着我 没想到 你居然会用隐世 这么冒险的办法 逼我些身 不管什么办法 能把你逼出来 就是好办法 何阿姨 怎么会是你 看到近来的漂亮女人 听到我们的对话 秦雪 默然张大了小嘴 直勾勾地盯着她 小脸上 全是意外和震惊 啊 何阿姨 张帅也是难以置信 他使劲地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你 你是幕后操控着 这 这怎么可能 近来的女人 是刘国良的老婆 何静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一群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26章 在秦雪和张帅的印象中 何静虽然长得性感风情 但是性格却是温柔贤淑 善良可亲 无论对谁都永远是一副笑脸 但秦雪就跟自己亲生女儿一样 跟秦雪爸妈的关系也是十分的要好 害秦雪母女的幕后操控者 怎么可能是她呢 这怎么可能呢 静静 倒在地上的刘国良 挣扎着从地上站起身 快步走进何静 护在她的面前 不是说好了吗 你怎么来了 听刘国良的意思 她已经知道幕后操控者是何静了 而且还打算帮她隐瞒 在何静走下来之后 被困住的人蕾忽然激动起来 她小脸惨白 眼睛通红 不停地冲撞着困住她的金光 嘴里发出咯咯的声响 像是要将牙齿咬碎一样 模样恐惧 刘国良的话 以其人蕾的反应 让秦雪的小脸刷的一下子 变得惨白无比 她可以确定 幕后的操控者 就是她一直爱戴的阿姨何静 何阿姨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妈妈 还要害我 秦雪推开挡在她面前的张帅 一步步地走到何静的面前 红着眼圈 死死地盯着何静的脸 颤抖着声音质问着 我爸爸刘叔叔当朋友 我妈拿你当姐妹 我也拿你当最尽重的阿姨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一家人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说呀 秦雪想不明白 两家明明亲如一家 何静明明带她超过亲生 为什么会暗中害她母女呢 她需要一个解释 此刻她面色惨白 浑身颤抖 两只小手紧紧地攥成拳头 悲怅而愤怒地看着何静 我一直担心 她会随时晕厥过去 张帅小心翼翼地护着她 生怕她晕倒在地 何静 掀了掀唇 笑容惨淡 因为嫉妒 嫉妒 秦雪是不明所以 同样都是女人 我比她高挑 比她性感 比她漂亮懂事 为什么她什么都拥有 而我偏偏什么都没有 何静将一缕散落的头发 噎到了耳后 惨淡地笑着 就连我唯一可以依仗的老公 心里日日夜想的 都是她 我和张帅则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女人的嫉妒真是可怕 秦雪气得是全身颤抖 眼神悲愤 就因为你的猜忌 你就要了我妈的命 你好毒的心 猜忌 何静冷笑着 刘国梁就是还爱着你妈 她每次去你家 都是为了见你妈 我是她的枕边人 日夜也跟她在一起 她爱不爱你妈 有谁比我更有资格评价 那你为什么不杀刘国梁 为什么要杀我妈 因为 因为我爱她 我不能没有她 我十分的无语 因为觉得自己老公喜欢别的女人 就把别的女人给杀了 自己 这个可能时时刻刻心思 都飘在外面的老公 反而舍不得下手 这是什么狗屁爱情和逻辑 刘国梁的神色痛苦 静静 我跟你说了无数遍了 我跟她已经过去了 我心里只有你 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骗人 刚刚才恢复平静的何静 忽然再次激动起来 她歇斯底里地喊着 你要是心里没她 为什么事事处处为她着想 为什么梦里叫的都是她的名字 为什么在她出事后 更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给她 为什么在她死了这么久 还对她念念不忘 刘国梁是面色苍白 静静 你误会了 只是她的解释 在何静的面前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 我没误会 你就是爱她 是你爱死她的 何静情绪激动 歇斯底里地喊着 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想要她的命 她也就不会死了 到现在为止 她依旧认定是刘国梁的过错 而她不过是被逼无奈而已 刘国梁满脸痛苦 用力紧紧抱着情绪高亢的何静 生怕她一激动 再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 你真是个疯子 疯子 因为极度 所以何静才害死了秦雪的妈妈 而且还要害她 情绪大起大落 秦雪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身子晃了晃 差点没摔倒 我眼疾手快 一把抱住了她 事已至此 咱们得想解决的办法 你一定要冷静 想要破除秦雪身上的子母咒 必须让何静亲自烧掉她的生辰八字 只要是烧掉何静的生辰八字 人类也会跟着魂飞魄散 秦雪肚子里那一抹惊魄 自然也跟着消失 只是若烧毁下邪物者的生辰八字 何静的孩子会最先遭到反噬 其次就是她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很难 对不起 看到脸色惨白 摇摇欲坠的秦雪 何静一双原本疯狂的眼睛里 忽然涌现出了悲悯之色 深深地低头向她道歉 何阿姨 我在最后叫您声阿姨 秦雪倔强地擦去脸上的眼泪 抬头看着何静 指了指一旁的人类 冷冰冰地说道 若是你真的觉得对不起 就帮我除掉那东西 让我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 怎么 做不到 不是 什么不是 你就是自私 就是不敢承担自己的过错 那你的道歉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何静表情迟疑 秦雪是反唇相机 张帅在一旁附和 何阿姨 您是看着小雪长大的 她就跟您的青生女儿差不多 您真的就打算眼睁睁地看着她这么年纪轻轻地就去送死 小雪最近两个月担惊受怕备受折磨 您看着不心疼 张帅试图用情感感化何静 何静的脸上渐渐地出现了自责和内疚 你说得对 小雪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怎么会不心疼她 那就帮帮小雪好吗 张帅眼中绽放出西迹 强忍着激动继续游说合静 就算错 做的也是刘叔叔和张阿姨 并不是小雪和您 您饶过小雪这一次好不好 对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27章 张帅是柔声细语 动植以情 希望打动何静 何静也跟着点头 小雪没错 我不能害他 我 我这就帮小雪解脱 耶 张帅兴奋地一排巴掌 何阿姨 我去给您找来纸笔 您写下自己的深陈八字 然后烧掉 好不好 解决办法 我跟秦雪说过 秦雪应该告诉了张帅 所以张帅打算用这种办法 让何静救秦雪 不行 就在张帅取出纸笔的时候 刘国梁忽然扑了上来 一把撕掉张帅递给何静的纸 静静 你要是救了小雪 你就会被人类反噬的 你不能死 我 我不能没有你 何静猛然清醒过来 老公 我不死 只要我不写下我的深陈八字 他们就拿我无可奈何 你放心 我不会死的 他刚刚还一脸内疚 要救秦雪 刘国梁一句不能没有他 他就不肯救了 这就是人性 哼 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个人 秦雪冷笑一声 眼中满是讥讽 这种结果 他早就已经猜到了 因为极度就能害了他的妈妈 如此自私狠毒的何静 又怎么会救他呢 而张帅则懊恼地跺了跺脚 扭头求助地看向我 他气急败坏 大师 你快救救小雪吧 我真他妈看不下去了 他 何静扭头看向我 满脸讥讽和不屑 他一心隐事 逼得我不得不现身承认 我现在已经认了 这事是我做的 人类我也会滴血相认 他还能拿我怎么样 我微微地一笑 你错了 我还真能把你怎么样 何静是撇了撇嘴 这件事啊 我已经承认是我做的 人类我也会滴血相认 你的隐事之法我已经破了 只要我不写下自己的生辰八字 毁了人类 你还有什么招数 他言语无赖 笃定我是拿头 无可奈何 成谷算命 推断你的生辰八字 小伙子 你这话唬唬别人还行 你唬不到我的 我知道成谷可以算命 但曾未听过 利用成谷推断生辰八字的 再说了 与其帮我算命 还不如帮秦雪算算命 看他还能活多久 秦雪的脸色骤然一变 眼神是悲愤绝望 他本以为对何静的真实面目 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 但是没想到何静的歹毒 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你 他之前有多么的敬重何静 现在就有多么的仇恨何静 我拍了拍他 已是安慰 转头淡淡地冲何静笑了笑 谁说要帮你算命的 你竟然知道 可以利用生辰八字 称谷算命 难道不知道 可以利用谷重 反过来推断生辰八字吗 何静愣住 一脸的意外 刘国梁的脸上 则是闪过了一丝的不安 好啊 你倒是推算一下我看看 何静很快回过神来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的本事 我冲他笑了笑 转头看向了秦雪和张帅 你们跟何阿姨关系这么熟 应该大概知道她的年龄吧 秦雪眼睛一亮 他跟我妈同岁 今年四十八岁了 叔叔 张帅打开手机 噼里啪啦地搜索了一番 抬头对我说着 何静 1972年11月15日生 叔叔和海事人 大师 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再帮你查查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的 何静是面色大变 声音带着凄厉和震惊 张帅晃了晃手机 不慌不忙 小意思 我刚刚黑进了 何海事人口信息数据库 随便一查就查出你的生日了 何静是目瞪口呆 脸色巨变 秦雪苍白的小脸 终于闪过了一丝 报复的快感 我则笑了笑 现在何静的年月日都有了 就查一个具体出生的时辰 你的年月日股重 一共是二两四千 我没有理会何静 而是快速推断 他的具体出生时辰 头肩五角 印堂有玄文针 山根有折痕 说明你六七兄弟不得力 祖夜无靠 心神不定 一成喜怒 忠献未得如意 仔细不得力 应该是三两七千的命运 减去年月日的股重 就是一两三千 对照的应该是丑时生 你是仁子年冬月 十五丑时生 我推算的对吧 何静是面色巨变 他没有想到 我居然会用这种方法 倒推出他的生辰八字 看到他的表情 我就知道 我算对了 你 你到底是谁 何静是紧紧地盯着我 一反刚才的不屑讥讽 变得一脸紧张 我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 问我是谁呢 张帅 给我纸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朝张帅伸出手 要过了纸 然后咬破中纸 快速在纸上 写下我和何静的生辰八字 画了一个生死血符 然后右手撵着三清真火 快速地斥了血符 一阵嗤嗤声响起 原本笼罩在人类四周 困住他的无数金光 一点一点地收拢 消失 直到将人类完全放开 何静大惊 你又干什么 你我签了生死血符 生死相牵 现在开放人类 人类会来认主 但因为有了血符 你我生死相关 会给他造成混乱 若人类认我为主 你则会被反噬 死无葬身之地 若人类认你为主 我则会被人类吞噬而亡 咱们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全看各自的本事和天意 如何 下邪恶者 跟邪恶息息相关 若邪恶认错了下邪恶者 那下邪恶者将会被反噬 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 我拿我自己的命 跟何静赌一把 被放开束缚的人类 发出阴瑟瑟的叫声 双眼星红 徐徐朝我和何静的方向 走了过来 你简直是个疯子 何静是面色惨白 他低声地咒骂了一句 身子微微地颤抖 他和任蕾息息相关 刚才任蕾被刺中心脏 身体虚弱 何静的身体自然也是虚弱无比 若是跟我较量 他压根就没有获胜的信心 我不算疯 至少胜负几率一半对一半 既然你不肯救秦雪 我只能用这种办法来救他了 疯了 真是疯了 何静是嘀嘀地说着 神色犹疑 而人蕾则是一步一步 缓缓地逼近了我和何静 他嘴里发出音测测的叫声 闭着眼睛 在我和何静的身上来回打转 小鼻子是不停地嗅着 似乎在推测哪个才是他的真正主人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二十八章 刘国良在一旁紧张地盯着人类的反应 而秦雪则是紧张地将手指放进小嘴里 死死地咬着 生怕我发生任何的不测 喂 到这个哥哥这里来 见我跟何静对峙 张帅跑到冰箱里拿了一大堆好吃的 站在我身后 不停地朝着任磊挥舞着 哎 乖 这里有好吃的 快过来 真乖 往这里走 我是哭笑不得 他当任磊是五六岁的孩子呀 居然用好吃的诱惑 但是下一秒 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 那任磊从何静的方向秀了秀 又冲着我的方向秀了秀 居然一步步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 宝贝真乖 快快快 一看任磊朝我的方向走过来 张帅兴奋的是满脸通红 手中的东西挥舞得更加卖力 一步 两步 任磊距离我是越来越近 就在任磊快要走近我的时候 原本紧紧盯着他的刘国梁 忽然朝着任磊扑了过来 快速用手抹掉他双眉之间的万字符 嘴里面大声地吼着 妈的 我给你拼了 在刘国梁将任磊双眉之间的万字符号 抹掉的一瞬间 任磊的双眼默然睁开 一双眼睛兴红无比 眼神阴质伶俐 直接朝着刘国梁就扑了过去 狠狠的一嘴就咬在了他的脖子上 与此同时 刘国梁从身上掏出了一把小小的银质匕首 照着任磊的双眉正中 狠狠的就刺了过去 事发突然 我和何静竟然一时忘记了反应 不要 很快 何静率先反应过来 大叫一声 朝着任磊和刘国梁就冲了过去 在任磊咬到刘国梁脖子的那一瞬间 他手指冲的血木然的一弹 直接就弹到站在一旁的秦雪身上 任磊猛然间松开刘国梁的脖子 然后阴侧侧的叫了一声 竖的朝着秦雪的方向就扑了过去 不好 何静居然利用自己的血引人磊杀秦雪 用来救刘国梁 我心中一惊 右手飞快地捏了三青针火 朝着任磊就迎了过去 只听一声巨响 我身子一晃直接瘫倒在地上 静静 不要啊 混乱中 我听到刘国梁撕心裂肺地吼了一声 我愣了愣使劲晃了晃被震得晕沉沉的脑袋 吃力地朝着何静的方向就看了过去 我首先看到的 是何静那具旗袍紧裹 凹凸有质的身体 以及那双修长云衬的大长腿 只是之前风情万种的何静 此刻是双目紧闭 脸色惨白 眼睛 鼻子 嘴角 还有耳朵里 都渗出了丝丝的黑血 像虫子一样蜿蜒流出 看上去是十分的可怖 这是遭到反噬之后 魂魄逆反 冲撞所致 显然 何静是没救了 再往上看 就是刘国良哭得 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脸 他紧紧将何静的身体抱在怀里 发出了一种 类似于野兽低鸣的哭叶声 完全没有了出见他那种 温文尔雅的模样 吃力扭头看了看四周 人类也消失不见了 看来 刚刚刘国良以为何静输定了 所以先发制人想要灭掉人类 何静为了救他 不得已跟人类发生了冲突 犯了下邪物者的大忌 遭到人类反噬 之后 人类也跟着灰飞烟灭了 误打误撞 却遵循了因果循环 这就是报应 善恶有报 却总有人不相信 大师 你没事吧 就在我暗暗感慨的时候 秦雪急匆匆地走到了我的身边 一双大眼睛在我身上来回扫了一遍 看我的眼神里带着心疼 我没事 看着他关切的眼眸 我摇了摇头 扫了一眼 他依旧鼓着的肚子 深吸了一口气 缓了缓 依旧头晕目眩的感觉 现在人类虽然处掉 但你体内阴气还在 但我稍微缓一缓 帮你画几张曲胁符 你经常佩戴在身上 慢慢阴气就消除了 秦雪的眼眶红了 大师 谢谢你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哽咽 心中感动 无以复加 这个世上 除了父母 就我一命相搏救过他 这种恩情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报 你没事就好 我装作轻松的模样 调侃着 你可是我在河海市街的 第一个顾客 砸了我的招牌可不好 秦雪想笑 但是刚刚勾唇要笑 眼泪却霹雳啪啦地 掉了下来 你 你别哭啊 从未见过女孩子眼泪的我 一见秦雪哭了 瞬间就慌了神了 想伸手替他擦掉眼泪 又觉得不大合适 只能干巴巴地说着 你别哭 你别哭这句话 秦雪反倒哭得更厉害了 他直接俯身我的怀里 尽情地哭着 发泄着 我只好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 以示安慰 就连平时一直喜欢吃醋的张帅 这次竟然也静静地站在一边 红着眼睛 看着我怀里的秦雪 时不时地别过脸去 偷偷地擦一下眼睛 等秦雪的哭声渐渐地小下去之后 张帅走到了我的身边 本能习惯性地抬手打我肩膀一拳 但是随即反应过来 整了整脸色 一脸严肃地站在我的面前 深深地鞠了一躬 大师啊 以后也用得着我张帅的地方 您言喻一声 不汤蹈火在所不辞 他这么严肃 我反倒不习惯了 只能摆了摆手 说以后再说吧 张帅身上的寄身灵 还是个大麻烦 但是我现在身体虚弱得很 得好好地休养一番 才能动他 静静 你怎么这么傻 刘国良 依旧在滴滴地乌液着 十分地悲壮 他哭得凄惨 却让人生不出半点的同情 若不是 他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定 也不至于酿成今天的惨祸 秦雪听得是秀眉紧皱 然后蹭得一下子站起身 几步走到依旧哭个不停的刘国良的面前 颤抖着声音开口 刘国良 你要是哭的话就带着他回家哭吧 别弄砸了我家的地板 他的声音颤抖 带着几分恨意 他妈因为刘国良两口子 平白无辜送了命 临死前还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他对刘国良两口子恨到了极点 一刻都不想看到他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二十九章 刘国良是鼻涕一把 泪一把 小雪 是叔叔 对不起你妈妈 也对不起你 何阿姨 都是叔叔的错 你闭嘴 秦雪双手紧握 脸色苍白 一双漂亮的眼睛里 闪出了厌恶和笔 叔叔 你可别算了叔叔这两个字 小雪 滚 好 我走 刘国良凄惨地一笑 俯身抱起身体已经冰凉的合径 亮亮呛呛 朝着大门外走去 紧紧片刻的时间 他像是忽然老了十几岁一样 等刘国良抱着何静离开之后 秦雪的眼圈又红了 肩膀微微地抽动 哭声低沉而压抑 他原本生活得无忧无虑 却骤然承受这么多 没有忽然崩溃倒下 已经算是十分坚强了 张帅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他 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客厅内沉默了良久 觉得气氛太过沉闷 我率先打破了沉默 那个我饿了 可以帮我买点东西吃吗 好 我去买 下一秒 秦雪和张帅齐齐答应 尤其是张帅立刻抢着说道 大师 小雪 你们在家里等着就行 我这就去买菜 然后好好给你们晾一手 不等秦雪说话 他急匆匆地就奔了出去 我看到瞬间空荡荡的门口 又看了看秦雪 秦雪无奈地看了看我 扑斥一声 秦雪含泪笑了 犹如大雪初季 一扫刚才的阴霾压抑 我也漠然地松了一口气 等去除秦雪肚子里的阴气 他被诅咒这件事 就算是圆满解决 出道河海市 也不算给爷爷丢人 很快 张帅就买了一大堆菜回来 秦雪本想过去帮忙 张帅直接将秦雪赶出了厨房 自己一个人热火朝天地 在厨房里忙活着 而我则盘腿坐在地上 努力地摒弃调息 这一次 用血服牵制合径 刚刚又用了全力救秦雪 内力消耗太多 气血翻涌 全身酸软无力 必须要赶紧调整好状态才行 一个多小时之后 张帅做好了饭 四菜一汤 有荤有素 搭配得十分有营养 我调息了之后 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 端起饭碗 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 倒是秦雪和张帅只吃了一点 算是陪我吃过了 吃过饭之后 我要了秦雪几滴中止血 然后用她的额前发 扎了个伏笔 宁气静神 画了几张驱邪符 又让秦雪将额前发烧掉 将驱邪符给了她 让她随时将驱邪符 戴在身上 每十天换一张 大概一个月 肚子就会慢慢地下去 大师 谢谢你 秦雪拿过了符纸 眼圈又红了 走到我的身边 轻轻地抱了抱我 温香 转育 香气满怀 张帅也伸出手臂想抱我 被我拒绝了 大师 多亏你救了我 这是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五十万 密码是六个零 算是我对你的一点谢意 在我拒绝张帅的拥抱之后 秦雪红着眼圈 递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满脸真挚 我心狂跳了起来 一次性给五十万 我现在兜里只有五十块不到 你已经付过费了 不用再付费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摇头拒绝了秦雪的银行卡 秦雪和张帅面面相觑 各自脸上都是震惊 尤其是秦雪 我刚刚救了他一命 还揭开了他妈妈去世的真相 居然只收了六块六毛六 实习取义 这是我们李家的规矩 一喜你已经抽过 就不用再丑付付费了 秦雪硬要把银行卡塞给我 却被我给拒绝了 我看了看他的命功 发现他的命功已经灰白消失 气色渐渐地转向了明黄润泽 还带着丝丝的粉气 象征着他最近有一笔意外的东西要入手 我就淡淡地说道 若是真想谢我 就把你最近收到的第一件礼物 送给我做谢礼就行 好 秦雪是一口答应 他正愁不值得如何谢我 见我提出要求 自然是满口硬撑 你先别急着答应 等见了东西 你再做决定送还是不送 不管什么 我都愿意送给大师做谢礼 不着急 等以后再说 我微笑着 对秦雪说着 见我给秦雪看相 张帅也凑到我的跟前 笑嘻嘻地看着我 大师 你也给我看看 最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 你前几天不是说我有血光之灾吗 快看看 什么时候有血光之灾 我抬起头 朝着张帅的头上看去 扫了张帅的脸一眼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 张帅鼻梁上的赤巾 居然彻底消失不见 但是让我意外的是 张帅眼圈缠绕了一圈黑 尖门忽然多了几条原本没有的纹路 黑色代表肾 竹水 尖门代表夫妻工 尖门忽然多了几道纹路 表明最近会跟女人纠缠 会跟女人纠缠 眼圈又发黑 说明某方面要节欲 否则需要补肾 不然身体容易出现亏虚 我忽然想到 张帅身上那只长相古典的寄身灵 张帅面相上的变化 似乎都是在他出现之后才有的 难不成张帅面相上的变化 跟他有关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 大师 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张帅被我盯毛了 忍不住伸手在我面前晃了晃 干巴巴地笑着 大师 你看我的眼神怎么怪怪的 是不是我要出什么事了 你有话直说 不用担心我承受不住 他絮絮叨叨地催促着我 若是换做以前 就算我告诉他会出事 他也肯定是一笑置之 但是刚刚发生的一切 彻底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他对我除了崇拜之外 还有深信不疑 你要走桃花印了 不过你需要注意一下 否则很容易出事 对施主 话不易多说 点到极止 在继身灵附身到张帅之前 张帅鼻梁上的赤金 颜色忽然变淡 在继身灵附身之后 张帅鼻梁上的赤金颜色 忽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张帅要走桃花印了 这说明 这说明 继身灵在帮着张帅挡灾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张帅就麻烦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三十章 对于继身灵来说 继身的肉身越强壮 继身灵的灵力增长就会越快 脱离继身的时间也就会越短 如果继身灵灵力增长越快 被继身的人消失的就会越快 两者生存相悖 不能同时共存 更何况张帅还有烂桃花孽缘 真的 我要走桃花孕了 张帅的眼镜猛然一亮 不由自主地眉飞色舞起来 又忽然想到秦雪还在一旁 立刻干巴巴地笑了 大师 走桃花孕需要注意什么 别被女朋友发现吗 张帅讲了一个自以为很好笑的冷笑话 我等他讲完之后才郑重其事地盯住 第一 最近不准接见任何女人 梦里也不行 第二 无论谁在背后叫她的名字 都不能轻易答应 听我说完 她一张脸皱成了苦瓜了 大师啊 我可以控制我的人 但我控制不了我的梦啊 还有 每天午时 必须点着蜡烛站在窗子前 对着镜子叫三生自己的名字 才能入睡 一直坚持到我找你 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止 张帅默然瞪到了眼睛 眼里闪过了惊恐 这 这不是跟刘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但是我知道他已经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能做到吗 能 能吧 把疤子去掉 能 张帅是拍着胸脯 向我再三的保证 我保证做到大师要求的两点 并且在睡觉之前 点着蜡烛对着镜子 叫三遍自己的名字再睡 如果张帅能够做到这些 暂时应该没什么问题 交代完这些之后 我辞别了秦雪和张帅 收拾好东西 动身打算回到自己店里 因为秦雪的事 我前前后后跑了也有几天了 精神消耗巨大 只需要静下来 好好地歇息了 大师 以后我可以去店里找你吗 临走的时候 秦雪忽然红着小脸 问着我 黑亮的大眼睛 充满了期待和羞涩 可以 随时欢迎 回到了何海市 除了沈无双之外 我也不认识什么朋友 多交几个朋友 未尝不是坏事 秦雪的小脸就更红了 那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我下意识地看了张帅一眼 张帅的眼里 全都是羡慕和嫉妒 张帅 能不能麻烦你去送我一下 我故意岔开话题 没有接秦雪的话茬 行 张帅愣了愣 兴奋地答应着 秦雪小脸上 则全是淡淡的失落 却没有说什么 只跟着我 一起收拾着东西 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 等将我送到张帅的 破奥拓跟前的时候 秦雪掏出了手机 忽闪着漂亮的大眼睛 看着我 万一有什么事 我也好随时找大师咨询 六块六毛六的生意 还得售后 我都有些哭笑不得了 我没有智能手机 只有一款诺机啊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着 秦雪眨巴眨巴眼睛 很快从善如流 大师 那你给我一下 你的电话号码 我存上 157138 1462 我只得把电话号码 给了秦雪 拿到电话号码之后 打了一下 听到我的手机 再想了之后 秦雪才满意地收了手机 挥挥手 冲我告别 我忽然发现 秦雪其实挺古灵精怪的 只是之前 她整日处于惊恐之中 精神时刻紧崩 看起来板正麻木而已 小雪好像挺喜欢你的 大师 出了秦雪家小区之后 张帅将他的破奥拓 开得是飞快 破奥拓 发出了一阵阵的怪叫 让人是心惊肉跳 我摇了摇头 没有吧 我认识他这么久 他都不让我抱他 但他动不动就让你抱 这不是喜欢你是什么 你想多了 闯荡江湖几年了 我的侍主 往往都是处于 生死困难的境地 很容易对帮他们脱困的人 产生心理上的依赖 秦雪大概也是这种情况 因为我帮他脱困 所以他暂时对我产生了依赖 为了防止张帅 再问我和秦雪之间的事 我赶紧就岔开了话题 前几日你托你朋友 查的那个少傅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少傅在最初请我过来帮助秦雪 中间又留下两张 似乎可以预示着事情发展的自拍 然后就彻底消失了 从一根筋回来一直到现在 他都从未出现过 我隐隐约约觉得事情绝不会就这么简单 少傅应该也只是暂时消失而已 我托朋友查过那个少傅了 张帅果然就被转移了注意力了 可我在局里的朋友说 和海市没有任何跟少傅有关的信息 他就像是忽然冒出来的一样 之前压根不存在 不过他说过几天去总系统里查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我皱着眉头 心中的不安更深 这个少傅居然这么神秘 之前没有他的任何相关消息 他就这么突然冒了住了 见我没说话 张帅也不说话了 车子飞驰 很快就到了我的店里 把我送到店里之后 张帅说要去别墅陪陪秦雪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离开之前我再三叮嘱他 一定要记得让秦雪佩戴 我给他的驱邪服 早日消除肚子里的阴气 送走张帅之后 天已经黑了 我只觉得全身疲惫无力 也顾不上吃饭 倒头就在店里的小行军床上 躺了下来 很快就呼呼入睡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门外忽然响起重重的敲门声 刚开始我不想回应 但是敲门的人像是跟我卯上劲一样 我不开门 他就一直咚咚咚地敲着 谁啊 我被吵得忍无可忍了 蹭得一下子就翻下了床 一边开门 一边不耐烦地问着 那大半夜的 还让不然睡觉了 我一把拉开店门 门口 我一直寻找的少傅 正笑盈盈地看着 少傅站在门口 依旧是一身大红色的旗袍 细细的腰肢 大红的嘴唇 妩媚的眼睛 满脸的成熟风情 让人是过目难忘 我大吃一惊 仅剩的一点瞌睡 也瞬间烟消云散了 今天张帅送我回店的时候 我刚问过他 追查少傅的情况 他告诉我 少傅行踪神秘 何海市 都没有查到他的任何信息 他之前压根就不存在 可是少傅今晚 却主动找上门来来找我了 看着我呆呆看着他的模样 少傅敲笑了一声 那笑的是花枝乱颤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31章 你到底是谁 我板着脸 你想做什么 少傅还是笑得花枝乱颤 怎么 不让我进去坐坐吗 这大晚上的 我一个人在外面害怕 他冲我抛了一个眉眼 说话的声音突然交调起来 看我时是满眼满脸的风情 还伸出小手 戏弄性地推了推我的胸口 想让我给他让开道 让他进店里面 从高中 跟着爷爷闯荡江湖 我的生活 全都是跟风水 鬼祟有关 十分的枯燥 见到的女人 那更是少之又少 更何况 是像少傅这种极品少傅 他用小手轻轻推着我的瞬间 我的身子半边立刻就酥了 下意识地往旁边让了让 打算让少傅先进店里 然后我再追问一下情况 少傅冲我妩媚的一笑 扭着腰支 就朝着店里走去 他笑得很是妩媚 很是勾魂 他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 醉人的香气 可是 就在他从我身边走过的一瞬间 我忽然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少傅是脚步虚幅 双眼发虚 眼睛有黑 面色白皙中 透着黑灰色 身子更是轻飘飘的 像是一阵风 就能吹起来似的 这是典型的梦中人特有的面相啊 我走 我被人造阴梦了 造阴梦 是风水师用于控制他人的手段 在得知被控制人最强烈的意念的时候 利用被控制人的所想或者所念 给他们创造出想要的梦境 然后利用梦中人或是梦中的事来控制对方 这种手段失传已久了 甚至很多风水师都不知道 不过在《太阴风水密录》里有记载 还详细记载着梦中人的面相特征 所以在少傅从我身边经过 我看清楚他的面相的时候 瞬间就有了察觉 知道被人给设计了 从阴梦中清醒过来的最好办法 就是赶抖着梦中人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阴梦之所以是阴梦 就是造梦的人 是利用几分邪碎之气造成的 是邪碎就怕凶上 你越凶 你身上的阳气和气场就越重 梦中的人就会越怕你 这个梦就难以持续下去 站住 明白自己被设计后 我冷冷地喝止了要进屋的少傅 少傅的脚顿了顿 扭头 疑惑地看着我 滚 少傅脸上的笑容木然收敛 一双满是风情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确定要我滚 滚 我又冷声骂道 丝毫没留情面 少傅侧了侧身 一点一点地靠近我 小手是似有似无地放在我的肩膀上 声音娇柔 真的要我滚啊 滚 我捏了三清诀 再次立声冲他爆喝一声 一瞬间 我的阳气暴涨 少傅脸色木然一沉 身子渐渐扁须 一点一点在我面前就消失不见了 在少傅消失的一瞬间 我猛然地清醒过来 翻身从床上坐起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看了看窗外 天还没有亮 店门也紧紧地闭着 唯一一盏白尺灯 发出了清冷的光芒 将整个店都笼罩在清冷灰白的光芒中 有一点不真实的感觉 而我依旧躺在行军床上 并没有离开 也没有去开门 只是清醒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浑身大汗 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 真是险呐 幸好爷爷从小管得严 耳提面命 让我将密录里的东西倒背如流 我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警觉自己被算起了 我刚刚帮秦雪驱了人蕾 身体正是虚弱的时候 若是被少傅缠住 那很容易吃亏 被刚刚的梦境一搅和 也睡不着了 干脆爬起来 打算运功调戏 风水师分三等 三等为蓝菊 也就是看风水 二等会里气 一等会震阴阳 里气又分为提升内气和内力 一共有五个等级 震阴阳需要画浮转和内气内力辅助 若内气和内力不足 画出来的浮转灵力低不说 震阴阳的力道也会大大的降低 而我的内力和内气冲到二级的时候 却始终就没有突破 跟着爷爷闯荡了几年 在我长长里气没有突破而烦恼的时候 爷爷却说一切自有定数 还说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让我慢慢来 不用着急 话虽这么说 可是爷爷已经不在了 我又是一个人独自在这河海市 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了 特别是 这次帮秦雪除掉人类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内力和内气不足 所用法器灵力不够 每次都是侃侃而过 之后就会感觉精力受限 身体是疲惫不堪 就像跑了一次马拉松一样 虚弱无力 压根儿不能再承受第二波的攻击了 所以 我必须在内力和内气上有所突破 起身之后 我盘腿坐在床上 运气调息 试图突破第二级的障碍 调息了半个小时之后 我能够感觉到一股热意 缓缓从丹田升起 然后慢慢朝着四肢百骸蔓延 我头顶则缓缓地升起了一阵淡淡的白气 渐渐将我笼罩其中 一股内力从弱到强 在我体内冲撞着 许久之后 那股热意瞬间消失 我颓然倒在了床上 调息了许久 我的内力和内气始终难以突破第二级障碍 我有些挫败 既然爷爷说 我是天生吃这碗饭的料 为什么我在内力和内气上这么难以突破呢 到底是哪儿出了差错了 我努力在脑海中回想着 密录上关于里气的记录 却是越想越烦躁 后来干脆就直接站起身 打算下床走走 等天亮再说 就在我下床的时候 我的目光忽然被枕边的一张纸条给吸引了 拿起纸条打扫了一眼 我的后背立刻就绷紧了 纸条上用娟秀的小字写着 下次再见 这是少傅留下的 他真的来过 想到我刚刚做的阴梦 再看看我手上的纸条 我的冷汗刷的一下子 就从背后滑了下来 全身木染紧绷 这个少傅到底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他每次都能神出鬼没 而我却总是慢一步呢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奖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三十二章 刚刚的阴梦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明明是在我梦里出现的 又怎么会给我留纸条呢 最重要的是 少傅到底是做什么呢 他似乎是在引导着我往前走 但是却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 这更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我手里捏着少傅的纸条 心中涌起了无数的疑问 天很快就亮了 我的心思已经渐渐从探究少傅的身份 转到了吃饭的问题上 我把兜里的钱全都掏出来数了数 总共五十八块九毛 要是一整天都吃馒头的话 大概可以支撑一个星期左右 当务之急 还是赚钱吃饭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认真地开张了 只是 我这店 虽然地处客流比较多的位置 但是来来往往的人 一看我这么年轻 都是看一眼就走 连进门的都很少 而我李家 又一向奉数度有缘人 我又面子薄 自然不会出去拉客来照顾生意 就这样 整整五天 我是一个活都没有拉到 但是兜里的钱是越来越少 勉强再支撑两天就顶天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有些发愁了 发愁的时候 我就拿出沈无双 给我留下的那张照片看着 看来看去 除了看出照片上的女孩子 出身富贵顶时之家 天生俘虏霜全命 而且极为忘夫之外 并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来 我忽然想到 要不要联系一下张帅 让他帮我查查 这个照片上的女孩子是谁 他为什么会丢失不见 张帅貌似在电脑方面很在行 说不定能帮上我大忙 谁了 我还没联系张帅 张帅忽然在一天傍晚 就急匆匆地跑来找我了 他是脸色蜡黄 双眼湿神 眼睛四周是黑眼圈很重 一头原本就乱蓬蓬的头发 更是乱得没有一点张法 而且短短几天不见 他足足瘦了一整圈 大 大师 他推开我的店门 气喘吁吁的开口了 叔 舒适了 我被那女人缠住了 张帅是满脸惊恐冲进我店里 完全没有平时大大咧咧的模样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让他先坐下喝口水 等缓缓再跟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被女人给缠上了 张帅是一口气 将杯子里的水喝得是一干二净 冬的一下子将杯子放在了桌上 胡乱抹了一把嘴 满脸惊慌地对我说着 大师呀 那女人 就是之前寄身在刘国梁身上的女人 他缠住我了 看来 他发现寄身灵附身在他身上的事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你忘了我让你坐到那几点了吧 我盯着张帅 现在张帅眼圈发黑 双眼失神 精神是萎靡不振 整个人足足瘦了一圈 像是风一吹就能倒一样 这比我预想来的要严重得多 来的也要快得多 所以我必须了解情况 张帅是面色一腿 你懊恼道 哎呀 刚开始几天我还能记得住 也都照做了 可前几天晚上 我有事忙得太晚 睡觉前把叫三变名字的事给忘了 这跟我猜想是一样的 我教张帅的方法 是增强他的自我意识 让他的气魄时刻清醒着 好抵御济身灵的侵袭 这几天张帅忘记做了 济身灵立刻就趁虚而入 还有呢 张帅的目光有些躲闪 还有什么 你这黑眼圈都顶上国宝了 还打算瞒着我吗 见到张帅现在还瞒着我 我没好气的说着 张帅刷的抬头就看向了我 这么明显吗 嗯 很明显 大师 在那个梦里 我是真的控制不住 这真的不能怪我呀 要是刚开始 你意志坚定点 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情况 滋养了他几天 他最近几天晚上 越发生猛了吧 你这是吃不住了 才来找我的 对不对 他猛然间瞪大了眼睛 看来 我是说中了 他挠了挠头发 吐槽着 大师 你人真的挺好的 就是说话太直接 嘴太毒了 都是男人 好歹给点面子吧 再给你留面子 你的小命就没有了 幸好你及时来找我了 要是再晚三天 就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了 哎哟 大师 你 你得救救我呀 他真是要我的命啊 一晚上七八次 就算是铁人都得废呀 要是再这么下去 我肯定得 精进人亡不可 既然我都知道 他索性也就不遮掩了 一股脑全都说出来 我肯定得救他 就冲他 对秦学很仗义这一点 我都得救他 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我继续追问 生怕他漏掉了 什么不该漏的信息 张帅赶紧摇了摇头 这么有了 我点了点头 现在纪生灵 不仅附身在张帅的身上 还利用跟他交合这一点 吸收他的氧气 他这个情况 可比刘国梁当时严重多了 要是再不救他 他在人消失之前 就要废了 大师 你答应救我了 我点了点头 从抽屉里 拿出竹签 递给了张帅 来抽一只 刚开始就收费 张帅是一副受伤的表情 大师 我以为咱们已经是朋友了 朋友之间 能先别谈钱吗 都快死了 还有心情跟我谈价格呢 快抽 别废话 靠着五十八块 撑了一周了 我现在兜里 只剩几块钱了 再不谈钱 我就得饿死了 只是 这个不能跟张帅说 我有我的自尊 张帅是心不甘情不愿地 从十支签中抽出了一只 竹签上写着 九万九千九 我一颗心 瞬间就狂跳起来 太爷爷这次可算是张眼了 要是有这九万九千九 我就不用发愁饿肚子了 张帅则是一脸惊饿了起来 九万九千九 不是吧 大师 这么贵 命都要没了 还嫌贵呢 张帅的额头饱满 天仓圆满 且两边高高拱起 无论祖上财产 还是他自己的少年之财 绝对都是上上之财 这九万九千九 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只是张帅双唇前措 嘴四周布满了细碎的纹路 天生抠门 就算再有钱 也恨不到一分钱 掰成两半花 从他平时的衣着打扮 就能看出来 让他一下子 掏九万九千九 简直是要了他的亲命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的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奖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三十三章 显贵 我收回了竹签 指了指大门 慢走不送 见我来真的了 张帅强忍着肉疼 讨好着我 不贵 不贵 一天都不贵 只要大师能保住我的命 要多少钱都可以 这还差不多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 吃饭 睡觉 张帅撇了撇嘴 没有说话 看得出来 张帅对我的安排很有意见 但是却不敢反驳 毕竟他见识过我的手段 他知道 如果我救不了他 那能救他的人就不多了 接下来 张帅总算有点眼力见了 他主动去买了饭菜 在店里简单的炒了炒 勉强凑了两个菜 买了几个馒头 跟我一起吃晚饭 又是去洗碗筷 摆的是整整齐齐的 跟个贤惠的小媳妇似的 然后就是睡觉了 我睡行军床 他打地铺 刚开始张帅死活都不肯睡 我催促他好几次 他才扭捏着跟我说 那什么 万一我睡着了 再跟他那什么 怎么办啊 原来 他是怕睡梦中 做事出丑 你要是不睡 他怎么出来 他要是不出来 我怎么帮你啊 张帅这才不情不愿的去睡了 因为身亏神须 张帅嘴上说不睡觉 却在躺下之后 很快就睡着了 发出了震天响的呼噜声 我一直都没有睡 一是想等着 济身灵有所行动 二是被张帅的呼噜声 吵得又根本没办法睡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一直到了后半夜 张帅依旧呼噜打得震天响 丝毫没有异样 济身灵呢 也始终都没有出现 难不成 他感觉到了我的存在 所以今天暗屏不动了 我守了大半夜了 实在是有点支撑不住了 脑袋是昏昏欲睡 眼皮子也开始打架 强行又坚持了两个小时 最后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合上眼睛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忽然听到店内 传来一阵女人的轻笑声 夹杂着的 还有男人嘀嘀的喘息声 大半夜听上去 是异常的清醒 我猛然清醒过来 快速伸手去摸睡觉前 放在枕头下的福转 你找这个对不对啊 我的手刚摸到枕头下面 耳边响起一道 欲耳动听的声音 我伸出的手 木然就僵住 刷得一下子 扭头朝床边看去 眼前的一幕实在是 我僵硬着脖子 缓缓扭头朝着床边看去 小型军床的床边 坐着一个人 一个漂亮的女人 女人衣着古典 身材鲜弱 有着淡淡的柳叶眉 一双眼睛细长 妩媚 穷鼻小巧 红唇是娇艳欲滴 即便是随意坐在 我行军床边 依旧能够感觉出 她的高贵典雅 古典美丽 而张帅就躺在她的脚下 闭着眼睛 抱着她的 两人是近在咫尺 我甚至都能闻到 女人身上好闻的香气 但是我只是看了女人一眼 整个人一下子就炸了 这个美丽的女人 正是附身在张帅身上 那只寄生灵 揍我们这一行 平时最为谨慎 醉即阴碎进身一丈之内 而她都坐在我的床边了 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 冷汗就刷的一下子 从后背滑了下来 我心中生出了一阵 从来没有过的寒意 我微微支起身子 拿眼扫了扫 张帅就躺在我床边的地下 身子是不停地挣扎扭动 发出沉重的呼吸声 时不时的 她嘴里还发出 让人脸红心跳的奇怪声音 来 让我亲亲 不用想 我也知道她梦到了什么 显然 寄身灵正在吸取她的阳气 而她根本就没有 任何的抵御之力了 电内回响着张帅 压抑而痛苦的声音 我全身僵硬 精神紧绷 紧紧地盯着季身灵 右手却宁愿了一个三清诀 以防不测 你刚才要整个是这个吧 见我转过身来 寄生灵笑了笑 冲我晃了晃手中的东西 她的笑容是阴冷冰凉 当我看清她两根晶莹剔透的手指 夹着的东西是什么之后 我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就炸开了 她手里拿着的居然是我睡觉前放在枕头下的符传 之前的寄生灵轻松地躲过我的三清真火 让我对她颇为忌惮 我临睡前在枕头下放了可以驱邪阵阴的灵符 既可以预警又可以阵阴 能让阴邪褪比三摄不敢接近 现在寄生灵不仅距离我这么近 还把灵符拿在手里 这说明她压根是不怕我灵符的 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阴邪属阴 符传都是治刚治阳的猎物 但凡阴邪碰到轻者灼伤 重者是灰飞烟灭 这寄生灵到底有多深的灵力和道合 竟然会不怕我的福转 宝贝 我不行了 就在我的内心掀起惊涛骇浪的时候 地上的张帅发出了一阵类似于满足的溃探和求饶声 求求你 求求你 她的声音明明很是龌龊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听上去竟然带着几分阴森和诡 我下意识地扫了张帅一眼 她依旧在不停地扭动挣扎 像是要摆脱什么人的控制一眼 就在我试图做点什么的时候 张帅忽然发出了一阵高亢的叫喊声 身子高高地拱起 双眼翻板 拱着的身子在半空中僵持了许久 然后轰然倒地 接着剧烈地抽搐 张帅 我心里一紧 滴滴地呼了一声 右手早已经捏好的一簇三清真火 闪电一般 反手朝着季神灵就甩了过去 幽兰的三清真火带着一股灵力 刷的一下 朝着季神灵就扑了过去 季神灵的身子一闪 忽然就消失了 紧接着是一阵嘲弄的笑声 再看的时候 季神灵已经拎着张帅的后领子 站到了店门口 正阴森森地看着我 我跟他之间的事 你啥管 季神灵一双细长又明媚的眼睛 看着我 眼里全都是森然的冷意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三十四章 我的心是木燃一锦 他要是死了 你也得死 跟斜碎是不能讲道理的 只能比谁更凶 更沉得住气 只是我之前就说过 你越凶 你身上的氧气和气场 就会越强大 斜碎就会越怕你 是吗 季神灵勾唇 笑了笑 然后缓缓地走进张帅 接着 他的身子 渐渐地隐没在了张帅的体内 刷的一下子 在两人身子重合的一瞬间 本来就一直闭着眼的张帅 刷的一下子就睁开了眼 冲我笑了笑 笑容是阴森诡异 带着一丝难言的妩媚 我浑身打了一个哆嗦 右手捏着三清真火 一下子就灭了 张帅是娇笑了一声 转头就朝门外走去 我愣了愣 赶紧下了行军床 快速朝外面追去 可是等我追出去之后 发现店外空荡荡的 伸手不见五指 压根就看不到张帅 到底去了哪里 张帅停在店门外的破奥拓 也不见了踪影 糟了 如果张帅是阴碎 我倒是可以用福转追踪他 可是他现在还是个大活人 更何况还开着车 我只能靠着笨办法找他了 想了想 我给秦雪打了个电话 秦雪跟他是发小 应该知道他会去哪 拨通了秦雪的电话之后 电话铃只响了一声 秦雪就接通了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意外和惊喜 大师 什么事啊 我有些意外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 应该正是熟睡的时候 秦雪接电话 倒是挺快的 我把情况大概跟秦雪说了一下 问他张帅这个时候最大可能会去哪 这个济山灵行踪诡异 我也猜不透他会带张帅去哪 只能先去张帅住的地方或者长去的地方试试了 他应该回到他住的地方了吧 听到我的话 电话那边秦雪沉默了片刻 呼吸一下子就沉重起来 说了张帅的住址之后 他又对我说道 但是 你的店就离张帅住的地方比较远 现在也不好打车 我开车过去接你吧 好 我点头答应了 我这个人从来都不矫情 更何况现在当务之急是旧张帅 没必要跟秦雪推让这些琐事 挂了电话之后 我认真对比了一下 济山灵附身在刘国梁和张帅身上的状况 刘国梁虽然被济山灵附身 但是却面色正常 丝毫没有阴虚的状况 只是意识渐渐的被吞噬而已 而张帅则明显的阴虚阳衰 短短的一周左右时间 整个人就瘦了一圈 意识看起来却还正成 难不成 这个济山灵 也看济山对象的年龄 和身材颜值 老的就只吞噬他的意识 年轻的就以阴阳交合为主 这跟我记忆中的济山灵 情况不大一样啊 等等 不对 我初次见济山灵和刘国梁的时候 他分明已经快将刘国梁的意识吞噬完毕 占据他的整个身子了 后来刘国梁去秦雪家情况正常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办法起了效果 现在就忽然觉得不对劲了 若是被济山灵几乎完全吞噬了意识 即便是恢复意识 身子也该虚弱无比精神恍惚才对 可现在回想一下刘国梁似乎完全没有这样的状况 难道 就在我努力回想刘国梁情况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宝石街911刷的一下子就停在我面前 秦雪从右边车窗伸出脑袋冲我招手 大师上车 我收回了思绪 打开车门钻进了副驾驶 大师好久不见了 坐在副驾驶位上 秦雪冲我阎人一笑 他原本长得就漂亮 之前见他都是不化妆的样子 模样看起来比较清纯 现在他似乎化了妆了 看起来就更属于美艳的那种了 尤其是他奄然一笑的模样 更是让人心神荡漾 开车吧 我吻了吻心神 我开口之后 秦雪是一踩油门 宝石街911发出了一阵有力的轰鸣 快速朝着黑夜中就滑去 路上他追问了我一些张帅的情况 我没跟他说张帅的情况不大好 只说得赶紧找到他 其他的我没说 即便是告诉他 他也只能跟着干着急 并没什么作用 很快我们就到了张帅住的小区了 房子是张帅租的 小高层 楼层不高 住户很少 倒也十分的清净 秦雪江车挺好 领着我熟门熟路进了小区 然后直奔张帅住的那栋楼而去 张帅住在最后一栋楼的九楼西户 秦雪带着我走进电梯的时候 我一把拦住了他 等等 秦雪猛然顿住脚步 紧张地看着我 我左手捏了一张惊雷符 右手捏着三清真火 率先走出了电梯 小心翼翼地朝着西户走去 秦雪紧张地跟在我的身后 一只小手死死算着我的一脚 贴着我一步一驱地跟在身后 我刚走到西户门口 张帅住的房子里 就传了一阵凄厉的惨叫 不好 张帅出事了 秦雪猛然抬头 抬脚就要往西户奔 等等 我一把拽住秦雪 警惕地看着西户紧闭的大门 从我给你打电话到现在 多长时间了 大概四十分钟 秦雪虽然不明所以 还是快速掏出手机瞄了一眼 怎么了 就张帅那七八手的破傲吐 四十分钟能开过来吗 大师 你的意思是 秦雪是一句话还没说完 西户门内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一下 又一下 缓慢 唇中 清晨听上去是异常的清晰 那一下一下的敲门声像是在敲我和秦雪的心一样 跟刚刚的惨叫声给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 那 大师 秦雪猛然就缩到我怀里 颤抖着问道 是 是谁在里面敲门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刚刚响起的惨叫声 激励而扭曲 但却十分的短促 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张帅的声音 大师 咱们紧 紧去看看 秦雪的身子紧紧贴在我的怀里 声音颤抖得不像样 张帅他 不会出事吧 他的身子很软 身上很香 但是 我现在不能分神 你有张帅家的药什么药 他之前给过我 不过我 我没有用 看来 只得上去敲门了 这时 我有些后悔让秦雪跟着上来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三十五章 现在不知道张帅到底是什么情况 又得分先来保护秦雪 那继身灵的力气还挺重 稍有不慎 就可能出现意外 拿着这个 遇到什么邪处 只管我他身上狠狠动 想了想 我拿出长背的 沾了朱砂的桃木枝 塞到了秦雪的小手里 低声地说着 记得跟进我 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叮嘱秦雪之后 我缓缓地走上前 奇怪的是 在我走进西户大门的时候 刚刚里面还在 一下一下响着的敲门声 忽然就消失了 我的脚步木然一顿 下意识地扫了身后的秦雪一眼 抬起手敲了几下门 我还没等敲三下门 门骤然就被拉开了 张帅满脸微笑出现在门口 依旧是眼圈发黑 双眼失神 精神是萎靡不振 头发更是乱得跟鸡窝似的 哟 小雪 大师 这大半夜的你们怎么来了 开门之后 张帅椅在门口 笑嘻嘻地冲我和秦雪打着招呼 身子却是死死挡住门 丝毫没有让我和秦雪进去的意思 而且 他跟我打招呼时的模样 好像今晚第一次见我似的 你没事吧张帅 秦雪走上前去 紧张地扫了张帅上下一圈 这才几天不见 你怎么说成这样了 刚才我听到你家里传了惨叫声 是不是你叫的 发生什么事了 张帅依旧死死挡着门 笑得很勉强 我没事 就是睡多了发异症呢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嘴不停地朝屋里挪着 不停地冲我和秦雪使着眼色 然后继续笑嘻嘻地说着 天色不早了 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这里不太方便 就不留你们了 他嘴声是笑嘻嘻的 眼中却全是祈求 生怕我和秦雪进门似的 奇怪 他之前明明专程去店里求我帮忙的 现在怎么生怕我和秦雪进门呀 求着我们让我们赶紧走 我们这就走 我心里疑惑 嘴上敷衍着他 眼睛却越过他 看向了他的身后 刚看了一眼 我就看到了纪神灵了 纪神灵就站在客厅的玄关处 张帅的背后 正用一双细长又明媚的眼睛 冷冷地看着我和秦雪 眼神冰冷而阴森 那股由心底生出的寒意 又冒了出来 小雪啊 你记不记得我前几年生日时 我妈送我的吊坠 就在我盯着纪神灵看的时候 张帅脸色惶恐 冒出了一句似乎毫不相干的话 我找不到了 你回去看看 是不是忘在你家里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又冲秦雪使了一个眼色 脸色依旧惶恐 充满了祈求 秦雪立刻会议 赶紧点头答应 好 那我待会回去帮你找找 快走 等秦雪答应之后 张帅猛然推了我和秦雪一把 嘀嘀地说了一句 快 张帅的力气很大 我和秦雪猝不及防 竟然被他一把给推出去老远 与此同时 张帅猛然地就关上了房门 西户的门 几乎是贴着我和秦雪的鼻筋关上的 显然他很着急 很恐慌 迫不及待将我和秦雪撵走 大师 那东西还在里面呢 咱们该怎么就张帅啊 先回去 刚刚看到张帅的时候 我仓促扫了他一眼 他现在虽然阴虚扬亏 但是今晚至少没有性命之忧 更何况他特意提到他妈送的吊坠 肯定是在暗示我们什么 只不过继身临在 他不方便说而已 不过 在刚刚张帅推开我的一瞬间 我将一张护身符 塞进他的手里 至少能保住他的小命 好 我说要走 秦雪不敢怠慢 立刻紧跟在我的身后 急急地朝着楼下走去 走出最后一栋楼之后 我低声地问秦雪 刚刚张帅说 他妈送他的吊坠 现在在你那里 能不能给我看看 我也真奇怪呢 但是你不知道 张帅自小身体就弱 那吊坠是他妈专程去找高人给他请来的 一直待在他的脖子上 从不离身 怎么会吊在我家里呢 你的意思是 那吊坠还在张帅身上 是 奇怪了 既然吊坠还在张帅身上 为什么他特意提出让秦雪去找吊坠 他在暗示我们什么 你知道那吊坠是张帅他妈从哪里请的吗 或许那吊坠有什么玄机 要不然张帅为什么会特意提到呢 秦雪歪着脑袋想了片刻 眼睛猛然一亮 我想起来了 之前张帅还特意跟我炫耀过呢 是从一个叫独一眼的女老板手里请来的 那个女老板神通广大 之前是做古董生意发家的 不过现在设计的面就比较广了 独一眼 这个女老板只有一只眼 秦雪实在是忍不住 捂住小嘴笑了 她的笑容是绚烂好看 让人骤然眼前一亮 他之所以叫独一眼 是因为他长得十分性感迷人 据说男人只要看他一眼 就能被他迷住 这是仿间的传闻 不过听我爸说 是因为他眼睛很毒 只要看一眼就能鉴定真伪 玩古董从来没走过眼 所以才有这个混号 秦雪笑盈盈地看着我 黑宝石一样的眼睛 像是落满了星星一样 看得人心是一颤一颤的 我别开目光 问道 那你爸能不能联系上他 或许能从这个女老板的那里 打听到张帅脖子上掉坠的信息 秦雪点了点头 明天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他应该有门档能够联系上 这个女老板的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了小区外 秦雪自高奋勇要送我回店里 我没车 现在外面路上又空屋一人 我只能让他送我回店里 就在我拉开车门要上车的时候 身后忽然响起了一阵滴滴的 阴测测的惊喜 我的心一紧 刷得扭头一看 季神灵正站在我的身后 用一双细长明媚的眼睛 阴森森的看着我 我不是说过 我和他的身上管了 季神灵面色冷肃 声音阴冷 说完之后 他头发忽然暴涨 身子像是鼓满了风一样 阴森着脸猛然就朝我冲了过来 情急之下 我随手捏了个三清真火 猛然朝着季神灵面门就扑去 一阵轰声响起 我身子是猛然后退几步 只觉得是头晕目眩 耳朵轰鸣 身子软得像是一滩烂泥一样 大师 你怎么了 耳边传来秦雪的惊呼声 紧接着身子一软 我就倒进了秦雪的怀里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想哭声 欢迎订阅 第三十六章 大师 大师 秦雪抱住了我 吓得是小脸惨白 连声地喊我 我摆了摆手 示意我没事 然后吃力地扭头朝着身后看去 本来站在我身后的寄身灵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飘远了 就站在张帅住的那栋楼的楼洞里 用一双细长明媚的眼睛看着我 目光阴森而冰冷 他走远了 应该没事了 这个念头闪过 我手中在刚刚混乱时下意识掏出的惊雷符 颓然落了地 眼前一黑 又昏了过去 大师 大师 晕过去的一瞬间 我听到秦雪惊慌失措的声音 有没有人啊 快来见人啊 次日 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店里的行军床上了 秦雪系着围裙正在忙碌着 一周过去了 他肚子里的阴气消散了不少 肚子已经小了很多 即便是裹着围裙 也能看出他的身材 渐渐凸显出了曼妙勾人 再加上他故意穿着宽大的裙子 不仔细看 倒是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我收回了目光 努力试着想要做起来 可是 我的头依旧晕得厉害 全身软绵绵的 压根就使不上力气 这是昨晚被寄身灵袭击 那一期不足 又过度消耗的结果 大师 你醒了 见我挣扎着站起身 秦雪将一碗粥放在桌上 赶紧过来将我扶着坐了起来 一双漂亮的眼睛闪着心疼 大师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还难受不难受啊 显然 我昨晚晕倒之后 是他把我送回来的 又一直伺候我到现在都没离开 真不知道 他昨晚是怎么把我弄到车上的 又从车里弄回店里的行军床上 肯定是很辛苦 显到这里 我心里一热 我摇了摇头 说我没事 秦雪不放心 检查了我一番 确定全身正常之后 又端过来做好的粥 亲自一勺一勺的喂我 看着他认真漂亮的小脸 我心中涌起了一阵暖流 我妈死得早 我是被家里几个操老爷们带大的 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 他们哪有女孩子家的温柔和细心呢 每为我吃一口 秦雪都要小心翼翼地吹一吹 确定粥凉了 在喂我吃 我忽然感动得有些想哭了 之前 从没有女孩子这么照顾过我 秦雪 谢谢你 秦雪并没有察觉出我的异样 只是笑了笑 大师 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这点小事算什么呀 再说了 你也是为了救张帅才会这样的 我和张帅 为了你 什么都愿意做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她的小脸上 染上了一抹不自然的红月 我当时没有听出异样 并没有多想 一碗粥 秦雪喂了很久 吃这碗粥的时间 我的心里 被一股奇妙的柔情 所充盈着 有一刻 我很想把她狠狠地抱在怀里 但是我忍住了 为了转移注意力 我赶紧努力回想 昨晚被寄神灵袭击的事 只是稍稍地思索一下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昨天张帅并没有跟着我们出来 寄神灵是怎么跟到我们后面的 寄神灵必须依附 被寄神的肉身才能行动 她是怎么脱离张帅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的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想到这里 我的后背是猛然生出了一阵的寒意 大师 你怎么了 见我呆呆盯着她不说话 秦雪红着脸小声地问我 我猛然间回过神来 你快给你爸打电话 看看什么时候能约到那个女老板 如果那个女人不是寄神灵 而是别的东西 张帅就更加的危险了 见我面色严肃 秦雪不敢怠慢 赶紧掏出手机 拨通她爸的电话 问她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下午两点准时接大师去见祝总 显然秦雪已经把人累的事告诉他爸了 秦雪看了看我 我点了点头 爸 你告诉我地点 我下午直接送大师去见祝总就行了 不用麻烦你了 刚开始 秦雪他爸一直不松口 他觉得让秦雪一人去送我 显得他不够重视 在我的受益之下 秦雪好说歹说 他爸才把地址发到了秦雪的手机上 还再三叮嘱一旦有什么事 要立刻给他打电话 他随叫随到 秦雪再三答应之后 秦雪他爸这才挂断了电话 就在秦雪挂断电话的那一刻 他爸的那边传了一声女人焦点的声音 带着一丝暧昧 我有些尴尬 下意识地扫了秦雪一眼 秦雪表情愣了愣 眼圈有些发红 看到他淡漠却微红的眼圈 我隐隐猜到 秦雪回国之后 为什么非要单独一个人 住那么大的别墅了 大师 可以抱抱我吗 挂完电话之后 他红着眼圈 低着头问着 我点了点头 这种情况 我没法拒绝 我点头之后 秦雪红着眼圈 像小猫咪一样 窝进了我的怀里 还用小脸在我怀里蹭了蹭 他小脸很热 身体很软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我有些沉醉了 不由自主地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以示安慰 抱了一会儿之后 秦雪红着小脸 从我怀里退了出来 谢谢你大师 不用谢 我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掩饰着我加速的心跳 店里的气氛 微微地流动着 一种微妙的东西 秦雪红着小脸洗碗去了 我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是上午九点 距离下午见面的时间 还有五个小时 我盘腿坐在床上 一边让秦雪给张帅打电话 一边运功调息 我运功调息的时候 秦雪给张帅打了电话 刚开始电话一直打不通 后来终于打通了 张帅那边却是一言不发 只能听到他沉重 而压抑的喘息声 挂了吧 我已经调息完毕 全身疲惫一扫而空 他现在不敢跟咱们说话 知道他还活着就行 我这是实话实说 只要张帅还活着 我就有办法救他 大师救我 就在秦雪挂电话的那一刻 电话里传来张帅凄厉的求救声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来我得抓紧时间了 下午一点半 秦雪开着他的保时捷911 直奔他爸发给他的地点 河海市东区西地酒店 16号房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三十七章 我原来住在乡下 见过最好的酒店 就是我们县城的快捷酒店 秦雪带着我走进酒店大厅的时候 我被装修的金灿灿的 金碧辉煌的大厅晃得有些眼晕 隐隐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幸好有秦雪陪同 我才不至于太过切场 这是朱总名下的酒店 朱总做古董发的家 后来开始经营酒店和餐厅 兼做金融 他眼光独到 做什么赚什么 从来没有亏过 就连我爸都佩服他 说他是商界奇才 连男人都自愧不如 做什么赚什么 从来没有亏过 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存在 人的运势是一段一段的 绝对不可能一直好 也不可能一直坏 所以做生意就会有赔有赚 绝对不会稳赚不赔 除非是走偏门 看来这个朱总也不简单 不过看到秦雪提到朱总时的 崇拜的眼神 我也没说什么 只是微微的笑了笑 然后跟着秦雪一起下了电梯 朝着包房走去 我和秦雪刚走出电梯 就有服务生走上前来 引着我们朝包间走去 引着我们走到包间门口的时候 服务生冲我和秦雪点头行礼 然后转身离开 再由站在包间门口的两个服务生 拉开了包间的大门 诺大的包间内 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 年轻女人一身银灰色的职业妆 肌肤雪白 气质清冷 容貌美丽 妥妥地欲解一枚 朱总 我们是 走进包厢之后 秦雪是满脸崇拜 冲着年轻女人打过招呼 然后开始指着我 打算向年轻女人介绍 年轻女人 扭过头 用挑剔的目光 上下打亮了我和秦雪一番 然后将目光放在我的身上 眼神 闲雾 冷清 你就是秦老板说的风水大师啊 是 我点点头 不卑不亢 年轻女人蔑视地笑了笑 毫不客气地开口说道 风水大师是吧 那你帮我看看面相 看看我最近会发生什么大事啊 要是看对了 可以留下来谈 要是看错了 滚 你 秦雪的小脸 一下子就变白了 气得是浑身哆嗦 她没想到 祝总说话居然这么难听 而且 她这分明是故意刁难我 我扫了一眼年轻女人 天庭发暗 阴暗不明 我拦住秦雪 示意她不要激动 然后转过身 对年轻女人说道 我能看出来 你很快就要倒大霉了 年轻女人是陡然大怒 还有 请真正的祝总出来 不等她说什么 我又冷冷地说了一句 别浪费彼此时间 年轻女人一下子就愣住了 她迅速恢复了冷静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 你不是祝总 我是来见祝总的 请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最讨厌 被人当猴耍了 所以语气也不大好 秦雪猛然就愣住了 年轻女人脸色一变 蹭的一下子 就站了起来 你 她叮嘱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话音刚落 一阵鼓掌的声音 紧随着就响了起来 紧接着 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走了进来 女人穿着一套黑色的 修身包囤紧身连衣裙 扭动着 婀娜多姿的身姿 款款地走进了包房 她身材原本凹凸有致 在连衣裙的衬托下 更是曲线玲珑 散发着足以让任何男人 都着迷的风情 两条若隐若现的修长玉腿 更显得她性感妩媚 脚下的高跟鞋 让她的身姿更加的妖绕 厉害厉害 你说的没错 我才是助尸炎 她不是 烈焰红唇 笑容是勾魂蛇魄 果然是个让男人 很容易着迷的油 但是我看到助尸炎 那张风情万种的脸的时候 心中微微地吃了一惊 在她人中的位置 有一条淡淡的黑线 正在朝着嘴里蔓延 人中有黑气入口者 七日难过 也就是说 只要人中位置的黑气 蔓延到了嘴边 连七天都活不过了 而现在 助尸炎人中处的黑线 已经蔓延到了嘴唇的边缘 用不了多久 就能蔓延进嘴 助尸炎活不了多久了 秦老板推荐的大师 果然厉害得很 一眼就看出他不是我 就在我被他人中的黑气 吸引的时候 助尸炎款款走到我的跟前 优雅地伸出手 笑得是风情万重 刚才多有得罪 希望李大师不要见怪 他的手白皙修长 却有肉 确实是富贵命 只可惜他这富贵 想不了多久了 我们又伸手 将死之人 身上煤气很重 很容易沾染到自己身上 我还要救张帅 最忌讳沾染这些霉韵 所以我不能跟他握手 助尸炎伸出的手 顿在了半空 表情有些尴尬 笑容带着淡淡的冷意 怎么了 李大师 该不会因为刚刚跟李大师 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李大师就生我的气了吧 他的语气中带着 业余和高高在上的成分 像他这样的女人 被男人重心捧跃惯了 一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很少照顾别人 尤其是男人的情绪 我这种不识相的男人 他还是第一次见 他对我的第一印象 恐怕已经是差到极点了 朱总 我没有生气 我没有理会他的不愿 只是淡淡地冲他点了点头 我是李正一 秦老板介绍来的 朱姐 我爸今天上午给你打过电话 他也看出朱诗颜面色不悦 这是在帮我电话的 告诉朱诗颜 我是他爸介绍的 让朱诗颜给他爸几番面子 朱诗颜现在情况危急 我们必须打探出调坠的信息 朱诗颜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地摆了摆手 那个年轻女人赶紧起身 恭恭敬敬地站到了他的身后 秦老板的面子 我自然会给的 不过 我朱诗颜也不是阿猫阿狗的面子 都会给的 我问你 你是怎么看出他不是我的 年轻女人 无论气质和容貌 都足以以假乱真 可是我却一眼就看出他是假冒的 我明白 朱诗颜只是在考验我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若是再过不了他的考验 是绝对没办法从他嘴里 掏出调坠有关的信息 很简单 小雪说过 你是做古董生意起家的 但凡做这方面生意的 会有一道西红色的线 有印堂入耳 刚才那位面相虽鬼 却是仰仗祖业 自己并无成就 明白朱诗颜的目的之后 我不慌不忙的开口了 要是我看到没错的话 他本就是有趣于朱总 却被朱总临时拉来 帮忙冒充自己罢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三十八章 朱诗颜脸上的笑容 渐渐的凝固 取而代之的 是满眼的震惊和意外 对了 全说对了 丝毫不差 还有 你刚才说 他要倒大霉了 为何由此一说 他还是在考验我 看得出来 他疑心病很重 要想让他信任 除非让他心服口服 我凝视着朱诗颜那张 足以颠倒众生的脸 语气略带冰冷 他倒大霉 是因为他接触了你 沾了霉运 朱诗颜居然变色 秦雪吓了我一跳 急急地叫住我 大师 年轻女人 木然冷脸呵斥 闭嘴 你怎么跟朱总说话呢 朱诗颜脸上 刚刚露出震惊 也渐渐地脸去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冷意 他摆了摆手 示意年轻女人后退 这才冷着脸问我 你刚才说 他是因为沾了我的霉运 才会倒大霉的 这么说我也要倒大霉了 不 你要死了 包厢内的空气瞬间凝固 秦雪和年轻女人脸色骤变 朱诗颜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李大师 我是看在秦老板的面子上 才给你几分裂面 你这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来消遣我来了 冷冷说完之后 他轻轻地拍了拍手 包厢的门忽然被推开 几个身穿黑西装 保镖模样的男人冲了进来 将我和秦雪团团地围在中间 大师 秦雪小脸下得一白 小手一把就挽住了我的胳膊 下意识朝我怀里缩去 秦小姐 你可以走了 朱诗颜站起了身 款款走到我和秦雪的中间 轻轻拍了拍秦雪的肩膀 姐姐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 知道你这个年龄啊 最容易被骗了 以后交朋友一定要看清楚 千万不能被这种好看的男人给骗了 来人 请秦小姐出去 她后退几步 冷冷地下令 几个保镖是齐齐搭影 快步上前 拉着秦雪就往包厢外走 我不走 秦雪是死死抱住我的胳膊不肯放 向朱诗颜哀求着 朱诗颜 求求你 你天下大师怎么说好不好 他绝对不会骗人的 朱诗颜面色冷峻 丝毫没有缓和的意思 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我最讨厌做这种蠢事 给我三分钟时间 我证明给你看 我用了几分内力 轻描淡写地 拨开了几个保镖 握住秦雪的手 转头淡淡地 对着朱诗颜说道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你快要死了 准备一面半面高的镜子 一些朱纱 糯米粉 以及一盆雨后井水 为了救张帅 我得向朱诗颜证明 他真的快死了 虽然我觉得这样做很蠢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朱诗颜思考了将近一分钟 然后冲几个保镖模样的人 挥了挥手 去 给他准备这些东西 越快越好 我之前把年轻女人的情况 说得丝毫不差 连年轻女人 是来求她办事的事 都说准了 她也不敢完全不信我 唯一的办法 就是等着看一下 我如何向她证明 她快要死这件事 然后再做定夺 那几个人去准备东西了 我拉着秦雪 毫不客气地 拖了一把座椅 坐下来 慢慢等着 佛度有缘人 人度有缘魂 我李家向来止度 信任自己的人和魂 这一次 朱诗颜是个例外 你刚才说 她要倒霉了 对不对 朱诗颜 纠哑地坐在我和秦雪对面 接着 指了指 站在她身后的年轻女人 恰恰相反 我正准备跟她合作 开一家餐厅 合同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签呢 年轻女人这段时间 一直找她 想跟她合伙 开一个餐厅 开不开这个餐厅 她实在是无所谓 但是 只要能反驳我的预测 她临时改变主意 打算跟年轻女人合作 再开一个餐厅 这是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在得知恶耗的时候 明明知道可能是真的 但偏偏想用一种方法 来证明 预测恶耗的人 说过的所有话都是错的 这样 恶耗也就是假的了 祝嫂 您真的同意了 年轻女人满脸惊喜和激动 快速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合同 恭恭敬敬地 放在祝诗言面前的桌子上 这对她来说 可真是天大的好事 就连刚刚因为我带来的不快 也一扫而空 祝诗言掏出笔 打算签字 在她要签字的时候 我淡淡地开口阻止 我劝你还是不要千为好 否则会后悔的 年轻女子 天庭发灰 阴暗不明 而且已经隐隐地呈现出黑色 说明霉运将近 用不了多久就要倒霉 我看了这么多年的面相 从来没看走过眼 这一点连我那擅长看相的二叔都是甘拜下风 二叔不服气的时候 爷爷意味深长地说 正义 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再复杂地想 只要他打眼一看 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甚至能够预料到大运大县的时间 这一点 不是哪个风水师都能做到的 怎么 怕拆穿你的把戏 所以拦着我不让我签字 祝诗言冷冷的一笑 提起笔刷刷刷 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没有阻拦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信不信在他自己 他愿意拿三百万当儿戏 那是他的自由 谢谢祝总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祝诗言把签好的合同 递给了年轻女人 年轻女人激动得小脸通红 不停地向祝诗言道谢 这才激动地朝着包厢外走去 大师 秦雪现在很紧张 生怕待会儿我和祝诗言闹翻 我扭头冲他微微一笑 以示安慰 他年纪轻轻从家里出来自己闯荡 刚出来没多久 就拉到我三百万的资金开餐厅 这就是你说的倒大没 新老板那么精明的人 居然被你这种毛头小孩子给骗了 她的话还没说完 刚走到包厢门口的年轻女人的手机 忽然就响了 什么 餐厅的装修工人摔死了 年轻女人只听了一句 面色就突然大变 我现在立刻赶过去 说完之后 她一阵风一样就奔了出去 甚至都忘了跟祝诗言打声招呼 祝诗言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脸刷的一下子就白了 餐厅眼看着就要开业了 装修工人却忽然出现意外摔死了 餐厅开不了夜不说 后续麻烦肯定是一大堆 她刚刚投进去的三百万 估计也要缩水不少 但是如果她现在反悔 那就是违约 更要赔进不少钱 这次合作横竖是赔了 更重要的是 我刚刚说年轻女子很快倒霉 转眼间 年轻女子餐厅装修工人就摔死 年轻女子自然是要跟着倒霉 这也太可怕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的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39章 秦雪轻轻地输了一口气 紧绷的小脸 微微放松了一些 然后试微性地看了看 助食言 那意思就是 谁让你说大师是骗子呀 这一下就证明给你看了吧 不过 助食言没心情看她 她脸色苍白 僵坐在座椅上 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门口 呆坐了许久 她忽然蹭地一下子站起身 快步走到我的面前 弯腰深深地 鞠了一个标准的九十度弓 满脸惶恐 大师 求你救救我 那几个保镖模样的人 正好推门而入 个人手里都拿着 一样我要的东西 这一幕 正好落在他们眼里 几个人眼中 微微地闪过惊叉 不明白平时居傲的祝总 为什么会对我这么恭敬 为首的人小心翼翼地开口 祝总 您要的东西 我们都准备好了 拿下去 助食言冷冷地吩咐了一声 依旧弯腰 毕恭毕敬站在我的面前 能混到现在这个位置 她绝对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 刚刚我小事牛刀露了两手 她已经百分之百确定 我确实有身份了 如果再试探我 只会让我更反感 现在紧要的是 如何让我救她的命 是 那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 小心翼翼地吹了出去 大师 求救你救救我 我摆了摆手 示意她站起身 然后我盯着她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大师见谅 你的生意做这么大 运势这么猛 是不是走了什么偏门 之前我说过 人的运势是一段一段的 不可能一直好 也不可能一直坏 有人为了维持好运 或是改运 会借助法器或者风水局 这虽然能够达到一定效果 但也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管用的 而且 一个人的一辈子的运气是个定数 借助法器或者是风水局改运还好 不过是把运气加持一下罢了 至多算是锦上添花 但是 若是借助歪门邪道的办法 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运势 但是却是透支运势 在短时间内快速透支完之后 只能换来厄运 助食言做生意这么多年 涉及这么多的行业 居然行行都稳赚 不赔 这本身就不太正常 而且 他现在黑气即将入口 活不了几天了 由此我可以推断 他绝对走的是歪门邪道 他的那些稳赚 不赔的生意什么的 也都是通过这个来赚钱的 想要从助食言的嘴里掏出掉坠的事 我必须得先解决他的事 这也是我先问他是不是走偏门的原因 我一开口 助食言浑身就微不可见的哆嗦了一下 一双满是风情的眼里闪过了一丝意外和慌张 大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也仅仅是一瞬间 他就恢复正常 一脸无辜的冲我笑了笑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居然还不肯说实话 就好比他生病去看医生 却对医生隐瞒症状 这怎么救啊 我站起来就要走 见我要走 助食言这才真的慌了 赶紧快走几步拦在我的面前 风情万种的脸上满是着急 大师 我说 我说 其实我说走也不过是吓一下的 掉车还没消息呢 我怎么能走呢 这一次 助食言稳稳心神 老老实实 把他能这么多年做生意稳赚不赔的秘密 给说了出来 原来 他早些年做古董生意的时候 无意间收到了一个老物件 邪气得很 刚拿到手就出了几件怪事 他是又怕又惊 打算赶紧出手的时候 一个相熟的风水师告诉他 但凡上百年的老物件 只要正确地利用供奉 都会成为法器不可比拟的急运力气 也为了收集别人的运气 给他带来好运 抱运 那风水师替他设了一个震老物件的风水局 他半信半疑 照着风水师说的方法 供放了一段时间 发现 他的运气确实变得超级好 不管收到手 什么东西都能以数倍的价格卖出去 不说 就连他几次去堵食 切的也都是满绿 从无失手 这一下他是彻底相信了风水师说的话了 毕恭毕敬的把老物件就给供了起来 日日供奉 他的生意也确实是越来越蒸蒸日上 不过就在前不久 我忽然觉得家里多了个人 不管我去干什么 那个人都跟在我背后 阴魂不散 怎么甩都甩不掉 秦雪颤抖着声音问着 什么人啊 住师员一伤精致的眼睛 看着我们双唇开合 声音颤抖 一 一个女人 穿的衣服样式很老 长得很好看 你看到她了 嗯 我想看看 到底谁一直在我家里 晚上睡觉时 我偷偷打开了手机 结果 结果把那个人给录下来了 我和秦雪一起凑过去 看她打开的视频 视频上 住师员穿着真丝睡衣 正闭着眼躺在床上 我凑过去看的时候 她正好翻了一个身 真丝睡衣 正好从她腿下滑落 露出她修长白皙的长腿 以及玲珑的曲线 我下意识地闭开了眼 这画面太震撼了 我不好意思多看 不过 她的身材真的是挺好的 秦雪的小脸 那也是红红的 过了这几秒钟 她很快就出现了 意识到了气氛尴尬 住师员小脸红了红 指着屏幕 急忙说道 看 她出现了 住师员的话音刚落 视频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女人 女人衣着古典 身材鲜弱 虽然镜头比较模糊 但是依旧能够看出来 她有一双细长明媚的眼睛 以及阴冷的眼神 居然是张帅身上那只寄身灵 我和秦雪相互看了一眼 呼吸瞬间就急促了 本想着先看看 住师员遇到的邪恶是什么 没想到却误打误撞 在她拍下的视频里 看到了寄身灵 我瞬间绷紧了神经 紧紧盯着视频 生怕错过一个镜头 嬉戏苏苏 视频里那只寄身灵 在住师员的房间里走动 她先是绕着住师员的床 转了一圈 然后站在她的床前 直勾勾看着熟睡的住师员 有很长时间 寄身灵是一动不动 就那么直直地处在床前 直勾勾地盯着住师员看着 要不是视频里 住师员的呼吸声 均匀地响着 我还以为视频卡住不动了 她 她在干什么 秦雪盯着视频中的寄身灵 看了片刻 她终于忍不住苍白的小脸 抬头看响了住师员 她为什么一直盯着你看 我不知道 住师员虽然极力忍着 但是她的声音却颤抖得厉害 即便是看视频 也恐惧到了极点 显然 她确实困惑了许久 不然不会是这种反应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四十章 住师员的话音刚落 刚才还在盯着熟睡的她 看着的寄身灵 忽然缓缓扭头 朝着镜头的方向看了过来 然后她缓缓地冲着镜头 露出了一个笑容 阴冷 诡异 让人不寒而栗 我的呼吸是目然一致 而住师员 即便已经看过 也吓得别过脸去 不敢跟视频中的寄身灵对视 秦雪则吓得是低呼一声 下意识挽住我的手臂 往我身边缩了缩 自从我救她开始之后 遇到危险 就往我身上缩 或者往怀里躲 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了 视频忽然就结束了 视频最后定格的画面 就是寄身灵 那双细长 却阴冷的眼睛 以及脸上诡异阴森的笑容 虽然是在视频里 也让人觉得是毛骨悚然 我们三个人沉默了片刻 包房内的气氛沉重而压抑 片刻之后 我才皱眉问着住师员 朱总 你记不记得 你之前送给张夫人一条吊坠 记得 住师员稍稍地一思索 刚要点头 面色却稍微一变 那吊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敏锐地捕捉到 她脸色的变化 显然 那吊坠来历不同寻常 要不然 也不会在我提到吊坠的那一刻 住师员就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看了秦雪一眼 面色冷肃地对着住师员说道 张帅带来你这吊坠后 也被你刚刚放在视频里的 那个女人缠上了 我故意选择忽略了 中间环节的一个人 刘国良 现在住师员正被冀身灵 扰得是草木结冰 日日不得安宁 我直接说张帅被冀身灵缠上 跟那个吊坠有关 或许能够击中住师员的内心 果然我的话音刚落 住师员脸色又刷得一下子白了几分 当时那风水师帮我镇那个老物件的时候 说需要设个风水局 把老物件镶嵌进金属器皿中 就把那老物件给打磨了 我心疼那些边角料 风水师就让师傅给打磨后加工了一下 做成了几件小物件给卖了 卖给张夫人的那个吊坠 也是那些边角料的一部分 住师员的声音是越来越低 到最后他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难怪冀身灵会缠上张帅 原来他带的吊坠本身就属于那老物件的一部分 那些边角料 你卖出去多少件 大概有八九 九十来件 到底多少件 十九件 那个风水师 让你如何供奉那个老物件的 交那老物件放在我的卧室南面 每月 五夜子时 以 以 以精血供奉在前 再念几遍自己的心愿 就可以了 我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难怪住师员会运气爆棚 做什么 转什么 这分明是靠那些边角料 去吸收别人身上的运势和精气神 然后来助长他的运势 那老物件经历了几百年 早就沾染了不少的邪气阴气 女人的魁水 又是置阴的东西 又在午夜时上风 那老物件自然会被滋润的越来越邪气 阴力和灵力也会越来越大 那些边角料 本就是老物件一体 虽然已经分散出去 但是却跟老物件阴力相通 老物件的灵力越强大 那些边角料的灵力 也就跟着变强大 如果说他卖出去 有十九件的话 那张帅不是第一个 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这件事是后患无穷 大师 您说我快要死了 是不是跟那些东西有关 见我长时间默默无语 住师颜陪着小心地问我 我点了点头 你常见跟邪虫打交道 本就沾染了无数阴气 活人沾太多阴气 自然会损失无缘 再加上你在这几年的时间内 透支了太多以后的运势 招致了现在的结果 你在视频里看到的那个女人 跟老物件息息相关 或许他不再满足现在的状态了 用这种老物件 吸收别人的运势 从而改变自己的运势 很像是泰国的银牌 刚开始确实可以改变命运 但久而久之 邪恶反客为主 反倒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住师颜颓然地跌坐在座椅上 他近几年春风得意 早就把当初的敬畏之心 丢得是一干二净 却没有想到 一切都已经是明码标价 当初得到的那些 如今却需要用命来偿还 那是 现在该怎么办呀 秦雪苍白的小脸 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稍稍沉思了片刻 对着住师颜说道 走 带我去你的卧室看看 好 住师颜眼睛一亮 芒不迭地站起身 弯腰鞠躬邀请 大师 您这边请 我点了点头 邪同秦雪 一起朝着包房外走去 住师颜恭敬地 跟在我们俩的身后 走出包房之后 服务生又恭敬地 帮我们摁下了电梯 我们三个一起上了电梯 刚开始一切正常 当电梯走到九层的时候 电梯那个凳 忽然开始一闪一闪起来 怎么回事啊 住师颜紧张地关注了一下四周 哆嗦着开口了 电梯 电梯似乎停了 哼哼 就在这时 我身后忽然想起了一阵阴侧侧的轻笑声 紧接着一双白皙柔嫩的胳膊 缓缓地就抱住了我的腰 我浑身一颤 刷得扭头一看 正好对上那一双细长明媚 却是阴森诡异的眼睛 我缓缓转过头 正好跟身后那双细长而明媚的眼睛四目相对 我心头是木然一紧 抱着我的腰的 居然是寄身灵 一瞬间 无数的疑问涌上了我的脑袋 他是什么时候进电梯的 他是在电梯里等着我们 还是一直跟在我和秦雪身后 还有 他的眼睛阴冷诡异 带着一股子邪气 我顾不得细想那么多的问题了 下意识地就想避开寄身灵 那双充满邪气的眼睛 他全靠眼睛 蛊惑人心 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蛊惑 可是 我忽然惊惧地发现 此刻我全身僵硬 心中明明警觉要避开他的眼睛 但是整个人却像是着了魔一样 死死盯着那双 细长魅惑的眼睛 怎么努力都挪不开分号 哼 你 上 戒身灵是咯咯地音笑了一声 滴滴地叫着我的名字 声音是阴侧侧的 像是从地狱里传来的一样 幽冷阴森 他居然想蛊惑我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四十一章 我依旧死死盯着他 全身却不可遏制地颤抖起来 他居然趁我不注意 让我跟他四目相对 除了想蛊惑我之外 甚至还想上我的身 绝对不能答应 绝对不能答应 有一个声音在我的内心狂喊着 但是却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 捏住了我的下巴 缓缓地抬起了我的头 捏住了我的嘴 强迫我出声 我僵硬着身子 吃力地跟那股无形的力量对抗 然后又伸出右手 艰难从乾坤包里 掏出了一张精雷符 捏在手里 吃力地抬起了手 或许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 我居然还能跟他对抗 寄生灵面色微微的一变 眼神更加的幽冷阴森 一只手也缓缓地抬了起来 就在这时 电梯到了 看到徐徐打开的电梯门 寄生灵是眼神闪了闪 与此同时 捏住我下巴的力量 也木然一松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我左手捏起精雷符 右手捏着金刚纸 闪电一般朝着身后的寄生灵的脑门上 就贴了过去 精雷符是雷符的一种 威力比引雷符更为霸道 更适合对付寄生灵这种灵力强大的阴碎 季神灵眼睛中闪过了一丝慌乱 身子一晃 惊雷 划着他的胸口就滑了过去 一道黑烟就骤然冒起 季神灵是滴滴的惨叫了一声 身子一闪就消失了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从我面前逃走了 每一次我正面跟他交手的时候 他都是虚晃一枪直接消失 但是消失之后 又找机会时不时的来骚扰我 这种感觉很像是猫抓老鼠的游戏 只不过他是猫 我是那只老鼠 只是这一次他碰了我的惊雷符 灵力也受了损伤 估计会消停一段时间了 但是 他 他走了 刚刚我跟季神灵僵持的整个过程 都落入了秦雪和助食炎的眼中 他们两个紧紧贴在一起 惊恐地环顾着四周 颤抖着声音问着我 现在没事了吧 我摸了摸微微有些发麻的下巴 淡淡地说着 没事了 他走了 助食炎的身子晃了晃 脸色惨白 下意识地紧张环顾四周 秦雪苍白着小脸 快速躲到了我的身边 紧紧挽住我的胳膊 大师 咱们快出去吧 这电梯里阴森森的 那个东西说不定还会回来呢 有我在 没事 看着秦雪受惊时 小鹿一样纯净清澈的眼神 我心中隐隐地生起了一丝联系 拉着秦雪走出电梯 淡淡地对随后紧张跟着走出电梯的助食炎说道 朱总 您可以带我们去你家了 助食炎是惊恐地点头 好 好 可是 怎么去 助食炎家就成了问题了 秦雪和助食炎都怕济身灵再已出现 都想跟我共乘一辆车 最后 是秦雪妥协了 跟我一起坐上了助食炎的路虎 一起朝他在市里的小区奔去 助食炎所在的小区 是花园洋房 小区位置和整体布局倒还好 但是小区内的一些什么麒麟 隐蔽 五进五出 以及金凤玉露什么的风水设计 全部都是不伦不类 不过是沾些风水的边用来糊糊不懂行的客户罢了 不过 我是来看助食炎卧室的那些老物件的 自然不会去智慧这些东西了 很快 助食炎带着我和秦雪就到了他家 他家在一楼西户 地面上带着小花园和大阳台 地下是两层地下室 助食炎花钱 精心装修了一份 整个房子布局和陈设颇有格调 很符合他风情万种的气势 是以他房子以黑白蓝三种冷色调为主 加上屋子本身就带着阴气 刚进来的时候就更是觉得阴气沉沉 让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带我去你卧室看看 我扫了一眼 好 助食炎不敢怠慢 立刻带着我和秦雪进了卧室 我问他老物件平时在哪供奉 在 在那里 助食炎苍白脸 指着衣帽间的一个小隔肩 颤抖着声音 大师 你 你自己打开吧 我害怕 我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他跟这东西共处一世好几年了 如今都要被这个东西给害死了 才刚知道害怕 事意秦雪和助食炎稍稍后退几步 我缓缓走上前去 缓缓打开那间小隔肩的门 打开小隔肩的门之后 我微微地一惊 那个老物件被雕刻成了一个圆球 钩在它四周的金箱圈 则雕刻成了金龙状 金龙将老物件盘旋其中 尾巴垂下 嘴巴则拖着老物件雕刻成了圆球 居然是一个小小的聚音阵 这老物件聚集了百年的邪气 本就是阴气十足 再加上常年跟助食炎共处一室 女子至阴 再用至阴之物供奉 难怪这老物件的灵力是越来越强大 就连助食炎也被它汲取得紧上 一些一丝的氧气了 但是更让我惊疑的是 在供奉老物件的小隔肩里 还摆着一件女人穿着的性感睡衣 而且叠得是整整齐齐十分的惹眼 那风水是让你也供奉这个 我皱了皱眉头 扭头问身后的助食炎 什么 助食炎不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他小心翼翼从我背后走出来 胆战心惊地瞥了一眼的小隔肩内 等看清里面的东西之后 他木然地愣住了 喃喃地说道 这 这不是我放上去的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 如果小隔肩内的那件睡衣 不是助食炎摆上去的 那会是谁摆上去的 秦雪和助食炎 急刷刷地盯向那件睡衣 两人的脸上全都是黄红 那件大红色的睡衣 看起来是更加的刺眼 卧室内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秦雪满脸都是紧张 下意识地往我身边凑了一步 那是 助食炎嘀嘀地叫了我一声 目光从睡衣转向了屋子四周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一般来说 巨音局都会用至音至晦的东西 但是碰到女人的贴身衣物 那绝对是大忌 很容易招惹女人邪气上身 将巨音阵 巨音巨材的功能就给破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四十二章 这小隔间内的东西除了你动过之外 还有别人碰过没有 没有 朱诗言摇了摇头 这房子就我一个人住 我从不带人来家里的 秦雪看了一下衣帽间 朱总 这个小隔间挨着你的衣帽间 会不会是你不经意间 把衣服放到里面去了 你却不知道 这种情况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绝对不会 朱诗言否认得很是绝对 当初那个风水诗特意告诫过我 绝对不能让贴身衣服碰到这东西 否则 我非但赚不了钱 也会丢了性命的 所以这衣帽间的衣服都是摆设 掩然耳目罢了 其实我的衣服从未往这里放过 这几种可能全部排除了 也不可能是当初 设这个风水局的风水诗 按朱诗言所说 那个风水诗给他设了风水局之后 就去了别的城市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唯一剩下的可能 那就是济身灵了 从朱诗言偷偷拍下的视频可以看到 那只济身灵经常在他卧房徘徊 做一些古怪诡异的事 如果那件睡衣 不是朱诗言放进去的 那就只能是济身灵做的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我眉头紧皱 心中满是疑惑 济身灵的存在 以及灵力 都跟着老物件和巨音局息息相关 他怎么会做这种出大计的事呢 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还有 如果真的是济身灵 把那件睡衣放进去的 那他这么做的意义 何在呢 我苦思冥想 始终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只能暂时放弃这个念头 转而将注意力放在那个老物件 以及小隔间的风水局上 老物件是个邪物 属音 金箱圈属金 质阳质刚 这两者相生相克 用金箱圈 相助老物件 可以克制老物件 阴气和邪气外泄 保证不损当事人的阳气和寿命 这是对的 但是 金龙生水 水又属阴 这巨音局中的金龙 又拖着老物件 雕成的圆球 反倒是助长了老物件的阴气和邪气 加上巨音风水局 本就是歪门邪道的东西 以吸取他人的运势 来主张当事人的运势 再加上这老物件的加持 这巨音阵的威力 瞬间就暴涨了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这才导致 朱石岩是阳气大损 寿源锐减 除此之外 我倒也没看出 这巨音局还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 既然这老物件害人 那把他毁了不就完了吗 见我一直盯着 小隔间内的巨音局 秦雪好奇地问着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转头问向身后的 注尸员 坐着巨音局 那风水师可要了你什么东西 我的生辰八字 三滴肚脐眼血 几根胎发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几样东西都是娘胎里带来的 只要设巨音局时 将生辰八字写在纸上 和胎发一起烧成灰 再将三滴肚脐血 滴在巨音局的局眼上 这巨音局基本上 就跟当事人生死相关了 简单地说 若是坏了巨音局和老物件 注尸员也得死 这 这可怎么办啊 注尸员吓得是小脸惨白 风情眼中全是惶恐 早就没有了初见时的风情万种 和高高在上 只是一脸地哀求着我 用手拽着我 哽咽地说着 大师 求您救救我 我还年轻 我还不想死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他进退两难 横竖都是死了 这个在河海市 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女老板 此刻下的是六神无主 只能祈求我能帮上忙了 我又叹了一口气 他现在只都害怕了 但是他之前 却未曾想过 若不是这巨音局 跟他息息相关 他又如何会在这几年 如此的运势爆棚呢 不过 看他现在的 惊惧恐慌的模样 我也不忍多说他什么了 那几斤鞭鸟料 做成的小物件 你都卖给谁了 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现在想就 注石炎和张帅 只能先除掉济神灵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那只济神灵 应该是老物件 生出的邪物 若想除掉它 只有先将那几块 分散出去的边角料 给找回来 然后再将它 逼回老物件 接着将老物件 彻底封死埋起来 让老物件 永不见天日 这样 既可以除掉 寄身灵 又能保住 注石炎的性命 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至于注石炎 阳气亏损的情况 等除掉寄身灵之后 我再帮它调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我把除掉寄身灵的法子 跟注石炎说了一遍 注石炎想了想 去拿了纸笔过来 说它是边想边写 看看能不能把 那十九个人 全部给写出来 他一边想 一边写着 我和秦雪站在他的身后 静静地等待着 诺大的屋子 只有注石炎 写思的声音 片刻之后 他站起了身 恭恭敬敬地 将写好的名单 双手递给了我 大师 我想起来 十八个买主 但剩下那一个 我实在是死活 想不起来了 我数了数名单上的人 确实有十八个人 唯独少了一个 不过过了几年 还能记起这么多的人 已经算是不错了 这样 这几天咱们先 按照名单上的人 挨着把那些 卖出去的边角料 再买回来 我沉思了片刻 很快做出决定 立刻对他说道 剩下那一个人 你务必要想起来 要是我想不起来了呢 功亏一篑 你还得死 助师言沉默了 助师言扫了一下 名单上的人 皱起好看的眉头 大师 这名单上的人 我也知道一些 都是一些有钱人 他们买到手的东西 只怕不好再买回来 或者要回来的 有钱人买东西 有时候会图面子 他们买到的东西 怎么会轻易地卖出去呢 秦小姐说的没错 秦雪的话中 说出了助师言的担忧 她立刻附和 要是那些买主布 不愿意卖怎么办 我冷冷地一笑 同等价格买不回来 就掏十倍的价格 十倍不行就五十倍 一百倍 要是有人一百倍都不肯卖 朱总就去想办法求那人 不管失落也好 跪舔也好 只要能拿回来就行 助师言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显然 她被我说的东西给吓到了 毕竟 向来都只是别人跪舔求着她 她还从没有跪舔过别人 或者求过别人什么 我没有再去劝解 她当初因为贪念 在知道老物件有问题的情况下 不仅把老物件做成了聚音局 还把老物件的边角料给卖了出去 到现在都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了 想要要回这些东西 自然得付出对等 或者更高的代价 这就是英国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转转本尊 演播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四十三章 只可惜 有人偏偏偏就不信邪 好 朱师妍 咬了咬嘴唇 狠狠心 下了决定了 我听大师的 我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识时误 识趣 这一点 他倒是挺聪明的 大师 那张帅怎么办呀 听我说完之后 秦雪着急地说着 那女人整天缠着她 我怕 我怕她支撑不了那么久 我的眉头再一次皱了起来 从十九个人 收回买回的那些东西 不值得要多长时间 而张帅和助师妍 大概都撑不了 这么长时间了 走 再去找张帅 我转身 率先朝着门外走去 那只继神灵 被我的精灵符给伤着了 这段时间 他应该会收敛很多 咱们也可以趁机 把张帅从家里给弄出来 现在知道 该如何灭掉那只继神灵 是该先回去 把张帅给保护起来 好 秦雪答应了一声 匆忙跟在我的身后 急急朝着门外走去 助师妍 也紧跟着追了上来 紧张兮兮地问我 要是继神灵再来找她 她该怎么办 我想了想 从乾坤包里 掏出了三张驱邪云符 送给了她 净收入两百七十块 这一下吃饭有着落了 因为有了之前的教训 助师妍欢天喜地地 收下了我卖给她的护身云符 亲自将我和秦雪送到了小区门口 朱总 这车我先开回去 等以后还给你啊 因为急着去找张帅 秦雪也顾不上客气 助师妍讨好的笑着对我说的 一辆车而已 送给大师了 我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是对着秦雪说道 先该就回去吧 等再者时间还给朱总就是了 秦雪点了点头 猛然间一踩油门 车子就朝着张帅家飞驰去 很快 我们就到了张帅家的门口了 这一次赵力士我上去敲门 门一下打开 张帅出现在了门口 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 看着我和秦雪 这 不等秦雪把他的名字叫出来 张帅先是急急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猛然一把就把我拉了进去 顾不得理会秦雪 急忙拉我进了卫生间 我这才看到 张帅浑身上下 就裹着一条浴巾 大师 你快看 把我拉到卫生间之后 张帅急急伸手 要扯掉围在腰间的浴巾 张帅的这个动作 吓得我蹭地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我被张帅吓得蹭地一下子跳起来 紧张后退了好几步 你要干什么 我不好正口 大师 你想什么呢 张帅瞪了我一页 刷得一下子扯掉了围着的浴巾 大师 你快看看 我都 都成什么样了 这个氛围有些微妙 我有些尴尬 我他妈连女人都还没看过呢 让我看一个男人 大师 你快看看呀 张帅不停地催促着我 然后 我好奇地扫了一眼 扫了一眼之后 我抬眼看着张帅 肿吗 张帅现在已经消瘦的可怕的脸上 带着有点难为情了 但更多的是绝望和无奈 大师 才这么下去 我真的会死的 他太生猛了 日日夜夜的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沉思了许久 脸色凝重 张帅是巴巴地看着我 大师 你看 我下意识地又瞄了一眼 真的会中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谈过女朋友呢 对这些常识是一无所知 提前知道一下这些知识 也是好的 真的会 张帅先是生无可恋地点了点头 然后猛然反应过来 快速地围上了郁金 哎 大师 我才跟你说正事呢 你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了 你们去找注尸研了没有 我咳嗽了一声 迅速回过神来 总之是你不用担心 是因为阴气过重 等我待会儿给你画一张福转消肿去洗 缓解了刚才的尴尬之后 我好奇地看向张帅 你知道我们会去找注尸研 你怎么知道那吊研有问题的 这也是我一直想问张帅的问题 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所以才会专程提醒我们吊研的事情 我和秦雪这才会去找注尸研 因为 张帅下意识地看了看卫生间的门口 然后压低了声音 他跟我做内事的时候 必须要求我带着那条吊坠 而且只要我带上那条吊坠 无论躲在什么地方他都能找到 我就猜想 他是不是跟那条吊坠有关 后来我想着 要是能把吊坠扔掉 他是不是就找不到我了 说到这里 张帅满脸都是绝望 唉 可是啊 不管我把吊坠扔到哪里 第二天他总会回到我的脖子上 久而久之 他直接就放弃扔掉吊坠的想法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我和秦雪去找祝师岩看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 我忽然有些佩服张帅了 他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 嘴又碎 还邋遢 没想到这种情况之下 他居然还能传递信息给我们 要不是他 我也发现不了 季身灵跟着老物件的关系 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季身灵 我让张帅穿好了衣服 一起走到了客厅 秦雪在客厅等得有些着急 见我和张帅出来 他立刻急急地迎上来 出什么事了 你们刚刚去月身间做什么呀 我和张帅互相看了一眼 一起摇头 没什么事 那个女人呢 秦雪紧张地扫了一眼客厅 刚刚我在客厅坐着 也没看见他 张帅挠了挠脑袋 疑惑地开口了 说来也奇怪 就在两个小时前 他忽然消失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 两个小时前 那不正是被我的金雷夫 伤了的时候 你们不用怕 他最近一时半刻不会回来的 趁他消失的时候 我在你屋里布个厮杀锁魂阵 即便我没时间护着你 这四煞锁魂阵 也可以帮你抵挡一阵 四煞锁魂阵 是秘路里一种对付阴碎的阵法 由东南西北四煞困手 脚踏八门 变化莫测 牵一发而动全身 若烈阵之人不催动阵法 则可以固守阴碎 若催动阵法 则可以让阴碎浑飞魄散 这个阵法威力很霸道 我一向很少使用 但是既身灵神出鬼没 灵力强大 我不得不小心应对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四十四章 只要暂时阻止 寄身灵来找张帅 拖延时间 直到助尸岩 找到那十九块 卖出去的边角料 以后那就好办了 秦雪看我的大眼睛 全是崇拜 大师 你还会不振 好好好 大师 你快快不振 快点阻止那东西 再来找我 而张帅是眼睛一亮 一张消瘦无比的脸上 显出了兴奋的潮红 积极地催促着我 需要什么东西 大师尽管吩咐 我这就找人去准备 准备四个纸人 珠商 黄纸 以后井水 还有四个八字 全阴人的生辰八字 这 张帅有些犹豫 前几样都好准备 唯独最后一样 不好准备 如果最后一个不好找 换成四个凶手恶煞 至凶之恶人的生辰八字也行 明被张帅在迟疑什么 我沉思了一番 用四个人的生辰八字 都是借他们的阴气和凶煞之气 并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八字至阴之人可通灵 阵法更为敏感 至凶至恶之人 煞气重 阵法更为霸道 各有好处 用哪一样都行 这至凶之恶的人 恐怕要到监狱里才能找到了 冰神哪能碰到那么多恶人 张帅挠了挠头发 苦着脸问我 哎呀 这大师还能不能换成别的 我淡淡撇了他一眼 他伏西谷上至发际之间 平衡过额角 组上主柜 家中有人做官 而且位置还不低 到这个时候了 他还跟我装低调 张公子 打个电话给你吧 找四个至凶之恶的人应该不是什么男士吧 我淡淡地对着张帅说着 张帅愣了愣 然后他瞬间明白 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 我这就打 被我用这种方式看穿 张帅有些尴尬 黑黑干笑了几声 拿出手机去阳台打电话了 打了有一分钟 他回来跟我说 大师搞定了 其他的东西也很快就会准备好 这还差不多 速度也算挺快的 接下来 秦雪在张帅家找了几包方便面 几个鸡蛋 勉强做了一锅的鸡蛋面条 我们三个人凑合着吃了一顿 张帅吃的是狼吞虎咽 恨不得把碗给吞下去 吃完之后 他抱着头呜呜地哭 一边哭一边诉苦 菜怎么好吃了 不管你们说 我这几天连口饭都没好好吃一口 这日子 怎么根本不是人过的 此刻的张帅 哭得像是一个娘们 他多日的委屈 惊恐和绝望 终于得到了宣泄 我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秦雪眼圈也跟着红了 走到他的身边 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 安慰着他 等哭够了 发泄够了 张帅才木然觉得 自己刚才哭得太娘了 赶紧急急地向秦雪解释 小雪 这几天我实在是太压抑了 所以才会这样 但我真的不这样 我从来都不会哭的 真的 哎呀 没关系没关系的 秦雪揽过张帅的头 让他轻轻地靠着自己的肩膀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啊 张帅幸福地眯起了双眼 我 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什么恋爱经验 但是我隐隐觉得 张帅幸福得太早了 秦雪只怕是把他当姐妹了 等张帅情绪彻底稳定下来 已经是傍晚了 天色刚刚暗下来 张帅家的门被敲响 几个小伙子 用黑色的大塑料袋 装着四个纸人 拿着我要的朱砂什么的 几样东西就走了进来 进来之后 为首的小伙子 帅先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 快速塞给了张帅 不用说 那张纸上写的肯定是四个 至凶至恶之人的 生辰八字 嗯 帝我谢谢我爸 自从这四个小伙子进来之后 张帅一反之前的嘴碎和见兮兮 一脸的高冷和冷漠 跟之前是判若两人 甚至有些故意疏远 几个小伙子点点头 为首的小伙子 嘀嘀地说着 先生说 让你多注意一些 不要惹祸 我知道了 张帅表情更为淡漠 带着几分疏远和固执 你回去告诉他 不会影响到他的 为首的小伙子点点头 招呼其他几个人离开 我有些好奇 张帅到底是怎么跟他爸说的 他爸的反应竟然如此淡漠 还让他尽量少惹祸 不过 这是张帅父子的姿势 我不好多问 甚至也不会通过相面去揣测 这是我的原则 秦雪反应淡淡的 似乎习以为常了 等那几个小伙子离开之后 我就开始忙活了 要了张帅一些额前发作为伏笔 用雨后井水沿了朱沙 将那四个治凶治恶之人的生辰八字 写到了四个指人的背后 又给四个指人点了眼 再将四个指人 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等等 一直忙活到了凌晨 才终于将四煞锁魂阵布置完毕 之后 就是等待 等着注尸炎找到那十八个人 再将那十八件边角料 从那十八个人的手中买回来 更重要的是 他还得想起第九个人是谁 否则的话是功亏一篑 时间过得很快 一会儿三天就过去了 这三天 祭神灵一直没有出现 注尸炎那边进行的似乎也不大顺利 三天才找到了七八个人 我催促他抓紧时间 他的时间不多了 再拖下去 只怕是命都保不住了 这三天的时间里 我用福转帮张帅 锯了一部分身上的阴气 又每天精心调息运功 希望能早日突破第二级的障碍 第三天晚上 我运功调息完毕 早早地就睡下了 睡到半夜时 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阵轻笑声 阴侧侧的带着几分寒意 我木然间睁开了双眼 就见秦雪披头散发 穿着一套真丝睡衣 赤着两条又长又白的腿 带着诡异的笑容 站在了我的床前 真丝睡衣 大长腿 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直接就呆住了 大半夜看到秦雪穿成这样 出现在我面前 视觉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很难让人不浮想连篇 但稍稍地细想一下就会发现 秦雪面色僵硬 双眼呆滞 嘴角带着笑容 也只会让她看起来 更加的诡异阴森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香故事 欢迎令狱 第四十五章 我心中漠然一紧 不好 秦雪被控制了 我警告过你了 少管闲事 现在你们都得死 他阴森森地笑着 小脸上满是诡异 话音刚落 秦雪木然就朝我扑了过来 这是在张帅家 又有四厦锁魂镇护屋 我睡觉前 就没有多做防范 现在秦雪来袭 我只能快速咬破了中指 凝了中指血 打算先破了秦雪 被困的情况再说 就在秦雪朝我扑来的时候 我闪电一般出手 唰唰唰 运指飞快 分别在秦雪的印堂 人中和胸口 点了中指血 就在我的手指 点到秦雪胸口的时候 他双眼漠然翻白 然后身子一软 整个人直直地 就朝我扑了过来 小心 我吓了一跳 条件反射地 就去接秦雪 谁料秦雪 直直地朝下倒下 我的身子 倒是接住了他 一双手 却按住了 不该按的地方 这是 大师 就在我小心翼翼地 感受着的时候 耳边响起秦雪 滴滴的声音 我的头好晕了 我 我怎么在你房间啊 我吓了一跳 赶紧松开手 那个 你被控制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头还是很晕 秦雪没有起身的意思 依旧是软 啪啪地在我的身上 声音还带着一些焦憨 大师 你让我再趴一会儿 好不好 我下意识地想要阻止 但是好字 却不受控制地蹦了出来 见我答应 他就舒舒服服地 爬在我的身上 丝毫没有起来的意思 因为是夏天 晚上睡觉 我打了赤膊 穿了沙滩裤 秦雪趴在我的身上 我不仅能够感受到 他的曲线 甚至还能看到 翘 有一刻 我有些心神荡漾 但是仅仅只是一瞬间 我很快就回顾神来 秦雪 你能不能想起来 在你一时消失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 房内有四煞锁魂阵户屋 寄身灵是绝对不敢轻易进来的 我很好奇 秦雪是怎么被控制的 凌晨时 我接了个视频电话 听到提到这件事 秦雪的身子明显就色缩了一下 下意识地趴进我的怀里 惊恐环顾了一下四周 是 是那个女人打过来的电话 我恍然大悟 寄身灵是靠眼睛迷惑人心的 因为房子内有四煞锁魂阵 寄身灵不敢轻易来闯 所以她想到利用视频电话 卧槽 这只寄身灵简直是成精了 灵力强大就算了 居然还值得利用现代智能 不用说 肯定是秦雪跟她视频电话之后 被她的眼神控制 所以才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显然 视频电话虽然可以控制秦雪 但是效果明显没有面对面控制的好 所以我刚刚很容易就解除了秦雪的控制 而且她并不是真的想要控制秦雪 她想要的不过就是借秦雪的嘴警告我而已 张帅呢 我忽然想到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张帅 心中漠然一紧 秦雪漠然抬起头 立刻从我怀里钻了出来 大师 我们快去看看吧 万一那个女人也给张帅打电话 张帅再次被控制了 怎么办 她张口的瞬间 我已经飞快下了床 拉着她 一起朝着张帅的房间飞奔而去 张帅的房间是空荡荡的 她不在房间内 大师 张帅不会像上次那样 又被那个女人给拐走了吧 我摇了摇头 同样的错 我怎么就会犯两次 这次布置四煞锁魂阵的时候 趁张帅不注意 我又在四煞锁魂阵里 加了四项迷魂阵 看似只是改变了家里的几样家具摆设 但是如果不懂阵法 只怕在客厅里绕上 一晚上都绕不出去 那继身灵在外面不敢进来 张帅又出不了这个房子 所以张帅一定还在房子里 张帅 听了我的解释 秦雪紧绷的小脸是木然一松 立刻颤抖着声音 喊了张帅一声 试图找到张帅 他的话音未落 外面忽然传了一阵 稀稀疏疏的声音 听声音像是从客厅传来的 我和秦雪对视眼 齐齐朝着客厅走去 就在我们俩刚刚走出张帅房间的那一刻 我看见一道身影在客厅里是一闪而过 等等 我伸出手 拦住了秦雪 轻轻指了指 那个身影闪过的方向 冲着秦雪摆了摆手 示意她跟在我的身后 缓缓朝着黑影藏身的方向走去 客厅内没开灯 所有的家具都拢在黑暗之中 朦朦胧胧 透出虚虚的轮廓 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尤其是放在客厅四个角的四个指人 在黑暗中更是透着一股子邪气和阴森 就在小心翼翼朝前走的时候 身后的秦雪颤抖着身子 将小手塞进了我的手中 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后背 低声对我说着 大师 我害怕 没事 我握紧她的小手 将她护在了身前 再次朝着黑影藏身的地方 缓缓地走去 嬉戏苏苏 那个方向又传了一阵细碎的声音 就像是半夜老鼠在偷偷啃尸什么 秦雪的身子漠然一颤 紧紧攥着我的小手 在微微地颤抖着 她手指冰凉 用另一只手指指了指前方 大师 在那里 你知道客厅开关在哪里吗 秦雪缩在我怀里 颤抖着点了点头 现在 我把你送到开关那里 然后我数一二三 你力气开灯 好不好 我将声音放柔 我将声音放柔 努力不让她紧张 我拉着她的手 将她送到了一步之遥的开关处 然后我再次缓缓朝着黑影藏身的地方走去 直到距离那个黑影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我滴滴冲着她喊着 一 二 三 我刚刚数到三 客厅的灯就啪的一下子打开 客厅内的一切是尽收眼底 我还没适应客厅灯光忽然打开的不适感 身后的秦雪指着我的前方 忽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呼声 我是心头一颤 抬头朝着正前方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十六章 我正前方站着一个纸人 身穿深蓝色衣服 惨白的脸蛋 星红的嘴唇 黑漆漆的眼珠子 一动不动的就在我的面前用眼珠子瞪着我 说不出的诡异阴森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纸人的下面居然骑着一个人 那个人低着头 僵硬的身子 一动不动的站着 其他三个纸人 呈善状围拢在他们周围 三个方向 客厅暗黄色灯光 打在四个纸人和一个人的身上 让整个客厅多了几分诡弃森森的 说不出来的诡异 我抬头看去的时候 那个人缓缓抬起头 冲我笑了笑 同样惨白的脸蛋 星红的嘴唇 黑漆漆 却是僵硬的眼珠子 再加上乱蓬蓬的头发 消瘦的可怕的脸颊 竟然比纸人还要阴森几分 居然是张帅 其他四个纸人的脸上 似乎也都带着 似笑非笑的笑容 五双黑漆漆的眼珠子 盯着我和秦雪 目光叵测 我吃了一惊 倒不是因为眼前情景 太过惊悚 而是我原本部的四煞锁魂阵 由于张帅的忽然插入 阵法忽然发生了变动 变成了五鬼阴风阵了 四煞锁魂阵 借四方煞气灭阴碎邪魅 而五鬼阴风阵正好相反 是阴碎借阴阳之力 真实和虚幻家病 困鬼杀鬼 遇人杀人 而张帅则正好充当了 这五鬼阴风阵里的阳 其他指人就是阴 五鬼阴风阵阴阳交错 虚实互补 以阳为阵眼 其他死阴为阵盘 变化莫测 虚实难测 还能照出无数的阴灵助阵 让整个阵法的威力 放大了数百倍 如果改变阵法的人 催动阵法 这个我原本布置的 用来抵御济身灵的 厮杀锁魂阵 就变成了攻击我和秦雪的利刃 不用说 肯定是那只济身灵做的 他控制了秦雪和张帅 连面都没露 就将局势发生了改观 狡猾却聪明 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阴碎 若是想破着无鬼阴风阵 必须要先将张帅制服 破了寄身灵对他的控制 张帅 我试着朝张帅走近了一步 低声地呼唤着他 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快过来 朝张帅走近的那一刻 我劈手就想将他打晕 就在我闪电般伸出手的那一刻 门外忽然响起了一阵 阴侧侧的轻笑声 紧接着 一阵阴风是骤然卷起 那阵阴风在客厅内盘旋了片刻 客厅内渐渐变得朦胧模糊起来 像是忽然充满了白雾一样 张帅原本带着诡异笑容的脸 骤然的一板 身子竟然快速闪过我的手 后背上背着的指人 快速朝我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而剩下的三个指人 似乎身子闪了闪 然后阴侧侧的朝着我和秦雪的方向 就围拢了过来 不好 纪神灵在外面催动阵法了 若应付不力 我们三人都得死 这就是那只寄身灵的目的 快 躲到我后面 后面贴着墙壁 我快速闪开扑过来的张帅 扭头大声地冲着秦雪就喊着 还有 那几只指人并没有动 你看到的都只是幻觉 要是看到他们攻击你 你只要双手中指并笼 只做他眼珠子就行 双手并拢 是蜜露中的三经指觉 可破幻想 其实 张帅刚朝我扑过来的时候 秦雪已经冲到了我的身后了 听到我大吼一声之后 他迅速将后背靠近了墙壁 紧张地盯着 渐渐朝我们逼近的张帅 和四个指人 是幻觉 是幻觉 别怕 别怕 他不停暗示自己 给自己装着胆 我则冷冷地 看着朝我们围拢过来的 张帅和指人 打算四季而动 因为出来着急 我的乾坤包 落在了卧室了 伏笔和朱砂都在包内 没有办法封住指人的眼 只要没封住指人的眼 我们眼前的幻觉 就不会消失 电光火石之间 张帅和指人 已经开始进攻了 我紧紧地护着秦雪 一边躲着张帅的进攻 右手 食指勾住了无名指 指先向下 中指朝上 捏了一个金刚指 爷爷曾经说过 手中有福转 则可以赤福 手中没有福转 则可以 以内气带赤福 引天上惊雷 震阴除碎 我之前也试过 但是因为内气不足 从来没有成功过 如今局势紧迫 我只得拼着试一试 张帅音笑着 身子鬼魅一般朝我进攻 其他几个指人 也跟着缓缓地包围了过来 啊 我跟你们拼了 就在我沉心静气 努力集中内气 在丹田 在运转到指尖的时候 身后的秦雪 发出了一阵骄痴声 按照我说的法子 双指并拢 狠狠地朝着攻击 他的指人的眼珠子 就戳了过去 那两个指人 被戳中眼珠子之后 身子一闪 就消失了 大师 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 秦雪大喜 他的话音未落 客厅内忽然冒出 无数道身影 摇摇晃晃 朝我和秦雪所在的方向 走了过来 那些身影 个个是面旁模糊 身影漆黑 像是从地狱里 钻出来的一样 这是乌鬼阴风阵 催动之后 召唤出来的阴碎 数两种多 一时间 竟然数不清有多少了 大师 怎么会帮出来 这么多东西啊 秦雪脸上 刚刚浮现出了 一丝微笑 瞬间就凝固了 他目瞪口呆 看着无数冒出来的黑影 身子紧紧地贴着我 全身是瑟瑟发动 而张帅 以及四个指人 也一起朝我们围轮过来 行事危急 千军一发 我努力沉下心 将全部内力运转到指尖 然后猛然一跺脚 等指尖灼热无比的时候 我心中一喜 漠然指向天空 力声喝道 雷来 花 一道闪电 破空划过 咔嚓嚓 紧接着 阵阵 惊雷 咒起 一道电蛇一般的闪电 骤然间劈进了客厅 在客厅内轰然炸开 无数云色的闪电 紧跟着 一道又一道的劈下来 紧跟着在客厅内 一次又一次轰炸开 那些原本摇摇晃晃 朝我和秦雪逼近的身影 瞬间被炸的是烟消云散 四个指人和幻想 瞬间就消失 指人输的 就着了火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领域 第四十七章 张帅的身子晃了晃 扑通一下子倒在地上 片刻之后 客厅内在渐渐地平静 本来将秦雪护在身下的我 这才觉得精疲力尽 头晕目眩 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 大师 你没事吧 秦雪 秦雪着急地问之 漂亮的眼中全都是心疼 我摇了摇头 我没事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因为刚刚强行运用内力 试了惊雷 内气损耗过大 这就是后果 秦雪又问我张帅怎么样 我告诉他 张帅也没事 不过是晕过去罢了 很快就能清醒过来 得知我和张帅都没事 秦雪紧绷的神经 这才漠然放松 身子一软 挨着我跌坐在地上 轻轻地把头 放在我的肩膀上 一股淡淡的轻响 淡淡地萦绕在我的鼻端 有一刻 我忽然觉得 身子似乎不那么酸染无力了 只是 我不敢猜分神 现在当务之急 是赶紧收集那十九块边角料 将寄神灵封印 咱们必须加快速度了 我运气调息片刻之后 这才对秦雪说道 这只寄神灵 想要我们所有人的命 如果不是我靠内气 赤气引雷 将这些阴碎给炸得烟消云散 我们三人啊 今天只怕都危险了 那只寄神灵 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厉害 休息了一阵子 张帅清醒了 醒来之后 他完全不记得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追问了一下 他果然也是大半夜 接到寄神灵的电话 通过视频电话被控制了 这他妈沉浸了吧 听我说完之后 看着满客厅的狼狈凌乱 张帅懊恼地拍了一下脑袋 转头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大师 求求你 快把他给灭了吧 才这么下去 还没出到他之前 我就被搞死了 我稍微沉思了片刻 有一个办法 张帅一喜 什么办法 去找你爸 让你爸给那十八个人试药 只有最快集齐十九块编九六 才能封印寄生灵 这是目前最快的办法了 仅靠祝石炎一个人的力量 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而现在张帅和祝石炎的时间都不多 必须要加快速度 啊 这 张帅有些质疑 看得出来 他根本不想找他爸帮忙 秦雪在一旁劝说着 张帅 大师说得对 让你爸帮忙 是现在最快的办法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爸肯定不会怪你的 好 张帅咬咬牙 点头答应 很快 他给他爸打了电话 不知道他跟他爸说了什么 他回来的时候 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和秦雪 他爸同意帮他了 我和秦雪相识一笑 现在的张帅 就像得了颗糖的孩子一样 这说明 即使他也渴望跟他爸多亲近 有了张帅他爸主力 事情进展果然快多了 短短的三天时间 就收集够了其他十几块 冰角料 加上张帅的 一共是十八块 就剩下第十九个人了 可是 第十九个人是谁 助食言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们三个人是干着急 却帮不上忙 一直到了第七天的早上 助食言忽然打来电话 急急地在电话里说着 大师 我 我想起来第十九个人是谁了 助食言的声音 清晰地从电话里传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张帅和秦雪刷的一下子凑到我的身边 助总 第十九个人是谁 说完之后 两人是满脸紧张 摒弃宁神 等待着助食言的答案 是 何静 当时他是托人 从我手里买的一对耳镇 所以我把他给忘记了 客厅内忽然安静下来 我们三人默然愣住 第十九个人 居然是何静 秦雪的脸刷一下子就变了 我和张帅相互看了一眼 彼此脸色都不太好看 如果何静是那第十九个人的话 那当初纪身灵附在刘国良的身上 是因为何静 从助食言手里买了编角料了 还有 何静是因什么而死呢 刘国良肯把耳坠交给我们 这件事 似乎比及其前十八件编角料还要困 要不 还是让我爸找人吧 张帅看了我和秦雪义 不过刘国良这人脾气 倔得像一头驴 若是抓不到他什么把柄 施压恐怕对他不起什么作用 这一点张帅没说错 刘国良腮骨阔 头骨高 性格极为固执 他要是认定的事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要是他因为何静的事记恨我们 就算张帅他爸找人施压 也是没什么用的 我去找刘国良 要他手里的耳坠 刚沉没了一阵子的秦雪 忽然开口 他眼圈泛红 语气中带着一丝恨意 这是他欠我家的 他该还 对于刘国良福气 秦雪依旧是心怀恨意 他打算利用刘国良 对他和他妈的愧疚之情 帮张帅将那一双耳坠给要回来 其实 他只是想用自己的方法 报复折磨刘国良罢了 我微微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张帅小心翼翼地劝着 小雪 你还是别见他了 免得见到他又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还是给我爸打电话吧 他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不 我要去 秦雪夺过张帅的手机 他泛红的眼眶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泪花在他的眼眶中翻滚 却倔强地没掉下来 而是含泪咬着嘴唇盯着张帅 等着他答应 好吧 张帅迟疑了一下 终于点头答应 我陪你去 好 秦雪含泪点了点头 又扭头看向了我 满是晶莹的眼中 充满了期待 大师 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有一个 我有些心疼的 他原本青春亮丽 正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年纪 却忽然承担了许多 他这个年纪不应该承担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 好 我跟你们一起去 那只寄身灵 现在非常危险 我得保证张帅和秦雪的安全 统一意见之后 我们三个人立刻动身 赶往了秦雪家的小区 去刘国梁家找他 即便何静已经死了 但是他的耳坠 应该十有八九还在家里 只要刘国梁同意 就可以把耳坠拿到手 这样十九件边角料就集齐了 很快 我们就到了刘国梁的家门口 秦雪率先上去按门铃 大门很快打开 刘国梁出现在了门口 他穿着一件旧睡衣 头发乱糟糟 脸上表情呆滞 像是刚刚睡醒一样 丝毫没有出见他时的 温温而雅 以及干净 有一股清气 从他发际往印堂的方向蔓延 表示他得了重症 即便勉强支撑 也活不过两个月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想故事 欢迎地区 第四十八章 我摇了摇头 他还是遭了报应 只是这个报应 对他来说 也算是相当痛苦 小小雪 张帅 看到我们三人 刘国梁脸上 有激动 一闪而过 但是很快就恢复冷淡 你们的何阿姨已经死了 你们还来这里做什么 说完之后 他就打算关门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原谅 何静是因为我们而死的事情 即便何静才是始作俑者 这就是人性 无论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他们潜意识里 总会将自己最亲近的人 认定为受害者 等等 秦雪直接挡在了门口 拿起张帅的吊坠 冷着一张小脸 开门见山地 问着刘国梁 之前何静买过一对拗坠 跟这个质地一样 我们这次来 是想你把拗坠给我们 张帅怕刘国梁误解 赶紧补上一句 我们不会白要的 价格你开就行了 我们三人忽然出现在他家门口 刘国梁本就满心疑虑 如今又要什么和静的耳坠 他脸上警惕更深 瞥了一眼秦雪手中的吊坠 随即摇了摇头 冷淡地说着 我没见过 扔下四个字 他又打算关门 秦雪原本压抑的愤怒和委屈 一下子就爆发了 刘国梁 你们两口子已经害死了我妈了 也差点害死我 现在还打算害死别人吗 害死别人 刘国梁关门的手 默然一顿 扭头 惊疑地问着秦雪 不过是一对耳坠 会害死谁 他说话的时候 我一直紧盯着他看着 他皱眉问秦雪时脸上的疑惑 不像是作假 更何况 他看到秦雪第一眼 还是满怀内疚 又不知道这耳坠的作用 若是能用一双耳坠 弥补他的过错 他是非常乐意的 除非他真的是不知道 难不成 驻诗员记错了 第十九个人不是何敬 我冲秦雪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他拖住刘国梁 然后找了一个借口 走到刘国梁家门外 一个僻静的地方 给注视眼打了电话 问他是不是记错了 那双耳坠 是不是何敬买的 大师 我绝对不会记错的 就是何敬买的 当时他是托了我一个客户买的 我刚刚还跟那个客户打电话 合适了这件事 确实是他买的没错 事关注视眼生死 他肯定会紧而诱甚 所以他不可能记错 难道刘国梁一个大男人 太粗心 没有注意到这些小细节 这也是有可能的 就在我打算挂电话的时候 我忽然间想到了一个刚刚忽略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问那个客户 何敬是当面委托他从你手里买的 还是打电话告诉他的 是打电话请他帮忙的 也就是说 何敬要买耳坠 但是注视眼和那个客户没有亲自见他 而是通过电话委托的 这么说 只要打电话给注视眼客户的人 声音像是何敬 用的是何敬的手机 我默然抬起头 是他 注视眼搞错了 第十九个人不是何敬 而是纪申灵 那个时候 若是纪申灵附身在刘国梁的身上 那拿到何敬的手机 再用他的手机委托朋友 从注视眼的手里买一对耳追 完全不是什么难题 难道纪申灵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 然后他早早买了一块边角料给藏起来 也就是说 第十九块边角料或许永远都找不到 只要找不到第十九块边角料 就永远不可能封印他 那么这道题永远就无解 除非是硬拼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我后背是凉嗖嗖的 心里第一次爬上了一股无力感 跟着爷爷闯荡江湖以来 阴碎邪魅我见过不少 这么狡猾又城府深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过 斗智斗勇 再加上法力哪一样都不能少啊 大师你怎么了 朱总 你快来一华小区跟我们会合 记得把那老巫箭也带上 最好是直接把那个居营局给弄过来 记得带好护身符 千万不能弄丢 之前 季神灵要对付的是张帅 而祝师眼跟他是同根同气 不过是因为过早消耗了运势 导致生命枯竭而已 所以我只给他护身符护身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显然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 已经试图杀死我们三个人了 之后只会更加的狂躁 更何况寄身灵灵力强大神诛鬼没 我得保证秦雪张帅 以及祝师眼的安全 只有将三个人聚在一起 那才是最妥善的办法 是大师 祝师眼是巴巴的答应了 声音里充斥着惊喜 显然这几天他也是备受煎熬 早就迫不及待来找我了 挂掉电话之后 我面色凝重 回到了刘国梁家门口 张帅还在跟刘国梁扯皮 张帅是满脸无奈 秦雪则是情绪激动 眼圈泛红 大眼睛里含着泪水 很显然三人谈得并不愉快 大师怎么样了 张帅早就焦头烂额了 见我过来 他立刻迎上来 将我拉到了一边 不管我们怎么说 刘国梁坚持说 何静没有买官而坠 他还说何静的首饰全部放在一个梳妆匣内 他刚刚整理过 没见跟吊坠质地相同的耳坠 我点了点头 他没撒谎 第十九个人不是何静 张帅和秦雪 齐齐齐愣住 那是谁 他们俩相互看了一眼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 是那只季身灵 当时他应该已经寄身到雷国梁身上了 然后利用何静的身份买的 朱世言搞错了 秦雪率先反应过来 小脸一白下意识地看了张帅也 如果第十九个人是季身灵 那张帅岂不是 卧槽 感觉前面十八块白几了 只要地尺九块找不到 是不是就没办法封印他 妈的 这要是地尺九块在他手里 他怎么肯给 张帅随后也反应过来 整个人一下子就垮了 一屁股蹲在地上 焦躁地抓着乱蓬蓬的头发 他绝望地骂着 小脸 他妈的 老子真是朝神惹啊谁了 让老子遭这份罪 还不如一死百了 我和秦雪没说话 我的心情也很糟 只是我不能表露出来 张帅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全都在我的身上 要是我夸了 他们就真的绝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四十九章 不会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爷爷曾经说过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解不开的局 我再好好想想 实在不行 那就应拼 大师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灭了他吗 沮丧地骂了几句之后 张帅又狠狠地抬头看向我 脸上带着一丝狠意 他妈的 只要能除掉那鬼东西 老子什么都愿意做 我点点头 有 什么办法 张帅的眼里闪过了一丝惊喜 应拼 大师 你有几成事算 见我面带苦笑 张帅的眼中刚刚闪过的惊喜又变成了紧张 一半 张帅脸上的紧张再次变成了绝望 人命关天 就算是九成九的胜算 他们也可能丢掉性命 你放心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面色淡然 语气笃定 你成了我的十几千 你的十就是我的事 哪怕有一成的机会 我也要保你不死 我以命相搏救过秦雪 自然也会救他 毕竟我已经把他们当作朋友了 张帅一愣 定定地看着我 重重地打了我一拳 大师 真他妈的没白崇拜你 够义气 秦雪的眼圈又红了 转过去偷偷抹了一把眼泪 你们 就在这时 刚才还一脸冷漠的刘国梁 忽然小心翼翼地凑近我们 试探着问了我们一句 你们是不是在说那只邪灵 我们三人齐刷刷地扭头看向他 怎么 你了解他 刘国梁谨慎地看了一眼四周 你们先进来再说 我们三人相互看了一眼 张帅率先抬脚进了刘国梁的家 大大咧咧地嘟弄了一句 进就进 老子反正已经这样了 害怕你什么 我和秦雪是紧随其后 进入玄关之后 我微微皱起了霉 刘国梁家的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奇特的味道 而且现在是大白天 他家里却拉着厚厚的窗帘 褶得一丝光线都投不进来 家里是乌漆麻黑的 刘国梁却没有开灯 而是从玄关 通向各个房间的路上 点了几排白色的蜡烛 更奇怪的是 我家所有镜子和画上 都蒙着一块黑布 盖得严严实实 像是生怕被人看到一样 我们从地上走过的时候 带过了一阵风 蜡烛的火苗跟着轻轻的摇曳 这发出了昏暗的光芒 更将整个的家里 都照得是朦胧阴暗 整个家诡计森森 说不出的压抑感受 大白天的怎么不开窗啊 点蜡烛做什么 张帅好奇的嘟囔了一句 哎呀 这镜子和画为什么都蒙着 难不成你还怕人偷懒 嘘 他的话音刚落 本来走在前面的刘国梁 漠然扭过头 将手指竖在嘴前 紧张嘘了一声 低声喝止 别大声说话 他的表情紧张 神情紧张鬼祟 脸上带着些许的神经质 昏暗的烛光映在他的脸上 多了几分阴暗 张帅吓了一跳 赶紧闭上了嘴 秦雪则往我的身边凑了凑 小手暗暗拉住我的手 他小手冰凉 全身微微发抖 显然 他也很紧张 我微微用力攥了攥他的小手 示意他不要害怕 秦雪感激地冲我笑了笑 身子贴得更紧了 一股沉香 瞬间营绕在裸的鼻端 我的心 微微膨胀着 将秦雪的小手 握得更紧 这种环境下 这种感觉 很是奇妙 警告过张帅之后 刘国梁带着我们 静止传过客厅 走进了他的书房 快进来 刘国梁等在门口催促着 等我们三人 全部进入书房之后 他急急地关上门 又快速将门 从里面反锁死了 你锁门干什么 张帅一急 上前就想把门打开 刘国梁行为诡异 又有前科 张帅虽然看起来 打得咧咧的 但是时时刻刻 都在提防着他 不能开 正要转身离开门口的刘国梁 忽然脸色大变 他猛然扑回门口 死死地护住了门把手 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千万不能打开门 整个家里只有这里最安全 他瞪着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张帅 眼里充斥着恐惧和绝望 张帅被他吓着了 举起手后退了几步 极力地安抚 好好好 我不开 我站得远远的 好不好 记住 千万不能开门 刘国梁直勾勾地看着他 再一次低声叮嘱 像是生怕被谁听都一样 好好好 我不开 张帅无奈 只能是连连点头答应 你要不放心 你站那看着我就行了 这本是一句玩笑话 谁料到 刘国梁竟然当了针 真的就直挺挺地站在门口 警惕地盯着张帅 趁刘国梁的注意力还在张帅身上的时候 我快速打量一番刘国梁的书房 只扫了一眼 我就皱起了眉头 整个书房四面墙壁居然全部刷了朱砂 朱砂外又贴了一层黑色的纸 纸上用鲜血洒满了奇怪的范纹 扭扭曲曲像是蚯蚓一样 书房四周摆了九尊玉象 三三一组 一共三组 每一尊玉象的脚下都摆着三根白骨 呈扇形对外 每一尊的玉象眼睛上都涂了血 看上去是触目惊心 而地面上则铺着床乳 桌上除了放着一大堆浮转之外 居然还摆放着牙膏牙刷等日用品 整个书房的摆设不伦不类 有症有邪 像是风水局 又跟风水局格格不入 乱七八糟 看得我头昏脑胀 一时间竟没看出来刘国梁这书房里 弄着一大堆东西 是什么用呢 刘先生 您这时日 观察了一阵子 始终得不出所以然 我只好指着书房内乱七八糟的东西 问刘国梁 刘国梁本来正盯着张帅看着 我一开口之后 他刷的一下子朝我看来 然后他嘀嘀地说了一句 我已经死了 刘国梁的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声音低沉 眼神鬼祟 眼里射出兴奋 却诡异的光芒 昏暗的烛光映在他的脸上 更增添了几分阴森诡异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的一句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五十章 我吓了一跳 秦雪猛然贴近我 张帅是低声骂了一句 卧槽 他迅速后退几步 跟刘国梁拉开了距离 书房内的气氛陡然紧绷起来 不怪秦雪和张帅这种反应 如果有一个人 活生生站在你面前 用这种阴森诡异的语气告诉你 他死了 你的反应或许比他还要夸张 灯下有影 印堂生 文威修 我很快就回过神来 扫了他一眼 刘先生 你怎么能说自己死了呢 有一刻 我怀疑刘国梁在耍我们 毕竟何静是因我而死 或许他想趁此机会 来报复我们 听我这么一说 张帅默然松了一口气 刘国梁是你叫我们进来说有话要说的 现在我们来了 你有什么话快说 别他妈神神叨叨的 活着都要被你吓没了 他性子急 最讨厌别人磨叽 再加上他最近担惊受怕 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知道刘国梁是在吓唬我们之后 他直接就炸了 你们没明白我的意思 刘国梁没有丝毫的愧疚 他依旧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我的意思 在那东西眼里 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那个东西应该指的是济身灵 但是他后面的话 我却没有听明白 阴碎属阴 对阳气极为敏感 只要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赛 对于他来说那都是活人 刘国梁是一个大活人 济身灵怎么会认为他已经死了呢 正要质疑的时候 一个念头疏得跃入我的脑海中 我刷的扭头 看向书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是黄泉阴门局 这你你认识啊 刘国梁愣了一愣 凹陷的眼睛里全都是意外和惊讶 快收集你那一脸的懵懂无知 张帅是一脸的傲娇和笔 也不打听打听 我们李大师是谁 刘国梁又是一阵 你 你姓李 难怪啊 刘国梁的脸上震惊变成了释然 隐隐带着解脱 没错 这正是黄泉阴门局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人 有好有坏 风水师 当然也是有正有邪 风水门中 有正道正法 自然也有很多 歹毒邪门的法子 一般来说 正道正法 要顾及道义和道德 就会有局限性 却更持久流畅 并不会对施主造成危害 而歹毒邪门的法子 则毫无顾忌 却歹毒霸道 一般能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 帮施主达成目的 却能带来极大的危害 正邪由心 全看风水师自己 这黄泉阴门局 正是极为歹毒霸道的法子 却能开通阴阳两界交界出的大门 让阴阳两界的阴魂鬼祟 和人自由出入两界 这是风水界的大忌 若是阴阳两界开通 那岂不是乱了套了 虽然我在密录中 看到过这个风水局 却因为其不顾道义 而被定为邪法 没有太关注过 刚刚猛然被刘国梁 这么一提醒 我才忽然间想到 这个风水局 刘国梁说的没错 只要有这个黄泉阴门局 这书房也就成了两界的大门 他可以随时来去阴阳两界 只要他在阴阶 那对季神灵来说 他确实是等于已经死了 既然他已经死了 季神灵自然不会放过他 这也是他没有像张帅这样 快速销售的原因 只是 这黄泉阴门局是邪法 知道的人很少 刘国梁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黄泉阴门局 是谁帮你设的 我紧紧地盯着刘国梁的眼睛 我岳父 他岳父 这倒超出了我的预料了 你岳父也是风水师 对 没错 刘国梁点了点头 其实啊 这个黄泉阴门局 在一年前就设好了 知道我姓李之后 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好了很多 几乎是有问必答 看来 我李家招牌挺好使的 不过 刘国梁的回答 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 一年前 刘国梁的岳父 就帮他设好了 黄泉阴门局 难不成那纪神灵在一年前就附身在刘国梁的身上了 你岳父帮你设这个局 是为了帮你对付那只邪灵 不 他是为了救我老婆 我们三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懵了 何静他爸设了黄泉阴门局 居然不是救刘国梁 而是为了救何静 难不成这只邪灵当时缠上的人不是你 而是你老婆何静 我稍稍地整理了一下思绪 只有这样才说得通刘国梁岳父 为什么在他家设这个风水局 刘国梁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确切地来说几年前我岳父就知道 这只邪灵有一天会找上我老婆的 所以 他在一年前来我家的时候 就设好了这个黄泉阴门局 叮嘱我们只要有异常就立刻躲进来 你们也知道我是做古董生意的 对这些东西多少有些相信 直到有一天 我忽然发现 我老婆好像变了 刘国梁的脸上闪出了一丝恐惧 侯杰上下滚动一番 使劲吞咽了几口唾沫 他他怎么怎么变了 刘国梁下意识地看了秦雪义 脸上依旧带着恐惧 他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长相和声音都没变 但偏偏习惯和举止都变了 一天晚上我偶然醒了过来 发现他正盯着我看 那种眼神 刘国梁打了一个寒颤 脸上闪过了一抹恐惧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还有 我岳父是风水师 倒也教过他一些东西 但却并未真正传授给他风水之术 可突然之间 他对那些东西 全部都无师自通了 比如下邪雾害 害小雪的妈妈 我的脑海中有什么东西 一闪而过 然后呢 我紧盯着刘国梁追问着 然后我把我老婆的变化告诉了岳父 岳父说 说 刘国梁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他忽然间开始变得结巴起来 说什么 刘国梁转过头 幽幽幽地看着张帅 他说 他让我把我老婆杀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五十一章 华操 这爹也太变态了吧 张帅吓得头发都支冷了起来 这天底下的父母 哪有要女婿杀自己亲生女儿的呀 更重要的是 他也被继神灵赴了身了 难不成要把他也杀了 但是 秦雪嘀嘀地叫了我一声 下意识地往我怀里躲了躲 他的身子微微地色缩着惹人怜爱 看到他害怕的模样 我的心中生起了一阵爱恋 仗着书房内光线太暗 轻轻搂住秦雪纤细的小蛮腰 已是安慰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追问着 刘先生 你确定你岳父让你杀的是你老婆 秦雪没有推开我的手 他只是身子漠然紧绷了起来 呼吸也稍稍急促了些 我的呼吸也漠然一紧 稍稍有些分神 只是 因为气氛太过紧张 张帅和刘国梁两人的注意力 都在这件事上 并没有发现我们的异常 我确定 刘国梁是眉头紧锁 眼中全都是痛苦和挣扎 我也是这么问我岳父的 他说 他说 是谁都不重要了 必须除掉他 否则 后患无穷 怎么后患无穷 他的岳父却没有告诉他 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他赶紧杀了何景 我心中一动 那你岳父有没有告诉你 让你用什么办法杀你老婆 显然 刘国梁的岳父知道些什么 否则 他不会让女婿杀了自己的女儿 只不过 他似乎有难言之隐 我脑海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却快地来不及抓住 用天地云转 刘国梁看着我 凹陷的眼睛中闪过了沉重的痛苦 在用天地云转之前 先要将一块千年老玉的心 塞进对方下体 然后催动天地云转 才能消灭它 我的心又是一动 浮转总体可分为三种 云转 灵浮 也就是宝浮 还有浮屠 云转上达天庭 可召唤神仙显灵 灵浮可行阴阳 换祖师也显灵上身 阵邪除魔未到 浮屠 则可用于阵宅 护身 感情 以及事业学业等等 其中以云转级别最高 千年老玉的心 云转都很稀缺 杀一个人 用不着这么行事动众 现在我可以确定 刘国梁的岳父 让刘国梁杀的 不是自己的女儿 而是那只寄身灵 只是 刘国梁说的岳父知道寄身灵 迟早要缠上和静 为什么呢 我似乎隐隐找到了某种联系 但是我却拼凑不起来 张帅是无比懊恼地问着刘国梁 既然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那为什么没有杀掉他 如果当时杀了寄身灵 之后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了 至少秦雪他妈不会死 他现在也不用遭这种非人的折磨 我 我下不了手 刘国梁的脸上显出了痛苦之色 垂在两侧的手微微地颤抖着 我真的下不了手啊 就算他变了一个人 但他依旧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我怎么能把他给杀了 妈的 张帅狠狠地跺着脚骂了一句 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我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可恨之人 也有可怜之处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刘国梁的身心应该遭到了巨大的摧残和折磨 要不然他也不会患上重症 那你岳父为什么没亲自动手 既然他岳父知道 不除掉寄生灵后患无穷 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 难道他也同样下不了手 一年前我岳父瘫痪在床 连床都下不了 又怎么能来河海市呢 他不在河海市 他在另外一个城市 他岳父是风水师 又在另外一个城市 这句话 我隐隐觉得有些熟悉 可是我努力想了许久 却一时没想到 这句话在什么地方听到 不过我的心中却十分的激动 如果第十九块边角料 寄生灵不肯交出来 或许我可以用刘国梁说的这种办法 除掉寄生灵 这两种办法都至少比硬拼 胜算要大很多 谢谢你 之前的那种无力感一扫而空 我真诚地对着刘国梁说着 多一种办法 总比彻底绝望的好啊 不用谢 刘国梁看了看躲在我怀里的清雪 犯起了一阵苦笑 脸上却满是解脱 这件事 憋在我心里这么久 我终于解脱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松弛下来 原本紧绷的气氛也因为他而瞬间缓和下来 就在这时 秦雪的手机忽然响了 秦雪接过电话 祝师颜的声音清晰地响了起来 大师 我已经到玉华小区了 您在哪里 祝师颜来了 我让秦雪报了刘国梁家的楼号 让祝师颜先过来再说 秦雪按照我说的做了 祝师颜是一口答应 十来分钟之后 刘国梁家的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 不等我们说话 刘国梁率先说道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 只要不离开书房 就是安全的 麻烦刘先生了 我点了点头 刘国梁冲我点了点头 目光有意无意地从秦雪身上掠过 他的目光中带着些许讨好 和满满的愧疚 刚才的叙述 又让他想起了秦雪妈的死 秦雪快速别过小脸 冷冷地避开了他的目光 刘国梁苦笑了一下 打开书房的门 去接祝师颜过来了 大师 我是不是有救了 等刘国梁走出去之后 按捺了许久的张帅 终于迫不及待地问我了 我微微点了点头 大概率是有救了 听到我的答案 张帅一下子就急了 刚才刘国梁不是说过了吗 只要用天地云转 再加上千年老玉的心 就能除掉那东西 大师 我相信你 一定会灭了那东西的 我哭笑着摇了摇头 别的不说 单单将千年老玉的心 塞进那东西下提的事 谁去做 这 张帅挠着头 脸上刚刚的兴奋 一扫而空 这件事确实是比较难 正在犹豫间 刘国梁领着助师颜 以及两个保镖模样的人 走进了书房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五十二章 刘国梁和助师颜在前 两个保镖 抬着一个大箱子 小心翼翼地 跟在他们的后面 走了进来 不用说 箱子里 是那个老物件 大师 我把东西给带来了 指挥两个保镖 把箱子放下 接下来 咱们该怎么办 我摆了摆手 示意两个保镖先出去 等他们出去之后 我和张帅锁了书房的门 刚要讨论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但是看到 站在一边的 助师颜和刘国梁 我脑海中 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当年给你部 拘营局的风水师 叫什么名字 何大龙 助师颜迟疑了一下 还是告诉了 我对方的名字 大师 怎么了 刘国梁的身子 猛然地一晃 你 你认识何大龙 助师颜点点头 当年 就是他帮我用老物件 发财聚运似的 怎么 刘先生 也认识他 他 他 刘国梁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吐出了一句话 他说我岳父 他一开口 书房内瞬间就安静了 我之前脑海中 原本一闪而过的东西 瞬间就抓住了 原来 助师颜曾经跟我说过 帮他布置巨阴局的风水师去了别的城市 而刚刚刘国梁也说 他的岳父是风水师在别的城市 我知道为什么你岳父会笃定寄生灵会缠上你老婆 也知道他为什么要你杀掉你老婆了 此刻 我恍然大悟 刘国梁皱着眉头 为什么 我叹了口气 老吴剑知音知邪 若用来聚气聚运 则需要风水师与血脉之物 引老吴剑上的邪灵成长 当初 何大龙用的 应该是自己闺女 也就是你老婆何静的身材八字和血 刘国梁的身子一晃 她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不是害了小静吗 若是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岳父也在近几年 发了几笔剧才吧 她布置的这聚运局 为祝总是次有 为她自己的私欲 才是真正的目的 有自己亲闺女的血脉助长 又有祝总养着 最大的赢家却是她自己 只可惜她千算万算 没算到这寄生灵成长的速度 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当你告诉她何静已经开始变了时 她就知道已经控制不住了 她当初以自己的 轻生骨肉血脉助长寄生灵 最后势必一人一阴 重回何二为一 成为极其可怕的存在 我的声音冷凝而低沉 而当这寄生灵 成长到无法控制时 她也势必会遭到反噬 没 没错 刘国梁摇摇一坠 前些年 她忽然发了几笔大财 连同她的声望一起升了上去 没想到 没想到她牺牲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这句话刘国梁没有说出来 终于得知真相的刘国梁 就像是被抽走了最后的一丝力气 重重地跌坐在了地上 凹陷的眼睛瞬间失去了生计 原来 这才是岳父一直没有告诉她 为什么要杀害何景的原因 原来 一切都是谋划好的 只可惜何景白白地死了 书房内是一片死寂 谁也没有说话 秦雪转过头 看着呆滞地坐在地上的刘国梁 眼中忽然有了几分怜悯和无奈 但是她什么都没说 不论如何 何景是害死她妈的凶手 让她轻易原谅 没那么容易 许久之后 张帅打破了沉默 老师 该怎么引那女人出来呀 她抬头看向我 语气坚定 往她那里塞千年老玉星的事 我来干 引季神灵出来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 现在能无限接近的办法 似乎只有一个 跟她亲近 张帅的意思很明显 她打算再跟季神灵睡一觉 然后趁此机会 将千年老玉塞进去 否则 想要做到太难了 就连我也没有把握能够做到 从这一点来说 张帅确实是最佳人选 可是 我们现在几乎跟 季神灵撕破了脸 张帅要是单独一个人接近 他会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因此 我有些迟疑 想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大师 你别犹豫了 来不及了 见我犹豫不决 张帅催促 现在是最后一天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要是横数都吃个死 那坐以待必被诊死 最他妈的憋屈了 前面他差点玩死老子 这一次老子也让他尝尝老子的厉害 大师 你就只管想办法将他引到我身边就行了 他豪气冲天 拍了拍胸口 我的眼眶有点热了 我很清楚 张帅其实胆子很小 可是 现在他居然主动站出来 要求接近济山灵 愿意以身射险 这种勇气 让我敬佩 秦雪的小脸微微的一变 担忧的看着张帅 却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书房那几个人的目光 齐齐地落在我的身上 等着我做最后的决定 沉思片刻之后 我抬头看向张帅 眼眶热热地 对张帅郑重其事地说着 好 在我画好银传 和找到千年老鱼星后 就会将他引到你身边 到时候你上 不过 我会想办法尽力保证你的安全 你放心吧 大师 我信你 张帅捶了捶胸口 给我比了一个爱心 我知道 他是故意想让 沉闷的气氛活跃一点 明白他的用心之后 我更是打起了 十二分的精神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把张帅和 祝诗言 从祭神灵的手里 给救回来 吻下心神之后 我开始分工 云传千年老玉心 我负责云传 刘国梁和祝诗言 负责老玉心 秦雪好奇 那千年老玉心在哪里啊 我笑了笑 指了指 祝诗言带来的箱子 就在老屋间里面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 这老屋间生了邪灵 邪灵强大了 不仅会缠上当初 以血脉助长他的人 更会反噬风水师 见几个人都一脸茫然 我解释着 但是 能反制邪灵的东西 必定也在老屋间之内 所以 刘先生岳父说的 千年老玉心 肯定在老屋间之内 玄来如此 他们几个人脸上 都露出了敬佩的身色 尤其是秦雪看我的眼神 似乎隐隐带了一丝炙热 接触到他的眼神 想到他刚刚躲在我怀里的感觉 我的心 默然一跳 吕先生 朱总 你们都是玩古董的行家 怎么取出老屋间的心 就不用我搬门弄斧了吧 没问题 祝诗言满口答应 他进来的时候 其实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 他识趣的没有多问 而是站在一旁静静的听着 一直到弄明白为止 这一点 我很欣赏他 美艳 有能力 却不多嘴 确定各自任务之后 我开始画云转 画云转之前 我先让朱时炎打发他的人 去买了最上层的朱纱和黄纸 以及其他必备的东西 然后才开始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的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五十三章 云转不同于我之前画的灵符 画云转 不仅需要画符的材质 权威最上层 还需要风水师 有着很强大的内气和功力 画出来的云转 威力 才能达到最上层的效果 换句话说 云转的威力 跟风水师的内气 息息相关 之前爷爷也曾让我画过 但是 我即便是竭尽全力去画 也因为内力受限 四张能成一张 但是这个时候 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明白我需要安静的环境 张帅帮刘国梁和柱石炎 取老玉心 秦雪帮我炎朱沙 谁也不敢大声说一句话 整个书房点着几根蜡烛 几个人在默默无声地动作着 看起来特别的诡异 时间是弹指而过 一直到了傍晚时分 我才终于画出了一张满意的云转 而此刻 我也累得精疲力尽 全身大汗 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半 大师 你没事吧 秦雪抽了两张纸巾 心疼地替我擦去额头上 不要聊头 我没事 别担心 大师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刚刚给大家泡了泡面 先凑合吃两口 你不用动的 我喂你吃就行 我本想拒绝的 当着大家的面 这样做似乎不太好 可秦雪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满含期待地看着我 我刚刚都到嘴边的拒绝的话 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就这样 秦雪一口一口地为着我泡面 助食言在一旁 含笑看着 只是 他的笑容 有些意味深长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张帅 张帅飞快将头扭到一边 装作没有看见秦雪 跟我亲衣的样子 我猛然想到 自从他跟季身灵 有了那关系之后 他在秦雪面前 似乎一下子沉没了许多 连日常吃醋 也很少有了 或许 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吧 明白这一点之后 我忽然有些心疼张帅 明明喜欢秦雪这么多年 然后他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了 他应该很痛苦吧 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 接下来就该行动了 我先让刘伯良 把家里蒙在镜子上 和画像上的黑布 以及客厅里和房间里的蜡烛 都去掉 然后要了张帅的生辰八字 写在一张红纸上 念了几句咒语之后 将红纸烧掉 大师 这就好了 张帅好奇地问我 你这也太草率了吧 秦雪瞪了他一眼 不许这么跟大师说话 他这是护着我 我心里忽然一甜 随即 咳嗽了几声 吻了吻心神 这是送阴郎 意思就是将你送给他 做新郎了 红纸黑字 没射直眼 到时候他自然会信神的 做他的新郎 张帅吓了一跳 老师 那是 万一 万一他真的相中我 让我去做他的鬼星郎 怎么办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 我点了点头 张帅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那 那 背水一战 以命相拨 我紧盯着他的双眼 面色凝重 若你现在反悔 还来得及 张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 我不反悔 得到他的肯定回答之后 我狠了狠心 将他推出了书房 将老玉心塞进他的手里 低声叮嘱 记住 一定要快 好了之后给我信号 好 好 张帅的声音 微微地有些颤抖 吱鸦一声 一阵阴风吹过 刘国良家的门被推开 济身灵 来了 一阵阴风 猛然地就扑了进来 紧接着 一道身影 轻飘飘 从门口飘了进来 然后扭动着细腰 款款地朝着张帅的方向 就走了过来 那个身影 身穿大红色旗袍 手里打着一把大红色的伞 身材是鲜弱高挑 腰细臀翘 两条修长玉腿 若隐若现 款款几步路 摇曳声姿 风姿绰约 让人浮想连篇 正是我们苦苦等待的 纪神灵 纪神灵走进来之后 书房内蜡烛的火苗 忽然闪了闪 猛然窜起老高 呼呼地摇曳着 别墅内的温度 骤然就降了下来 虽然我们躲在书房内 但是还是猝不及防 被阴风给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后背生出了一阵的寒意 躲在书房里的琴雪 柱诗炎 刘国良 目光齐刷刷地 聚在摇曳的蜡烛火苗上 各个的脸上都带着惶恐和紧张 气氛骤然紧绷起来 而我则看得是暗暗的心惊 不好啊 邪灵穿红衫 煞气涨十番 更何况他还打着红伞 大师 你说他会上当吗 秦雪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了我的身后 从我的夜下紧张地朝外张望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 才能听到的声音 担忧地问住 我摇了摇头 说得很确定 不会 既身灵属阴 自然也归阴阳管束 我刚刚烧的红纸 叫阴阳聘 上面有张帅的生辰八字 他跟张帅交合之后 自然会被拘来 这是他不可抗拒的 只是 他来时穿红衣打红伞 已经说明他早有防备 更何况他跟老物件和聚音局 休憩相关 如今我们破了老物件 取了老物件内的老玉鑫 他不可能没有察觉 张帅的情况 万分的凶险 什么 秦雪是大吃一惊 声音稍微的拔高 我一把捂住他的小嘴 低声在他耳边嘱咐 别说话 不然张帅会更危险 秦雪是惊恐地点了点头 他点头的时候 小嘴在我的掌心 轻轻地滑动着 柔柔地 软软地 我的心 漠然一荡 秦雪也像是忽然反应过来 红着小脸 快速地后退了几步 我吻了吻心神 让秦雪先回去 跟住时岩和刘国良两个人 一起躲在书房的阴门之内 自己则手捏云转 摒弃宁神紧盯着 张帅的情况是瞬息万变 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你 你来了 紧盯着款款走进自己 一身大红色旗袍的寄身灵 张帅是结结巴巴地说着 听得出来 他很紧张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十四章 纪神灵款款站定 定定地看着张帅 叫我陈玉 啊 陈 陈 陈玉 张帅微微地偏过脸 有意避开他的目光 颤抖着声音说着 你给我写了阴阳片啊 是 是 你想娶我 是 是 鸡身灵 不 陈玉 忽然焦笑起来 夜色深沉 四周是一片的寂静 陈玉的笑声漫妙 好听 在这个时候听上去 却让人后背声凉 张帅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我的方向 我冲他比了一个手势 示意他不用怕 先试试再说 其实 但是 我现在内心满是疑惑呀 今晚的寄身灵似乎是异常的平静 但是我却隐隐地预感到他这种平静之后风起云涌 山雨欲来 咱 咱们都动房吧 看到我的示意之后张帅僵硬地转过头看向陈玉鼓足了勇气 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 张帅这也太直白了吧 动房 陈玉细长又妩媚的眼睛扫了张帅爷 居然是出乎意料地慢声答应 好呀 他的尾音拖得很长 又长又俏皮 而且十分的轻快 就像是一根羽毛骚在人心上一样 养了人心生了草一样的发慌 他明明长得古典端庄 骨子里却有一股致命的魅劲 难怪我之前再三告诫张帅都难以抗拒 好 张帅是面色一喜 咬了咬牙 鼓足勇气站起来 猛然间朝站在自己面前 恶挪多姿的陈玉就扑了过去 试图是快刀斩乱马 快点找机会将千年老玉星给塞进去 陈玉居然没有反抗 任由张帅将他压在了沙发上 张帅的手急不可耐地在他身上游动着 客厅里的情况似乎是越来越激烈 我看的是暗暗着急 给张帅加油打气 希望他赶紧想办法将千年老玉塞进陈玉的身体里 否则时间越长对张帅越不利 你等一下 就在张帅猴急无比的时候 陈玉娇笑几声忽然冲门口轻轻地拍了拍手 他拍手的声音在偌大的客厅内响起来 异常地清晰 张帅动作猛然一致 疑惑地看向门口 不知道陈玉要做什么 就在张帅扭头的一瞬间 一阵阴风猛然吹进了客厅 门怦然打开 门口出现了四道身影 那四道身影各个身穿大红色洗袍 头上戴着大大的黑色礼帽 礼帽下是四张惨白的骷髅脸 黑洞洞的眼 黑洞洞的鼻孔 黑洞洞的嘴 看起来是异常的可怖 四个白骷髅的肩上 抬着一顶大红色的轿子 轿子四周 坠着四盏大红色的灯笼 灯笼上写着四个大大的双喜字 只是 这四尊白色骷髅 包括他们肩上抬着的大红色轿子 就像是纸片剪出来的一样 薄薄的一层 阴风一吹 他们竟然缓缓地朝着别墅的客厅里 飘了进来 哼 一声巨响响起 等四尊白色骷髅 抬着轿子 从大门口飘进来的时候 就像是吹气球一样 砰的一声 猛然长大 请客间变成了正常的模样 四尊白骷髅 一顶大红轿子 整个客厅被称得是满满当当 热闹非凡 不过 四尊白骷髅穿的大红色洗袍 就像是挂在他们干瘦的骨架子上一样 看起来是空空荡荡 凭空地增添了几分诡异和阴森 四窟迎亲 我暗暗地吃了一惊 这四窟迎亲 是阴碎结阴亲婚嫁的传统方式 相当于我们平时说的是八台大轿 明媒正曲 难不成 陈玉竟然真的有心跟张帅结为夫妻 所以他明知道是陷情 也要冒险前来 新人上轿 大红轿子飘到张帅的跟前 最前面的骷髅张开了黑洞洞的嘴 尖细着嗓子喊了一声 新人上轿 为首的骷髅一喊 其他几个白骷髅 也是尖细着嗓子 齐齐地喊着 四个骷髅的声音 尖尖的细细的 听起来是阴侧侧的 让人是浑身的不舒服 新人 自然指的是张帅和陈玉 四个骷髅喊完之后 轿子的轿帘怦然打开 露出了黑洞洞的叫响 站在前面的两尊白骷髅 缓缓地冲张帅伸出了手 有请新人上轿 这 眼前的这一幕 让张帅看得是目瞪口呆 见两尊白骷髅朝的伸手 他颤抖的声音 问着陈玉 这 这 这是 陈玉是缓缓地起身 虽然是成亲 入洞房 只不过 不是在这里 他故意把入洞房 三个字咬得很重 言语之中 还带着一丝调笑的意味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他有意无意地 看了一下我的方向 他细长而明媚的目光 冷冷地带着几分阴森和诡异 我的心 是木然的一紧 手中的云转 骤然捏紧 右手也捏好了金刚纸 随时准备动手 这 这 张帅是慌乱站起身 下意识躲在沙发后面 他善笑着问着陈玉 你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这轿子 这窟窿 怎么看都不是阳间的东西 他哪敢上去 嘴上问陈玉的时候 张帅已经一点一点地 朝着书房的方向磨蹭了过来 显然 他已经明白 陈玉没那么好骗 想着赶紧逃回书房 若是他上了轿子 只怕就真的回不来了 张帅是刚走了几步 陈玉的身子一闪 已经挡住了他的巨路 然后缓缓地朝他伸出了手 脸上还带着冷冷的笑容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把老玉心给我 第二跟我上轿回去成情 你选哪样 有你 不过 他们几个 陈玉又缓缓地扭头 看向了书房的方向 声音不闷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题 下集精彩的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十五章 张帅身子一颤 他的身子瞬间就绷紧了 他果然早就知道 气氛是陡然紧张起来 两人僵持着 片刻之后 哎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张帅颓然叹了一口气 全身的力气 像是忽然被抽光了一样 竟然主动地 缓缓地朝着陈玉 走了过去 你放过他们 我把老于心给你 好不好 陈玉脸色稍缓 满意地点头 拿来 张帅一脸绝望 从他身上掏出了一枚圆圆的玻璃球一样的东西 缓缓缓地朝着陈玉的手中放去 喂 把东西给我 然后啊 咱们就去洞房 陈玉是满脸微笑 催促着 他的声音娇柔妩媚 充满了蛊惑和暧昧 哦 张帅受了蛊惑一半 一只手握住他的小手 另一只手 张帅 快 就在张帅快要把东西放在陈玉手里的时候 我冲他喊了一声 把东西给我 同时 我朝着张帅和陈玉的方向 急速就冲了过去 听到我的声音 张帅黑黑地笑了一声 紧接着他输得转身 原本朝着陈玉手中放去的老玉心 猛地朝我的方向就扔了过来 他自己则是急速后退 我身子一晃 快速将老玉心接在手中 一眨眼 局势发生了变化 我倒是想看你们了 陈玉脸色漠然一冷 依旧鸟鸟停停站在我和张帅之间 微微地叹息了一声 不过老玉心在你手里 最后一块边脚料在我手里 到了一大圈 你还是对我不可难和 我冲张帅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他赶紧躲回书房 然后 我从攥在手里的老玉心下 拿出了一样东西 在陈玉面前晃了晃 你看看 这是什么 看到我手里的东西 陈玉是脸色巨变 因为我手里拿的不是别的 正是那件老物件最后的那块边脚料 那一双耳坠 你 陈玉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身上 脸色骤然变得铁青 他疏得扭头看下了张帅 刚才你是故意的 他指的是张帅刚刚猴急要洞房的事 张帅依旧被他堵在客厅 不敢轻举妄动 没错 将耳坠和老玉心扔给我之后 张帅一副豁出去的模样 骄傲地抬起了下巴 实话告诉你吧 总是至终 我们都在骗你 陈玉是邪灵 而且灵力强大 城府深沉 这种邪灵最难对付 所以他对自己的致命弱点 自然是十分清楚 不管用老物件封印他 还是用云转和老玉心 将他打得魂飞魄散 这两者都必须在他的掌控之中 首先 最后一块边脚料在他手里 那他要警惕的只有最后一种 防止张帅接近他 将老玉心塞进他身上 他的计划是 接受阴阳聘 一约前来 然后故意由张帅亲衣 再将老玉心拿到手 这样他就无所顾忌了 这一点 从他刚进别墅的那一刻 就目的明确 他不知道的是 我们看似打算将老玉心塞进他的身体 其实是将计就计 一切都按照原计划进行 张帅依旧故意接近他 我这边也是尽力准备云转等法器 然后让张帅单独一人面对陈玉 就在陈玉竭尽全力防备张帅 将老玉心塞进他的身上 并想办法要把老玉心拿到手的时候 张帅已经趁着刚才跟他亲捏的时候 浑水摸鱼摸走了他身上的耳坠 你很聪明 但也很自负 我淡淡地笑着 所以我才会肯定 老物件最后一块编脚料 你一定随身带在身上 陈玉的脸色变了又变 最终脸色变得阴沉可怕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只能封一抹 陈玉铁青着脸看着我 他四周的东西是无风自动 别墅 我们之前刻意打开的门窗 在一瞬间纷纷地关闭 我见识不妙 赶紧冲张帅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他一旦有合适的机会 立刻玩命地往书房跑 张帅苦笑着冲我点了点头 却是满脸的无奈 陈玉挡在他的面前 他刚刚又往死里得罪了他 就算现在借他十个胆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除非是绝对安全 这是陈玉铁青着脸 缓缓地朝我逼近 我警告过你 不要管闲事 虽然铁青着脸 但是伞下的陈玉 依旧是古典优雅 妩媚动人 只是 他一双原本细长明媚的眼睛 此刻变得血红无比 看起来是异常的害人 你必须死 他的声音是阴狠怨度 似乎恨不得吃我的肉 是我的血 最后一个死字出口 陈玉手中的红伞 漠然一悬 陡然升到了半空中 悬到半空中之后 红伞骤然变大 稳稳地照在了陈玉的头顶 红伞的四周 一瞬间 凝聚了一圈厚厚的 浓重的黑气 黑气缭绕 浓重阴森 原本静静站在大门口的 四个白骷髅 在红伞上升之后 也四双脚 齐齐在地上一顿 抬着轿子 漠然飘到了空中 四个白骷髅 飘到半空中之后 肩上的轿子轰然炸开 变成了四把红色的小伞 四个白骷髅 各自抢过一把小红伞 然后疏地 飘在了陈玉的四周 四双黑洞洞的眼睛 奇奇地看向了我 你竟然能欲吟死死哭 我是面色一变 陈玉远比我想象的 要强大得多 你该死 陈玉四周的黑气迅速凝聚 他的眼睛渐渐变得鲜红 如滴血一般 声音怨度 趁此机会 我大声冲着张帅喊着 张帅 我喊三个数 喊到三十 你立刻某次见往我这边跑 听到了没有 好 张帅已经被眼前的阴墨给吓呆了 我毫不犹豫地吼着 一 二 三 跑 在喊完跑字的一瞬间 我左手捏着云转 默然扔到了半空中 右手的金刚指 输得 刺向了半空中的云转 一声惊雷响起 咔嚓嚓 是别墅四周 闪过了无数道白色的闪电 几乎是起了刻间 那无数道白色的闪电 迅速朝着别墅四周 聚了 疼疼 一道又一道的闪电 重重打在别墅的四周 一阵沉重响声响起之后 别墅一个位置 就出现了一道银蛇一样的白色闪电 攀附在别墅墙壁上 是一道接着一道 很快 别墅四周墙壁 攀满了白色的闪电 等攀到墙壁上的时候 四周的白色闪电 开始迅速的延伸 巨龙就像是 无数条蛇在动一样 片刻之间 无数道白色闪电 将整个别墅笼罩 其中像是一个巨大的银色巨龙 将整个别墅给罩住了一样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提讯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五十六章 随着闪电快速漫移 别墅内的黑气 在一点一点的缩小范围 而我则精疲力尽 摇摇欲追 这是我第一次赤云转 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内气 张帅是大喊一声 快速朝我的方向冲了过来 我强达起十二分的精神 也是竭尽全力 朝着张帅的方向冲了过去 试图先将他救出来再说 与此同时 飘在陈玉上方四周的 四个白骷髅 忽然就动了 他们身子一晃 四周黑气 骤然再次蔓延 手中红伞疏的一变 竟然直接变成了四条绳索 齐齐朝着张帅的脖子 就套了过去 张帅堪堪躲过了前几条 但是最后一条绳索 是又快又急 张帅下意识地往地上一滚 试图避开绳索的追踪 那绳索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默然拴住张帅藏身的大理石茶几 重重地朝着张帅的身上就砸了过去 我大海 张帅不要 就在我拼尽全力朝着张帅扑过去的时候 一道红色身影一闪 默然抓起悬浮在他半空中的红伞 疏地朝他砸下来的茶几挑了过去 几百斤的茶几竟然轰然炸开 原本被吓得忘记反应的张帅竟然是安然无恙 我稍稍地一愣 赫然发现刚刚就张帅的红色身影竟然是陈玉 快动手 就在我愣神的瞬间 一道身影朝我冲了过来 一把抓过我手中的老玉心和耳坠 快速朝着书房跑去 就在那道身影朝书房跑去的时候 刚刚腾出手的陈玉 手中的红伞 书的朝着那人的后背又戳了过去 就在这时 刚刚还被吓得瘫倒在地的张帅 忽然从地上蹦了起来 疯一样朝着陈玉手中的红伞 伞尖就冲了过去 而我则是宁起体内最后的一丝内气 轰然朝着陈玉的后背吸去 张帅疯了一样冲上前去 死死挡在陈玉手中红伞的伞尖前 张开双臂 挡住她刚刚冲出来的纤细身影 你护着她 陈玉脸色默然一沉 语气冰冷 你刚刚说要娶我 现在就护着这个小丫头骗子 她的语气中 竟然像是带了浓浓的醋意 模样也像是吃醋的寻常女人 你是不是喜欢她 不过她手中本来要刺出来的红伞 却硬生生地杀住了 伞尖距离张帅的心口 仅有一寸之要 再稍稍往前一寸 张帅的小命就没了 张帅一下子愣住了 她也没有料到 这原本打得似乎水深火热 陈玉怎么会突然问出 这种小女人的话来 而被张帅护在身后的人 是满脸的惊恐 小脸雪白 全身因为恐惧而剧烈的抖动 手中死死攥住 老玉心和耳坠 被张帅拼死护着的人 是秦雪 香雪 快跑 感觉到身后秦雪在颤抖 张帅迅速回过神来 她没有理会陈玉的问题 扭头冲身后的秦雪 大声地喊着 我脚软 秦雪想跑 但是 她双腿发软 全身哆嗦得厉害 连脚都迈不动了 她刚刚全凭一股子猛劲冲了过来 试图帮我和张帅一把 现在被陈玉给吓了一下 那股子劲 一下子就散了 这时 我的一缕内气 轰然就轰向陈玉的后背 待会儿就找你算账 陈玉忧愿地瞪了张帅远 手中红伞 漠然旋转 骤然迎上我 习下的后背的内气 四个白骷髅也是同时闪动 从四个方向朝我扑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时刻 由电光火石之间已经完成 根本来不及细想 一声巨响响起 一阵强大的气流 轰然在我和陈玉之间炸开 我被气流重重地击中 急速倒退 大师 秦雪和张帅齐奇奇地惊哭 亮墙倒退 我吃力地止住了后退的身子 却觉得头痛欲裂 气血翻涌 头晕目眩 恶心地只想呕吐 但是 我依旧强撑着 冲着秦雪吼着 快 回书房 老物件在书房里 只要将所有的边角料 和老物件融合在一起 就能封住陈玉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在我吼完之后 张帅趁机转身 狠狠推了吓得全身 哆嗦的秦雪一把 小雪 快回去 情急之下 他猛然将秦雪 推出去很远 然后他咬了咬牙 朝着陈玉的方向 就走了过去 他身后 秦雪颤抖着身子 担忧地看了我和张帅 然后狠了狠心 跌跌撞撞 朝着书房奔去 这时 陈玉缓缓朝我逼近 四个白骷髅 悬浮在四周 也跟着缓缓逼近 红衣 红伞 红旗袍 白骷髅 阵阵阴风 黑气缭绕浓重 犹如大军压境 声势惊人 很快 我被陈玉和四个白骷髅 团团地围在了中间 跟着爷爷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见阴碎有这么强大的气势 以及可怕的威力 我迅速稳住心神 然后快速将内气运转一个小周天 随手捏了一簇三清真火 只要再拖延几分钟 秦雪那边就能将老物件和边角料合到一起 我拖住陈玉几分钟就好 就凭你也敢跟我看看 陈玉 款款 站定 一双血红的眼睛上下洒落一份 与其冰冷而比 我强行将喉咙间翻涌出来的甜心味 咽了下去 微微的一笑 不试试怎么知道 爷爷说过 邪不压正 阴不圣阳 只要足够自信 足够强硬 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 逆风翻盘 爷爷的话 我信 找死 陈玉冷哼一声 不耐烦挥动一下手中的红伞 哼的一声 一股强大的气流 汹涌朝着我的方向涌来 我躲闪不及 一下子就被那股强大的气流裹住 等那股气流将我裹在中间 原本流动在客厅的黑气 也骤然涌动 变成一道道黑丝一样的东西 将我一层层缠裹 层层叠叠 没有一丝的空隙 拼命地挤压着扭曲着 像是要将我碾成碎片一样 我头痛欲裂 全身的骨头更像是要被捏碎一样 整个人像是要炸开似的 有一刻 我甚至以为我要死了 我跟你拼了 听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五十七章 见我被裹住 动弹 不得 张帅是咬了咬牙 大吼一声 红着眼朝着陈玉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死死抱住他的腰 大师 我跟你一起拼命 你别放弃 陈玉的注意力全在我的身上 压根就没想到张帅会来这么一周 见张帅死死抱住他 他缓缓转头冷冷盯着张帅 冷冷地开口 你真以为我不会杀你 你来呀 张帅直接豁出去了 你杀我呀 反正你也快要了我的命了 你 来呀 张帅冲着陈玉怒吼 阵阵的怒吼声 让头痛欲裂的我瞬间就清醒 不行 我不能放弃 我不能辜负张帅和齐雪 这个念头闪过 我努力让自己闭上眼睛 沉下心来 按照密录上的记录 内气由丹田升起 再向四肢百骸蔓延 蔓延到全身 冲击身上的每一处脉络 大师 好了 就在我竭尽全力 冲击了全身经脉的时候 书房里 突然传来琴雪颤导而激动的声音 原本凝脂的经脉忽然被冲开 一股暖流自丹田 快速涌向全身四肢百骸 我默然睁开双眼 大喝一声 一股澎湃的力量 在我周身游走 绵延不绝 我浑身瞬间就充满了力量 感觉到这一点 我又惊又喜 我居然在这个时候 打通了身上所有的经脉 突破了第二级 本来果在我周身的黑气 轰然炸开 我右手捏了金刚纸 以气带浮转 猛地赤向 拢在别墅四周的闪电 原本拢在别墅四周的白色闪电 忽然活了一样 急急朝下压来 慢慢收缩包围 就在这时 一道洪光 自书房传来 树地朝着别墅房顶 正上空而去 瞬间 洪光沿着别墅四周的闪电 一根根蔓延而下 形成一个巨大的笼子 那个巨的笼子 将陈玉笼罩其中 急速收缩 那四个白骷髅轰然炸开 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玉下意识想逃 可是那笼子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无论他冲向哪边 那只笼子都死死地跟着他 那张网是越缩越小 陈玉拼命挣扎 但是却无济于事 他越挣扎 那张网反而收缩得越快 张帅 救我 他轰然倒在地上 脸庞扭曲 凄惨地冲着张帅喊着 这一幕全部落入张帅的眼里 他直接就看傻眼了 这种场景 他只在电影里见过 这是封印 见张帅一脸目瞪口呆的模样 我解释着 在封印前 得先将他身上的戾气和煞气炼掉 然后 再将他跟老吴剑一起烈化 直到老吴剑和他身上的邪气 全部消失 张帅愣了愣 看了一眼痛苦挣扎的陈宇 那他会 会灰飞烟灭 张帅的身子抖了抖 快速看向陈宇 啊 张帅 求求我 陈宇挣扎着 一张原本古典明媚的脸 此时扭曲成团 凄力而挨挽地冲着张帅求救 我是真的爱你 否则你早就死了 怎么会活到现在 张帅的眼中跃上了一层复杂 有犹豫 有纠结 还有淡淡的不忍 毕竟 刚刚陈宇救了他一次 还放过他一次 难不成他真的喜欢他吗 张帅 你千万不能相信他的鬼话 就在张帅犹豫不决的时候 秦雪 刘国梁和祝诗言 一起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刘国梁看了看地上凄惨 叫着挣扎的陈宇 脸上满是憎恶和愤恨 他是邪灵 邪灵说的话怎么能信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鬼话连篇吗 祝诗言附和着 我觉得刘先生说的对 他的话不能信 要是现在把他给放了 咱们都活不了 想到视频中 陈宇大晚上在他床边转悠 他就觉得不寒而栗 现在好不容易抓住陈宇 哪能轻易放了他 陈宇 我是真的爱你 你别信他们的 陈宇因为痛苦而扭曲的小脸上 努力挤出了一丝妩媚的笑容 他柔声对张帅说道 张帅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是真的爱你 张帅下意识地扭头 去看陈宇的眼睛 秦雪一把拽住他 低声喝着 不能看 他的眼睛会蛊惑人心 你很容易上当的 张帅有些痛苦 俗话常说 一日夫妻百人 他跟陈宇也算是事实上的夫妻了 若真让他眼睁睁看着陈宇 就这样硬生生被炼化得灰飞烟灭 他实在是于心不忍 可是现在 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放过陈宇 他只好看向我 眼中带着痛苦 纠结地问我 大师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杜一切 可杜之魂 除了恶灵恶鬼 这是我们李家的规矩 陈宇是恶灵 而且手上有好几条人命 按理说 应该灰飞烟灭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见张帅面色诚恳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 你听了之后 在座选择如何 张帅愣了愣 什么秘密 在刚刚写阴阳聘 招陈宇前来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张帅是音年音乐 音日生 八字纯音 难命纯音 异性远好 且多期 最重要的是 这种命格的人 是极佳的炼音容器 只要音随 跟他交合 就能在最短时间内 提升灵力 陈宇屡屡跟他做那种事 又选择跟他成亲 只怕就是这个原因 本来我不想告诉张帅这个 但是张帅现在犹豫不决 于心不忍 我只能如实地告诉他 舍与不舍 他应该很快就能做决定 这 张帅脸上 瞬间带了隐隐的失望 他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我就知道 这鬼东西的话不可信 千万别信他 你看 我说得没错吧 不等他说完 刘国良就憎恶地开口 张帅 他肯定是因为这个 才跟你在一起的 你别被他又骗了 秦雪也低声劝张帅 祝诗言微微松了一口气 识趣的没有开口 有刘国良和秦雪反对就足够了 他不用再说什么得罪张帅 这就是祝诗言的聪明之处 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 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让人如沐春风 张帅微微垂下头 他念的 不仅仅有几日的夫妻之情 更多的是陈玉救了他一命 又放过他一次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五十八章 可是 陈玉灵力强大 聪明狡猾 谁也分辨不出 他说的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 我没有骗你 秦雪的话音刚落 陈玉就凄厉喊道 这世上八字全衣的男人 又不止你一个 我为什么便没有选你啊 张帅 你别信他们的话 我认真的爱你 他的声音 是越来越凄厉 挣扎的 也是越来越厉害 张帅 救我 陈玉挣扎着 吃力的 想要朝着张帅身边滚来 但是仅仅只是动了动 身上的网骤然收紧 勒得他 发生了一阵阵凄厉的惨叫 此刻 他披头散发 脸色惨白 双眼血红 浑身笼罩着一层黑气 看起来是阴森可布 完全没有了往日的 妩媚可人 现在正在炼化他身上的 力气和煞气 自然是痛苦万分 张帅看看刘国梁他们 又看看痛苦绝望的陈玉 脸上又有了犹豫 皱着眉 沉重地问我 大师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 既可以防止他再害人 又能保住他一命 不用消失 终究他还是不忍看到陈玉灰飞烟灭 几日夫妻之情 加上陈玉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让他下不了这个狠心 有 我紧紧盯着张帅的眼睛 郑重其始地开口 毁掉老物件 炼化掉他身上的力气和煞气 就可以保住住总和你的性命了 然后保住他的精魄 将他的精魄置于一人体重 则可保他的精魄不散 只不过 一人三魂七魄是定数 若多了精魄 则会 秦雪着急地追问 大师 会怎么样 会受精神分裂之苦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一人体内有两头魂魄 这个人还能分得清自己是谁吗 不行 正绝对不行 秦雪第一个表示反对 那样别人会把你当神经病的 朱师妍难得开口跟着劝着 张公子 你一定要想好 你还年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爸妈也会跟着担心的 张帅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都先别说话 然后他转头看向我 郑重其事地说道 大师 就按你说的 把他的力气和煞气炼化 保住朱总的性命 然后将他的精魄放在我体内吧 只有这样才可以还他救他一命的情意 或许他对他还有其他的感情 只是现在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只想着救陈玉 秦雪和朱师妍愣住 我常常叹了一口气 我就知道张帅会是这种选择 疯了 疯了 刘国梁摇着头 一脸古怪地看着张帅 眼神像是在看神经病一样 张大公子 你居然会心疼这种鬼东西 你居然会 他摇着头 似乎无力吐槽 他不明白 为什么张帅会心疼一个邪灵 他更不明白 为什么张帅明明深受其苦 现在还要拿自己的性命和未来开玩笑 几个人心情脸色各异 谁都没有注意到 刚刚还不停挣扎惨叫的陈玉 不知道什么时候 忽然就安静下了 他静静看着张帅 眼神复杂 张帅 你过来 片刻之后 陈玉忽然叫他 他咬住牙 强忍着疼痛 极力冲张帅 绽放出一个微笑 但是 从他扭曲的身体 以及紧绷的神经 依旧能够感觉出 他在极力忍受着巨大无比的痛苦 张帅一眼 走到陈玉的身边 你能信心我吗 问到这话的时候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小女人才有的羞涩 秦雪大惊 下意识冲上去要阻拦 张帅 你不能 秦雪 让他去吧 我拉住秦雪 冲他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阻拦张帅 可是他 可是他 秦雪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答应 愣愣地看着我 有我在 没事的 我拉住他 冲他笑了笑 你过去吧 张帅感激地冲我点了点头 然后 缓缓走到陈玉的身边 蹲下身子 吃力 将他半个身子支撑起来 放到自己腿上 低下头 轻轻牵了一下 陈玉满是汗珠的额头 你放心 等将你身上的阴气和煞气炼化完 就没事了 陈玉冲他笑了笑 笑容吃力 却娇艳动人 他原本惨白的脸颊上 竟然浮现出两坨红韵 张帅紧紧地抱住 我抱着你就不疼了 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就过去了 陈玉笑了笑 轻轻点头 然后 他在张帅的怀里 静静地依偎了片刻 我 秦雪 助尸眼 静静地看着 刘国梁焦躁地 骚了骚脑脑袋 来回在客厅里踱步 都疯了 都疯了 你刚才说 愿意将我的筋魄 置于你的体内 那是不是就表示 片刻之后 陈玉 陈玉强忍着剧痛 咬牙抬头 看向张帅 满眼都是期待 你也愿意去我 嗯 张帅的眼圈红红的 重重地点了点头 陈玉满意地笑了 柔柔地开口 你 你去门口 把那张阴阳笔线拿回来 我 我看看 那是你给我下的评书 可不能刷来 你的签子去 我的评书 不想让别人抱 好 好 你等着吧 张帅点头答应 轻轻将陈玉放在地上 然后快步朝着飘落在地上的那张红纸 走了过去 张帅 谢谢你 张帅走到门口 陈玉忽然冲他绽放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然后 冲张帅笑过之后 陈玉猛然拱起身子 黑发暴涨 全身鼓掌 一刹那 他周身黑气满意 将他重重包裹 裹住他的红色网急速地收缩 像是一把把红色的刀子 将他周身的黑气 一格格切割 将他的身体 累得深深地凹陷下去 大师 秦雪惊呼一声 瞬间躲进我的怀里 助食言和刘国梁 也吓得起起后退 妈呀 他在干什么 刘国梁吓得连妈都叫出来了 我没有回答 只是拉着秦雪 默默地后退几步 我和秦雪刚后退几步 陈玉就发出一阵凄厉而痛苦的惨叫 原本宫起的身子重重跌落到了地上 他周身的黑气开始一点一点消散 陈玉 张帅大惊 刷的扭头 转身就往他身边跑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的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五十九章 等到张帅奔到陈玉身边的时候 他周身的黑气已经消散得干干净净 原本实实在在的身体 也变成了半透明色 你 你这是怎么了 看到陈玉四周消散的黑气 张帅愣了愣 下意识想把他抱起来 可是 他伸出手去抱陈玉的时候 他的手却从他身体里穿了过去 张帅愣住 秦雪他们也愣住 大师 他这是怎么了 张帅转头 一脸惊恐地问我 他怎么变得透明了呀 我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他刚刚自断经脉 经破一回 自断经脉 经破一回 就等于陈玉自杀 他的身子自然会变得透明 不仅如此 再过几分钟 他就要彻底消失 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 这个时候 这个事实 对张帅似乎有点残忍 张帅脸色巨变 低头看向倒在地上的陈玉 声音颤抖 你刚才 是骗我的 故意把我支开 对 陈玉点了点头 努力地扯起了一抹虚弱的笑 你也骗过我 咱俩 咱俩撤平了 他说的 是张帅连和我骗他耳坠的事 可是这个时候说出来 就带了几分凄处的感觉了 张帅满脸痛苦和不解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师刚刚说过了 只要将你的金魄放在我身上 你就可以活下来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不明白 他刚刚明明哭着喊着求他救他的 他救了他 他为什么却要自寻死路 我不想爱人 陈玉看着他轻笑 敢不想爱你 他的笑容渐渐地舒展 但是身子一点一点变得更透明 此时的他 应该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 张帅依旧不解 那你还说爱我 要嫁给我 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固执地想要个答案 陈玉伸出手 似乎想摸一下张帅的头发 但是他的手已经完全透明 他只能放下 笑着反问 你想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爱你 对 你在啊 我要你告诉我 我偏不 陈玉已经渐渐透明的脸上 勾起了一抹俏皮的笑容 只有这样 你一辈子才会记得我 张帅 再见了 陈玉笑着伸出手 轻轻按在张帅的嘴唇上 然后 他就那样笑着 身子在张帅的眼皮子底下 一点一点变得透明 直到完全消失 张帅想要捉住他的手指 却一下子捉了个空 他呆呆看着空荡荡的地面 看了许久 然后 他垂下头 双肩耸动 像孩子一样 滴滴地乌液了起来 他固执地想要个答案 可是 到陈玉消失前 都没有告诉我 这一辈子 他可能真的忘不掉他了 许久 没有一个人说话 就连刚刚嚷嚷着张帅疯了的刘国梁 此刻 也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 神色恍惚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秦雪和柱石炎的眼圈都是红红的 秦雪又往我怀里靠得更紧了一些 整个客厅内充斥着一股悲凉而奇特的味道 谁也没有想到 刚刚还凶狠霸道的陈玉居然会选择以这种方式消失 或许是张帅的温情和坚持感动了他 让他选择了这种方式 怕以后再连累张帅 或许是别的原因 只是 已经没有人知道答案了 客厅内 我们静静地陪着张帅 一直到张帅渐渐地平复下来 大师 现在我们都没事了吧 等他完全静下来之后 柱石炎在恭恭敬敬地小声问我 我点了点头 就摇了摇头 待会我再把那老五剑烈花 你跟他之间的牵连才算完全断掉 但你身上聚集的衰气还需要彻底消除 这个只能我给你些福转慢慢消除 不过你已经耗费掉了所有好运 剩下会没运不断 你得做好思想准备 月圆盈亏 盛极而衰 这才是世间本该有的规律 现在柱石炎人中的黑气 虽然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 但是他气色灰暗 两耳蒙尘 这是即将走霉运的征兆 这是因为他提前消耗掉所有的运气 虽然能保住性命 但是接下来的半生会十分的暗淡 霉运一个接着一个 大师 聚齐鞭角料这段时间 我已经明白了很多 人情冷暖 不过如此 接下来 我会把我名下所有产业卖掉 卖出去百分之九十的钱 捐给慈善机构 剩下百分之十的钱 去乡下 购置点房产 田地 安安静静度过下半辈子 就当 就当我赎罪了吧 曾经卖出去的边角料 他要十倍几十倍 才能买回来 曾经消耗掉的好运 他要用下半辈子去弥补 这就是因果和人生 经过这一遭 他彻底醒悟 现在明白 也不算太晚 我点点头 赞赏道 你有这种心 当然是最好的 紧累而为就好 辅证我等过几天 画好给你 你只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基本就没事了 谢谢大师 朱世言恭恭敬敬 冲我驱了一躬 然后他跟我们告别 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朱总 秦雪赶紧叫住他 提醒道 你的那辆路虎 我还开着呢 你直接开回去吧 朱世言顿住脚步 回头冲我们几个人笑了笑 秦小姐 大师刚来何海市 需要代步工具 若是大师不嫌弃的话 那辆车 就送给大师做代步工具了 麻烦秦小姐了 不等我拒绝 他转身 鸟鸟停停走了出去 我暗暗感慨 真是有钱人的 出手就送一辆路虎 但是我没多说什么 想着等事情完全结束以后 再让秦雪把那辆车 还给朱世言就是了 福运相成 取财有道 这是我太爷爷留下来的规矩 这个规矩 我不能换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六十章 刘国梁躺在沙发上 呼呼大睡 秦雪和张帅都倚在沙发上 一见我出来 秦雪立刻迎了上来 见我面色疲倦 全身疲惫不堪 他心疼地伸出小手 替我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柔声地问我 大师 你饿不饿 我就给你做点吃的吧 不用了 我不饿 我疲惫地摇了摇头 无意间打通了全身的经脉 冲破了第二级 我的身体 本就到了一个临界状态 加上又整整练化了一晚上 已经彻底突破了我的身体极限 直到现在我才觉得 全身疲惫无力 走路都是虚浮的 恨不得倒下头就睡 压根就没有心情吃东西了 张帅的目光 深深地看着我和秦雪 却什么都没说 经过陈玉的事之后 他似乎一下子沉稳了许多 谢谢你 我赶紧冲着秦雪笑了笑 然后走到张帅的面前 将炼花一晚上的东西 递给了他 这是给你的 这东西是老无间炼化出来的 留给你做个念想吧 我手中有个吊坠 晶莹剔透 隐隐闪着五彩光芒 吊坠内 是一名身材鲜弱 长相古典的女子 面目真切 栩栩如生 很像陈玉 张帅接过吊坠 拿在手里看了许久 抬头深深地看着我 声音带着几分哽咽 大师 我微微叹了一口气 这吊坠也算是机缘巧合 炼化而成 或许也是陈玉 想要留给张帅的一份念想吧 秦雪看着张帅 轻轻叹了口气 顺手打开手机 我还是叫点东西吃吧 大家应该都饿了 这一次我没有拒绝 这是秦雪的心意 我要是再拒绝 就显得有点假了 我走到沙发前 正要一屁股坐下去的时候 秦雪忽然惊叫了一声 一百多个未接电话 都是我爸打的 昨晚我开了静音 我爸肯定以为我出事了 现在只怕截封了 不行 我得赶紧给我爸回个电话 他一边说 一边匆匆拨了他爸的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 小雪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你现在在哪 爸爸过去找你 电话接通之后 秦雪他爸胶着的声音 立刻传了过来 秦雪小心翼翼地回道 我在刘叔叔家里 他爸是二话不说 就挂了电话 片刻之后 秦雪看了看自己 还微微凸起的小肚子 小脸刷的一下子就变了 大师 我的肚子还没有完全消下去 我爸看到了肯定会打死我的 怎么办 我把这件事给忘了 还有一个最快的办法 我看了看秦雪的肚子 轻轻地安抚 很快就好 你爸不会看到的 秦雪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大师 什么办法 我可以用手按你的肚子 帮你消除阴气 我故意一本正经 面颊却微微有些发烫 要不还是算了 大师 你快帮我 秦雪直接打断我 大眼睛巴巴地看着我 求求你了 秦雪红唇轻咬 大眼巴巴地看着我 让人难以拒绝 我心一软 点头答应 好吧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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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那个 我们去楼上的房间吧 秦雪刚刚欢呼一声 又忽然反应过来什么 小脸刷得一下子红了 滴滴跟我说了一声 转头匆匆朝着二楼奔去 像是做贼一样 他爸很快就要来了 他必须抓紧时间 把肚子削下去才行 即便削除肚子的方式 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我跟张帅打了一声招呼 也跟着往二楼走去 大师 刚开始张帅没有吭声 但是等我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 张帅忽然跟着站了起来 滴滴叫了一声 面色犹豫 我脚步一顿 扭头看向他 什么事 小雪他 大师 你 张帅迟疑了一下 最后还是放弃了 没什么事了 大师 你去帮小雪除阴气吧 要是秦叔叔来了 我会拖住他的 你放心帮小雪就行了 他欲言又止 说话吞吞吐吐 最后却不了了之 我明白他在担心什么 但是 我只是淡淡冲他笑了笑 然后朝秦雪 刚刚进去的房间走去 我做事有自己的原则 不需要向别人解释 进了房间之后 秦雪正坐在床上 局促不安地等待着我 大师 接下来该 该怎么做呀 我走进房间之后 平时活泼大方的秦雪 忽然窘迫起来 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看了他一眼 他为了遮盖肚子 穿了一条宽松的长裙 这就有点难办了 小雪 消除阴气需要肌肤相近 将我的内气收入你体内 你这裙子不大方便 我咳嗽几声 清了清嗓子 我转过身去 你先盖上被子 再把裙子撂上来好不好 秦雪的小脸更红了 声如文男一样答应 好 我故作镇定转过身 心跳却是莫名开始加速 脑海中不受控制地 呈现出一些不该有的画面 身后很快传来 稀稀疏疏的声音 片刻之后 秦雪娇羞的声音传了过来 大师 我准备好了 你 你可以过来帮我了 我吻了吻心神 转身缓缓朝秦雪走去 秦雪躺在被子里 红着小脸 不敢和我对视 我在床边坐下 端出大师的架子 清了清嗓子 故作镇定 做法时 罪记分心分神 你一定要专心致志 心无旁骛 灵台清明 效果才更好 是 大师 好 现在开始了 等等 怎么了 大师 你闭上眼 我帮你把手 放在我的肚子上 秦雪的声音是小的 不能再小了 小脸也红得 跟煮熟了瞎子似的 娇艳无比 声音带着娇称 你 你不许偷看 我一阵失望 又心神已到 好 爷爷说 对视 主要是心怀谈的 刚刚闭上眼睛 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 就抓住了我的手 好软 好软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提取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浊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六十一章 我满足窥叹了一声 大师 你在干什么 正在我感受的时候 秦雪疑惑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为什么在笑啊 我漠然回过神 赶紧脸去不该有的表情 干咳了几声 我没笑 我在酝酿 嘴上这样说着 我另一只手 却快速捏了 可以护身清神的三清皱 直到灵台清明 脑海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全部消除 才专心致志 帮秦雪 清除肚子里的阴气 叫心怀坦荡 半个小时之后 我率先下楼 随后秦雪小脸红红 也跟着下楼 她的肚子 已经平坦如初 没有丝毫的一样 小雪 你没事了 张帅看看我 又看看秦雪 眼里闪过了一丝醋意 但是很快就压抑了下去 大师 谢谢你帮了小雪 秦叔叔一定会好好谢谢大师你的 秦雪 也让我去见她爸 说她爸肯定会重谢我 我拒绝了 我明白秦雪想让她爸亲自谢我 但是秦雪身上阴气已除 酬劳已赴 她现在已经不再是我的施主 我更不会接受她爸的馈赠 这是规矩 那好吧 我这就去把我爸打发走 很快就回来 见我不肯见她爸 秦雪大眼里闪过失望 但是很快就下定决心 一边急匆匆往外走 一边叮嘱 大师 你等着我啊 我很快就回来 我微笑着目送她离开 一直到刘国梁家的门关上 他这是故意不让老秦见我 就在我收回目光时 刘国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过来 呆呆盯着门口 悠悠溃然一叹 只怕这辈子 小雪都不会原谅我了 我和张帅相互看了一眼 都没有理她 何静虽然无辜 但秦雪她妈和秦雪 确实都是因为她被害的 她的自私自利 让人同情不起来 只不过 虽然陈玉自断经脉 但是刘国梁重症已经在身 就算我有心想救 也无力回天了 所以 我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冲张帅使了一个眼色 我们一起朝外走去 谁料 刘国梁站起身 快步拦在我的面前 郑重其事地拘了一躬 大师 谢谢你了了我的心愿 以后但凡大师用得着的地方 我刘国梁上刀山下火海 在所不辞 不瞒大师说 在大师来之前 我曾去请过易大使 但情况却不尽人意 易大使 易根筋 我本来跟张帅都要走了 听刘国梁这么一说 我漠然地顿住脚步 刷地扭头看向刘国梁 刘国梁抬头 疑惑地看向我 大师也认识易大师 你说你请过易根筋来 想陈玉 然后呢 我顾不上回答刘国梁的问题 急急地追问 刘国梁摇了摇头 易大师来了之后 倒也做了法 还跟陈玉斗了斗 但很快就被吓跑了 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易大师 直到他后来来买那尊玉雕 不过 当时是我老婆卖给他的 我并不知情 他摇头叹息 似乎往事不堪回首 我默然愣住 然后一个念头 疏得跳了出来 一根筋当初说雕刻 女人 女人并不是指何静 而是指陈玉 而雕刻则指的是老物件 设成的巨音局 何静虽然厉害 但是跟灵力强大的陈玉相比 根本不值得一提 这就完全对上了 难怪我当时隐隐觉得不对 却总找不到哪里不对 原来竟然在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刘国良 无意间带出了一根筋 只怕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的 要是有时间 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吧 把那些该放的 不该放的东西都放下 好好珍惜当下 看着头发已经开始 发白的刘国良 站在我的面前 弯着腰向我鞠躬 久久都没有站起来 我心中忽然动了 侧隐之心 然后 我头也不回朝外走去 张帅紧跟着我走了出去 我本来打算直接回店里的 可是张帅拦住我 说让我等等秦雪 还说秦雪 要是知道我不告而别 肯定会伤心的 无奈 我只好跟张帅 在秦雪家外等他出来 大概十来分钟的样子 忽然 从旁边的绿花袋中 钻出两条青色的小蛇 蜿蜒着朝我和张帅 爬了过来 说来奇怪 那两条小蛇爬过来之后 静止爬到我的脚背上 一只脚上一条小蛇 他们盘旋着 脑袋竖起来 冲我直吐着蛇杏子 张帅见状 嘖嘖撑旗 从旁边 折了一根树枝 要帮我把脚背上的两条小蛇挑开 别动 我喝住了他 大师 怎么了 张帅抬头看看我 一脸迷惑 你打算就让他们这么在脚背上趴着 我没有理会张帅 而是仔细盯着两条小青蛇观看 风水中一般称蛇为小龙 青蛇也就是青龙 青龙主集 若青龙县阳宅 则主富贵 若青龙县阴宅 则称之为护龙学 主 昌运丁旺 可是 现在两条青蛇旗线 分别占据我左右两脚背 大有双龙相争的模样 这让我心里隐隐犯了嘀咕 大师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 渗得慌 见我一直盯着两条小青蛇看着 张帅等得不耐烦了 已经忍不住用树枝去挑我左脚背上的小青蛇 嘴里还嘟囔着 小心他们咬你一口 哎呦 我刚要阻止 张帅就发出了一声惊呼 原来 他挑我左脚背上的小青蛇的时候 那小青蛇竟然一跃而起 狠狠咬了他手腕一口 然后跌落在地 蜿蜒着爬进一旁的绿花袋里 不见了 而趴在我右脚背上的小青蛇 则竖起身子 弓着身子晃了晃 像是在冲我点头一眼 然后 他也爬下我右脚脚背 一起爬进绿花袋里 不见了踪影 我顾不上多想 急急走向张帅 查看他的伤势 等我看到张帅手腕上 被咬了两个浅浅的小洞 正在往外渗血的时候 心里猛然是咯噔一下子 双龙星争 本就不吉利了 如今进了血 更是大雄之兆 接下来 他是有大事要发生的 大师 我不会死吧 咱们快去医院吧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六十二章 张帅吓得是面色发白 拉着我要往医院走 非要赶紧让医生救他 我瞥了他一眼 这小金蛇是草蛇 没毒 不用找医生 张帅松了口气 拍了拍胸口 还好还好 这时 秦雪急匆匆地走来 大师 我爸一个朋友想见你 他走到我跟前 犹豫了一下 红着小脸说道 我爸本来说 要亲自来请你的 但是被我拒绝了 我觉得 还是先问过大师的意见 再去见他们比较好 不见 我摇头拒绝了 青龙见血 大凶 刚刚处理沉玉 我现在疲惫不堪 不想接太棘手的活 大师 秦雪没想到 我拒绝他这么干脆 一点面子都没给他 小脸满是尴尬 可我爸的朋友是 我拜了拜手 打断了秦雪的话 我很累 先回店里了 秦雪迅速回过神 赶紧说道 大师 那我送你回店里吧 我去开车 你去陪你爸爸 我摇摇头再次拒绝 张帅 劳烦你开车送我回店里吧 好 张帅不明所以 但是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秦雪小脸上闪过了尴尬和委屈 洁白的牙齿死死咬着红唇 眼圈有点发红 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我离开 他的身影看起来有些落寞 我转头就走 硬着心肠没有回头 张帅紧跟在我的身后 大师 你这是怎么了 刚刚为什么对小雪那么凶 回店里去的路上 张帅终于忍不住问我 小雪都差点被你给惹哭了 我疲惫地闭上眼睛 考在座椅上 没什么 可能我太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对秦雪那么冷淡 而且一点面子都没有给他 其实 看到他眼圈发红的时候 我已经心软了 可是我还是硬着心 头也不回地离开 一方面是这次 青龙之兆大凶 我不想接秦雪他爸爸的活 另一方面就是 我觉得秦雪的事情已经结束 我应该跟他保持距离才对 至于为什么要保持距离 我也说不清楚 可能我怕再这么下去会发生什么 我赶紧杀住念头 没敢再往下想 见我确实很累 张帅没有再说话 只是专心开他的车 车子颠簸了一阵 我竟然睡着了 一直到店门口才被张帅叫醒 大师 你给我个银行卡号 我给你打钱 离开的时候 张帅问我要了银行卡号 我忽然想起来 我没有银行卡 更没有账号 之前都是爷爷收钱 我需要花钱了 问爷爷要就行了 自己从来没有管过钱 更没有想过办银行卡 现在张帅这么一说 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跟张帅说 等我办好银行卡之后 把账号给他 张帅点点头 开着他的破凹拓 就离开了 回到店里 我倒头就睡 这一觉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 一直到外面有人敲门 我才勉强从昏天黑地的昏睡中 睁开了眼睛 打开门一看 秦雪翘生生站在门口 你怎么来了 问完之后 我又觉得不合适 果然 秦雪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难堪 但是很快就笑了 大师 我是来带你办银行卡的 早上我就来了 敲门你没开 我就知道你还在睡 刚刚试了敲了几下门 你终于醒了 他早上就在等着我 一直等到现在 我心中忽然涌起一阵感动 猛然觉得 昨天对他冷淡挺内疚的 抱着弥补的心态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他 好 秦雪本来紧张的小脸上 瞬间绽放出灿烂的微笑 大师 我的车就在旁边 咱们开车去 他这一笑 如初春雪季 我心中有什么东西 似乎又要破土而出了 察觉到自己的心思的时候 我找借口回到店里 狠狠地泼了自己一盆冷水 直到自己完全冷静下来 这才走出店面 上了秦雪的车 三叔说过 要想让他们活灭 就得听沈无双的 现在什么都还未定 我还不能有这个心思 接下来 秦雪开着车 带我去办了银行卡 然后 他又带我去市里逛了一圈 吃了一顿火锅 还去游乐场玩了一趟 一直玩到了傍晚 不过 主要是秦雪玩 我刚从村里出来 见什么都新鲜 但我已经是一个男人了 总不能跟秦雪 一起玩旋转木马吧 一般都是他玩 我看着东西 看着他发放 晚上九点多钟 我和秦雪才回来 刚下车 就见到几个身穿中山装的 年轻男人 骑整整地站成一排 正在店门口等着我 他们的不远处 停着几辆小轿车 一见我下车 为首的年轻男人走了过来 恭敬地开口 大师 我是韩须 我是来接您 去见我们董事长的 韩须一身黑色中山装 身体强健 步伐矫健 眼睛炯炯有神 一看就是练家子 你们董事长是 这韩须来请我 阵仗不小 他背后的侍主来头 肯定也不小 我们董事长 是浩腾集团董事长韩自建 韩须正在介绍事主 秦雪正好锁上车 走到我的身后 他眼睛一亮 陪着笑 冲秦雪打招呼 秦小姐 你跟李大师一起 秦雪愣了愣 你怎么来了 显然 两人认识 韩自建 就是你爸说的那个朋友 是 秦雪有些慌 怕我误解 韩须是他带来的 赶忙解释 大师 我不知道 他们会来你店里 韩家背景不一般 昨日 两条青龙相争 还溅了血 预示着 韩家请我的事 十分的棘手 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出大事 所以 秦雪还没说完 我就冷冷地 对着韩须说道 我说过了 你们韩家的事 我管不了 请韩先生 另请高明吧 说完之后 我转身就往店里走 李大师 我 是 我们董事长 亲自让我来 请李大师您的 言下之意 我得给他们 董事长这个面子 我懒得理他 直接进了店里 你们快回去吧 李大师不会去的 我听到身后秦雪 小声对他们说着 韩爷爷真是的 来穷人办事 还端什么架子 韩须他们走了 临走时 他站在我店门口 说他们还会来的 我没有吭声 来不来是他们的事 去不去是我的事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六十三章 等韩须他们走后 秦雪走进店内 小心翼翼地问我 大师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真不知道 他们会来这儿 我没生气 挂着招牌做事 就不能怕别人会找 我没有怪你 只是他们家的事 很棘手 我不想接 听我说没生气 秦雪紧绷的小脸 默然放松 大师 你不想去又不去 没事的 我也怕大师会出事 这句话 他是脱口而出的 刚说完 他的小脸 就腾得一下子红了 大师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他红着小脸 抓起放在一旁的包 桃一样的就离开了 我仔细回味着秦雪的话 陷入沉思 这一晚上 我没有睡好 躺在行军床上 我翻来覆去 想着秦雪的话 一直到后半夜 我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我又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我塌了着拖鞋 骚着脑袋打开门 眼前漠然一亮 门口站着一位大美女 大美女身穿一身职业装 如铺黑发 高高挽起 露出光洁的额头 额蛋脸 皮肤洁白如雪 鼻梁挺直 眼眸深邃迷人 樱唇是娇嫩欲低 一张脸精心雕琢过一般 完美无瑕 淡雅高贵 微微的一笑 是倾国倾城 大师您好 我是韩梦渝 大美女冲我笑了笑 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 你是韩家的人吧 就请回吧 我说过了 你们韩家的事我管不了 我狠了狠心 抬手就打算关门 来请的人再美 也不能动摇 我不想接着烫手山芋的心 韩梦渝见我要关门 赶紧对我说着 大师您先看看这个 要是看了这个您还拒绝 那就当我没有来过 说完之后 他一直白皙修长的手 递过了一样东西 隔着门槛 韩梦渝递给我一样东西 一个细长的 古香古色的檀木匣子 我犹豫了一下 伸手接过檀木匣子 缓缓打开 匣子里放着一张 类似于人皮一样的东西 皮子上画着两幅画 两幅画都是同一枚 类似于印章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一幅画的是印章的正面 另一幅画的是背面 正面是无数道弯弯曲曲 蚯蚓一样的字 背面则是一幅奇怪的棋子 只扫了一眼 我就暗暗地吃了一惊 这皮子上面画的印章 以及印章正反面的图案 跟我离开村子时 三叔塞给我的那个东西 是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这东西你哪来的 我关上匣子 不动声色地问着韩梦渝 我原本以为 韩家人来请我 是通过秦雪他爸介绍的 但知道这个东西 还拿着这个东西来请我 说明韩家人对我的了解 不仅比秦雪他爸知道的多 甚至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只要李大师肯帮忙 我就把这东西的来源 告诉李大师 韩梦渝 姿态优雅 笑容是倾国倾城 不错 一点都没有看出他要挟我 看来 我得去韩家走一趟了 显然 韩家人是有备而来 即便我不去 他们也会在意别的方法找上门 只不过现在是明的 之后就会来阴的了 所以 即便韩家是龙潭虎穴 我现在也得去闯一闯 还有 那个东西是临行前 三叔特意塞给我的东西 还叮嘱我 别让沈无双看到 肯定是非同小可 来河海市之后 我也想尽办法 打探过三叔给我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至今 我这边依旧没什么头绪 如果帮韩家解决了问题 或许还能知道 三叔给我的印章 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我寻找绅士什么的 帮得上忙 李大师 若您很帮忙的话 我们韩家不会亏待您的 韩梦渝优雅地笑了笑 恭敬地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李大师请 他表情淡然 一点意外都没有 似乎他早就料到我会同意 我笑了笑 顺手拿了我的乾坤包 往店外走去 有些事 说破就没意思了 店外停了一辆黑色轿车 韩梦渝亲自开 以显示对我的重视 一路上 韩梦渝专心开车 话很少 偶尔我问什么 他才淡淡地回答我两句 始终带着优雅和淡淡的距离感 我觉得无聊 就扫了一眼他的面相 这是我的习惯 只要事主来找 我都会事先看一下对方的面相 从而了解更多的信息 对我 对事主 这都是有好处的 扫了一眼韩梦渝的面相之后 我心中暗暗赞叹 他果然生了一副难得一见的好面相 骨细肉滑 神气清媚 皮肤相结 发黑唇红 眼大眉秀 富贵女人有九善 我能看到韩梦渝已经占了五善 拥有这样面相的女人 不仅祖业富贵 而且人聪明 拎得轻 以后也会富贵绵长 韩梦渝面相中 唯一的缺点就是 夫妻公文路多 且杂乱 以后找伴侣会比较困难 而且他耳朵尖细 尖门鼓起 说明他那方面十分冷淡 甚至会排斥男人 我终于理解他 为什么看起来一直冷冷淡淡 跟人有距离感的原因了 感情啊 他排斥男人 韩梦渝本来要开车 直接带我去韩家的别墅 但是我想了想 淡淡地说道 还是先去你们家祖坟吧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祖坟出事了 韩梦渝一愣 猛然一脚踩刹车 车子戛然而至 他扭过头看着我 深邃迷人的大眼睛里 全是吃惊和意外 从头到尾 我似乎并未告诉李大师 是我们家祖坟出事了 得风水者 骨肉隆起 塌陷者则是风水 也就是风水遭到破坏了 韩小姐日月角有塌陷 自然表示是祖坟的风水遭到了破坏 这是韩家人请我来的原因吧 韩梦渝小嘴紧张 脸色带了震惊 这都能从面线上看出来 一路到现在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表情有些变动 比纸微微扯扯嘴角 露出个标准微笑 那要丰富多了 挺好 当然能看出来 我表情淡淡 端出大师的架子 韩小姐 你还是开车去吧 咱们到了再说 其实 不仅能从一个人的面向 看出他家祖坟的情况 甚至能断祖坟的巷口 风水 几个坟 坟的朝向等等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六十四章 一般都要亲自去坟地看看 以便最少减小判断的误差 毕竟 风水诗丹的通常不仅仅是自己的名头 更多的是他们这一脉的名头 大意不得 是 韩梦渝 恭恭敬敬地点头答应 看得出来 我稍稍露了一手 他的态度 立刻就有了转变 不再像刚刚一样 冷冷淡淡了 车子调转一个头 快速朝着郊区驶去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 韩梦渝家的祖坟路口 因为他家祖坟在山脚 所以韩梦渝将车子停在路口 然后带着我朝他家祖坟走去 我一边走 一边观察韩梦渝家祖坟四周的环境 天地广阔 山清水秀 大环境极竟 再往前走几步 就看到韩梦渝家祖坟背靠凤凰岭 明堂开阔 前朝后靠左右报 霜水环绕 真龙显像 甲拱山蜿蜒区区 不仅发科甲 而且运营经商都是极佳 是个难得的风水宝地 只是 跟着韩梦渝走到他家祖坟 还有半里多地的时候 韩梦渝忽然止住脚 转头 面色凝重地看着我 低声说道 大师 不能再往前走了 为什么 我愣了愣 一时不明白原因 韩梦渝的声音压得很低 因为我们家祖坟出了一件怪事 之前请来的风水师说 闲杂人等不能靠近 否则 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就会不得好死 说这句话的时候 韩梦渝深邃的眼睛 漠然瞪大 眼中微微带着惶恐 声音也跟着颤抖 看得出来 他很是恐惧 有我在 没事的 你跟我说说 你们家祖坟到底出什么怪事了 前几天 因为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坟 人需要修设 所以暂时先把光果抬了出来 刚刚开始讲到这里 韩梦渝的小脸 刷的一下子就变了颜色 可是 就在把光果抬出来时 发现了光果下 有一样东西 看到他脸色巨变 我好奇地追问 什么东西 一 一件小孩子的衣服 韩梦渝咽了一口唾沫 我愣了愣 一般来说 阴宅里置放东西极其讲究 除了光果和陪葬品之外 阴宅里放东西 更是有很多机会 黑猫 黑狗 小孩子 女人 以及一些带毛的衣物 是绝对不能碰到棺材 更不能进阴宅的 韩梦渝的太爷爷和太奶奶 应该早已过世多年 他们光果下 居然出现了小孩子的衣服 这根本就不可能 韩家家境不凡 下葬的时候 肯定不会出现这种第一错误 肯定是有人暗中搞鬼 除此之外呢 我回过神来 淡淡地问着 看韩梦渝的脸色 这件事绝对不会因为仅仅是光果下 忽然出了一件小孩子衣服那么简单 肯定是还有别的古怪 没有搞明白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 我一下很少下结论 那件小衣服 崭新崭新的 还带着血 一业觉得事情不对 就找了风水师来看 风水师让照着小衣服往下挖 结果 挖 挖 挖倒了 韩梦渝的小脸更白了 身子也跟着瑟瑟发抖 挖倒了什么 他哆嗦着 怎么都说不出来了 我下意识看了韩梦渝一眼 此刻他小脸苍白 双目散神 这是受到了极大惊吓 魂魄受惊所致 平时表现不太明显 一旦再度提及所恐惧的事实 就会出现韩梦渝现在这种状况 这个时候需要给他安魂 有我在 你不用怕 我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安慰他 拍他肩膀的时候 我顺势捏了一簇三清真火 将他右肩头 半灭的阳火给点燃 就见韩梦渝双眉间 一点明火一闪 身子瞬间就不抖 双眼顿时恢复了神采衣 这说明他受伤的魂魄 恢复了圆转 韩梦渝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他看我的眼神 却多了几分敬畏 在那小衣服下面 我们挖到了一口小棺材 小棺材里 是一具不足于孩子的尸身 我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坟 在我们家休息之前 只有一个反大的洞 别说是一个人了 就连胳膊伸进去都难 韩梦渝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明白他的意思 碗口大的洞 怎么能把一具小棺材放进去 这件事确实透着古怪 就在我打算继续追问的时候 韩梦渝的电话响了 他接了电话之后 低声对我说着 爷爷催我 赶紧请李大师您过去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显然 韩梦渝不想再接着往下说了 我点头答应了 既然现在韩梦渝要带我去韩家 那想必一时半刻 也不能进他家祖坟查看 只能先见过韩家家长再说 我答应之后 跟韩梦渝一起 回到停在路边的车上 依旧是韩梦渝开车 载着我往他家驶去 一路上 他神色凝重 车子开得飞快 我隐隐觉得 韩梦渝只是告诉我 整件事情的一部分 而另外更重要的一部分 或许比他提到的要可怕 诡异得多 只不过 那部分应该见了韩家人才能知道 半小时之后 我们到了韩家别墅 韩家别墅 临近郊区 无论规模还是气势 都比秦雪柱的那栋别墅 要气派得多 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使进别墅院子 韩梦渝率先下了车 然后他亲自替我打开车门 恭敬等我出来之后 领着我朝着别墅客厅走去 显然 我刚刚替他安魂的那一招 直接改变他对我的态度 这时 韩须带着几个手下 也簇拥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朝着客厅走了过来 我和韩梦渝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们也正好赶到 只不过 他们落后了几步 小伙子 让让路 我和韩梦渝刚要进客厅 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年轻人嘛 要懂得尊老爱幼 我和韩梦渝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六十五章 我和韩梦渝脚步一顿 就见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站在我们身后 正居傲地看着我 等着我让路 宋大师 看到老人的时候 韩梦渝吃了一惊 然后他慌乱地看了我一眼 神情紧张 老人冲韩梦渝 居傲地点了点头 韩小姐 韩须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李先生 劳烦给宋大师让让路 先请宋大师进去 可是 韩梦渝皱了皱绣眉 打算拒绝 在风水界 重辈分不假 但是更重本事 我和宋大师都是风水师 而且我先来 宋大师后来 他作为邀请我来的施主 没有让我给宋大师让路的道理 否则就是轻视我 更重要的是 风水界是有规矩的 一事不凡二主 同一件事 既然请了一位风水师 就绝对不会同时请另外的一位风水师 否则就是对风水师的不尊敬 而且还容易同时得罪两位风水师 而韩家之前明明派人去请的我 现在又请回了宋大师过来 这明显是出了风水界的大忌 若韩梦渝同意我让路 那就表示宋大师在前 我在后 直接乱了顺序 不让吧 韩梦渝似乎又不想得罪宋大师 所以韩梦渝十分为难 宋大师请 就在他为难的时候 我往旁边让了让 客客气气给宋大师让了路 宋大师上下打量我一番 依旧用那种居傲的语气 评价了我一句 小伙子还算是懂规矩 评价完之后 他一脸居傲走进客厅 从头到尾 他一句道谢的话都没说 好像我给他让路 是理所当然的一样 韩须等人簇拥着他 一起走了进去 等他们一众人走进去之后 韩梦渝赶紧陪着小新 向我道歉 李大师 我不知道家里人 会去请宋大师过来 您千万不要生计 我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用道歉 韩家的活 我原本就不想接 不过是冲着那 羊皮纸上的东西来的 如今韩家先坏了规矩 那就怨不得我临时变卦了 我脸去心中的不愿 客客气气的 对着韩梦渝说道 既然请了另外的高人 那我就告辞了 说完之后 我掉头就打算离开 李大师 韩梦渝赶紧追在我的身后 不停地向我道歉 李大师 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样的情况 这件事非同小可 您还是听听在走好不好 他满脸惩挚 语气内疚 不像是在骗我 看来 是韩家又瞒着他 派韩须去请了那位宋大师过来的 不过 不管事情到底如何 韩梦渝就代表韩家人 若是我厚着脸皮留下来 只会更让韩家人轻视 听说外面站着的小子 是李家的后人 就在我打算离开的时候 客厅里传来宋大师居傲的声音 这年头骗子很多 少少学点皮毛 就敢出来招摇撞骗 韩先生 可别被人给骗了 我的脚步猛然一顿 我掉头朝着客厅走去 若我以个人名义来 他怎么说我都不在意 但是 他知道我是李家人 那就不一样了 我不能走 不能丢了李家的人 更不能丢了爷爷的人 李大师 韩梦渝没想到 事情会突然出现转机 脸色一喜 紧跟在我身后 一起走进了客厅 客厅内坐着一圈人 围手拄着拐杖 头发全白的老人 正是韩梦渝的爷爷 浩腾集团董事长 韩自建 坐在他两侧的 是他的两个儿子 韩浩和韩腾 而坐在他对面的 正是刚刚进去的宋大师 走进客厅之后 我客客气气地 冲着韩家人点了个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韩浩和韩腾 倒是紧跟着站起身 冲我行了个礼 年长的韩浩笑着说道 秦老板说得没错 李大师果然年轻有为 这是客头话 意思就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年轻 韩腾冲我笑了笑 接着跟韩浩一起坐下了 而韩自建则自始至终 都稳稳当当坐着 目光一直注视在宋大师的身上 连多看我一眼的意思都没有 最后在韩梦渝的强烈要求下 他才冲我微微地焊了焊手 算是打过了招呼 若是换坐之前 我肯定掉头就走 可是现在事关李家 我非但不能走 还得让他们刮目相看 否则我就丢了李家的人了 李大师 对不起 韩梦渝拿自己的爷爷 无可奈何 只是滴滴冲我道了歉 亲自去帮我搬了一把座椅过来 邀请我坐下 然后他直接站在我的身边 算是表示他对我的支持 我赶紧冲他笑了笑 然后开始专心看着韩自建 按照规矩 一般是事主先描述情况 风水师在寻音变弃 找到症结所在 并且解决事情 但是宋大师明显是想挤兑我 不等韩家人说话 他就冷冷撇了我一眼 居傲地开口 风水界有规矩 一时不凡二主 这个规矩不能坏 虽然是我先来的 但是 我不能仗着自己年长 欺负小辈 免得别人说我以老卖老 宋大师 您的意思是 韩自建皱了皱眉 客气地问着 韩家的事情虽然火烧眉毛 但是他却不敢轻易得罪宋大师 只能陪着小心 问他该怎么办 入屋断市 断准者留 断错者走 我们各凭本事吃饭 如何呀 韩家人文言纷纷大吃一惊 韩梦渝更是疏得变了脸色 入屋断市又叫盲断 是风水师之间 比拼本事的一种极为极端的方式 顾名思义 就是风水师接了施主的活之后 什么都不问施主 就凭自己一身本事 通过项面看宅 断风水看阴阳 甚至通过气息 来判断市主遇到事情的症结所在 然后帮市主解决问题 这种比拼 不仅考验风水师的本事 更考验风水师的心理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讲故事 欢迎订阅 第66章 遇到心理素质差的 只怕连比都不敢比 直接走人了 只要走人 就算认输 只要认输 在风水界就等于塞了跟头 只要塞了跟头 就等于把自己的声望 甚至连自己那一脉的声望 都给搭进去了 而且很有可能 让自己一脉 跟着一起蒙羞 所以 风水界轻易不会盲断比本事 毕竟 比拼的代价 根本无法想象 宋大师是仗着自己年长 故意提出这么一出 摆明了是看我年轻 想把我挤队走 甚至让我把我们李家的名声都搭上 这个心思算是狠毒了 韩自建倒没有说什么 他显然已经笃定 宋大师肯定会赢 倒是韩昊劝了一句 宋大师 您二位都是风水界的翘楚 尤其是宋大师您 跺一跺脚 咱们河海市都得震三震 这样比不太好吧 所谓既精者胜 既越比越精进 怎么会不好呢 莫非小伙子不敢比了 还是李初吉的后人不过如此 依我看呐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要是李初吉的儿子来 只怕还能跟我比活几下 好 我比 我冷冷地打断了宋大师的话 冷冷地答应 他羞辱我不要紧 更羞辱我爷爷和我两个叔叔 不行 所以这次比试 不比不行了 好 有国情 这样 咱们各凭本事断事 为了避免相互受影响 我们各自把自己断出来的结果写在纸上 然后交给韩董事长 如何呀 他说的冠冕堂皇 不过是怕我沾了他的光而已 宋大师说完之后 韩家人的目光 齐刷刷落在我的身上 李大师 你看可以吗 韩梦渝滴滴地问我 态度诚恳 你要是不乐意 那咱就不比了 宋东城这篇是这样比你多学了几十年 明摆着欺负你呢 你是我请来的 不能就这么被他欺负了 这一次 韩梦渝连称呼都改了 直接直呼宋大师的名字 显然 他对宋大师已经相当不满了 我同意 剑劝不动我 韩梦渝微微叹了一口气 面色担忧 我明白他在担心什么 只冲他笑了笑 示意他去准备纸笔 很快 纸笔取来了 我和宋东城 各自坐在客厅一个角落 韩自建父子 均坐在客厅沙发上 一边由我们观察面相 一边等待我们各自完成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宋东城将笔放下 抬头看了看我 见我还在低着头写字 他得意的笑了笑 小伙子 不急 按门来 我等你 不用不用 我抬起头 将纸递给一旁的韩梦渝 我很早就写好了 但您是长辈 我得等您一起交集过 爷也经常教导我 遇到长辈要懂礼貌 所以我得等您写好 刷的一下子 宋东城的脸 一下子就黑了 他冷冷将纸笔交给站在一旁 等着的韩须 阴沉沉地扫了我一眼 眼中全是冷意和警告 显然 他没想到我敢跟他硬刚 毕竟按年龄来说 我做他孙子都绰绰有余了 他更没想到 我居然比他完成的还要快 韩须和韩梦渝 分别将我和宋东城写的结果 交给了韩自贱 先由韩自贱过目 然后再由韩昊和韩藤过目 韩自贱直接将我写的那一张纸 扔到了一边 先拿起宋东城的看了起来 童子坟 他扫了一眼 立即惊呼 宋大师 您的意思是说 有人在我们韩家祖坟里 暗设了童子坟 要坏我们韩家的根基 宋东城点了点头 没错 韩董事长 日月角塌险 要是祖坟风水受损 而韩家两位公子三阴枯险 说明会客子女 而风水局中最阴毒的坏风水跟结的法子就是童子坟 以不足满月幼儿之师为阵物 再将幼儿尸身放进韩家祖坟即可 若是我看的没错的话 韩家祖坟肯定受到了损坏 而且从祖坟内挖到了一具鹰铜尸体 那鹰铜的尸身应该就在旧官果之下 韩董事长 我说的对不对啊 韩自贱听的是目瞪口呆 韩浩和韩腾也是面面相觑 脸上全是震惊和钦佩 仅凭着他们父子的面相就能推断出他们 韩家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甚至还将祖坟内的情况推断的一清二楚 这简直是高人的 宋大师不愧为河海市有名的大师 韩自贱回过神来立刻紧紧的追问 那依宋大师之间该如何化解这个风水局才好啊 宋东城低头装作沉思一番 这才抬头说道 依我知见 应该先将这童子认为韩家人 再将他重新入殓 葬入韩家坟地 让他跟韩家修起相关 才能解开这童子坟的风水局 宋大师 您的意思是说 只要将那个孩子认为是我们韩家的人 再将他重新入殓就行 韩自贱还是有些不放心 追问了一句 宋 宋东城这句话韩自贱总算放下心来 立刻吩咐韩浩和韩滕 你们快去准备一下 先将那孩子认了再说 韩浩和韩滕点了点头打算离开 韩梦于却冷冷地堵住他们 爷爷 说好了是入屋断式比拼本事的 如今宋大师已经断完了 是不是该看看李大师是如何断的 这样才公平一些 韩自贱一愣 韩浩和韩滕则相互看了一眼 显然 刚刚宋东城似乎句句都断准了 他们已经忘记了 还有一个我的存在 哦 爷爷听你的 看一眼 见韩梦于堵着韩浩和韩滕不肯放行 韩自贱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勉为其难地 拿起我写的纸扫了一眼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哇 什么意思 韩浩和韩滕也忍不住地撇了一眼 就见我刚刚交上去的 硕大的一张纸上就写了一个字 哇 而且旁边还无聊地画了两条小蛇 见韩家父子琪琪看向我 我淡淡地笑了笑 字面上的意思 在这儿的那童子坟往下挖 我敢保证你们韩家会收到一份大礼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奖故事 欢迎李宇 第六十七章 真是胡闹 不懂装懂 招摇撞骗 风水界的名声 都被你们这种人给败坏了 宋大师 怎么了这是 分走三代不能动 否则必定出祸段 这小子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知道 居然还敢出来丢人现眼 要是酿成大祸 动的就是韩家上半年的根基 小子 你懂不懂啊 这责任 你担不担得起啊 最后一句话 宋东城是跟我说的 完全是居高在上的语气 他一开口 韩家父子三人脸上全都变了颜色 他们看我的眼神瞬间多了几分冷意 孟渝 先请这位李大师回去吧 既然是秦老板介绍的 那该给的车马费一分不要少 韩后 韩腾 你们两个快去请祖宗排位 趁着宋大师在 让那孩子认祖 归我们韩家们 这明摆着是要赶我走了 给我钱 也是看在秦雪他爸的面子上 韩梦渝急了 爷爷 您都没有按李大师说的做 怎么就知道李大师说的不对啊 梦渝 韩子渝的脸色更难看了 语气也中了许多 爷爷 韩梦渝急得小脸都红了 试图说服韩子渝 我是他请来的 韩子渝不给我脸面 就是不给他脸面 我站起身 板着脸硬邦邦的开口 韩先生 既然您信不够我 我走就是了 不过 再请我过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说完之后 我转身就走 跟着爷爷闯荡江湖几年 这还是第一次被施主撵着走 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种滋味很难受 我的脸声更是臊得滚烫 所以 我也顾不上什么疯度不疯度了 硬邦邦的扔下一句话 起身就往门外走 韩家父子愣了愣 然后他们齐齐松了一口气 我主动要走 总比他们跟我闹翻了 逼着我走枪 我没看宋东城 但是我知道 他此刻肯定正在幸灾乐祸 这老小子实在是阴险至极 李大师 我刚走出别墅 韩梦渝就急急跟上来 满脸愧疚向我道歉 真是对不起 我替我爷爷向您道歉 他不该这么对您的 爷爷的思维有点顽固 他就信宋东城 他一脸真挚 语气诚恨 那你为什么信我 我顿住了脚 语气还是有些冰冷 宋东城是河海市出了名的风水师 韩自见父子信任他 是意料之中的事 反倒是韩梦渝 在韩家父子都反对的情况下 还这么信任我 我觉得有些奇怪 是小雪给我推荐的您 韩梦渝犹豫了一下 还是告诉了我 小雪说 只有您才能解决我们家的麻烦 我信小雪 原来是秦雪 我心中莫名的一暖 刚刚的羞愤也消散了不少 没事了 我先回去了 我冲韩梦渝笑了笑 韩梦渝抢着说 诶 李大师 我送你 这次我没有拒绝 韩家别墅临近郊区 连出租车都很少 我要是走着回店 不知道得走到什么时候 一路上 他一反常态 总是没话找话跟我聊天 看得出来 他竭力地想弥补 他们家给我难堪这件事 我虽然感激他的善意 但是我心里已经不好受了 跟他说话时 态度也有些敷衍 我知道 不该对韩梦渝这么冷淡 毕竟他请我过来 而且全程都在维护我 可是任谁 被侍主撵出家门 都不会淡然自若 更何况 还不到二十岁的我 把我送回店里之后 韩梦渝又再三道歉 李大师 麻烦您给我个银行账号 我给您打十万块钱 今天麻烦您白跑一趟了 真是对不起 紧紧跑了一趟就给十万块 可见这韩家果然是财大其粗 但是我收费有收费的规矩 不会因为韩家人怠慢 我就随意更改 不用了 韩梦渝坚持要给 我坚持不要 推让了一番 韩梦渝出去打了一个电话 回来才没有再坚持给钱 而是用一双深邃的美目 看着我恳求 李大师 是我们韩家出事 请您一定要出手相助 好不好 他额宽鼻高 眼深邃 很有抑郁风情 长相更是偏高冷那一种 但是他此刻求我的时候 声音婉转轻柔 美目殷切诚恳 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到时候再说吧 就算我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但是我也有我的自尊和颜面 无奈 韩梦渝只得离开 韩小姐 你等等 见韩梦渝美目里都是失望 我心中忽然生出了一阵不忍 在他离开时叫住了他 从乾坤包里拿出黄纸和伏笔 要了他一簇额钱的发作笔头 沉下心给他画了一张护身笔 请三清做笔头 画铜钱剑做笔胆 然后写上笔角 我发现自从突破二级之后 我画笔纸的效率 也之前快了不少 画好笔纸之后 我拿下笔笔里的额钱发 递给了韩梦渝 叮嘱他一定要烧掉 然后将笔笔递给了他 最近韩家多生是非 你随身带着他 可护身保命 谢谢大师 韩梦渝的美目里 全都是感激 一定要随身带着 千万不能沾水 更不能让其他人碰到 是大师 一共九十九块钱 韩梦渝美目里明显闪过了错愕 但是很快反应过来 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一百块钱 递给了我 说你一百 我找你一块钱 我翻开抽屉 打算找韩梦渝一块钱 韩梦渝赶紧拒绝 大师不用找了 说完之后 他急匆匆地往店外走 我快步追上去 将从抽屉里翻找到的一块钱 塞到了韩梦渝的手里 韩小姐慢走 哦 好 韩梦渝呆呆地看着我 又看看我塞在他手里的一块钱 眼神复杂 我没有再理会他 转身回到了店里 接下来的两天 店里冷冷清清 依旧没什么人 我也不像之前那么着急了 又翻出沈无双给我的照片 以及三叔塞给我的印章 翻来覆去 看了很久 但是依旧没有什么收获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拨减完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的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 第一风水师 一笔十万 我这才忽然想起 上次跟秦雪一起办完银行卡之后 银行卡好像被秦雪装到他的包里去了 后来回来正好碰到韩须 我也忘记 我也忘记向他要了 显然 这笔钱应该都跟秦雪有关 我给秦雪打了个电话 问他这四笔钱是怎么回事 大师 你给我打电话了 接到我的电话 秦雪明显很兴奋 那钱是张帅 我 祝总 还有孟宇姐姐打给你的 他们都想感谢你 正好 我有你的银行卡号 所以 我知道了 说完之后 我就打算挂电话 大师 电话那边的秦雪叫住了我 声音带着满满的期待 你 没有别的事了吗 我摇了头 没有了 秦雪声音略带失望 好吧 那你忙吧 我挂了电话 其实我也听出秦雪很失望 但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也隐隐地感觉到 秦雪对我不一般了 就怕多说什么 会给他不必要的期待感 挂了电话之后 我打算有事情 让张帅来一趟 帮忙把我另外三笔钱 都还回去 他跟这些人比较熟 应该能帮得上忙 当天晚上 正要睡觉的时候 手机忽然响了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 喂 哪位 出到河海市 还没什么朋友 秦雪和张帅 甚至住时员的号码 我存了 这大半夜 会是谁给我打电话呢 电话那边静悄悄的 没有回应 我追问了一遍 那边还没有回应 打错了吧 我嘀咕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刚放下手机没多久 手机又响了 还是刚才那个电话号码 喂 是哪位 我接过电话 乃着性子 那边 传来一阵类似于急促喘气的声音 还夹杂着一股奇怪的 像是有人窃窃私语的声音 我坐直了身子 不是话我挂电话了 回应我的 依旧是这个声音 以及嘀嘀嘘语的声音 我啪的挂了电话 这大半夜的 谁在跟我开玩笑 刚挂电话没多久 电话又响了 依旧是那个电话号码 你他妈有完没完 我彻底被激怒 接了电话就骂 再他妈大半夜的骚扰我 我 救 救命 电话里忽然传了一阵 激烈的求救声 与此同时 电门忽然被拍到山巷 大事 李大事 快开门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听到门外苍老沙哑的声音 我愣了愣 门外敲门的人听声音似乎是宋东城下意识扫了一眼手机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挂断了手机屏幕黑着悄无声息的像是刚刚的电话是我的错觉一样 外面的敲门声再度响起 全都是血全身不停的哆嗦嘴里还在不停的念叨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此时的宋东城全身哆嗦 我查了一下 他头上和尖头上的三把羊火已经有两把将灭未灭 难怪他会这样 同时我心里也是暗暗以惊 宋东城是河海市有名的风水师 名头虽然有些虚 但是总归是有些本事的 能差点灭掉他两把羊火的肯定不是善类 出什么事了 我捏了一簇三清真火 随手将宋东城尖头上的两把将灭的羊火点着 好奇地问着他 若不是出了什么大事 依照宋东城的臭脾气 他是绝对不会来求我的 宋东城尖头上的两把羊火被点燃之后 他猛地颤抖了一下 然后缓缓抬头朝我看来 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你 你 你真的是李家后人 他盯着我看了片刻 忽然问了我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是 都是风水师 我刚刚续上他两把羊火的事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才会问我是不是李家的后人 我虽然十分看不上宋东城 但是都这个时候了 再跟他较之也没什么意思 再说了 我也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事 求求你 求求你帮帮我 求求求韩家 我点头之后 宋东城 居然扑通一下 跪在我的面前 眼泪鼻涕横流 除了李家人 只怕没人能救韩家了 前两天还是居傲无比的宋东城 此刻毫无形象 跪在我的面前 求着我帮他 我打心眼里看不上他 但是见到他如此狼狈的来求我 知道韩家肯定是出大事了 只得将他从地上拽起来 着急的问着 到底出什么事了 韩小姐出事了 宋东城又开始哆嗦 韩梦渝出事了 我的心是默然一沉 这怎么可能 临走时 我明明给了他护身符的 只要将那护身符藏在身上 绝对不可能出事了 但是 就宋东城现在的模样来看 韩梦渝不仅出了事 而且还出了大事了 走 去韩家 若是换作韩家别的人 我可以不管 但是韩梦渝出事 我不能坐视不理 大师 你 你同意救韩家了 宋东城默然抬起头 一副怀疑自己听错了的模样 我懒得再跟他废话 一把就拽住他 快走吧 好好好 好好好 见我答应去韩家 宋东城忙不迭地点头答应 现在的他卑躬屈膝 谨小甚微 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我 哪还有当初见识 是 嚣张 本集已经播剪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六十九章 我又是吃了一惊 开车都要半小时的路 它居然是跑过来的 可见寒假情况不妙 宋东城市直接急疯了 甚至都没想到跑过来要耽误多少时间 是大半夜的 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出租车 无奈之下 我只得给张帅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送我们去喊去 幸好 张帅还在熬夜打游戏 接到我的电话之后 急匆匆地赶过来 车还没熄火 就冲我喊着 大师 快上车 我也没跟张帅客气 拎着宋东城就上了车 我和宋东城 钻进了车里 张帅是一脚油门 轰然朝着郊区拾去 宋大师 怎么一脸的险 我和宋东城 钻进车后 张帅从后视镜里 看了我们一眼 吃惊地问着 我摇了摇头 我现在也一头雾水呢 张帅没有再追问 只是专心开车 从我店到韩家 还有一段时间 我趁机追问宋东城 韩家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他会这么狼狈 这时 宋东城才完全回过神来 他哆嗦着 把事情的原委 跟我大概的说了一遍 原来 那一日我走了之后 韩家按照他的吩咐 准备了祖宗排位 香案 供品等东西 去祖坟将英师认了祖 又重新入殓 重新给英师建了新坟 将英师葬在了韩家祖坟内 而韩梦于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光果 因为时间太久已经腐烂 韩家趁此机会 购置了新官果 又做了两天法事 打算修弃了坟营之后 再次下葬 原本准备明日下葬 今天晚上忽然出事了 负责守夜的工人回来说 葬着英师的心坟 晚上不知道被什么掘开了 而里面的英师不翼而飞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叼走了 张帅原本在专心开车 听到这里他终于忍不住插嘴了 荒郊野外的 说不定有什么野兽出没 不是 宋东城是脱口否认 你怎么知道不是 因为 因为 因为新坟上 到处都是小手影和小脚影 跟 跟那个英师的小手小脚 是一般大小 他的声音是戛然而止 车内忽然安静下来 一股寒意 缓缓地爬上了我和张帅的后背 张帅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 我能看到他脸色都变了 我定了定神 现在找到英师了没有 找到了 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在 韩董事长 我母亲的坟里 守夜的死个工人 已经死了两个了 说到这里 宋东城的声音 已经哆嗦得不成样了 韩自贱的父母亲 就是韩梦渝的太爷爷和太奶奶 那个英师居然又回来了 而且还死了两个守夜工人 难怪宋东城如此紧张 脸上全是血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严肃地问他 刚刚打电话喊救命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刚刚情况紧急 电话里的声音又嘶哑扭曲 我压根没听出来是男女 不是我 我不知道大师 你的电话号码 否则我也不用跑这么远了 我漠然愣住 那给我打电话的人是谁呢 你刚才说韩小姐出事了 她出什么事了 我紧张地问着她 韩小姐失踪了 宋东城是一脸惶恐 哆嗦着开口 韩梦渝失踪了 韩小姐是怎么失踪的 韩家都得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紧要关头 韩梦渝不可能无缘无故失踪 肯定是韩家发生什么要紧的事 宋东城不敢怠慢 哆嗦着抹了一把冷汗 强达起精神 我觉得 我觉得韩小姐失踪 跟她丢东西那件事有关 到底怎么回事 快说 应时甚祖归宋那一天 韩小姐忽然说她丢了一套首饰 有耳坠和项链什么的 还挺贵重 当时韩家人都在忙着应事的事 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 第二天 韩小姐又说 她丢了一套平常最常穿的衣服 当时韩家正忙着捡骸骨 做法事 我还是没太在意 今天晚上 韩小姐 她 她就忽然失踪了 韩家的保姆说 韩小姐说要出去转转 就再也没回来 应时识别 守夜工人死了两个 韩小姐又失踪 韩家都翻了天了 我和张帅相互看了一眼 韩梦渝开始丢首饰 接着丢衣服 然后把自己也给丢了 这种事情 我还是第一次见 宋东城哭怂着老脸哀求着 李大师啊 你可一定要找到韩小姐 她可是韩董事长和韩家的宝贝哥的 要是她出了事 我在河海时就混不下去了 不 我的命都保不住了 我还有一家老小 我不能出事啊 我冷冷地看着她 没有接话 宋东城跟我爷爷年纪差不多 此刻她满脸是血 花白的头发紧贴着脑门 眼中脸上全都是绝望 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十岁一样 狼狈无助 可是对她 我一点都同情不起来 她狂妄自大不说 人还阴险狡诈 若不是她自大 韩家也不会出这么多的事 韩梦渝也不会无缘无故失踪 李大师 只有 只有你能帮帮韩家了 之前是我不对 不该击对李大师 张帅鄙夷地看了她 一眼 她无非是现在无法收场了 所以才厚着老脸过来求我帮忙 我打断了她的哀求 临走之前 我让你们再往下挖 你们挖了没有 没 没有 要 要是我让他们挖了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不过 自从英师从心坟中爬出来 守夜工人惨死 我就知道李大师说对了 是我迂腐了 她小心翼翼地陪着笑 脸上全都是讨好 我却恨不得狠狠地揍她一拳 难怪韩家会接二连三出事 她为了自己的面子 居然到现在都没有往下挖挖看 有什么东西 任由事情演化到无可挽回的地理 韩梦渝失踪 多半是跟这件事有关 我该去哪儿找她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七十章 张帅冷笑了一声 孩子都他们快饿死了 你现在知道哪儿了 要是早点听李大师的 至于出这么多屁事 我问你 韩小姐失踪了 韩家找了没有 找了 找了 韩小姐是一个小时前失踪的 韩家都快把整个 河海市都翻遍了 韩梦渝是一个小时前失踪的 而且 韩家已经几乎 把河海市都翻遍了 我沉思了片刻 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 调头去东郊 韩家祖坟 快 说不定还来得及 张帅猛然踩了一下刹车 然后一个调转车头 就朝着东郊驶去 大师 咱们去 去东郊做什么呀 你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去找韩小姐 快 又快又好 宋东城愣了愣 像是漠然想到了什么 一下子瞪大眼睛 眼睛里全都是震惊和惶恐 张帅的破奥拓开得飞快 没过多久 我们就到了 韩家祖坟所在的山脚下 不等张帅挺好 我飞快从车上奔下 急急朝着 韩家祖坟奔去 张帅从后备箱 掏了两根铁棍 快速地追上来 将一根铁棍递给我 拿着这东西啊 黄身 好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还是他想的周到 然后我们一起 快步朝着韩家祖坟奔去 现在是后半夜 山里很黑 而且已经起了雾了 整个山脚 以及半山腰 都被遮在一片 朦胧的夜雾中 伸手不见 无止不说 两个人隔了一米多远 都看不到对方了 我们俩是走得飞快 宋东城跌跌撞撞 跟在我们后面 二位 等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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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动了 哎哟 宋东城毕竟上了年纪 拼了老命 也追不上我和张帅 只能在后面 叽叽歪歪 不停地叫着我们 我听得不耐烦 只能让张帅去帮他 自己则叽叽朝着 韩家祖坟奔去 虽然我打心眼里 讨厌宋东城 但是也不能让他出事 您老人家事不多干 屁事不少有 后面传来张帅 无奈和揶揄的声音 以及宋东城 唯唯诺诺地道歉声 我放下心来 快步朝前走去 远远地看到 韩家祖坟里 隐隐地有灯光 按照宋东城的说法 那应该是之前 首页工人留下的灯 大晚上的 荒郊野地里 隐隐透出灯光 非但没有让人觉得心安 反而让人莫名觉得 慎得慌 我没有多想 以最快的速度 奔到韩家祖坟 小心翼翼观察 一遍坟地的情况 祖坟里挂着几盏白纸灯 多多少少地 驱散了一些雾气 虽然将四周照得 朦朦胧胧 但是坟地的大概情景 也能看得差不多 韩家祖坟里 有十几个坟头 参差不齐地散落在坟地里 有一个新坟排在最末 应该是那具英尸的新坟 中间偏北的一个坟头 掘开了 旁边堆着一堆新土 上面罩着塑料大棚 连口崭新的棺材 就放在挖开的坟旁 地面上凌乱 扔着几样铁锹 榔头等家具 不用说 这应该就是 韩梦渝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坟了 我没有犹豫 直接从地上捡起一把铁锹 跳进掘开的坟里 猫着腰就进了墓室了 墓室里空荡荡的 弥漫着一股呛鼻的味道 我打开手机 手电筒照了照 发现墓室四周散落着一些蜡烛 黄纸灰液类的东西 应该是捡骸骨时留下的 再往里面走了几步 我默然地顿住了脚 脚下的土竟然是松动物 而那些松动的土上赫然有几排 小小的带写的小手印和小脚印 就是这里 我随意将手机扔到一旁照明 吐了一口唾沫在手上 挥动着铁锹 快速往下挖了起来 整个坟地是一片死寂 持有我挖土的声音 大师 没多久 地面上传来张帅喊我的声音 我答应了一声 继续往下挖着 很快张帅也跟着跳进了牧室 手里也拿着一把铁锹 进来二话不说 就帮我一起挖 宋东城呢 我让老头子在上面守着呢 他妈的 一路上我把他背过来的 累死老子了 这个宋东城 张帅话音刚落 宋东城的声音 在外头就颤巍巍地响起 带着小心翼翼地讨好 李大师 是张少爷 你们 你们需不需要帮忙啊 卧槽 你他妈别废话 要帮忙就下来 不帮忙就把嘴闭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只问我们尊老爱幼啊 宋东城漠然地闭上了嘴 他就是嘴上客气一下而已 怎么可能下来跟我们一起挖土呢 我没有理会宋东城 手中铁锹 却挥舞得飞快 张帅见我面色凝重 也跟着快速地挖了起来 他刚挖了几下 就漠然变了脸色 这土怎么是松的 我没有说话 心里越发沉重 张帅意识到什么 没再追问下去 只是快速地挥舞着铁锹 拼命地往下挖了起来 因为土是松的 所以挖起来并不费力 挖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时候 我的铁锹忽然碰到一样东西 我和张帅同时顿住了手 相互看了一眼 挖到了 我点了点头 挖到了 小心点 张帅点点头 我们同时放慢了动作 小心翼翼顺着那边往下挖了下去 片刻之后 一口大红棺材 就出现在我和张帅的面前 卧槽 张帅是瞪大了眼珠子 直勾勾地盯着棺材 看了片刻 然后 他抬头看向我 这坟里之前不是埋着人吗 怎么下面还有一幅棺材 这什么路爽 我还是第一次捡 我轻轻地嘘了一声 让他不要乱说话 阴宅阴地有机会 说错了话 容易惹脏东西上身 张帅寻思闭了嘴 自从我救了他一命之后 我的话 在他那比圣旨还管用 之后 我招呼张帅 一起帮我把棺材盖给掀开 棺材盖 被我和张帅吃力地掀开 我们俩举起手机 一起朝着棺材里看去 只看了一眼 我和张帅就一起待住了 棺材里赤裸裸地 躺着两个女人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七十一章 棺材里的两个女人闭着眼 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这两个女人中 其中一个果然就是失踪了的韩梦鱼 而另外一个很是陌生 从没有见过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两个都是赤裸裸的 浑身上下着片驴未浊 洗腰 大肠腿 找到失踪的韩梦鱼 我还来不及欣喜 就直接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撼了 张帅也看得是目瞪口呆 尤其是我 之前充其量就是抱过秦雪 何曾见过这种阵仗啊 所以一看到这种情景 我的脑挂子就嗡的一声 全身是血液 瞬间就涌到了头上 卧槽 张帅嘀嘀地骂了一句 挠了挠乱蓬蓬的头发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她的心情了 可以看出来 她的内心 跟我是一样的震撼 荒郊野外的棺材里 忽然出现两个 这种模样的大美女 谁见了之后 那都是跟我和张帅 一样的反应 张帅骂了一句之后 我这才反应过来 快速上前摸了一下 韩梦鱼和那个女人的鼻戏 他们怎么样 我顾不上回答她的话 快速从乾坤包里掏出五帝钱 飞快地将五帝铜钱 放在韩梦鱼的胸口 又从桃木盒中掏出了一只伏笔 沾了朱砂 在五帝钱四周画了一道回声符 开 最后我用伏笔 重重地在五帝钱正中间点了一下 我的话音刚落下 刚才双眼紧闭的韩梦鱼 默然地睁开了双眼 呼不得一声 他吸了一口气 一下子就直起了身子 猛然间在棺材里直起身子 韩梦鱼是小脸苍白 急促地喘着气 像是离开水的鱼一样 我快速脱掉外套 盖住韩梦鱼的重要部位 然后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给他顺着气 张帅也忽然反应过来 也脱下外套 盖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 片刻之后 韩梦鱼的气 终于是穿晕了 韩小姐 你没事了吧 韩梦鱼文言 抬头看了我和张帅一眼 猛然间就扑进我的怀里 放声大哭了起来 吓死我了 你可算是来了 韩梦鱼哭得是歇斯底里的 哭得是十分的委屈 此刻的她 就像是受伤的小女孩一样 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高冷 我心中忽然生起了一阵的联系 今天晚上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会把一个高冷理智的女孩子 吓成这样 张帅被韩梦鱼的哭声给吓着 忙不迭地哄着 哎呀 韩小姐 你别哭啊 就当我没问过 好不好 你别哭了 她还没谈过恋爱呢 一见女孩子哭 就已经慌了 韩梦鱼没理她 她只是死死地 搂着我的腰 不停地哭着 我僵硬着身子 小心翼翼地搂着她 张帅在一旁无奈地看着 她哭了很长时间 直到把我的衣服都打湿了 她的哭声才渐渐地停止 她抬头 难为情地看了我一眼 下意识地用我的外套裹紧了身子 红着眼圈滴滴地道歉 易大师 对不起 我刚才失态了 你没事就好 我努力地端出了大师的风范 把眼睛看向了别处 韩小姐没事了 那另外一个呢 她早就死了 我的话音刚落 刚刚平静下来的韩梦鱼 忽然撇到躺在棺材里的另一个女人 她吓得尖叫了一声 苍白着小脸 迈着大长腿 就从棺材里跳了出来 急急扑向我的怀里 是她 无奈 我只能搂住她 低声的权威 有我在 没事了 尽管如此 我还是能够感受到韩梦鱼紧挨着我的身子 在瑟瑟地发抖 纤细 微凉 让我心神荡漾 她是谁 等韩梦鱼稍稍平静一些之后 我低声地问着 韩梦鱼摇了头 我不认识她 刚刚韩梦鱼明明说是她 分明是知道的语气 怎么一眨眼 就说不认识她是谁了呢 韩小姐 你也不认识她是谁 韩梦鱼往我的怀里躲了躲 那你怎么跟她一起 在棺材里啊 是她 是她把我弄到这里来的 我和张帅相互看了一眼 一时间没搞清楚 韩梦鱼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宠张帅使了一个眼色 我们打算先把韩梦鱼送到上面 叫韩家的人过来 然后再做打算 这种环境实在是太阴森压抑了 我和张帅都觉得难受 更何况刚刚死里逃生的韩梦鱼了 我 我的衣服 还在棺材里 就在我压低声音 跟韩梦鱼商量 要把它送上去的时候 韩梦鱼忽然指着棺材里 压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下的衣服 滴滴地说道 我丢的东西都在棺材里 我愣了愣 然后走进棺材看了一眼 果然 在棺材底下 有一套大红色的裙子 还有一些首饰 以及一双鞋 除了鞋之外 都跟宋东城说得一模一样 棺材里那些东西 都是你之前丢的那些 是 我心中是漠然一紧 再看看棺材里的女人 身高跟韩梦鱼差不多 面容焦好 皮肤白皙 双眉之间有一颗红色的质 特别的醒目 韩梦鱼刚刚说 是这个女人 把她弄到棺材里的 这就是韩梦鱼失踪的原因 正在私存之间 宋东城在上面喊着 大师 找到韩小姐没有 我 我下去看看吧 咱们先上去吧 我低声地对韩梦鱼说着 张帅指着棺材里的女人 紧张地问着我 那她怎么办 我正要回答 忽然 外面想起了一阵闷响 紧接着 宋东城是身一脚浅一脚 就朝牧室走了过来 我快速拽过棺材里的裙子 直接裹在韩梦鱼的身上 刚裹好 宋东城已经出现在了牧室 等她看到韩梦鱼的时候 她默然地瞪到了眼睛 韩小姐 你真的在这里面 宋大师 看得出来 她不是很想理会宋东城 宋大师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韩梦鱼不想理会宋东城 她指着棺材里的女人 转移宋东城的注意力 宋东城站得比较远 听到我的话 她吃了一惊 棺材里还有个女人 我点了点头 宋东城跌跌撞撞地 朝着棺材就走了过去 是她 等看到棺材里的女人时 宋东城默然变了脸色 听众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丽 第七十二章 你认识她 我和张帅心中一喜 是脱口其问 韩梦渝 也刷得扭头 看下了宋东城 她是谁 这个女人出现在 韩家老坟 韩梦渝的失踪 也跟她有关 她的身份 现在至关重要 如果 宋东城认识她 那就好办了 宋东城 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 而是 直勾勾地 看向我 她是 你当初让我们挖的 就是她 我摇了摇头 韩家请我来之前 两条小青蛇 无缘无故 爬上我的脚背 互不相让 在风水里 称之青龙相争 所以 我预测 英诗棺材下 肯定还有别的东西 但是我没想到 会是一个陌生女人 那 那她 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问你呢 你打什么岔 你快说 她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 韩家的祖坟里 韩梦渝紧紧地 盯着宋东城 她 她 她是我之前的 一个客户 宋东城恍然回过神来 眼神有些躲闪 含糊其词 她失恋了 来找我看 有没有办法 挽回她喜欢 那个男人的心 后来 我给她一张桃花符 就打发她走了 她在撒谎 她知道的 肯定比这个多 很明显 她在隐瞒什么 宋大师 都这个时候了 还藏着掖着 就没意思了 你要是自己能兜着 那我现在就走 绝不掺和韩家的事 扔下这句话之后 我扭头就走 宋大师 这就是你不地道了 是你求着李大师 来帮忙的 来了你又鬼鬼祟祟的 连句像样的人话 都没有 得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我跟李大师一起走 韩小姐 要不要吵上你 别别别 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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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真的要走 宋东城一下子就怂了 他有意无意地 扫了一眼韩梦渝 这个女人 是 是韩董事长介绍给我的 是胡说 张帅和韩梦渝是齐齐开口 不过 一个是八卦 一个是震惊 韩梦渝是小脸冰冷 宋大师 你说话要负责任 我爷爷绝对不会做那种龌龊的事 就是就是 宋大师 你快说说怎么回事 张帅追问时是兴趣盎然 一副这么大年纪 真会玩的表情 哎呀 你们都想哪儿去了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意思 我 我是说 他是 他是 他是韩董事长给我介绍的客户 我们李家 管进门的叫市主 宋东城 称呼他们为客户 这就是区别 韩梦渝松了一口气 但是还是皱眉接着说的 不可能 我爷爷平时那么忙 还有工夫给你介绍客户啊 再说了 这女人跟我们韩家非切非故的 我连认都不认识 爷爷为什么要帮她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 韩董事长还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想办法让他死心 将他打发走 对了 当时韩董事长的原话是 最好让他离开河海市 永远不要回来 我们三个人面面相去 让这个女人彻底死心 将他打发出河海市 还让他永远不要回来 而且 韩子健还给了宋东城一笔钱 这个事情 就越来越变味了 难道 这是你爷爷给你找的年轻小奶奶 张帅是一脸恍然的 看向了韩孟瑜 你爷爷睡了人家 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所以 他一心想要挽回你爷爷 宋大师没有把他劝走 他又上门去闹 你爷爷怕颜面丢尽 所以暗中找人把他给咔嚓了 他死不瞑目 所以闹了这一出 张帅是眉飞色舞 越说越兴奋 我冲他虚了一声 当着死者的面最好是有所忌讳 张帅这才闭住了嘴 韩孟瑜瞪了张帅一眼 脸色很是难看 爷爷是他最尊敬的人 要是真的出了这种丑闻 他的脸都没地方割了 可是张帅说的 似乎也符合逻辑 牧师之内 一下子就沉默下来 许久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宋大师 他去找你时 有没有怀孕 韩孟瑜刷的一下子看向我 小脸有铁青 渐渐地变成了苍白 我不太清楚啊 他当时穿的衣服很宽大 我没看出来呀 我忽然想到了秦雪 他为了遮盖大肚子 也喜欢穿宽大的衣服 难道战员去找宋东城的时候就怀孕了 不可能吧 韩董事长今年少说也得有七十岁了吧 还有这本事 哎呀 这可真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啊 李大师 你是说 硬师很有可能是他的孩子 他们母子是一起死的 我缓缓地点点头 宋东城是面色骤变 若是胎儿足月 临盆之际 母亲被逼死或是被害死 会心怀怨恨 形成子母煞 如果子母煞怨气过重 再吸收日月精华 就会形成僵尸 变成僵尸之后 就很难控制 那句英诗现在在哪里 在棺材里 我用 我用阵服将他给震起来了 只是 如果他们是子母煞的话 英诗 我刚刚沾了血 他不由地打起了哆嗦 守夜工人惨死 英诗已经沾了血 沾血的英诗 就跟沾过血的野兽似的 很难控制 更别说 他们很有可能是子母煞了 现在该怎么办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张帅再也不嬉皮笑脸了 韩董事长花大钱收买送大石 应该就是不想让这女人的消息泄露出去 现在 只怕咱们去找韩董事长问 他也肯定说不知道 韩孟瑜轻咬着嘴唇 这件事 我负责问爷爷 事关重大 他不能再让韩家出事了 他借了我的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之后 他冷冷地开口 爷爷 我是孟瑜 是李大师救了我 您要是还想保住咱们韩家 您现在立刻亲自来祖坟这里见李大师 说完之后 他啪的就挂了电话 从始至终 他都没给韩子健说话的机会 是该韩董事长亲自来请李大师 韩孟瑜当着他的面捧我 宋东城是满脸尴尬 那个 李大师年轻有为 我 我辅助李大师就行了 没人打理他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诗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定语 第七十三章 我就着棺材 画了一张阵符 贴在女尸身上 防止的诗变 这样最少可以暂时控制女尸 而且贴符使我检查了女尸 幸好她现在还没有尸变的迹象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半个小时之后 韩家来人了 来的却是韩浩和韩腾 这时韩孟瑜已经穿好衣服 收拾停的 孟瑜 你快吓死二叔和三叔了 韩浩和韩腾 一起快步走向韩孟瑜 满脸都是激动 快跟二叔三叔回家 爷爷在家快急死了 只有亲眼见到你 爷爷才能放心 之前我替韩孟瑜看过相 他虽然面善 但是额头偏窄 左侧有一丝凹陷 这种面相 一般都是早年丧妇 而据我所知 韩家孙辈中 只有韩孟瑜一个女孩子 这大概也是 他在韩家 备受宠爱的原因 韩孟瑜没有动 目光冷冷地 看着他们俩 韩浩和韩腾 相互看了一眼 孟瑜 你怎么了 二叔三叔来接你 回去见爷爷 爷爷怎么没来 我电话里说得很清楚 必须让爷爷 亲自过来见李大师 这 韩浩赶紧走到我的跟前 多谢李大师不计前嫌 帮我们找到孟瑜 之前多有得罪 还望李大师不要见怪 只是家父年迈体弱 所以特意派我和三弟 来接大师过去 他这是摆明了 说瞎话 他们自从来了 就直奔韩孟瑜 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我一眼 现在韩浩对我这么客气 不过是顺着韩孟瑜随口敷衍我而已 不行 不等我开口 韩孟瑜冷冷打断了韩浩的话 必须爷爷亲自过来接李大师 孟瑜 你 韩浩本想打个哈哈就过去 省得韩子健亲自来跑一趟 没想到韩孟瑜这么固执 非得韩子健亲自来接我 爷爷今天不过来 我也不回去了 说完之后 他跟我站到了一起 见到韩孟瑜执意如此 韩浩和韩滕两人有些为难了 他们低声嘀咕了一阵子 韩浩转身去打电话 片刻之后 韩浩过来陪着笑 李大师 家父待会亲自来接 麻烦您稍等 韩孟瑜执意要韩子健过来 我知道他心中对我颇有怨言 但是他却表现得滴水不漏 态度客气得刚刚好 我点了点头 好 请神尊神 请师重师 这是该有的规矩 韩孟瑜很聪明 他知道之前韩家轻慢了我 所以执意要帮我找回这个面子 或许我才会全心全意的救韩家 我没有点破 有些事心里知道就好了 就过了半个小时 韩自剑终于来了 李大师 之前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韩自剑被韩须和另外一个人搀扶着 走到了我的跟前 冲我客客气气地拱了拱手 满脸的愧疚 以后韩家的事 还得仰仗李大师帮忙相助 看得出来 他是被逼的 他心底对我还不是心服扣服 也难怪 我这么年轻 看起来说服力确实没那么强 不过 我会让他心服扣服的 等韩自剑跟我寒暄完 韩孟瑜直接拉着他下了墓室 指着棺材里的女人问着 爷爷 他是谁 他 他怎么在这里 看到棺材里的女人 韩自剑默然变了脸色 我和张帅相互看了一眼 韩孟瑜的小脸则又是白了几分 韩自剑这语气已经等于承认 他真的认识这个女师了 宋东城没有说谎 爷爷 您真的认识他 韩孟瑜的身子晃了晃 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刚刚宋大师说您认识 我还不信 韩自剑这才反应过来 刚刚说漏嘴了 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宋东城 宋东城的身子一哆嗦 韩董事长 现在事情闹大了 刚才李大师说 这女师跟婴师很有可能是母子 说是他们惨死或是被害死 就很有可能形成姿母杀或是僵尸 还有韩小姐也是被女师给弄到这儿的 那件事 我 我不能再埋下去了 孟瑜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韩自剑脸色一沉 转身问韩孟瑜 他得先确定韩孟瑜失踪的真相 否则他不会轻易相信我 我也看向韩孟瑜 刚刚他话说的一半 宋东城就进来了 到现在为止 我还不知道他是怎么被女师弄到这儿的 韩孟瑜的身子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他强自镇定 从宋大师让韩家认英师那天 我就开始经常梦到他了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棺材里的女师 刚开始他在梦里向我借首饰 后来又说没衣服又向我借衣服 再后来他说没鞋子 每次只要梦到他借东西 醒来我的东西就会丢 我觉得不对劲 我就告诉了宋大师 和宋大师说没事 提到宋东城的时候 韩孟瑜语气带着抱怨 若不是他怠慢 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 今天晚上 我又梦到了他 他约我一起出去草草 韩孟瑜身子开始微微地发抖 不知道怎么的 我迷迷糊糊地就跟着他出来了 等我醒来了之后 李大师他们就在这里了 而我跟他一起躺在了棺材里 我的面色是微微地一变 这叫戒阳兽 从头戒到脚 最后戒的就是兽命了 我说出来以后 韩孟瑜的身子则是微微地一晃 差点摔倒 幸好被我及时给扶住了 都这个时候了 韩董事长还不打算告诉我们 他的真实身份吗 韩孟瑜忽然陷入了沉默当中 他的脸色阴晴不定 不知道在想什么 因为牧师太小 刚刚领着韩子健来看女尸时 韩昊和韩腾 以及张帅 都在牧师外等着 什么女人 听到我们的对话 韩昊和韩腾面面相聚 韩昊挤起来 等他看到牧师地下挖出的棺材 以及棺材里半光着身子的女人 脸色刷的一下子就变了 爷爷这牧师下面竟然真的还有东西 孟瑜就是被他弄到这儿来的 没有人说话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韩子健的身上 在等待着他的答案 爷爷 韩孟瑜不满地催促着 到这个时候了 韩子健居然还是不肯说实话 咱们先上去吧 许久之后 韩子健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上去再说 韩孟瑜还要催 我冲他摇了摇头 示意他给韩子健一些时间 等他心里缓冲够了 自然就会说了 毕竟这韩家已经出了不少事 韩子健心里应该是有数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区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老秋想故事 欢迎定居 第七十四章 很快 韩须带人将韩子健搀扶上了地面 韩子健找了一块靠岸的石头坐下 沉思片刻 他抬头 看向我和宋东城 不瞒二位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回答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爷爷 韩梦渝以为他在撒谎 不满地抗议着 孟渝 你听爷爷把话说完 大概半年前 他忽然去公司门口赌我 说怀了我们韩家的骨肉 但那男人却躲起来不肯见他 他说他只知道他是韩家人 所以只能来公司赌我 要我给他个交代 那他就没告诉你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名字是假的 也没照片 相貌特征也不明显 只说个子高 长得很瘦 年龄大概在三十来岁 可是韩家的男人 多数啊 都符合这个特征 就算韩浩和韩腾兄弟俩 看起来也至多三十来岁 我扫了一眼韩浩和韩腾两兄弟 他们确实显年轻 就算有人说他们三十来岁 也绝对不会有人怀疑 爸 他会不会是想敲诈咱们韩家 毕竟韩家家大业大 打韩家主意的人不在少数 每年挤破脑袋 想进韩家的女人 也不在少数 他 他知道韩家很多的事 韩自贱 面色凝重 那些事 只有韩家人才会知道 所以 我笃定他没说谎 但韩董事长怕给韩家招来麻烦 所以将他介绍给了宋大使 希望宋大使劝他离开河海市 这样 韩董事长不费吹灰之力 就解决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我说的对不对 韩自贱抬头看了看我 然后 他尴尬地点头 没错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韩家梦渝这一代 除了梦渝之外 他几个堂哥都结婚生子了 无论谁骗了那个女人 都会是韩家的丑事 韩家就会被闹得不得安宁 更何况 他一直去读我 实在很麻烦 除此之外 韩董事长没做别的 那个女人死了 而且现在就躺在 韩家祖坟的棺材里 是谁把他杀死的 又是谁 把他弄到这祖坟里的 绝对没有 韩自贱扫落一眼 我以我们韩家全家老小的性命发誓 我除了让宋大师劝他离开之外 绝对再没动他 这半年他没再出现 我一直以为他已经离开河海市了 谁想到 谁想到他出现在韩家祖坟里 而且还可能生了孩子 现在 韩家生死攸关 若是不弄清楚来龙去脉 化解女尸的怨气 只怕整个韩家都将处于危险之中 可他现在已经死了 爷爷和宋大师都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怎么化解他的怨气 我有一个办法 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 什么办法 我扫了一眼棺材里的女尸 飞飞的一笑 让女尸认夫 你是说让女尸认夫 韩自贱脸色 微微的一宁 他 他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怎么认 宋东城是一脸的惊疑 却识趣的没有说话 韩浩和韩腾则是面面相去 我直视着韩子贱 韩董事长 我给你一分钟思考时间 若信我 接下来就都听我的 若不信我 我现在就走 再给韩家最后一次机会 是看在韩梦渝的面子上 而且这事我已经沾手 就不能随随便便地放弃 韩自贱有些犹豫 毕竟宋东城 朱玉在前 尚且闹得韩家是人养马翻 现在一大堆麻烦 还没有理清头绪 爷爷 您就听李大师的吧 见韩自贱还在犹豫 韩梦渝冷冷地说道 要不是李大师及时救我 您这辈子都见不到我了 而且这个子母煞 还指不定会把咱们韩家闹成什么样呢 没错 韩董事长 李大师稍稍出手 就让我自愧不如 韩家这桩孽缘 非李大师不可呀 他虽然年轻 但是李家后人 名不虚传啊 韩自贱的脸色 渐渐变得凝重 他认识宋东城几十年了 能让宋东城如此看重的风水师 我还是第一个 那就拜托李大师了 考虑再三 韩自贱站起了身 让我客气地拱了拱手 接下来的事 就麻烦大师了 有我和宋东城双重保险 这件事应该很快就会解决了 我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 现在 把女师和英师都抬回韩家 找两具背阴的屋子 单独安置 千万记住 屋子门窗 都要用进过黑狗血的黑布蒙上 一丝光亮都不要拖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许进 尤其是女人 这 听说要将女师和英师 抬回韩家 韩家父子脸上有些迟疑 英师作祟 已经杀死两个守夜工人 如果再把他弄回家 那岂不是等于引狼入室吗 韩自贱 有意无意地 瞥了宋东城一眼 宋东城 冲他微微点头 他这才扬声吩咐 韩旭 叫几个人过来 按照李大师的吩咐去做 不得有半点差池 是 韩旭答应一声 然后他叫几个人 去抬女师和英师 韩自贱和宋东城的小动作 我都看在眼里 我淡淡地笑了笑 韩自贱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他说是信任我 不过是嘴声信任我 他真正信任的 还是认识了几十年的宋东城 不过 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叮嘱韩旭他们 千万不要弄掉女师和英师身上的福赚 接下来 一切收拾停荡 一行人打到回韩家 本来我想让张帅先回去 但是他非要跟我一起去 大师 我得跟你一起去 我瞅着这韩老头对大师 你不是太服气 我怕大师过去受了欺负 我跟大师一起过去 让他瞅瞅大师也是有后台的人 我心中一暖 张帅这是怕我被欺负 我没有拒绝 一起经历过两次生死 我心中早已经把张帅当成了朋友 跟朋友客气 那就太矫情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地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秋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七十五章 很快 我们一行人到了山脚下的路边 韩自建出于礼貌 原本想让我同他乘一辆车 但是张帅坚持 要我做他的破奥托 韩自建 只能做吧 孟渝 我们在前面带路吧 韩自建 慈爱地看着韩蒙鱼 韩蒙鱼看看我 快步走到张帅的破奥托棚 爷爷 我跟李大师坐一车 你们走你们的 我给他们指路就行了 这 好吧 韩自建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钻进了黑色的轿车 几辆车子前后启动 张帅开车 我和韩蒙鱼坐在后排 车子时不时地颠簸一下 我和韩蒙鱼的身子轻轻地相撞着 他身上的香水味清淡好闻 让人心神荡药 我脑海中忽然闪出之前在棺材中看到的那一幕 韩小姐 你今晚有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我努力地转移着注意力 或许韩雪把我的手机号给他了 那今晚接到的那个电话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没有 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大师您的电话号码呢 怎么了 我默然愣住 刚刚的以你念头一扫而空 那个求救电话不是宋东城打来的 也不是韩蒙鱼打来的 是谁打来的 大师 你怎么了 见我发呆 韩蒙鱼伸出手 轻轻在我面前晃晃 我猛然回过神来 冲他笑了笑 没事 他今天晚上已经饱受惊吓 我就不能再瞎的了 没想到韩蒙鱼掏出手机 认真地说着 大师提醒的对 大师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我脸色一致 我真不是提醒他要我的手机号 但是我还是给了他 韩小姐 你要不要我的手机号啊 138后面8个6 好记得很 微信同号 张帅从后视镜 看了我和韩蒙鱼一眼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要是想找李大师 也可以先找我 我跟李大师可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韩蒙鱼坐直了身在 恢复了之前的兵朗 我跟张公子不熟 不必了 显然 他知道张帅的身份 张帅讨了一个没趣 也不生气 只是一脚游门 快速朝前逝去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到了韩家别墅 我先去检查女师和英师的安置情况 然后对着韩自建说道 韩董事长 麻烦现在把韩家所有的男人都召集回来 一个都不能少 英师已经沾了血 情况紧急 不能再拖了 韩自建点点头 亲自打了几个电话 之后 我们一行人就坐在客厅内 边喝茶 边耐心地等待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两个年轻男人走进了客厅 齐齐冲着韩自建打着招呼 爷爷 两个年轻人个子都是高高的 瘦瘦的 模样也有几分相似 不过 年长那个年轻人面向端正 年轻那一个长着一双桃花眼 一看就不太安分 我快速扫了他们两人一眼 年长那个没问题 年轻那个虽然烂桃花一堆 但是身上也没有阴气环绕 跟女师有渊源的不是他们两个 真正的凶手还没有出现 李大师 这是我的两个孙子 两人冲韩自建打过招呼之后 韩自建指着他们分别向我介绍 大的是老二家的叫韩海涛 小的是老三家的叫韩海斌 海涛海斌 你们两人上前见过李大师 韩海涛走上前客气的冲我打了一个招呼 李大师好 大师 韩海斌挑了挑眉 上下打亮我一眼 面露不屑 毛都没长齐呢吧 就敢出来装大师 爷爷 你老人家是怎么回事啊 宋大师明明还健在呢 你从哪找来这么一个土包子来 还打半夜的把我们叫过来 闭嘴 韩自建冷冷地呵斥 但是他却并没有多严厉 明摆着他想看我如何处理这件事 客厅的人都对韩自建的目的心知肚明 无数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到了我的身上 都这个时候了 韩董事长还顾得上考验我呢 我将手里的茶水放下 不慌不忙地开口了 你明明有三个孙子 为什么只回来两个 难不成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 真正的凶手还没出现 难道是韩家有意隐瞒 我的话音刚落 韩自建猛然愣住 其他人也是瞬间僵住 整个客厅鸦雀无声 许久 韩浩才低声问着韩孟宇 孟宇 刚刚你跟他坐同一辆车 是不是你告诉他 咱家什么情况的 二叔 我什么都没说 您这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大神明明说都让回来 为什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听到韩孟宇维护我 我心里一暖 但是我表面上 依旧不动声色 韩腾先生 人中朋友双生智 几乎正在人中中心 所以韩海斌还有个双胞胎哥哥 客厅内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我一脸的震惊 尤其是韩家人 因为韩海斌兄弟长得太过相像 他们平时经常会弄错 而我仅从面向就能看出 他们是双胞胎不说 还一眼就能看出 韩海斌是弟弟 这有什么呀 大概是学过些皮毛 会胡周几句而已 有什么好吃惊的 韩海斌是冷笑一声 说不定啊 为了接近我们韩家 他安地里下了多少功夫呢 我跟我哥是双胞胎的事 又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小少爷 你面对眷色 目露邪欲 韩董事长刚刚给你打电话时 你应该刚从女人身上爬起来吧 家有妻儿 还是注意些为好 还有 我跟韩董事长说过了 信我就都听我的 不信我我走人 我一开口 客厅里瞬间想起了一阵的骚动 你 你胡说八道 韩海斌急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刚从女人那儿回来 他这是恼羞成怒 他是吃定这种事 我没办法证明 我笑了笑 要是我面相得还不错的话 你现在右侧裤兜里 应该有一条女人的内衣 你胡说八道 韩海斌脸色骤变 下意识后退几步 刚刚韩家故意考验我 韩海斌又出言不逊 张帅早就看不下去了 现在他一马当先走过来 黑黑的笑着 既然小少爷兴事淡淡说自己没有错 那不妨让我搜一搜 看看到底有没有 你放肆 韩海斌急了 下意识就要避开张帅 张帅一把拽住他 一只手快速伸进他右侧的裤兜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多人有声剧 第一风水师 作者 卓然本尊 演播 老邱想故事 欢迎订阅 第七十六章 张帅一只手快速伸进韩海斌右侧的裤兜 刷的一下子就拽出了一样东西 大家都快看 这是什么 张帅举起手中的东西 夸张的洋洋 生怕韩家人看不清楚 他为了维护我 诚心想给韩海斌能看 无数道目光 齐刷刷朝着张帅举起的东西看去 他手中的 是一件紫色小巧的衣服 在场的人一眼都能看出 那个东西是什么 客厅内瞬间 一片哗然 韩自贱父子 瞬间就变了脸色 韩家子孙 被人当场戳穿这种丑事 简直就是七尺大辱 更重要的是 我居然连这种私密的事都能看出来 我的修为 似乎比宋东城高了不少 只有韩梦渝看我的眼神 多了几分崇敬和热议 干嘛的 给我 韩海斌是扫得一张白镜的脸通红 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一把拽过张帅手里的东西就塞进裤兜 转头阴狠狠的弯落也 像是要将我生吞活泼一样 那意思就是 小子你等着 我跟你没完 我淡淡地笑了笑 韩海斌这样的人 我见得多了 但是让我怕过的 还没有出现 混账东西 都什么时候了 还顾得上这种事 见韩海斌还敢对我出言不逊 韩自贱气得是脸色铁青 你哥呢 刚刚打电话时 你哥说会跟你一起回来的 他现在人在哪里 爷爷 韩自贱话音刚一落 一道身影走进客厅 微微冲着韩自贱笑着 我是跟海斌一起来的 不过晚到了几分钟而已 爷爷您别生气 高高的瘦瘦的 长着一双桃花眼 跟韩海斌长得是一模一样 不用说 这就是韩海斌的哥哥 韩海潮 跟韩海斌的轻挑散漫相比 明明是同样的样貌 韩海潮却沉稳大方 眼神犀利 身上颇有韩自贱的 上位者的气势 只是 他印堂隐隐发案 眼露红金 身上隐隐缠绕着一股淡淡的阴气 我的心跳了跳 真正的凶手 极有可能就是韩海潮 之所以还不能完全确定 他就是凶手 是因为我并不能仅靠一股阴气 就认定女师跟他有关 唯一的办法 就是女师认夫 之后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害死女师的凶手 李大师 这就是海滨的双胞胎哥哥 海潮 韩海潮走进来之后 韩自贱立刻起身 恭敬地向我介绍 跟之前的敷衍客气相比 韩自贱现在态度是无比的恭敬 他对我是心服口服 甚至笑容都隐隐带着讨好的味道 韩自贱介绍之后 韩海潮沉稳走向我 冲我伸出手 李大师 韩家的事拜托你了 沉稳 客气 对我也客客气气 似乎无懈可击 滴水不漏 而且 从韩自贱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韩海潮在韩家极受重视 很有可能是韩自贱之后的接班人 他走进我之后 我趁着握手的时候 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耳阔分明 额头宽阔高耸 这样的人 聪明 而理智 我隐隐地感觉 韩海潮如果是凶手的话 将会是一个极其难缠的对手 李大师啊 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介绍完韩海潮之后 韩自贱看向我 今晚 几位都在这里住下 我扫了一眼 韩起人 然后各位将自己的贴身衣物 以及声称八字给我 好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我带着张帅来到女师庭房的屋子 跟女师打交道 需要一个八字全音 胆子大 又跟韩家没有任何利益瓜葛的人 而张帅正好符合条件 我和张帅去停放女师的屋子里 是韩自贱率领韩家人亲自送我们过去 浩浩荡荡 十分的壮观 好了 你们在外面等着吧 我冲他们淡淡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张帅一起进了屋子 是啊 韩家人双手低垂 摒弃宁神站在屋子外等着 走进屋子 张帅兴奋地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去 大师 你连韩海兵兜里装了那玩意儿都能看得出来 也简直太牛了吧 之前韩老头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现在在你面前恭敬得跟孙子似的 我之所以知道韩海兵裤兜里装着东西 是因为他进来时没装好 我无意间看到了 爷爷说 做我们这一孩儿 不但要胆大心细 还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所以 我早就养成了不犯过任何一个细节的习惯 刚刚说出韩海兵裤兜里的秘密 不过是借此敲打韩家人 省得他们不配合 反倒一直找麻烦而已 张帅愣了愣 继而 他冲我双手竖起了拇指 卧槽 大师 我更佩服你了 就这一句话 直接把韩家一家子给唬出了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然后 我冲张帅示意一下 让他别再说话了 死者为大 还是有所忌讳的好 帮我捡一些他的指甲 捡到离元殿 千万别碰到他的手指 只剪指甲 张帅拍了拍胸脯 压低了声音 放心 包在我身上 在张帅给女师剪指甲的时候 我将黄纸铺在了桌上 调好了朱纱 沉下心来 画了一张引路符 死者为因 因者闭了扬眼 要想让他们看到东西 得想办法帮他们开眼 这引路符 就是帮他们开眼引路的东西 画好引路符之后 张帅也剪好了指甲 小心翼翼地 将指甲递给了我 大师 按照你要求做的 我没有碰到他手指 好 我点点头 接过指甲 在朱纱里面沾染过 然后 点着了 写着韩家人生辰拔字的黄纸 连同女师的指甲 一同手 刷的一下子 火焰猛然升起很高 原本该昏黄色的火苗 忽然间就变成了绿色 一阵阴风陡然掠过 室内气温 一下子就降了下来 大师 这 张帅看着绿色的火焰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他话音刚落 身后的硬板床 就响起一阵让人心悸的声响 我和张帅齐齐回头 就看到女师僵硬着身子 一点一点从床上直挺挺地坐起来 吃勾勾地看着我 现在该怎么办 张帅吓了一跳 我拿起引路符 刷的一下子贴在女师的额头 低声对张帅说着 快出去 让韩家男人都把贴身衣服顶在头上 快 可是 男人贴身的衣物 都是内衣裤啊 这怎么顶啊 直接戴在头上 快去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